第522集 陈天一阵惊叹 但觉得这太扯了 既然可以灵魂不灭 那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或许是看穿了陈天的小心思 那声音大怒 若不是难逃命运之劫 本帝又何苦如此这般 我留下这残魂之力 便是想要他继承吴之力 冲破那命运枷锁 现在殷勤人 你可愿意继承我的传承 完成本帝的遗愿 那声音再度响起充满了慰言 前辈 我愿意接受您的传承 陈天跪地行拜师之礼 好 记住 无名魂帝 魂帝又是一个大帝 又是一个陨落的强者 叹息命运的劫难 又是一个大帝以无上之力 留下残魂 要寻找到继承人 反抗命运的枷锁 万载岁月之前 究竟发生了怎么样的劫难 才能让诸天大帝陨落 是什么让如今的大陆 无人称帝 万年前的劫难 魂帝不肯说 建老也不告诉自己 天魂之术的力量 以及我的记忆 我封印成了四个部分 你需要找到剩下的三个残片 才可继承所有的力量 年轻人 希望你就是那命运之人 拥有灵悟之躯 觉醒吞噬武魂的人呢 希望你可以打破这命运的枷锁 一股强大的记忆之力涌现 那是天魂之术的修炼方式 陈天面旁不由地扭曲起来 这种记忆 几乎是以侵略的方式灌入脑海 不过很快 陈天的神念涌出一道可怕的力量 在顷刻间 将魂帝的神念吞噬 随后转化为记忆之力 一点点的消化 灵魂力量 天魂之术的介绍 让陈天心神一颤 作为灵魂 本就是虚无缥缈的概念 而它目前的境界 或许还没有达到 但是根据天魂之术的介绍 灵魂的强大可以壮大武魂 比如剑武魂 可以增幅力量 让剑化为实体 甚至可以让武者 使用武魂形成的剑 这便是天魂之术的强大 这世间 有人拥有双生武魂 甚至三种武魂 但如果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运用 那也不算什么 而天魂之术 则可以壮大灵魂 还可以壮大武魂 更可以增强力量 增强武魂 甚至让人在关于武魂等魂魄方面的领悟 都异于常人 灵魂 决定一个人的未来 一个人的灵魂越强 即便是越急挑战 都可以抹杀更强的存在 这只是第一阶段的记忆 关于天魂之术的使用办法和修炼 后续还有一些记载 但都不在这篇功法之中 只有找到其他的残篇 才能继续修炼 当陈天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眼前的皇级功法早已消失不见 看来 你这小子 又得到了了不得的机缘了 剑老微微一笑 自然明白 陈天肯定是触动了某种静止 陈天的表情却很黯淡 叹息道 剑老 万年前的岁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剑老闻言目光一领 摇头叹息 我现在告诉你也可以 只是每个人得到的答案不同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提前知道 未必是好事 过了剑老 既然每个人得到的答案不同 那么 我应该去寻找自己的答案 这才是我的陈天 怎么样 得到了什么 魂帝的传承 陈天这般说道 文言 剑老神色猛的一颤 什么 你得到了魂帝的天魂之术 嗯 剑老 你也知道这魂帝 呵呵呵呵 岂能不知道 万年前 就是由我们牵头 抵抗的那场命运之战 可惜的是 临死前 我都未能见他最后一面 没想到这天残之术 竟然会是他的天魂之术 你能得到魂帝的传承 说明你果然不同于常人 好好修炼这天魂之术 未来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好处 当年若不是魂帝为了我们所有人 否则以他的实力 根本不会陨落 看来魂帝生前 也是一个受到大陆众生敬仰的英雄人物 如今你得到他的传承 千万不要辱没了魂帝的名头 剑老 小子什么时候给你丢过脸了 陈天笑了笑 好了 别臭屁了 明天和你那小媳妇下落不明 幸好你与飞天所有联系 当务之急是找到他们 剑老也很是关心有人的安全 陈天闻言心神一正 嗯 知道了 陈天闭上双眸 沉下心来 默默地感应飞天梭 片刻过后 他猛地张开双眸 西北方 还有很远的距离 再近一点 应该能找到飞天梭的具体方位 嗯 事不宜迟 走吧 剑老也开口说道 好 陈天走出一方世界 恢复本体的控制 随后走出了木屋 正好看到林轩迎面而来 陈天哥哥 你要走了吗 小女孩意识到 陈天真的要离开了 心中竟然有些舍不得 陈天点点头 摸着丫头乌黑的绣发 我说过 以后我是你哥哥 丫头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必须离开 但总有一天 我会回来的 哥哥 这是小轩的同命所 以后无论你在何方 都能指引你找到轩儿的方向 轩儿 你 林冻天显然没想到 轩儿会将同命所交给陈天 陈天郑重其事的结果 将来 无论身在何方 轩儿都是我陈天的亲人 回过头 又看向了林冻天 前辈 或许我在你们眼里 还不值一提 但今日之恩 对于陈天来说 莫齿难忘 他日若前辈有需要之处 尽管开口 陈天定不会拒绝 可以 若有机会 我不会客气的 老人没有看不起陈天 甚至还有一丝赞许 这个无意间所救的男人 将来会走到什么地步 他也充满了期待 夏宇终究不适合你 你若想要翱翔九天 就应该出去看看 九州 那才是天才聚集之地 也是大陆的中心 前辈 我会的 九州 陈天必定会去的地方 那里 父亲和母亲在等着自己 而林冻天的话 足以证明 他不是帝国之人 更不是万国疆域之人 而是来自那浩瀚尚域的九州世界 大陆的中心之地 陈天总有一天也会去的 身影萧萧 陈天踏风而行 离开了爷孙俩人的视线 却在他们的心中 掀起了久久难以平息的波澜 爷爷 我们还能见到陈天哥哥吗 若他能登临五道顶峰 我们终究会见面的 小萱 差不多了 我们也该离开这里了 老人看了眼身后的山岗 这里也不过是临时的住址罢了 离别与相逢 命运之势 谁也道不尽 说不清 陈天再次踏上了一个人的路程 他的目标是西北方的一个地方 现在的他 并不知道柳岩神在何处 但可以感应到的是 灵老在散发信号寻找自己 这股信号时有时无 时弱时强 应该是为了防止其他强者 发现飞天梭才这样的 不过现在看来 他与柳岩应该都是安全的才对 陈天县如今 虽然无法动用陵原力 但是身躯却出奇的强大 一口气奔出上千里 也没有任何面红气喘的迹象 而且他跑动起来犹如飞奔 只在原地留下道道须野 但凭肉眼根本无法捕捉他的身影 陈天有些兴奋 此刻即便不动用神念天下 感知力几乎可以影响到 方圆百里之境 这应该是学习了 天魂之术后的增幅 效果非常明显 只不过陈天现在 还无法分裂灵魂修炼 否则的话 他便能将灵魂分散 圈养在一方世界中 就像是魂音一样 各自修炼 等到足够的时候 再合而为一 简直无法想象 那到底有多么的强大 生与死的力量 也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对于陈天来说 此次是因祸得福 也算得上是一番机缘 接下来 就是找到柳妍返回皇城 原本以为自己在劫难逃 没想到 居然苟活了下来 作为男人的陈天 也有必须要进行的事情 首先就是纳兰家族 陈天对其之恨可谓入骨 虽然回皇城有风险 不过陈天倒是没有太多的顾忌 只要小心一些 想走的话 还没有人能够留住自己 而且陈家众人还在皇城 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必须回去一趟才行 不知不觉见 陈天已经彻底地走出了大山的范围 一路向着西北而行 很快进入了一个山脉内 远处传来了诸多妖兽的气息 明天传来的信号越来越近了 我们现在的位置 应该是在其他国度的疆域之内了 剑老稍微地感知了一下说道 好像有人了 陈天的感知之中 有一群人正急尺而来 而此时森林之中 迎面竟然出现了一头六阶的王级妖兽 妖兽血盆大口朝着陈天扑来 聂处找死 惊人一剑落下 只见一蓝袍青年划破掌控 一剑而来 将妖兽头颅斩下 鲜血染红了地面 喂 你这人没事吧 居然一个人出现在天风山脉 陈天回头 正好看到骑着坐骑来的两男两女 第五百二十三集 喂 你这人没事吧 清脆的少女声音 却带着一丝有些鄙夷 目光看向了陈天 陈天看着那坐骑上的女子 沉默不语 喂 你这人怎么不说话 那女子心声不满 林一姐 你看她面容清秀 身上没有半点原力灵力的表现 我想她应该是受到惊吓了吧 毕竟那可是六阶妖兽呢 若不是林大哥出手 想必她已经死了吧 另一个坐骑上的少女 灵动可爱 与之前开口的少女相比 少了几分艳丽 多了几分灵秀 哼 若非林大哥出手相助 你此时早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林大哥 我们走吧 那少女再度开口 却是一点也看不起陈天 倒是林文浩笑了笑 朋友 你没事吧 此人面容和睦 眉宇间透着阴气 倒不是那种大奸大恶之人 陈天并不是生冷之人 抱全说道 刚刚确实有些失礼 多谢相救 无妨 只是这天风山脉 可是一处妖兽聚集之地 你怎么一个人出现在这里 林文浩有些疑惑 此人身上半点灵力原力都没有 甚至看不出半点修为 也就是说 只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进入这天风山脉 无异于死路一条 此事说来话长 完全是误打误撞来到此地 陈天并没有多说 说多了反而会引起怀疑 而且从他的神色来看 已经是将自己 完全当成了普通人 对于陈天所说 他们身心不疑 一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刻意来到这种地方 哥 若是这样放着他不管 也会有危险 不如让他跟我们一同吧 反正到了天风城 也就安全了 另外一个坐骑上的青年 也开口说道 林大哥 我们带上这废物上路 这岂不是让人笑话 我们陈云山庄吗 最先开口的林一 则是有些不情愿了 林一姐 她一个人怪可怜的 我们就带着她一起走好了 而且 这离天风城城主 之子大婚 还有三天 我们完全来得及啊 那清秀的丫头有些不忍 林笑 此人没有半点修为 在武修大陆犹如废物 这山脉之内危机重重 我们还如何照看她 林一盛气凌人地说道 口口声声 废物挂在嘴边 若是见死不救 也不是我灵云山庄的座位 小兄弟 我这里还有一头白鞠 就借给你 你在身后跟着我们一同如何 到了天风城 便安全了 林文浩看向了陈天 大哥 这样说不定会耽误了 成主之子的婚事 林一有些不满 哼 什么婚事 那钟若飞不过是 见人家姑娘长得漂亮 抢夺罢了 一旁林文浩有些不满地说道 谁都知道 那姑娘大约半月之前 从天而降 落入这天风城的附近 本被一寻成人家所救 可那钟若飞将其看上 又要与那女子结婚 钟若飞虽然天赋一饼 可却十足人渣 真是糟糕了那美丽的姑娘 林文浩不满地说道 哼哼 整个陵营山庄的人都知道 文豪阁那天也在天风城 对那姑娘一见倾心 到现在对此事还耿耿于怀呢 林秀打趣 忍不住消消 林文浩一脸尴尬 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 哼 是又如何 就算是整个天风国 也没有几个比那姑娘更美之人 瞧你那被勾魂的样子 本姑娘就要看看 那被你们夸得美若天仙 宛如神女的女子 究竟有多美 林一似乎对自己的外貌 比较自信 却是不相信 那被人传得 犹如天仙般美丽的女子 会比自己更美 陈天原本没什么兴趣的 但是听到几人的谈话 却是心头一灵 半个月之前 不就是柳妍和自己失散的时间 说不定 这姑娘就是柳妍 林兄 我可以与你们一道前往天风城 行吗 林老的气息 到了这里 就暂时消失了 与其自己盲目寻找 不如跟着他们 自然可以去往天风城 而他也知道 自己此刻 竟然在天风国的边境之地 没想到 当日一战 竟然横跨如此之远 你这废物 还真是恬不知耻 林一心声不满 倒是其他人没有多说什么 陈天坐上白鞠 与林家四人一行 天风山脉之中 有许多强大妖兽 而他们之中 境界最高的 便是林温豪 三重武王级别 年龄应该在二十八岁左右 实际上在天风国 这天赋也算不错了 不过和强盛的天府帝国比起来 这就差得多了 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 陈天这才知道 这只是天风山脉的外部 距离天风城 仍然需要两日路程 而大婚则在第三日 一路上 灵秀那丫头 对陈天也算照顾 除了那灵衣 对陈天心声不满以外 倒也其乐融融 直到晚上 他们在森林的内部 遭遇到一场 磅礴大雨之后 这才影响了原本的进度 不过 好在森林中 巨树空洞够多 五人躲在了一棵巨树之内 躲避着磅礴大雨 都是因为你 若不是你的话 以我们的修为 根本不需要避雨 灵衣对陈天越发不满 灵衣 不能这么说 天风山脉雨夜 也要说众多 若是贸然前进 会对我们有很大影响 反正已经快要到达 天风城了 耽误一会儿 也并没有什么 林文浩知道 林一的脾气 他喜欢的人 必须是强者 只有强者 才能得到尊重 对普通人生来厌恶 虽然这一点 是个缺点 却因为她是灵云山庄的小姐 所以骄纵惯了 他他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之时 陈天敏锐地捕捉到了 外界传来急促的脚步上 分明是朝着他们而来的 有人 陈天不得不提醒道 你这废物 胡说八道什么 林一刚说完 却被林文浩堵住了嘴 大哥 那两个小妞 也别有一番紫色 等会儿我要那个小的 哼 我要那个大的 两声荡笑传来 却见巨树洞口 被猛然轰烂 随即 两张恐怖的面孔 出现在众人眼前 阴神二鬼 你二人在此地做什么 林文浩神色一灵 这两个老怪 虽然只是亡极修为 但实力却在他们之上 而且两人凶名在外 把林一和林秀 吓得面色苍白 天丰城城主之子大婚 天丰城诸多势力 无不是派人进贡 对我二人来说 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宁山二鬼 以邪宫收集女子的原因修炼 想要打破枷锁 进入遵纪 这二人凶名 天丰城内外 无人不知 城主府虽然多年通缉 但二人狡猾 却是一直存活在这天丰城的势力范围 没想到今日 却是被凌云山庄给碰到了 宁山二鬼 拾去点 滚 否则修鬼我们不客气 林文浩冷漠地说道 取取三宠王级小娃 也敢口出狂言 宁山二鬼 毕竟是王级七宠和八宠的强者 动起手来 根本毫无压力 林文浩 林文浩两兄弟不敌 很快便是口吐鲜血 灵秀 灵一 你们快逃 灵秀 灵一 只是踪迹境界 根本不可能是这两个老鬼的对手 只有一条生路 那就是逃 小姑娘 还不错嘛 这形状不错 宁山大鬼一脸荡漾地看着灵一 此女身材几分性感 让她兴奋莫名 至于陈天 则从头到尾被他们给无视了 就在灵秀和灵一 准备殊死抵抗之时 一道冷嘲之声响起 宁山二鬼 你二人不愧是小鬼 竟是趁着忠兄大婚之日 来到这天风山下作祟 祸害了不少女子吧 今日便是你二人死期 什么人 二人闻言 心神一领 只见雨夜之中 五六个人飞驰而来 为首青年的出现 给了殷山二鬼极大的压迫感 小子 你莫不是想英雄救美 别忘了 我二人实力在你之上 那青年冷笑道 是吗 话音落下 却见青年跋扈背后之剑 刹那间光彩绚丽 剑蒙一闪 殷山小鬼却是一声惨叫 当场包庇 剑庄少主 殷山大鬼神色一灵 目光大害 你狗眼还不算想 好一个剑庄少主 我不会放过你的 想走 满天剑鱼 可怕的剑一绽放 竟是大圆满的剑士 只差半步 便可进入入微之境 绚丽的剑芒 就如同枪林弹雨般落下 那殷山大鬼哀呼一声 只剩下魂鹰逃命而去 好可怕的实力啊 而且还是一名强大的剑修者 他 剑庄少主 五修元 林医看向那青年的目光 带着几分光彩 俊毅的外表 加上如此不凡的实力 还是一名强大的剑修 瞬间让这女子莫名清新 稀里里的雨 在丛林中逐渐停息 血水与雨水染成一片 一道绚丽的剑光过后 一切恢复了平静 长剑归鞘 动作飘逸 五修元脸上 写满了自信和潇洒的面容 几位是要前往天丰城吗 五修元对着林医和林秀温和一笑 那俊朗的笑容更是多了几分阴气 嗯 林医犹如小鸟一般乖巧地点点头 声音轻柔 宛如淑女 与之前对待陈天的口吻 简直判若两人 第五百二十四集 今日多谢公子相救 若非公子 我姐妹二人恐怕是要 既然相遇 那便是缘分 对了 此乃雇员丹 对伤势有一定的好处 快给两位朋友服下 另外天色已晚 我们还有赶路 便是不再打扰两位姑娘 五修元看了一眼天色 对着梁女这般说道 然后递上丹药 带着剑庄之人转身离去 梁姐妹看着她离去的身影 心中竟然是有些 怅然若失的感觉 这才是真正的剑客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剑庄少主 五修元 灵依双眼泛着迷离的色彩 看着那剑庄少主离去的方向 心中竟是浮现出 想要再次相遇的念头 不像某些人 只会躲在别人的身后 真给男人丢脸 灵依幻音一转 充满了尖酸刻薄 对此 陈天并未多说半句 灵温昊两兄弟服下顾元丹 也恢复了不少 剑庄少主五修元 据说 他已经被选定为我国大比的选手 已经有资格参加万国疆域大比的资格 今日一剑 果然名不虚传 好炫的一剑 剑修果然强大 两兄弟也是连连赞赏 不过 灵温昊似乎是看穿了那灵依的心思 灵依 你与他不是一个世界之人 别对其抱有幻想 他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 大哥 你胡说什么呢 我只是欣赏五修元公子的实力和气概 不像某些人罢了 好了 这位兄弟并无修为 也可以理解 对了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 吴臣 吴臣 好名字 几人对吴臣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 当然 陈天也不认为这个名字已经响彻到了震动四方的地步 实际上 吴臣大败摩越军的消息的确传出去过 但因为某种原因 一般人不知道罢了 好了 雨也停了 我们出发吧 不远就是天风城了 林文浩提议道 众人再次踏上了路程 不过谁都没有发现 鹰山大鬼的魂鹰去而复返 他看到自己的身躯 兴奋异常 正当他准备再次回到自己身体之时 突然 一道可怕的力量传来 什么人 刚好我需要修炼灵魂的力量 而你又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死吧 一道虚影透着黑暗 下一秒 鹰山大鬼的魂鹰就像是被吞噬了一下 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后 那黑影也消失在黑暗中 悄然逝去 这一幕 没有任何人发现 天风城 城主之子大昏 引得天风城周围所有势力都轰动起来 孙孙派出自家门徒 表示诸贺之意 所以近几日 天风城可谓是人流涌动 热闹非凡 不过 天风城周围的人 大多的为武师 灵师 宗级境界 那些王级强者 也多由其他势力派来 而这天风城城主 则是一个尊级强者 受人尊敬 以天风城城主家族的实力 在这里 自然是独霸一方的强大存在 所以城主之子的婚事自然是不容马虎 天风城之内 所有的客栈都在为这场盛事做准备 而此时 林家一行人来到了天风城之后 却告知已经没有客房 这让他们翻了难 距离大婚仍然还有一日 连续问了十家客栈 竟然都已经满客 这可如何是好 林文浩皱起了眉头 总不能露宿街头吧 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凌云山庄之人 颜面上过不去 诶 诸位 若是有城主府的请柬 可以去城主府内的 那里会有人为你们安排的 客栈掌柜见几人衣着不凡 便是提醒到 闻言 林家一行人点点头 他们凌云山庄 自然是收到了请柬的 如此一来倒也方便 诶 你这家伙 怎么还跟着我们呢 林一回头 却看到陈天竟然还与他们一起 这让他有些生气 无妨 这客栈中也没有位置了 无尘兄 你先跟着我们 若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也无能为力 多谢文浩兄 大哥 你对这废物 这般好做什么 林一有些生气了 倒是林文浩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废物 恐怕此人不简单吧 这两日在山脉中赶路 虽然有坐骑相伴 但此人 却从未露出半点疲倦 甚至在遭遇阴山二鬼的时候 他的表现 也最为沉着冷静 说来奇怪 一个人怎么会出现在天风山脉 此人 绝不是表面看到这般简单 当然 林文浩也没多想什么 事与不是都不重要 他只是本着乐于助人的精神罢了 从不图谋什么 很快 五人便是来到了这承诸府内 我们是凌云山庄指人 这是请柬 凌云浩地上请柬 守卫看了一眼 的确是凌云山庄 也是承诸府的请柬之后 这才放他们进入 承诸府这浩瀚非同小可 虽然对天风城不陌生 但还是第一次进入 这巍峨的承诸府 说是一座府邸 但简直就像是城堡 虽然凌云山庄在其他地方小有名气 但是与承诸府相比 就显得渺小得多 而且今日接待的宾客 怕是有不少人 比他们的地位更高 五人行走在承诸府中 并未见一人前来接待 而其他身份不凡之人 都有着艳丽的侍女接待 由于已是夜晚 五人便只能在这承诸府内 盲目地乱转 五少 这边请 此时 一出走廊之上 树道身影缓缓而来 灵依灵秀抬头看去 却见那人 赫然是不久前遇到的吴修元 吴公子 灵依对那身影喊了一声 眼中竟是有几分喜悦和期待 吴修元的目光转向此处 露出了一丝和蔼之色 没想到修元又遇到两位家人 真是荣幸 公子 叫我灵依就好了 灵依半露羞涩 女人未尽险 灵依 好名字 灵依 你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 吴修元开口问道 众人有些尴尬 那灵依有些腼腆地说道 我们是灵云山庄之人 刚进府内 还未安排住处 灵云山庄 若是庄主清零的话 或许能够受到待见 不过只是山庄之人 却没有那么高的规格了 侍女文言微微一笑 原来是吴少的朋友 你们的住处 便让我来安排吧 这侍女的话 让那吴修元 无形暗自得意 这么说谁都明白 你灵云山庄之人 还不如我一个朋友的身份重要 由此可见 自己的身份地位如何 小青姑娘 别麻烦了 明日便是若非到婚之日 你们本就繁忙 我那住处仍有不少房间 可以安排给两位姑娘 从始至终 吴修元的眼里 都没有林文浩兄弟二人 更别提那身后 没有半点灵云力的陈天了 这不太好吧 灵云虽然说是拒绝 可是心中 竟然隐隐有几分羞涩和期待 吴修元健壮 脸上的笑意更浓 却故意叹息道 若灵云姑娘嫌弃的话 我可以让与灵云 你们一行人居住 我和健壮的人 另寻住处就行了 五公子身份尊贵 灵云自然放心的 那灵云连忙说道 心神乱撞 那灵云姑娘是答应了 吴修元微微一笑 有打扰之处 还望五公子见谅 灵云说着话 头越来越低了 灵云姐 你怎么能答应 和别的陌生男子 住一处呢 灵秀有些急了 多谢五公子的好意 只是姑娘家诸多不便 我等就在外面 等一休也无妨 身为男人 灵云浩岂能不知 他的意图 吴修元冷笑 却是伤心地说道 唉 原来几位是看不起我 吴某人 看到吴修元做事 灵依更是急了 灵秀 五公子乃是青年才俊 更是代表帝国 前往万国疆域 大比人选 我们自然信得过他 简直愚蠢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让众人目光一宁 看向了陈天所在的方向 你胡说八道什么 灵依怒斥 呵呵 没什么 我只是有感而发罢了 若非我们好心救你 你早就已经死了 还敢在这里废话 灵依本就对陈天不满 此刻更是有些怒意 哦 我还以为 他是你们的下人 吴修元一直以为 这修为全无的家伙 是山庄的下人 公子书笑了 这种全无修为的家伙 做下人 我凌云山庄也不用 灵依盛气凌人地说道 闻言 那吴修元不懈地 看了一眼陈天 轻蔑地说道 原来是一个废物 原来是一个废物 吴修元的话 无比刺耳 一旁灵依得意洋洋 但陈天 却依然平静无比 没有任何的言语 灵依姑娘 我们走吧 吴修元冷笑 便是看也不看陈天 这种人 给他提鞋都不配 看着灵依 跟着吴修元而去 林文浩也是 忍不住摇头啊 他该做的也做了 该说的也说了 灵依如此 他也人之以尽了 胡陈兄 你也别介意 这就是现实 林文浩冷冷地笑了 似乎有些无奈和悲凉 陈天怂怂间 没什么 这本来也与他无关 你也不用在意 我姐姐的话 姐姐向往的 就是那种实力强大的 青年才俊 而且他一直喜欢的 就是那种白衣飘飘 长剑削削的剑客 灵秀也深感无奈 灵秀 你不也是吗 林文浩忍不住打取道 当年 天风国论剑 不知道 让多少姑娘清新 我喜欢剑秀怎么了 灵秀微微脸红 似乎回忆起了 当年的往事 好了 各位 你们既然是武少的朋友 就住在西乡偏院吧 将就意外 那侍女见武修园 灵移而去 自然失去的没有打扰 安排陈天 他们一行人的住处 第525集 城主府东乡房 豪华行宫庄园之内 一间房间之外 传来了敲门声响 谁 灵移 我可以进来吗 五公子 当然可以 灵移柔声地应了一句 房间的光线 显得有些昏暗 武修园看着灵移 只见他一身 薄纱遮体 映沉着那玲珑曲线 心中生出了一股邪火 此刻 他毫不掩饰地 流露出了那男人的本性 灵移 你好美 上前一步 武修园便是将灵移抱在怀中 在他耳边轻语 出金人事的少女 哪里抵得住着情场老手的如此诱惑 武修 你乱说 灵移脑袋未低 面色微红 一脸害羞 我没有乱说 说完便是更进了一步 灵移 当日见你第一面 我便对你轻心 没想到 上天就让我们再次相遇 这便是天字的姻缘 灵移 我喜欢你 灵移低着头 沉默着没有回应 而武修园的动作 更加地粗鲁 灵移的脸上 更显得红润 见女人没有拒绝 武修园更是有恃无恐 反而故作失落地说道 你不说话 是不是觉得我武修园是轻薄之人 既然如此 灵移姑娘 我现在就走 武修园转身又要离去 武修 叫我修园 修园 灵移寒情默默地说道 确实 武修园动作狂暴地将其扑倒在地 男人气息暴露 灵移应了一声 却是欲据还迎 他虽然脑海中幻想过和武修园在一起 却是没想到竟然如此快 武修园乃是健庄少主 身份地位加是天赋 都是上上之选 他只是凌云山庄的养女 此刻被武修园看重 对于灵移来说 更是前所未有的运气 即便他们相识不过今夜 灵移 我爱你 我要你做我的女人 武修园双目赤红地说道 而且那双手已经放入了薄纱之中 瞬间将薄纱掀开 灵移心跳加快 脸更是啪通一红 柔情万分 他点了点头 便感觉到了一股炙热的男人气息扑面而来 武修园攀上了他的红唇 灵移只感觉浑身一僵 浑身酥麻 瘫乱无力 武修园则更是大胆 双手游离不断地攀爬 两人不断地交缠 整个房间之中春样然 一日清晨 曙光从东边而来 成主府还未倒三更 便是开始忙碌起来 因为今日便是成主府少主大婚之日 任何人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西方崖壁上 一道身影盘膝而坐 双脚悬浮于半空中 悠悠地睁开双眸 看着清晨的日出 渐渐升起的红日 露出了一丝凝重 到了这里 灵老的气息便消失了 不过可以确定 柳妍应该就在此地无遗 陈天来到这里之后 与飞天梭的联系 曾经有过一瞬间的共鸣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很快就消失了 好美的日出啊 身后一个灵动的姑娘 望着出生的娇羊 脸红扑扑地说道 是很美 你怎么来了 陈天已经从悬崖上站了起来 而灵秀出现的时候 才没有看到她悬空的画面 早就知道 天风承诸府可以看日出 我自然是来一睹风采的 你以为本姑娘来看你啊 不过没想到 本姑娘这辈子第一次 竟然是与你一起看日出 灵秀这丫头 话最如此 却只是俏皮而已 没有半点恶意 这便是她与灵移不同的地方 我难道真的很差吗 陈天一阵无语 灵秀瞥了一眼 就长相还像是一个人 可秀为全无 才不是我要等的那个人 对了 吴臣 你也是想要看看 那承诸府 今日要迎娶的女子 是否如同传闻中 那把美若天仙吧 时候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灵秀晃动着身躯 便是离开此地 反倒是陈天陷入了沉默 若真是柳妍 就算大闹着天丰城 也必然要将其带走了 柳妍是她陈天的女人 容不得任何人胁度 天丰城城主府 山巒内也有不少行宫 武道世界的强者 比陈天家乡古代的皇宫 还要奢侈多了 这山巅之上 有一个巨大行宫 那才是真正的城主府 整个行宫被周围的洞府改造 长廊连接宫殿 可谓是山巅之城 此时的长廊两端 行宫的入口之处 有一尊巍峨的雕塑 这雕塑的身后 则是天丰城一脉的禁地 想要进入这天丰城禁地 唯有天丰城城主血脉大昏之时 祭祀先祖之后才能进入 可以说是一直以来的传统 而在这长廊之下的蜿蜒通道之内 身影越来越多 这些人都是天丰城附近的势力 以及城主的一些好友 都是盛装出席 此时韩灵天 灵秀 灵文浩等人 也来到了行宫长廊之中 络绎不绝的宾客 更是不断涌入 灵秀等人只是前来祝贺 顺便要看看那女子 是否如同传闻中美丽 倒是陈天的想法 让人有些摸不清 难道他一个世俗之人 还妄想舞蹈世界的女子 修为全无 可能只是想看看那女子的美貌吧 是灵一姐 视野中出现了一道靓丽的身影 只见灵一与舞修园一同前来 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内 灵秀 灵大哥 你们怎么还与此人在一起啊 灵一皱了皱眉头 不屑轻蔑地说道 陈天则看了一眼 如今虽然灵缘力全无 可是感知力却倍增 瞬间便感觉到了此女的异常 灵一和之前有些不同 她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女子 愚蠢的女人 陈天微微叹息 不过两面之缘 这灵一便是向自己交给了舞修园 她真不知道说什么呀 不过这是别人的选择 陈天也不会如何 只是轻叹 这女子太傻 姐 我们一起来的当然在一起了 其实 灵秀心中想起了京城的画面 陈天在红日照耀下的时候 真的很帅气 当时 灵秀的心中便是在想 若她是一个有修为的强者该多好 只是 姑娘没有说 埋在心中而已 灵秀 你怎么为这废物说话 是不是这废物对你做了什么 骗了你 灵一生气地说道 哪有 灵秀不高兴了 好了 灵秀姑娘 这几日多谢你们的照顾 反正也已经到了城主府 我便不再打扰 陈天事事离开 因为 接下来她要做的事情 很可能会影响到灵秀当人 姐 你看 人家吴晨虽然没有修为 但也是个好人 你这么说她 太伤人了 废物就是废物 还有脸面吗 灵一冷笑 却是不自觉地 挽住了吴秀元的胳膊 好了 别为一个废人不开心了 马上就是我好友若飞的大婚 我们应该开心一些才对 吴秀元笑了笑 目光却瞥了一眼灵秀 这姑娘虽然身材不如灵一 却是纯情灵动 有种清纯的气质 此时 人群开始喧哗起来 只见长廊之处 一群人应出现 那为首之人 便是城主府城主 钟天雄 在钟天雄的身后 跟着一道身影 此人身穿金山 风度翩翩 全场瞩目 他便是今日大喜之人 城主府之子 钟若飞 而在长廊的另一头 一个身披凤彩侠官的 绝美女子 正在姗姗走来 在这女子一旁的 同样是盛装出席的女子 城主府城主之女 钟玉涵 一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子 但是 当她与那凤彩侠官的女子 一同出现的时候 却暗淡失色 美 无法言语的美丽 好漂亮的女子 果然传言属实 钟若飞要迎娶的女子 甚至胜过了 天风国皇城 那些惊艳绝伦的皇女 即便是城主府千金 钟玉涵也不如她 不但美 她自身也带着 一股高贵的气质 今日之装扮 更是完美的 将她的美衬托了出来 钟少果然真是好福气 若是我能娶到 如此美丽的妻子 就算是折兽百年 我也愿意与她共度一生啊 即便是放弃武道修为都行 看到那绝艳的佳人 人们无不是感慨万分 不过 对于这女子的出现 她们只能摇头叹息 或者说 不愧是城主府的势力 如此美丽的女人 也只能嫁给城主之子 本来 她们还羡慕是这女子的运气 但是如今看来 反倒是钟若飞的福气了 好美的女子 林一姐 传闻原来都是真的 她真的很美 灵秀目光凝视着 那高台上的姑娘 看到那清澄容颜 忍不住轻叹起来 在这个女人的面前 连灵秀这样纯真的姑娘 竟然都有些自残心愧 灵秀的心头更是震撼 不过没有说话 转过身 看了一眼身旁的武修元 只见武修元 紧盯着那缓缓而来的倩影 目光一芒闪烁 羡慕地说道 若飞兄真是好福气 竟能娶到如此角色佳人 看到武修元的神情 灵秀心头 生出了一股嫉妒之色 伸手再次碰了碰武修元 第五百二十六集 武修元目光一转 眼神冰冷一长 和那女子相比 这灵移简直就是雍之俗粉 别说容貌 连气质的万分之一都不及 忠若飞与我称兄道弟 她的妻子如此美艳动人 我的妻子若是灵移的话 岂不是让人笑话 武修元目光冷漠 暗自叹息啊 看向灵移的眼神 更是冷淡起来 被她玩弄过的女子 对她而言 已经没有半点吸引力 看到武修元转换的神情 灵移的内心 箭透冰凉 好了 各位都安静一下 中天雄双手下压 人群逐渐地安静了下来 同时微微一笑说道 宇航 你过来 中玉涵 城主赴千金 虽说不如那女子这般美艳绝伦 但也是碧月修花 沉鱼落雁 玉涵小姐这般装扮 竟是更美了 虽不及那女子 但也有碧月修花之容啊 而武修元的目光 更是直接落在了那中玉涵的身上 就连中玉涵也要胜过灵意无数啊 各位 今日是我儿大婚旨 同时 我也想为我女儿玉涵 寻以如意郎君 今日众多青年侯杰在此 有人愿意娶我女儿为妻 做我成竹府女婿的 便可走上长廊进行挑战 最后获胜之人 便是我爱女之夫 并且可以进入我成竹府禁地 成竹府禁地 众人闻言 目光炙热起来 早就听闻过 成竹府之所以建立在此地 便是因为这里 原本是一处洞天福地 不过忠家盘踞在此多年 从未有人能撼动他们的地位 若是进入那禁地的话 便能够得到莫大的好处 不久前也有传闻 钟若飞 若是进入禁地之后 实力才有了巨大的提升 而且 说不定能一举成为 参加万国疆域大笔的选手 武修元动心啊 若是能进入禁地之内 获得提升 那么他武修元 将会更加的出人头地 到时候 轰动的不仅仅是天风国 更是万国疆域 想到这里 便是有些激动起来 在场的青年才俊们 更是跃跃欲试 兴奋不已 所有人沸腾的表现 让钟天雄眉开眼笑 他要的便是这般的效果 但是谁都没有发现 人群中一个青年目光森然 视线凝聚在那女子的身上 缓缓地走上前去 那与钟若飞大婚之人 正是用飞天梭 出现在了这里的柳妍 而就在刚刚 陈天成功地 建立了与飞天梭的联系 他低着头 眼中透过一股绝望 呆滞的眼神 仿佛对这个世间 再也没有了任何的既望 那日 他亲眼目睹了父亲的死亡 更是看到了吴臣 为他拼命地画面 内心早已绝望 借助飞天梭 刚来到这里 便被钟若飞带了回去 若不是自己以死相逼 加上飞天梭 有意无意地保护 他早已经被钟若飞 侮辱了清白 柳妍自然不肯 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今日之后 他又该如何 少女低着头 眼神充满了哀愁 真想再看你一眼 两年了 从未忘记过 你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是不是只有我死了 我才能再见你 陈天 此生 我绝不负你 没有人注意到 那绝色佳人眼中 闪过的一次绝望 欢天喜地的婚礼 正在继续 钟天雄看着下方 约约欲试的青年们 笑了笑道 我女儿玉寒年峰十八 娶她之人 自然是不能超过 二十五岁的青年才俊 二十五岁 糟了 没希望了 部分人群满脸的失望 城主府的要求 太过严苛了 不能超过二十五岁 好了 现在可以开始了 谁能走到这里 谁就算胜 不过 刀剑无言 今日乃是喜庆之日 大家最好点到为止 花音落下 数百青年一用而上 他们的目标 都是到那钟玉寒的身边 但争夺也瞬间开始 这些青年中 竟然不乏王级强者 文后大哥 你不去试试吗 我已经超过年龄了 钟玉寒的模样怪巧 但眉宇间 透着一丝妩媚 这种眼神 不像是会恪守忠贞的女子啊 对于灵秀的提问 林文浩显得有些冷漠 对这件事情 竟毫无兴趣 修缘 你 为什么 此时另一处 五修缘也蠢蠢欲动 可一旁灵衣挽着她的衣袖 五修缘目光森冷 不过这里人多眼杂 她也并没有做什么 而是挣脱了灵异 突然飞跃而上 剑出封喉 漫天绚丽的剑雨落下 五修缘突然登上台前 力剑划破虚空 露出一丝笑意道 各位 修缘对玉寒姑娘一见倾心 还请各位能给我 五修缘一点薄眉 漫天剑雨 剑庄少主五修缘啊 人群目光一领 此人可是早已经确定 会代表帝国出席万国疆域的种子选手 灵王四重 刚好是二十五岁的青年天才 王父 修缘对玉寒清心已久 若能成为城主府的女婿 更是修缘的荣幸 五修缘见那些青年才俊 止住了脚步 这才又看向了中天雄 灵衣闻言 面色苍白如指 胸口气闷 竟是吐出了一口鲜血 灵衣姐 你怎么了 灵秀激动地说道 灵衣没有说话 眼中却是布满了绝望 五修缘昨夜还对她甜言蜜语 要共度此生 不离不弃 而现在 却当着她的面 说要娶别的女人为妻 自己究竟算什么呀 只是她五修缘一夜的玩物不成 想到这里 她更是感觉脑袋一片空白 虚昧 此刻她脑海中突然想起了陈天当时所说过的话 越发清晰地回荡在脑海中 当时她还觉得这是天赐良缘 将这话当作耳旁风 如今她才是真正愚昧之人 剑庄少主五修缘 今日一见 若是不见识一番就下去的话 岂不是让人消化 其他青年才卷不服 一个王级青年 绽放出五魂沙来 五修缘神色一领 剑光落下 身影更是快若闪电 下一秒 人群只见漫天剑光落下 刺耳见明回荡耳边 那点点剑光 犹如星河般美丽 但那剑盲消失之时 那王级青年 却已经浑身染血地倒在了地上 胡修缘 好狠的心啊 那人即便活着 恐怕也是废人了 玉寒乃是我心爱之人 今日谁敢阻我 别怪我剑下无情 人群目光一宁 纷纷退步 无人赶上前 不说他本身实力 此人还是剑庄少主 身份和天赋地位 的确配得上那钟玉寒 既然修缘如此决心 也没有青年才俊上前 那么此事便是定下 对于五修缘 钟天雄显然也是满意的 修缘 玉寒 你二人先行祭祖 若非 带你的妻子过来祭祖 不 五修缘和钟玉寒 三寇九拜之后 便是跪在了地上 人群的目光 全部集中在了那女子的身上 爷爷 没听到父亲的话吗 走吧 我们祭祖 不必了 我不会嫁给你的 沉默着的柳妍突然开口 话音一落 便是让全场的气氛凝结 不必了 我不会嫁给你的 话音落下的同时 钟天雄和钟若非的目光 闪烁着一股寒芒 柳妍当着所有人的面这么说 无非是让他们颜面无存 你应该知道后果 钟天雄笑意凝固 语气瞬间变得冰冷 我不会嫁给他 也不会跟他去禁地 柳妍坚定地重复了一遍 说完便是将凤冠取下 扔在了地上 绣发青洒 黑色的长发如墨一般 没有了凤冠的遮挡 柳妍的美艳 没有褪色分毫 反而长发飘飘 让她的气质更显高贵 柳妍 你难道忘记了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吗 钟若非面色阴冷 清津暴露 答应 强迫的也算我答应的吗 柳妍冷漠地说道 随后又笑了笑 威胁我已经没用了 我不会让你玷污我的身体 更不会嫁给你 因为我早已经有了心爱之人 说完 柳妍手中出现了一柄长剑 在万众瞩目之下 道剑刺向了自己心口的位置 众人心头一颤 竟是要自杀 住手 钟天雄和钟若非脸色大变 谁都没有想到 这女子当真如此真烈 竟然宁死 也不肯嫁给一个不爱之人 若是死 就能见你的话 我愿意 柳妍的眼眸看向了远方 脑海中浮现出了陈天的身影 那不羁的笑声 仿佛还回荡在耳边 两滴泪水 缓缓地划破竹檐 你说未来无论如何 将来都会娶我为妻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食言 你说过你会来找我 为什么我在皇城等了你两年 却等来了你死亡的消息 你知道 我有多么痛苦吗 陈天 现在 我终于可以来陪你了 陈天 这样一个女子 爱的人名叫陈天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被家人如此的念念不忘 即便是死了 却依然为她守身如玉 宁死也不肯嫁给他人 众人心中更是震撼 若是能被这样一个绝色家人牵挂着 该是何等姓氏 人群之中 陈天心头猛的一颤 直到现在 她也不曾忘记当年的约定 直到现在 柳妍的心中依然还是自己 她从未忘记过 自己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 她一直在等 就算听到了自己死亡的消息 却从未离开圣院 因为当年他们约定 陈天一定要去圣院 去找她 陈天说过 未来无论如何 都要娶她为妻 柳妍的眼泪 就像是魔咒一样 深深地刺通着她的内心 我来陪你了 第527集 大殿之中 少女的剑猛地刺向了自己的心窝 却就在此时 一道白色身影出现在大殿之上 一把将长剑握在自己的手中 风起 犹如白雪的头发飘荡 她的面容干净俊秀 但眼中却透着一丝哀伤 而柳妍的目光 同样地看向了陈天 她的心 也是狠狠地一颤 是她 可转眼的瞬间 柳妍的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为什么会是她呢 为什么不是陈天 两人的身影 两人的眼神 都是如此的相似 她为了自己 舍命也甘愿 无陈 可这个男人 是无陈 却不是陈天 柳妍的心很痛啊 因为在看到青年那张脸的瞬间 她的内心是激动的 她发现自己脑海中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这个青年的身影 也挥之不去 可这并不是柳妍想要的 林一姐 是无陈 她怎么上去了 台上 五修元也看向了陈天 她记住了这个人 那头雪白的头发 但这区区废物 竟敢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上 而且 还与这绝色女子认识 是我 让你受苦了 陈天的眼里 满是无尽的歉意 走 我现在就带你走 陈天拉住了柳妍的瞬间 却是被柳妍挣脱 无陈 你还来做什么 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 你为我 为父亲 为边境的百姓 做得够多了 为什么你还要来救我 爷爷 我来了不好吗 陈天的心 狠狠地刺痛着 柳妍竟然不希望她来 不 不好 不好 为什么 陈天怒了 但就在此刻 钟若飞猛地上前 一拳正中陈天的脸面 让她打飞了出去 离我妻子远点 钟若飞怒不可遏 然而陈天根本没有理会她 而是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爷爷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要我救你 父亲死了 陈天也死了 我以为连你也死了 为什么来救我的人是你 陈天脑袋轰然 原来柳妍当日看到的场景 以为柳臣一死了 爷爷 没死 你父亲没死 你说真的吗 柳妍的目光变得激动 陈天点点头 嗯 真的 而且 混蛋 钟若飞的武器 释放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那是一道长戟 人群发出了心呼 这一击惊天威力啊 他必死无疑 陈天的身影突然消失 再次出现在了舞台上 来到了柳妍的身边 而钟若飞的攻击 却石沉大海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青年竟然已经再次出现在柳妍的身边 爷爷 跟我走 陈天拉起了他的手 柳妍一瞬间失神 随后 却再次挣脱了他 陈天的心狠狠地被刺痛 爷爷 为什么 为什么 无尘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要拼了命地救我 为什么现在要来找我 爷爷 你怕什么 你在害怕什么 陈天的情绪也激动了起来 我怕 我怕我会忘了陈天 我怕我会爱上你 少女说着 眼眶溢出了泪水 此时此刻 他已经气不成声 我怕自己会忘了陈天 我怕自己会爱上你 他的心 早已经属于陈天 可偏偏 无尘所做的一切 却又深入他的心 忘掉无尘所做的一切 他做不到 陈天文言却是傻笑了 突然将柳妍抱住了自己的怀中 傻丫头 你父亲没死 陈天他也没死 我是无尘 也是陈天 陈天是我 无尘也是我 在他的耳边轻声滴雨 让柳妍浑身一颤 看向无尘的目光 变得复杂 不敢相信 却又惊喜万分 陈天刮了刮他的鼻尖 傻丫头 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有什么疑惑 之后再说吧 我们先离开这里 这一次 柳妍再也没有拒绝陈天 因为太惊懵了 陈天的话 让他彻底的傻了 无尘就是陈天 陈天就是无尘 他一直都在自己的身边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而长廊上的人 看着这一切 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绝美的家人亲口说了 他怕自己爱上了无尘 忘却了陈天 灵秀 灵一 灵文浩等人 更是说不出话来 无尘 他究竟是谁 与这个绝色家人之间 有发生过什么 此刻 无修远可谓是愤怒无比 这个废物 有什么资格得到 这样一个家人的爱 凭什么 成竹府之人 脸色也是难看至极 特别是钟天雄 早已经铁青着脸 钟若飞心中更是怒火沸腾 今日乃是他的大婚之日 本该成为他钟若飞妻子的女人 竟然和别的男人抱在一起 这让他们脸面往哪里放啊 你们说我了吗 秀我了吗 钟若飞阴冷地说道 此时 脸色无比的难堪 今日他才应该是主角 但现在 两人的所作所为 却是让他 让整个城主府名誉扫地 这场婚礼 简直就像是笑话一般 陈天将柳言 护在自己的身后 眼神前所未有的冷漠 看向城主府的众人 柳言心中也是浮现出了 四四地温暖 那天是吴臣拼了命了千里追袭 也要求自己回来 也是他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 也要求自己 柳言 我钟若飞待你不薄 这些天来 你说如何便如何 我更是没有碰你分毫 你口口声声身体清白 如今却跟其他的人离开 所作所为 不但让我钟若飞颜面无存 更是让城主府难堪 你本就如此下贱 我还何必怜惜你 笑话 你欺男霸女 我们应该感恩戴德了 城主府是把天下人都当白痴吗 好 好一个狂妄之徒 你叫吴臣是吧 今日我就让你知道 得罪我城主府的下场 你休想活着离开 钟若飞怒意沸腾 这个半点修为都没有的废物 竟敢在城主府放肆 若不杀他 何以再天风成立足呢 这个人必须死 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 钟若飞大吼之声 回荡在整个城主府上下 他的眼中透着杀鸡 要让陈天生不如死 陈天没有说话 只是平静地站在原地 一身白衣 一头白血的头发 没有任何的零原力波动 但却是一动不动 眼神无畏无惧 清风拂过 陈天白衣飘荡 此刻的他轻狂不羁 灵秀灵依 灵文浩两兄弟 目光凝视陈天所在的位置 感觉他变了 整个人与之前完全不同 即便没有半点零原力渗出 可是眼神却充满了敌意 品质的身躯 傲骨争争 傲立原地 面对着整个城主府的势力 浑然不惧 这种事情 根本用不着若非你出手 就让我来吧 五修元本就对陈天不满 主要是因为 那不知名的嫉妒 加上他刚进入城主府 咱们也要表现一番 虐一个废物 对于他五修元来说 简直是毫无压力 现在正是他表现之事 哦 既然如此 那倒是麻烦妹夫了 钟若非也想亲自动手 不过 这五修元愿意代劳的话 他自然要给这点面子的 更何况 现在他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真不知道 你这灵力原力都没有的废物 是有什么勇气站在这个台上的 我动手 你必死无疑 这样吧 你现在跪下 给我岳父大人 以及若非兄磕头认错 然后作为惩罚 念你只是一个废物 就断你一臂 滚吧 任谁都能听得出来 五修元是故意羞辱陈天的 人们听到他的话 目光闪烁光芒 他们看向陈天 仔细地感知了一下 发现他身上竟然没有半点的灵力原力 什么吗 他没有灵力 甚至感觉不到半点原力 只是一个废物 竟敢在这里猖狂 竟然是一个废物 人们怒不可遏 原本以为此人有多大本事 没想到 居然是一个修为全无的废人 断我一臂 磕头认错 就凭你 陈天神色一灵 眼中竟然带着几分冷嘲 无臣那家伙疯了不成 他调幸五修元 不要命了吗 灵秀有些激动 但这个时候 林文昊却告诫他 不得有任何动作 此刻和陈天牵扯上关系的话 结果会很惨 闻言 五修元眉头一皱 凭我怎么了 难道你以为 你还能与我相提并论不成 你这个垃圾 废物 你杀不了我 陈天冷冷地说道 你想死 本手就成全你 记住 杀你的人是 剑庄少主 五修元 给我好好看看 你这最后的人生 满天剑鱼 五修元霸道一怒 咬不上前 绚丽的剑鱼在整个空间绽放 当日 也是靠着这一招逼退了阴山二鬼 更是将王级青年斩于剑下 这霸道无比的剑鱼 让人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地方 剑盲挥洒 完全将陈天包裹 而陈天依旧站在原地 身体动都未动 柳严有些担心 欲要出手 陈天却摸摸他的手心 微微一笑 就在剑鱼落下的瞬间 陈天随意地抬起一只手 一道皮泥天下的 风锐气息涌出 光滑一闪 满天剑鱼轻刻消散 竟是被化为空气尘埃 点点消散 怎么可能啊 人群发出惊呼 那可怕的剑鱼 竟然被陈天随意一招所化解 第五百二十八级 正当人们疑惑之陈天再次抬起手臂 瞬间 五修元发出了惊悚的惨叫声 他的长剑刺入了地面 一条血淋淋的手臂飞起 五修元握剑的手 竟然被瞬间斩断 人们心头狠狠一颤 眼睛睁得很大 看向陈天的眼神 犹如见了鬼一样 他们根本没有看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刻的陈天依然站在原地 仿佛动都没有动过 但五修元的断臂 让他们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 剑庄少主 哼 你也配称为剑修 陈天冷漠的话语 更是让人们震撼不已 尤其是灵袖灵衣几人 身躯都在颤抖 此时根本无法掩饰内心的震撼 五修元 剑庄少主 强大的剑修 青年才俊 帝国出战的选手 无臣 没有零元力的废物 在陈天的面前 这所谓的五修元 连提剑都做不到 不配称之为剑客 而陈天甚至没有用剑 仅仅只是一道剑意 便是断了他用剑之手 谁强谁弱 人群心中早已定数 剑庄少主 五修元在这一刻 彻底沦为了笑话 啊 混蛋 你做了什么 五修元捂住自己的端臂处 嚎啕大叫起来 看着五修元那凄惨的模样 就连灵依等人都觉得大快人心 但随后 看向陈天的目光 却是充满了对自己的讽刺 他把陈天当成废物 将五修元当成托付一切的真命天子 人中龙凤 将自己的身体都交给了他 还不断地辱骂陈天 灵依冷笑起来 这一切只能怪自己眼瞎 陈天才是真正的人中之龙 不拘小节 即便被他人辱骂 却从未动怒 而此刻 为了保护家人 提见斩五修元 面对成主府这样的庞然大物 仍然是面不改色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这才是真正强大的剑修 灵依同样目光待至 仿佛第一次真正地认识陈天 这真的是他们在山脉中 遇到的那个 骂不还口的 沉默寡言的青年 你说我不配用剑 你这混蛋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这偷袭的无耻小人 五修元握剑的手被斩断 剑装众人也是愤怒无比 赤红着双眸看向陈天 真正的用剑之人 岂是你这般废物 心术不正 贪慕虚荣 玩弄他人的畜生 你也配当剑修 你断我一臂 我剑装不会放过你 天下之大 将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断臂整齐 只要短时间内接上 他五修元的修炼 还不算废 但是他错了 大错特错 我岂只要断你一臂 你如我 要我磕头认错 要断我一臂 我刚刚不过是还给你而已 但是你应该是想要我死的吧 所以 你以为我会放过你 你敢 五修元大喝 剑装之人抱和 就连中天雄也怒指陈天 但是 陈天森然一笑 脚下用力 身影猛地消失 直接出现在五修元的面前 五修元身躯一缠 陈天的剑已贯穿了他的身躯 面对这道攻击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机会 感受到一股可怕的力量 正在毁灭他体内所有的生计之后 整张脸疯狂地扭曲 我简称不会放过你的 死 陈天森一受灰 无比刚猛地气息肆虐 五修元大吼一声 痛叫不甘 但他的双眼 却开始涣散光芒 他还放不下这尘世间的美好 他有显赫的家世 天赋异禀 身姿俊朗 他还有大好的前途 却在今日 死在了一个无名之辈的手下 他不甘 死不瞑目 啪头 五修元倒下的瞬间 所有人心头一沉啊 一个天才 竟然在那青年的手中 没有还手之力 根本没有顾及对方的身份 说啥就啥 不曾有半点的犹豫 而且从头到尾只用了一招 再看那青年风轻云淡的表情 就像是捏死了一只蝼蚁般简单 伤你 一见足矣 陈天的身影再次回到了柳妍的身边 潇洒不羁 最为震撼的 无疑是灵秀 灵一他们寄人了 而灵一更是后悔万分 他将女人最宝贵的东西 交给了五修元 只换来了一夜的缠绵 和甜言蜜语 第二天 那薄情寡义之人 便将他抛弃 但此刻 他哪怕后悔又能如何 五修元已死 而陈天 更加不可能看上他这样的女人 骄傲的灵一 此刻竟是感觉自己卑微的 如同小丑般可怜 他骂陈天是废物 或许 在人家的眼里 自己什么都不是 陈天甚至根本没有正眼看过自己 因为不屑 混蛋 当着我仲天雄之面 斩杀我女儿夫婿 今日 你必死无疑 钟天雄大怒 陈珠府众人看着地面的尸体 脸色难看至极 剑庄少主死了 死在他陈珠府 若陈天不死 即便他钟天雄 也难以交代 而对于钟若飞来说 陈天要抢走他的女人 更是搅黄了这场婚礼 他更是恨不得喝鸡血 拾其肉 我钟若飞 不杀你施不为人 今天你休想离开 陈天听着那怒吼声 看也没看钟若飞 反倒是回头看向了柳妍 温柔地笑了 盐盐 欺负你的人 都要死 陈天面色平静 但话语中闪烁着一股杀意 今日我不会走 因为我要你们死 陈天的手落下 一道凛然的剑气绽放而来 那是一把漆黑的剑气形成的利剑 只有黑色 没有半点的剑光 但是此时此刻的人们 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那股黑色的剑翼 绽放着死亡的气息 看着眼前的一幕 众人的内心 竟然激动了起来 那个人出剑了 死亡之剑 陈天的剑 平淡无奇 我由黑暗之气 所绽放出来的死亡剑意 让在场所有人 感受到了阵阵心迹 此时的灵秀 更是紧握着自己的拳头 陈天他出剑了 他说五修元不配用剑 仅仅一道剑气 便击杀了强大的五修元 那么他的剑 又该如何强大 灵一更是看待了 他喜欢剑客 更喜欢强大的剑修 仗剑天涯 英俊潇洒 那是他心目中的剑客 现在陈天都做到了 可他却知道 曾经并肩而行的机会 再也不会有了 白衣白发黑剑 剑出 陈天很平静地站在原地 但是他本身 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仿佛整个成诸府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一样 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感觉 他用属性凝聚的剑翼 只有死亡的气息 这是一把真正的死亡之剑 钟若飞站在原地 他的内心在畏惧 他虽然要陈天死 但他不敢出手 因为吴修元一剑败 结果死 他的实力还不如吴修元 陈天光是站在那里 就有种让他想要俯首的错觉 这让他感觉很讨厌 杀了他 钟天雄下达命令 顿时杀意弥漫了长狼行宫之内 一股肃杀之一袭来 充斥着整个空间 一道道身影出现在陈天的周围 而他本人依旧平静地站在原地 不动如山 直到对方发起了攻击 陈天的身影终于动了 他的行动犹如一阵疾风 却又激略如火 他跨了一步 声音猛然消失 随即一股死亡寂灭的剑翼 绽放了出来 化作无形的剑刚之气爆发 风就像是充满了压迫感 迎面而来 这一刻朝着陈天冲去的人群 全部定格在了原地 他们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把剑 一把带着死亡之意的夺命之剑 他们也终于知道 为何陈天说五修园不配用剑了 这一剑 没有璀璨的浮华 更没有绚丽的光彩 这是一把杀人的剑 唯有死亡 唯有锐气 即便是中天雄这般强者 都皱起了眉头 一剑飞出 恐怖的剑翼笼罩 天地仿佛陷入了混沌 窒息的感觉 弥漫在整个空间之内 这是来自天地大势的一剑 剑气凛然 天人合一 这是一种奇妙的境界 不同于入微 也不同于意志 仅仅是一种境界 许多武者灵者穷击一生 也恐难有如此成就 而陈天却已经开始领悟和掌握了 一剑落下 黑暗的光滑闪现 这股黑暗见光的波动 几乎覆盖了所有朝着陈天而来的人 并且蔓延出去 一声倾向 打破了眼前的瓶颈 随后 一道道的剑民不绝于耳 在人群的关注下 成主府舞者 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全部没了生机 一剑全灭 没有一人幸免 众人的心头狂颤啊 几十名成主府的强者 竟然被陈天一剑斩于剑下 那一剑霸道凛然 充斥着死亡的清洗 这才是真正的剑修 那死去的五修元 这样一笔 的确根本不配用剑 钟天雄 钟若飞等人的目光凝固在此刻 看着那持剑的白发青年 内心只有冰凉的冷意 好强啊 钟若飞此刻胆战心惊 他此刻有点庆幸 是武秀元出手 若是他的话 肯定必死无疑 绝无半点悬念 如今这成主府在场的所有人 进阶最强之人 便是他的父亲钟天雄 而现在 恐怕能杀陈天的人 也只有他的父亲了 第五百二十九集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钟天雄的身上 身为成主府之主 他自然不可能容得下陈天这般放肆 你实力不错 拥得无忌让人防不胜防 钟天雄乃是尊无尽解 虽然只是小尊敬 但也能感受到陈天剑意的不同寻常 那黑色的剑气 定然是一种奇妙的武技 而且 此人身上没有半点灵力原力 他的修为肯定不强 虽说有很多可疑之处 但钟天雄认为 此人即便是王级 那也不是他的对手 武技 陈天文言笑了 居然把自己的属性力量 和天人境界 说为武技 刚刚所释放的剑意 不过是随意击罢了 这一剑 是属性与境界之剑 这就是所谓的属性意志 你不明白的 陈天冷漠地说了一句 钟天雄境界不够 根本不明白天人合意 和属性意志的强大 你不明白这四个字 从陈天口中吐出 却让钟天雄勃然大怒 他一个堂堂尊武强者 竟然被一个 零元力都没有的废物奚落 好像在说 他这个成竹府的主人 很无知一样 我不需要明白 钟天雄怒意冲天 我不管你是谁 敢来我成竹府闹事 杀我成竹府之人 我不会杀你 我会费了你的双手 让你再也不能用剑 然后将你折磨到 生不如死 钟天雄声音冷寒 人们听着他的话 都是感觉寒意起来 有些胆战心惊 陈天看着他的身影 却再次笑了 死到临头你笑什么 堂堂成竹府成竹大人 你怕了 我怕 我堂堂成竹 岂会害怕 你怕我 陈天目光夜灵 我闯入你成竹府 破坏了大婚 还杀了你成竹府之人 此仇不共戴天 你我之间根本无需言语 你若真不怕我 早就动手 如今 你在拖延时间 虽然不知道你在等什么 但是今日 我都必杀你们 陈天狂傲的话语回荡 脚步跨出 竟然一箭杀来 他的身影看似缓慢 但却犹如鬼魅 闪烁之间 竟然已经来到了 钟天雄的身前 眼前的画面 甚至让人们感觉到骇然 上一秒 陈天明明还在原地 此刻 却一箭杀向了钟天雄 黄毛小二 找死 钟天雄勃然大怒 杀鸡释放 一拳哄出 看上去是志在必得 但 实际上他的心理 已经被陈天所威慑 陈天一箭杀了数十人 其中 还包括建庄的一个长老 人在面对未知危险的时候 都会谨慎小心 而钟天雄没有了解 陈天的实力贸然出手 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 但如今 却不得不硬着头皮 全力迎战 哄 又是一道声响 钟天雄身后 浮现出蓝色光环 那是一种无比的武魂力量 所有人心中震撼 堂堂尊武强者 在面对陈天时 竟然率先使用了武魂 这不是想要碾压 而是在畏惧对方的力量 先换蓝光拳 滚滚蓝光咆哮而起 就如同翻腾的海浪一样 转眼之间 竟是幻化出成千上万道的拳芒 那上千的蓝色拳影冲了出来 陈天神色一灵 黑剑挥舞 力剑切割蓝色的拳头 发出实质性的声响 陈天的剑 不断的被拳影轰杀 那狂暴的尊武之力 让陈天的身躯不断退后 很快 全影淹没了他的身躯 爆炸声此起彼伏 死了吗 人群看向了那轰沙之地 所留下的巨坑 突然 一道凛冽进风袭来 陈天浑身透着漆黑的烟雾 从那巨坑中 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 属性的一只 透入了剑中 一股无形的剑意释放而出 陈天猛地睁开了双眸 剑道意志第五重 死亡意志剑道 虽然没有了灵力原力 却不知为何 陈天对属性的掌握 更上一层 前不久 他冥想时 发现自己对剑意的掌控 更加强大 就在今日早晨 在看到日出的时候 剑道意志 竟然诡异地突破了 死亡意志的剑道 唯有黑暗 唯有死记 没有半点的生机 只有死亡 散发着磅礴之势 这是剑道意志 好可怕的剑道意志啊 黑暗笼罩 死亡充斥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不寒而栗 在场之人 无不是退后震惊 心神狂颤 这家伙根本就是一个怪物呀 哄 又是一道巨大的拳头袭来 陈天轻蔑地抬起头 剑一起 黑暗的剑芒将那拳头一分为二 杀向了中天雄 呸 中天雄脸色大变 那一剑太恐怖了 即便是身为尊者的他 若是被剑意击中的话 都会有生命危险 这是强者的直觉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退后 但是下一秒 他的脸色铁青 因为陈天的目光 转向了另一边 已经下呆的钟若飞 剑缓缓地抬起 竟是朝着钟若飞的方向飞去 你敢 钟天雄飞逝而来 怒吼一声 状态疯狂 陈天竟是要他儿子的命 死亡之剑 剑气缭绕 死亡之气绽放 这与以往的死亡之剑不同 领悟了第二重属性奥义的陈天 所绽放出来的死亡气息 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压制 简直就像是开挂一样可怕 连钟天雄都不敢正面挡下这一击 钟若飞如何能接得住这一剑呢 死 陈天口中吐出冰冷的死字 若今日他没有来到这承主府 没有救下柳岩 他岂不是要后悔终生 所以这些人都要死 看到那无法匹敌的一剑 朝着自己而来 钟若飞的脸上写满了绝望 他钟若飞成主之子 难道今日就要死在自家的行宫之中吗 残叫一声不绝于耳 黑暗漫过了他的身躯 这一声残叫成了钟若飞最后的绝唱 他正大着双眼仰望着天空 眼中冰凉透着绝望 从未想过自己会死 我说过 成主府的人都要死 他只是一个开始 拔剑为红颜 杀了 看着钟若飞的身躯倒在了血泼之中 所有人都是阵阵心悸啊 成主府少主说啥就啥了 好霸道的青年 好可怕的剑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们内心的震撼 这青年看似不大 而且身上无半点灵力原力 可表现出来的实力 无不是让人震撼莫名 看他年纪 似乎还没有钟若飞大 却一剑杀了剑庄少主武修园 包括剑庄长老数十人 而现在 竟是一剑逼退了成主 还将钟若飞抹杀 天才 不 这已经无法形容眼前的这个家伙了 他根本就是一个妖孽级别的人物 成主府更是这里的一方霸主 而这个青年 持剑闯入成主府 有如杀神一样 目空一切 即便是钟天雄都无法阻止 此刻的灵秀灵一等人 更是觉得如梦似幻 那个他们眼中的废物 实力竟然如此霸道强悍 连尊武境界的强者 也无法奈何他 柳妍凝视着陈天的身影笑了 无论他是不是陈天 吴臣的实力 是他亲眼目睹的 曾经与帝国十节之中 排行第二的与吴天一战 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他的传闻 更是多不胜数 如此天才 越即挑战一个成主尊武镜 并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吴臣当日为了救他 大战两大胜者 并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 但吴臣的坚韧和不惧 以及为了他牺牲生命的举动 柳妍的心中是感动的 所以当吴臣来救他的时候 柳妍才会哭得很伤心 因为他忘记不了陈天 啊 若飞 我的儿 惨叫声回荡 让人们清醒过来 只见钟天雄愣然地 看着地上的尸体 那是他的儿子 他花了二十几年 培养的独子啊 今日 本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只要钟若飞进入密地 便有机会得到 那禁地内的传承 成为真正的强者 但如今 他却倒在血泊之中 一动也不动 愤怒的情绪 几乎在一瞬间爆发而出 钟天雄黑发乱舞 犹如狂魔 双目赤红 看向了陈天 我要你死 钟天雄武魂力量开始涌动 他的身后 出现了一道蓝光的人影 惊人的力量 突然绽放出来 尊武的暴走 可怕的气息 让全场人都忍不住退后 我说过 他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陈天无法想象 自己若是晚了一步 会有什么后果 所以 他要给这天风城城主府的人 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黑色的剑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死亡之剑绽放出黑色的剑芒 陈天眼中闪过了一丝杀机 脚步一跨 身影猛地飞出 就凭你一个黄毛小儿 给我死 且换魂影 蓝拳轰杀而来 他背后的武魂虚影 也猛然释放出 无尽的蓝色光芒 武魂竟然在为他战斗 这就是城主府的血脉之力啊 武魂怎俘 人群惊呼了起来 一般人的武魂 只有经历过重重历练 才有机会进入觉醒的境界 让武魂真正的为自己所用 发挥出最强大的力量 而城主府的血脉特殊 他们从一出生下来 武魂便可以为自己所掌控 一旦觉醒之后 威力更是无比的可怕 这蓝光武魂 显然被中天雄运用到了极致 我要你死 疯狂地咆哮释放 蓝色的光芒 形成了一道人影 随后 分离的蓝光竟然犹如巨蟒一样 突然飞逝而来 缠住了陈天的身躯 好古怪的武魂啊 第五百三十集 陈天心头一惊 身体竟然被束缚了 那蓝光武魂仿佛能够被他随心所欲的控制一样 变化成各种自己想要的样子 蓝极之光 给我死 中天雄将绝学释放 那可怕的蓝极之光 绽放着毁灭的杀机 陈天清楚地感知他 若是被这一击击中的话 他必死无疑 蓝色人影化作的极光 耀眼无比 睁不开双眸 下一秒 那光芒瞬间将陈天的身影 淹没吞噬 人们心头一颤 目光看着那团蓝光 陈天死了 怎么可能啊 那家伙在禁地之门的看台上 人群发出惊呼 猛地回头 却见陈天的身影 竟然出现在之前的高台之上 虽然距离不远 可那一瞬间 他是如何做到的 羽家的顺步 却越发地得心应手了 随着自身实力的成长 发挥出来的速度 几乎可以达到瞬移的地步 闪过这一击之后 陈天神色凛然 对方毕竟是尊武境界的强者 果然也不是简单可以对付的 不过 自己身上的巨蛇 和那蓝色的人影 都已经消失不见 化作了钟天雄身后的一道蓝光 这武魂果然怪异 这乃是天地间的现象武魂 一种很特殊的武魂 没想到这下雨之人也能拥有 现象武魂 那是什么 听到剑老的话 陈天满脸的疑惑 就是你所看得到的现象 一种可以把想法 透过视线放出的武魂 不过很显然 这家伙实力不够强 无法把武魂发挥最大的力量 想要击败他 那就要在他的脑海中的攻击形成之前 封锁他所有的动作 在他脑海中的想法形成之前 击败他 是这个意思吗 不错 陈天文言咧嘴一笑 原来如此 箭是三世 一箭婆娑荡山河 一箭猛然释放 那中天雄急速闪避 但是刚刚落下 陈天又是猛然一箭而来 所过之处 箭光弥漫 地面更是无数的箭影闪现 在陈天那磅礴属性力量的箭影压制下 中天雄只能不断地闪避 消耗着自己的力量 背后的蓝光 始终无法凝聚成想要的样子 可恶 还能活跃 身后蓝光猛然浮现 似乎想要幻化成拳头 但就在此刻 陈天一声冷笑 瞬间将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勤见而来 下一秒便是出现在了中天雄的身前 看来你的大脑已经来不及做出反应了吧 现在该换我了 陈天杀一战防 那中天雄脸色大骇 蓝光猛地形成了一道防御战甲 但却是七拼八凑 他如何能够抵挡得住 陈天那死亡之箭呢 中天雄脸色争鸣 这一击 即便是身为尊武的他 也无法挡下 可恶啊 难道自己一世英明 就要毁在这里 你永远没有这个机会 给我滚 此时 一道愤恨的天怒之意从天而降 宛如惊雷 朕的人是头皮发马 中天雄浑身猛颤 目光中闪过了一道激动的光芒 有希望了 陈天被震退 回到了柳妍的身边 人们也都纷纷地抬起了头 只见城主府中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威严无比 当他看到城主府 尸横遍野之时 眼中充斥着浓烈的杀意 这是尊武境界的巅峰 半圣经 感受到那一瞬间 释放的气息 所有人不由的脸色巨变 一直有传闻 城主府中有一强大老祖 而且已经隐隐地到了那传说中的境界 现在看来那传闻术师 一只脚踏入半圣的尊武巅峰 如此强者出现了 仅仅是被一个青年所逼迫出来的 不过他若再不来 这城主府还有什么威严 恐怕现任城主的命都不保 更别说其他人了 这个青年能做到这一步 几乎让人不敢相信 只见那尊武巅峰境界的强者 脚踩虚空 一步便是来到了高台之上 出现在了陈天的眼前 看着满地的尸体 加上钟若飞的死亡 或许是气急 这巅峰之境的尊武强者 抬起头看向陈天 杀以惊天而至 但是连圣者都轻身一战的陈天 岂会惧怕一个巅峰境界的尊纪 目光一灵 生死大意释放 便是让那杀意当然无存 两个不同时代的一老一少 在高台对峙 空气在这一刻瞬间凝结 灭我孙儿 杀我乘入府之人 好好好 老祖 冲天雄对此人低头躬身 无比的尊敬 目光闪烁着森冷之意 他老祖乃是一只脚踏入半圣之人 这陈天必死无疑 你还有脸救我 老祖看到自己身后躺着的尸体 怒意沸腾 老祖 我有罪 但都是他 都是此人 若不是他 今日本该是大喜致 中天雄 中天雄一指陈天 愤怒无比 你的罪 我会慢慢跟你算 不过眼前 老祖的目光突然紧盯陈天 我成竹府 从未受过如此大辱 你可知道 你这么做的代价 话音落下 那滔天的杀意 笼罩在整个成竹府之内 陈天抬起头 黑剑凛然 目光森冷地说道 我只知道 他们让我心爱之人流泪 该死 人群文言 无不是脑海轰然震撼 面对尊级巅峰强者 他竟然不惧一战 我知道 他们让我心爱之人流泪 该死 青年一席话 让下方人群动容 灵袖双眸中 更是充满着迷离之色 甚至幻想着 若是有一个人 能为自己做到如此 该多好啊 而灵依望着陈天的身影 唯有无尽地懊悔 好一个该死 今日 你杀我成竹府之人 你也该死 那也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陈天神色一领 却是丝毫不惧 他的话 无不是让在场之人莫名震撼 面对尊级巅峰强者 竟然丝毫不惧 好一个狂妄的家伙 修修年纪 并有王级修为 本有大好前途 但此刻 你注定要死在这里 老祖勃然大怒 虽然感觉不到 陈天身上的灵源力 可却依旧能够根据 他的气息判断出 他的修为 人群文言 无不是震撼莫名 陈天居然只是王级 是的 王级强者 却将尊武打得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再看他年轻的样子 差不多才二十来岁 如此年轻 竟然已经是王级强者 好可怕的天赋 更可怕的是 他手中的剑 我说了 要我死 也要你有那个本事 陈天的声音依旧冷漠 没有半点的波动 他的修为的确是王级 可自从拥有属性那一刻起 他就注定拥有越级挑战的实力 如今 属性力量融入了意志之力之内 更是让他的生死属性 突破了第二重天 陈天也正想试试 应战的话 自己的实力 与尊级巅峰相比 到底还相差多少 尊级初级境界 他完全可以战胜 但一只脚跨入半圣的存在 倒还没有试过 而且正好他早上 又刚领悟到的剑法 好狂啊 看到陈天 对峙一个半圣武强者 竟是有如此勇气 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狂妄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尊无与王级之间的差别 巅峰尊级的实力 还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王级 所能撼动的 老祖举手为掌 身后猛地绽放蓝光 这一掌蓝光袭来 乃是真正的杀招 没有半点怜悯和留守 唯有天地元气汇集的杀气 陈天擎剑在前 将柳颜护在身后 剑身微微倾斜 黑芒释放剑光 五重剑道意志降临 浓郁的死亡之意 充斥在整个城主府之内 陈天周身的环境 就如同火焰灼烧般扭曲 剑道意志的力量 连忠家老祖都位置一颤 的确是一个天字不凡的青年 见陈天一剑斩断自己的一掌 老祖也是莫名一颤 巅峰尊级的力量 竟然被轻描淡写地化解 这个青年果然是一个真正的妖孽 不过 今日你依旧要死 老祖的话音落下 虚空之中 一道蓝光闪烁 下一秒 一个巨大的蓝色手掌 竟然将陈天握在了其中 无尘 柳颜变换战斗装备 却被陈天的眼神制止 我没事 陈主府传人拥有血脉之力 这蓝光武魂便是他们的血脉力量 不过很显然 尊级巅峰老祖所发挥出来的力量 却是更强更可怕 一个念头便让蓝光形成了巨拳 将身躯包裹在了其中 而且这股巨大的力量 即便是陈天都感觉到了震撼 我要将你焚身碎骨 霸道绝伦的力量包围陈天的全身 人群只听见骨骼啪啦的声响 但陈天却不吭一声 中天雄大笑起来 嘲笑陈天的不自量力 第五百三十一集 你不是要杀了我城主府所有人吗 现在看看你 你能做什么 你谁都杀不了 就连你心爱之人也保护不了 等你死了 我便要这女人再跟我生一个儿子 然后将她迈到我天风国的皇城之中 沦为济奴 中天雄见圣券在我 忍不住大笑起来 竟是有些得意忘形 但她恰恰戳中陈天的逆灵 目光一转 你刚刚说什么 那抹寒光闪烁的银铜透着杀意 但是中天雄岂能被现在的陈天吓走 怎么 没听清吗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我儿被你所杀 既然这个女人对你如此重要 我就让她怀上我的儿子 然后迈到天风国做嫉奴 她的姿色 想必定然能卖出一个好价钱吧 中天雄狂妄地大笑起来 人们听到她的话都是一阵羞耻 堂堂成主竟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恰恰也说明此刻她心中的怒火 不要说多余的废话 老祖怒斥一声 但就在此时 她突然感觉到 那蓝光巨手竟然与自己失去了联系 再次看向陈天所在的方向之时 却见她浑身缭绕着一股黑暗的气息 这股黑暗气息开始蔓延出来 蓝光的巨手逐渐被侵蚀 陈天迈出一步 让中家老祖心头一惊 不好 混账 你敢 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陈天突然出现在了中天雄的眼前 绽放出来的死亡奥义 几乎侵蚀一切 陈天的脚下 地面腐蚀 所接触的生灵 都在一瞬间枯萎死亡 当他的手 放在中天雄的脖子处时 老祖的身影也狂奔而来 但陈天的身影却突然一退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站在了那成竹府 禁地门前的石像之上 手中拧着中天雄 怎么可能 我的力量无法使用 中天雄毕竟是尊纪强者 原本想要反抗 可却在陈天的黑暗之手 接触的瞬间 他体内的力量被吞噬殆尽 实际上 那是属性的牙齿 同时 陈天手臂接触的刹那 从他的脖子处开始 死亡气息蔓延了这体内 不出五秒钟 一个强大的尊纪强者 便会在死亡属性的威力之下 化为腐朽 这才是真正的属性傲益的力量 这便是死亡 中天雄发出了一声怒吼 想要改变眼前的困境 自己堂堂天风成城主 如今在这个人的手中 就像是蝼蚁一样 他感觉到自己 受到了无尽的侮辱 他可是高高在上的城主 称霸一方 身份何等尊贵 但今日 这个青年一人一剑 闯入城主府杀他儿 灭他城主府之人 如今 更是将自己一个堂堂 尊纪强者 玩弄在手掌之间 放开我 否则我要你死 害怕吗 畏惧死亡吗 你刚刚说什么 难道忘记了 陈天迎同绽放 一股无形威势 渗入灵魂之中 轻视了这中天雄的心神 陈天发动了天魂之术 加上黑暗死气绽放 人们便听到 中天雄一声惨叫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尸骨无存 只留下那红袍的喜庆之衣 整个城主府寂静无声 平日里高高在上的 城主府之主 尊纪强者中天雄 竟然在陈天的手中 犹如楼一样的被抹杀 扎都没剩下 城主死 强 这个青年太强了 围观者都已经麻木了 王级之人 抹杀了尊武的强大存在 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一道惊人的掌力落下 那石像瞬间灰飞烟灭 蓝光冲天而起 中家老祖面目争你扭曲 双目充满了怒火 我要将你随时万段 一瞬间 仅仅是一瞬间 陈天竟然当着他的面 将城主府之主抹杀 这杀的不仅仅是他的后人 更是绝对的打脸 这是对他中家老祖的侮辱 此仇不报 颜面何存呢 碎尸万段 你不是说我谁也杀不了吗 但刚刚 他就死在你的面前 老祖勃然大怒 仿佛一头失去了理智的猛兽 蓝光绽放覆盖全身 最后虚影形成巨人 手中凝聚出可怕的战锤武器 这中家老祖 要将陈天狠狠地击碎 才能消除心头之恨 正好 金城有所领悟 就用这巅峰遵级强者 试试我的剑 试剑 众人眉头挑起 这怪物 竟然要拿中家老祖试剑 听到这话 那老祖的身影更是狂暴 蓝光滔天 与黑气所相持 但是 陈天的黑气 乃是属性的一日 蓝光刚接近 便是猛地退后 老祖绝不示弱 明知道陈天所用的力量诡异 他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地 将其击伤 蓝己之光 即 蓝光绽放 所映照之处 竟然形成了满天的剑片 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地方 我说过了 要你付出代价 在我这蓝光武魂笼罩之下 你无处可逃 逃 需要逃吗 陈天目光一变 周身黑暗之气 猛然绽放而出 蓝色的光刃 在接触黑暗的瞬间 化为了阵阵硝烟 而陈天手中的黑暗之剑 绽放出了异样的光彩 那是红色 宛如夕阳一样的美丽红色 今日清晨 陈天领悟了 犹如朝阳出生的感觉 顿悟了一剑 但却因为死亡的属性 让他所绽放出来的一剑 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夕阳之剑 陈天嘴中低雨 手中长剑划破虚空 这一剑并不要眼 却在那一瞬间 给人一种凋零 落寞 死寂的萧瑟意境 仿佛所有的生机 在这一剑之下 都化作了虚无 唯有死亡 唯有腐朽永恒 天丰城外 马蹄之声滚滚而来 犹如雷奔疾风之影 飞射而行 速度奇快 所过之处 风尘扑朔 只是瞬间 便来到了天丰城 城主之门前 守卫走上行 还未来得及开口 整个城门 就化为了寒冰 这群人 约有千人左右 大多都是脸上戴着面具 露出双眼的金光 风锐无比 充斥着铁血之意 更加让人震撼的是 这群人的坐骑 都是龙鞠 而龙鞠 乃是天府帝国 才有的品种 赤血龙鞠 更是属于边疆城 所有 那最前方的龙鞠 战马之上 和其他戴面具 身披战甲的人不同 这是一行六人的队伍 两女四男 领头的两个白衣女子 仿佛有着相同的气质 冷艳圣洁 虽然面纱蒙面 却依旧难掩 那自身高贵的气质 她的身后 便是四个男人 快马而来 眼中净显期待之色 这两个女子 赫然就是魅灵 另一个人 则是担心柳颜安危的 许洛西 其余四人 分别是陈南岳不凡 南山还有风无伤 余下众人 便是煞血蒙的精锐部队 那日 陈天在战场上 为了救回柳颜而失踪 柳晨一独自归来 让魅灵放心不下 便是寻人四处搜索 因为陈天与魅灵 有着契约关联 终于 在机缘巧合之下 感应到了陈天的踪迹 于是魅灵更是 马不停蹄连夜的飞奔而来 一路上 不曾有过半点的停歇 此时 天风之上 城主府内 夕阳之剑 红光绽放 就如同黄昏时的落日 红韵泛起 美艳之际 但是因为陈天的心境 和死亡之力的影响 在那美丽的剑光之后 人们却是感受到了一股 仿佛来自幽暗地狱的冷意 那种感觉 就像是这一剑 能带走所有的生机 不自量力 老祖大赫 加大蓝光之力 他并没有发现 那巨大的黑暗笼罩一切 直到陈天手中 那一剑绽放出红芒 将蓝光给磨灭的瞬间 钟家老祖的眼中 才流露出了一丝骇然之意 劳 老祖猛地退后了一步 内息竟然在这一刻变得紊乱 当陈天那一剑划破虚空 竟然将他的武魂 完全磨灭的时候 他完全不敢相信 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钟家老祖的武魂被压制了 那青年说自己才领悟的剑法 竟然如此强大 他是怪物呀 人群不断地发出惊呼声 却已经不足以形容 心头的震撼 你这就是什么武器 老祖心中震撼 却起了歹意 这青年所用的力量和武器 让他羡慕地疯狂 引以为傲的蓝光武魂 绽放出的无差别攻击 竟然被陈天如此手段化解 武器 陈天笑了 你城主府之人 都这帮愚昧吗 你不懂 你不懂 听的人们是心惊啊 之前那钟天雄 也问过相同的话 陈天说他不明白 如今这尊级巅峰老祖问他 他却说他不懂 你说老夫不懂 娶娶小儿 不知天高地厚 你真以为你是我的对手吗 蓝光乍现 形成满天的刀枪剑斧 无数的兵器排成一列 仿佛随时都可以将陈天捅成马蜂窝一般 陈天没有说话 凝视着他 那老祖被陈天的眼神盯得发麻 一声咆哮 蓝光武器就如同坠落的星芒一样 朝着陈天而去 看着这一幕 人们无不是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击若是被击中的话 岂不是尸骨无存 就连灵袖灵医他们几人 都为陈天捏了一把冷汗呢 望着那满天坠落的蓝光武器 陈天目光森冷 剑斜在身前坐视欲要回剑 嘴中喃喃道 我的确不知道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但是我知道就凭你 还杀不了我 满天蓝光武器在接近的瞬间 陈天随手一挥 黑暗见风吹拂 那可怕的死亡之力 就如同是腐蚀之力一样 侵蚀了蓝光 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老祖的武魂之力 竟是变得暗淡无光 不 为什么 我中原纵横打了数百年 为什么会这样 你去去一个小辈 望起知情 为何能与我一战 数百年 才区区尊武境界 你不觉得丢脸 反而沾沾自喜 陈天冷笑 闻言 那老祖目光定格 犹如晴天霹雳 数百年 不过尊武境界而已 不丢脸 反而自喜 老祖的眼神望向陈天 却不再有任何的怒火 这一刹那 他仿佛放下了架子 正视了如今的自己 他的身上 出现了某种光芒的碎片 将他完全的包围了起来 体内的原力开始聚集 甚至要引动天地的大势 这 这是什么呀 忠家老祖在晋级呀 天哪 他乃是巅峰九重 若是晋级的话 岂不就是圣者 尊级之上 是为圣啊 所有人的心头 狠狠地一颤 陈天一句话 竟然让得那老祖 当场领悟 老祖疯狂地大笑起来 圆力绽放 开始凝结真缘 若是真缘之力 凝结成功 那么他便可以超凡脱俗 从此跨越五道屏障 再多数千年的生命 圣光降临 忠家老祖 竟然在与陈天战斗之中 因为那随意的一句话 冲破了多年的心晋枷锁 从巅峰九重 一跃成圣 陈天眉头一皱 实际上 这老家伙九重巅峰之境 自己也奈何不得呀 但如今 忠家老祖突破胜者 对自己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灵动天说过 以自己现在的身体 绝对不能再动用那两股力量了 地灵剑没有灵力原力支撑 无法催动 若是再使用圣灵的话 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 最重要的是 没有灵原力 陈天根本召唤不出来 没想到 忠家老祖居然会因为自己的一句冷嘲 而成功地进入圣街 不得不说 这还真是讽刺啊 陈天回到了柳岩的身边 玩够了 差不多该走了 飞天梭足以让他们离开这里 然而 刚刚发动 陈天的目光猛然一领 周围有结界 老祖成圣之后 容貌竟然更显年轻 到了圣者的阶段 若是他们想要 甚至可以把自己变成青年般的样子 不过岁月的痕迹 依然会刻在他们的灵魂上 你找死 陈天目光一冷 侮辱柳岩者死 现在容不得你 圣者之位落下 那恐怖的蓝色之手再次袭来 人们心中震撼 陈天虽强 可是面对圣者 他必败无疑啊 生生不息 生之力爆发 可怕的圣洁之力 从陈天的身体绽放 那惊天的蓝色巨手 竟然一瞬间 被吸收了所有的力量 陈天同时出掌 可怕的巨力 朝着那圣祖而去 你以为圣者就很了不起吗 陈天话音落下 左手抬起 一道泛着白色的剑光绽放出来 一黑一白 双剑出现在了陈天的手中 这正是生与死之剑 左手生 右手死 好可怕的生机之力啊 好可怕的毁灭气息啊 主宰死亡和生命 陈天直面那老祖 我说过 你杀不了我 就算成圣 一样改变不了什么 那一瞬间 人们看到的 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陈天身上 所绽放出来的 生与死 黑与白 还有那赤色的火焰 简直是震撼人心啊 即便是成圣的老祖 都在他的身上 感觉到了颤离之意 是吗 我的确杀不了你 但是我却可以杀了那女人 你敢 陈天目光骤变 怒意生腾 不敢 你杀我后代 你我成主府 让本生炎灭无存 我就算杀不了你 也要你后悔一辈子 一道圣念落下 陈天想起啊 这老祖武魂的可怕之处 几乎在一瞬间 回头抱住了柳岩 可怕的念头 蓝光如剑 竟是猛然贯穿了他的神絮 无臣 与此同时 陈天看到了 那成主府境地的入口 眼神一灵 我们走 休想逃 这女人必死 看到陈天逃离的方向 竟是境地之处 老祖的脸色猛然巨变 身影狂闪 想要阻止陈天进入 然而就在这瞬间 陈天突然回头 迎同绽放出华丽光彩 让老祖神情一灵 画面定格 与此同时 陈天手掌中火苗升起 红莲绽放 天之火极致绽放 陈天的身躯 燃烧着炙热的火焰 这是什么呀 啊 轰 众人一惊 却见红莲猛然爆发 轰隆一声巨响 整个城主府上下剧烈的颤动起来 同时 天风山脚之下 轰隆之声不绝于耳 铁骑所过之处 寒冰与沙翼蔓延 哄 巨大的轰鸣之声 回荡在整个城主府内外 哎 那是什么呀 是红色的火焰 天哪 那个叫做无尘的男人 竟然还拥有如此可怕的火焰能量 感觉不到灵力 难道是天地之火 现场也不乏有见识之人 当他们看到陈天手中的红莲所爆炸的时候 无不是惊呼起来 天火呀 中家老祖已成圣 能够清楚地感觉到陈天火焰所蕴含的恐怖力量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男人竟然还有这样的实力 火焰燃烧了他半个身躯 胜者可以进行伤口愈合 只是皮肤被烧灼 让他丢进了颜面 当爆炸和尘埃消失的时候 老祖脸上写满了震撼 可恶 中家老祖冲了上去 却在那一瞬间 被静置之力给弹了回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两道身影消失 胯囊 耳边回荡着石门封印的声响 随着石门的关闭 老祖目光一变 凝视着那洞口 脸色猙獰起来 他最为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因为先前的祭祖 钟若飞和钟玉涵 以血脉之力开启了境地 但因为柳岩的不配合 所以他们没有第一时间进入 所以入口一直保持开启状态 而老祖也一直注意着陈天 但是他没想到 因为自己成圣 反而将陈天逼入到了境地之中 老实说 若对方是其他人 老祖根本不用担心 他只需要守在这里等待 结果也一样 但偏偏这个人是陈天 他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 以及那可怕的天赋 让钟家老祖所恐惧 这成主府的境地 隐藏着许多非常重要的秘密 陈天的天赋实在是太可怕了 若是让他得到了境地的东西 即便是成圣的自己 都没有把握能够制住这小子 若是任由他在境地里待上个几年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钟家老祖的目光 越发的冷峻 在境地门前来回走动 成主府中也有不少船人 让他们再次开启境地 也不是不行 可问题是 尊无以上不能进去 更何况 现在是已经成圣的钟家老祖 让其他人进去 无异于送死 该怎么办 盯着那境地之门 钟家老祖脸色阴沉无比 而周围的宾客更是没有离开 纷纷站在远处拉开距离 这成主府的境地 他们一直有所耳闻 当然 他们更关心的是 会发生什么事情 钟家老祖 怎么样才能杀掉陈天 此时此刻 境地之内 气氛无比的压抑 寂静无声的空间 甚至有些可怕 而隐隐传来的蓝光 更是让人捉摸不透 远处 蓝色的光圈荡起 照耀着周围的环境 爷爷 陈天紧握着柳妍的御手 生怕会不见了一样 而柳妍凝视着这片空间 也不由自主地靠近了陈天 虽然有些害怕 但只要有陈天在 温暖逐渐占据了恐惧 爷爷 城主府之恩 有跟你说起过这境地吗 看着周围的环境 陈天心中疑惑 说起过 但我知道的不多 似乎是城主府修炼之地 据说有什么传承 不过 这些年来 他们一直没成功 那个钟若妃 被认为是最有希望 得到传承的 柳妍回忆着这些时间 在城主府的听闻 传承吗 走 我们去看看 陈天拉着柳妍的手 走向了蓝光所在的深处 刚刚进入这里 周围的蓝光越变越亮 眼前的一切都开始更加清晰了 此时 他们竟然身处在一处奇异的空间之内 脚下是黑色的石板 仿佛行走在空中一般 第五百三十三集 这是一个桥梁 宽敞明亮 但桥上竟然有黑漆漆的花灯 仿佛来自明界的彼岸桥一样 桥的另一头 是黑漆漆的一片 看不到尽头 我们去看看 现在回头肯定是不行了 若是陈天灵力原力恢复 倒也不惧一个进入圣街的老家伙 现在倒是可以看看 这城主府的境地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两人跨上了这座桥梁 朝着先方不断走去 时间过得很快很漫长 越走越远 这桥梁仿佛没有尽头 时间一长 这里压迫的感觉 即便是陈天都感觉到了一丝差异 无尘 我怎么觉得有些怪怪的 陈天紧握着柳岩的手笑了笑 没事 我们继续走 她的银桶绽放着光芒 却依然没有看出 这里究竟有何不同 陈天可以确定 他们并没有在幻觉之中 而是真实地走在桥上 这里没有日月 也没有星辰 所以走了多久 连他们都不知道 无尘 你看 柳岩突然眼前一亮 两个人兴奋上前 那是两根柱子 上面浮现着 灵武大陆的文字 生死桥 所有的能力都会被禁止 你们要做的便是活下去 一人生一人死 方可过关 两根柱子上 各自印着这么一句话 还未等他们理解 脚下黑色巨石 竟然开始以肉眼所见的速度崩塌 跑 陈天拉着柳岩开始跑 后面的路开始不断地崩塌 很快他们发现 在这片空间里面 根本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力量 只是普通人的身躯 根本无法支撑下去 陈天便抱着他跑 但不知道为什么 周围的空间 竟然出现了一股巨大重力 局部围歼 但这柳岩一起跑 连陈天都感觉到了吃力 但身后空间崩塌的速度 却一点都没有变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无尘 放下我 不 我不会放的 放了我 否则我们会一起掉下去的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 我绝不会放手的 无尘 放了我 柳岩突然挣扎了下来 陈天却是死死不放 柳岩眼眶含着晶莹的眼泪 无尘 真的够了 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真的够多了 我很感谢你 即便我明明知道 你是在骗我 可我却依然期待着 我知道 他早就死了 无尘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若有来生 我再报答你 柳岩竟是要主动留下 傻瓜 我不是告诉过你 陈天是我 无尘也是我 陈天突然忘了 自己还戴着无尘的面具 随后他笑了 声音面容都在柳岩的注目下 变化成了原本的样子 当看到陈天的那一瞬间 柳岩哭了 你真的是陈天 柳岩激动得无法言语 真的是陈天 声音都一模一样 他撞了 比当年看起来 更加充满了男子气概 嗯 陈天点点头 啪的一下 柳岩狠狠地一拳砸来 你这个混蛋 你还活着 你一直在皇城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打完这一下 哭得更大声的 如果陈天还活着 他还是无尘 岂不是让你更担心吗 本来 在实际不成熟前 我没打算告诉任何人的 但现在 我又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为我而流泪 陈天的话 让柳岩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吴晨真的是陈天 他一直都在自己的身边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柳岩讨厌吴晨的轻浮 可从心里 却并不讨厌他本人了 因为 吴晨就是陈天 陈天就是吴晨 不过 我们的运气 似乎结束了呢 陈天笑了笑 脚下道路崩塌 一瞬间 他们仿佛置身在炼狱的半空 柳岩微微一笑 如果是和你死在一起的话 我不怕 久违重逢 两人彼此凝视 心意相连 咔道 就在下一秒 漆黑的空间里 泛起了惊人的蓝色之光 下一秒 陈天他们所处的世界 变成了蓝色的星河 他们置身于璀璨的星河空间中 视线内 竟然还出现了一个 蓝色极光的行宫大殿 蓝色的极光灰散 银河照耀在他们的身上 陈天脸色骇然一变 当这些蓝光 照耀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动弹 连属性之力都无法使用 多少岁月呢 连我自己都忘了 终于等到真心相爱之人 来到我的府邸 正容岁月消失 万年太久 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年轻人 欢迎你们进入我的世界 星蓝银河 唯有心意相连的两个人 才能看到的星河景象 也只有你们 也只有你们才能看到这最终的行宫 唯蛾之声 回荡在整个星河之中 久久不息 不要低处 好好地享受这星河之力 所带来的好处 吸收得越多越好 领悟得越多越好 蓝色星河的力量 开始深入她的肌肤 进入骨髓 果然 在没有抵触之后 这股力量 渗入了她的灵魂 只是一瞬间 陈天猛地睁开双眸 一股浩瀚的力量 涌入了她的身体之中 好 惊人的星河之力 灌入了陈天的体内 那股浩瀚的力量 灌输着她的经脉 渗入肌肤 流入灵魂 就在那一刻 陈天双眸 竟然变成了 蔚蓝之色 整个星河 仿佛成为了双眼 她的身上 生与死的力量爆发 天之火 在上空燃烧 不仅如此 可怕的力量 前引出了 风之力 雷之力 火之力 灵力竟然在这一刻 开始猛然增长 她的原力 更是再次疯狂地复生 一方世界中 星蓝之河 涌动不止 灵鹰和魂鹰 缓缓地睁开双眸 就连剑老 都沐浴在这蓝光之中 感受到那柔和的蓝光 她猛地睁开双眸 这股力量 陈天 我好能生 柳檐焦躯变得通红 整个脸色都诱惑至极 炙热的力量 仿佛在增长着 她的灵魂 她的身后 竟然浮现出了 满天的战甲 这是柳檐的变装武魂 而且 在这些战甲凝聚之后 开始汇聚在一片地方 很快 那极色的蓝光 竟然让柳檐的武魂 瞬间壮大 并且 铸造出了一套 崭新的战甲 爷爷 坚持住 这股力量 可以让我们的实力 武魂 力量 得到成长 陈天已经感觉到了 她的灵力正在恢复 干枯的汽海灵田 开始涌动 灵力海洋 灌溉了整个一方世界的 汽海灵田 这是 柳檐的惨叫声传来 那丫头 似乎撑不了太久 但陈天却沐浴 在蓝色极光之中 无比的享受 但是很快 她的目光变换 下一秒 忍不住 发出了一声低吼 可怕的蓝光的照耀之下 身后武魂涌现 黑色的力剑悬浮 力量武魂绽放 屠戮武魂鬼哭狼嚎 再生武魂圣洁的力量 疯狂地覆盖了 陈天的身体四周 让她更加没想到的是 黑暗 在这一瞬间笼罩了整个星河 最可怕的武魂 吞噬之力 疯狂地绽放 黑暗降临 吞噬武魂出现 这是陈天第一次看到 吞噬武魂 所绽放出来的气息 骇人之机啊 仿佛能将整个天地 都吞噬了一般 那轰鸣之声 胜过天怒 而周围的星河之力 竟然被疯狂地吞噬 蓝色的极光 全部涌入了陈天的体内 吞噬武魂发出咆哮 黑炎竟然变成了一条长蛇 一会儿又变成了苍龙 之后更是变成了上古妖兽的样子 最终居然变成了一个人形 吸收着那可怕的蓝色星河之力 片刻过后 满天的星河之光 竟然被吞噬武魂 给吸收得干干净净 而吞噬武魂本身 仿佛达到了宝盒 陷入了沉睡 武魂第三阶段的觉醒 陈天欣喜若狂 因为这蓝色星河的缘故 他所有的武魂 都进入了第三阶段的觉醒 武魂强大了不少 无论是黑色的剑 还是力量武魂 再生武魂 屠戮武魂 和吞噬武魂 他都能感觉到 变得强大异常 陈天刚刚兴奋起来 耳边却传来了柳颜的叫声 原因竟是陈天此刻 竟然不着寸吕 可他刚意识过来的时候 却发现柳颜也是一样 露出娇嫩的肌肤 充满了诱惑 第五百三十四级 柳颜浑身光芒闪烁 一边走 一边变化着衣服 那是如同仙女一样的服饰 闪烁着星河的璀璨之光 只见这妮子 气冲冲地走到陈天的眼前 啪的一下打了过来 还看 快把你的衣服穿好 陈天憨憨地笑了笑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看了 柳颜文言翘脸一红 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身体 早就被这流氓看过了 同时 想起了这家伙 化名无尘所做的事情 突然怒火冲冲 陈天 你这个混蛋 别以为这样就可以 门混过关了 我问你 公主是怎么回事 颜颜 快来 我们先去行宫看看 陈天早就一溜烟地跑了 混蛋陈天 你给我等着 柳颜气质飘然若先 配合那星河化作的仙女服 一举一动 一鸣一笑 都是眉艳动人 宛如神女一般 这一点 连柳颜自己都没有发现 而此时此刻 禁地之外 人群还未完全散去 而那成诸府的老祖 更是驻足在此等待 当然 那禁地之门 毫无半点反应 他在思考 该如何才能解决 眼前的麻烦 老祖 不好了 不好了 就在此时 一道惊悚的喊声 打破了眼前的平静 虽然这里有人等待 但是 那些原本离开的人士 此刻 却犹如惊弓之鸟一样 退回了成诸府的行宫 呜 成诸府长廊之外 突然传来 阵阵马蹄雷奔的声响 整个地面 开始颤抖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聚变 还没等 钟家老祖 询问何事 只见一群 骑着龙居的铁血军队 冲入了成诸府中 为首的两名女子 白衣飘然 青纱蒙面 但是那婀娜的身躯 和脸型的轮廓 都让在场的人 心神一颤 好美的女子 而且还是两个 人们心头一颤啊 赞赏的同时 却又看向了 两名女子的身后 这是一支 充斥着铁血气息的军队 他们的眼中 释放着杀意 他们是什么人 竟然带着军队 进入了成诸府之中 好嚣张啊 难道他们不知道 这是天风城成诸府吗 战马思明 这些人都是 直接飞奔而来 进入这行宫之内 将离开的通道 全部围堵了起来 气氛在一瞬间凝固 人们看向了那 为首的两名女子 气质冰冷异常 却又美若天仙 所有人脑海中 浮现出了一个念头 若是能看一看 那面纱之下的容颜 该多好啊 不知道是否如同气质一样 美若天仙 无尘在哪儿 环顾四周 没有看到想见的人 一道玉耳清脆的声音响起 人们目光凝固起来 开口的女子 竟是来找吴臣的 吴臣 众人闻言都是震惊不已 姐姐 这女子是来找吴臣呢 林秀心中震惊啊 如此气质非凡的女子 竟然是为了吴臣而来 她们究竟是谁 哦 忠家老祖目光冷漠 吴臣本就让她愤怒无比 而这群人带着杀意冷意而来 竟是为了找吴臣 她刚刚成圣 这些家伙 竟然带着军队 进入自己的地盘 简直是不把她这个老祖 放在眼里 你找吴臣做什么 老祖冷哼一声 圣威猛然释放 似乎想给她们一个下马威 吴臣在哪 然而更加冰冷的寒意绽放 却是让那老祖都为之一惊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她的身上 陈南南山 岳不凡 风无伤等人 都死死地盯着她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意 忠家老祖怒急啊 城主府才被陈天捣乱 嫡系死伤无数 本就颜面无存 现在 这些人 竟然直接用质问的语气 询问自己 这让她一个圣者 颜面何存 吴臣她死了 一群小辈 她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但是她根本没意识到 噩梦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被你杀了 魅灵看着那老头 盯着她发麻 被我亲手开堂包度 尸骨无存 老祖刚刚成圣 正是得意无比 这女娃竟敢瞪她 简直放肆 全场人沉默了 陈南没有说话 南山不语 风无伤满目赤红 月不凡心中也冷 唯有魅灵 看向了天空 眨着双眸 冰寒天地 一旁的雪洛西 仿佛也受到了感染 冷意绽放 柳妍呢 柳妍又在哪里 那女王也被我亲手杀了 寒意冲天哪 几乎这六人 有所举动的时候 煞雪猛也动了 瞬间所释放出来的 惊天杀意 弥漫在整个城主府之中 好可怕的杀意啊 这些人之中 最弱的都是踪迹八重 这些人究竟是谁啊 他们是什么人啊 柳妍和吴臣又是什么人 众人心头狠狠一颤 杀 齐声怒吼 煞雪猛疯狂地 朝着那些城主府的 武者杀去 唯有血 才能释放他们 心头的怒意 人们慌张逃窜 不断退后 生怕卷入了 这场杀戮之中 成为无辜的牺牲者 鲜血绽放 城主府的反抗之人 都被当场割杀 这就是一场血腥的屠杀 没有半点的悬念 其余的宾客 都低下头 跪在地上求饶 表示他们只是 请来的宾客 并不是城主府之人 铁血军队 看向了魅灵 似乎在等待着 他发号施令 此时的魅灵 抬头看着天空 没有人知道 他在想什么 他只感觉到 自己的心好痛 他的人生很长 但他经历的不多 若非陈天将他 从天宗带出 他永远看不到 这世间的繁华 他更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起 他的脑海中 每每都会浮现出 那个男人的身影 此时的魅灵 脑海中回荡出的 都是那个男人 狡黠的笑容 他偶尔轻狂不弃 却执着坚守 时而霸道 时而脆弱 一滴泪痕 划破了他的容颜 身为一个天生灵物 本不该有感情的他 此时 内心都被 陈天所占据了 泪流下 心痛了 寒意 在这一刻 侵入了人群的骨髓之中 痛了 碍了 那一瞬间 所绽放出来的寒意 侵入到了 人群的骨髓之中 杀我的人 我要你们死 蓝光绽放 忠家老祖 勃然大怒 身为圣者 今日被接二连三的挑衅 他要这群人好看 给他们一个 血淋淋的教训 杀 此刻 忠家老祖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杀光所有人 他脚步凌空踏出 瞬间绽放出来的 圣者之位震撼全场 蓝光浮现 今天的武器再次绽放 要灭杀掉所有的敌人 圣者 雪洛西等人抬起头 却没想到 这老头竟然是一个圣者 然而 就在那忠家老祖 要绽放怒意的时候 一股冰寒之意 笼罩了他的身躯 空气中 竟然传来了咔嚓声 下一秒 虚空凝结成冰 雪洛西怒了 寒冰之意绽放 但真正让老祖 感觉心悸的 却是来自另一个女人 此刻的魅灵 仿佛要吞没一切 甚至是她自己的心 整个空间都在冻结 众人只感觉到了 惊天的冷意 你杀了吴臣 我要你陪葬 冰冷沙哑的声音 从魅灵的口中吐出 在整个城珠府上空回荡 恐怖的风 不断地吹拂着魅灵的身躯 百意飘荡 突然掀起了她的面纱 吹拂在空气之中 容颜暴露在 人群的视线内 这一刻 人们瞪大了双眼 美 无法形容的美丽 美的窒息 美的不敢直视 倾国倾城 绝世绝伦 他们以为柳妍的容貌 已经倾国倾城了 但是现在看到这白衣女子 更是让她们自残行贿 上天 竟然造就了如此一张 绝美的容颜 妖艳 冰冷 灵秀和灵衣看着魅灵 更是低下了头 这个女人 居然是来找吴臣的 柳妍就已经很美了 现在 还有一个绝色佳人 为了吴臣而来 魅灵的身躯动了 凌空虚闪 直接从战马上消失 下一秒 便已经出现在了 钟家老祖的身前 钟家老祖震撼于 魅灵的容颜 更正经于她的实力 这个女人的眼神 竟然让她感觉到了一股灵魂上的恐惧 但是 她已经成圣 岂会惧怕这个年轻女子 吴臣杀我后辈 你还不错 应该用身体来赔偿 老祖突然起了歹意 现在她奈何不了吴臣 但这个女人与吴臣定然关系亲密 等到她从秘境中出来 看到这个女人成为了自己的竞篮 岂不是大快人心 小女娃 你全不该万不该 不该与本圣作对 我可是讨入圣者的存在 怎么样 若是你跟着我的话 绝不会让你吃亏 老祖激动地说道 魅灵的目光却更加地冷漠 圣者 很厉害吗 使灵 只是一击 忠家老祖的手臂轰然断裂 鲜血染红了整个长空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心神狠狠一颤 仅仅一击 就把成慎的老祖给打伤了 看着这震撼人心的一幕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这个女人 不仅有着倾国倾城的容貌 更有着可怕无比的实力 连圣者都为之颤礼 忠家老祖甚至忘了惨叫 内心掀动了一片波澜 他可是圣者 但只是一个照面 手臂就断了 而下一秒 那股寒意 更是让他彻底地动弹不得 美灵的下一掌 放在了他的身前 我要你尝到那种千刀万剐的痛苦 我要你修为全无 我要你亲眼看着自己死去 没有什么 比看着自己死亡更加可怕的 石灵之术发动 老祖的身躯竟然一点点地消失 从手臂四肢开始 他的衣服甚至血肉 都开始一点点地被无情吞没 不 不 我可是圣者 你这妖女 你对我做了什么 老祖蓝光武魂绽放 释放出惊人的一拳 但是魅灵翻手一掌 轰鸣响彻成主府的天殿 瞬间把一切化为了虚无 老祖的所有子嗣 包括那忠玉寒在内 都彻底地葬身在血泊之中 鲜血染红了成主府 老祖勃然大怒 咆哮而起 但是魅灵却一掌放到了他的心口 手臂没入了他的身体 竟然直接透过身躯 捏住了他的心脏 不要 老祖怕了 是的 怕了 这一刻他才清楚地感觉到 这个女人的实力在他之上 这个女人是一个圣灵强者 而且他根本无法抵挡 人们看着成主府血脉 全部被涂 心中冒出了震撼之情 完了 天封城城主一脉 彻底地完了 就连那成圣的老祖都在这一刻 被无情地虐待 石灵之树一点点地吞噬着 老家伙的神区 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身体 血肉 器官的吞噬 他甚至能感觉到 那种吞噬的感觉 杀了我 杀了我 他的魂音都被无情地吞没 最后的生机被彻底地断绝 这一刻 他竟然有些后悔 说自己杀了吴臣 他没死 他没死 在魅灵那可怕的力量之下 老祖不得不屈服 甚至屈辱地向这个女人求情 是 魅灵文言 眼中流露出了一丝喜色 却转瞬变得更加冰冷 那老祖急切地说道 他只是进入我成中府的禁地之内 还没有死 放了我 放了我 魂音正在被吞没 如果再晚一步 后果不堪设想 你们说 魅灵看向了长廊外求饶的人群 的确没有死 吴臣大哥 进入了那禁地之内 灵秀开口道 对吧 真的没死 快放了我 放了我 老祖从未像现在一样渴望生存 他已经成圣 这帝国之内都将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他不想死 不想死在这里 晚了 魅灵手掌一握 中家老祖发出不甘的咆哮 瞬间在空气中化为了血雾 魂音想逃 却被瞬间冻住 化为了飞灰 中家老祖 一个进入圣阶的存在 就在这个女人的手中 无声无息地消失 圣者陨落 同时 城主府所有的血脉 全部灭亡 包括军队家丁 无一幸免 城霸方圆数万里的 强大城主府 在这一刻惨遭灭门 而灭门的原因 只有一个 就是吴臣 魅灵的身影飘落在地 清澄绝世 身上却透着无尽的寒意 除了雪洛西一人 可以在她的身边站立之外 包括岳不凡和陈楠等人 都是不断地退后 这个女人太冷了 进地入口 在那里 有人连忙开口 对 就在那里 雕像身后就是入口 长廊外的人不断开口 他们很想离开这里 但却不敢走 生怕这个女人一声令下 就把他们给杀了 要知道 连成为圣者的 忠家老祖都死了 更何况是他们 魅灵盯着那静置之门 想要用石灵吞没 却被一股强大的蓝光 反弹了回来 而且 这股力量 远远地超过了 她的力量 但是魅灵却不放弃 力量不断地绽放 周围的山峰都震动 但唯独这境地 丝毫不受影响 可恶 轰隆之声不断响起 却是无法破除石门的静置 魅灵的脸上竟有了一丝怒意和慌乱 前辈 先不用着急 雪洛西开口 看向了四处 你们谁知道 如何开启这石门 这要用城主府血脉的鲜血 才能打开 不过现在 城主府的人都 人群的声音也越来越小 因为那些人都已经死了 鲜血 魅灵手掌一摊 周围的血液全部被冰封 随后放入了那小孔之内 却发现石门没有半点动静 那开口之人 只感觉浑身一冷 生怕触弄了这神语 这近起之地 乃是城主府的修炼之所 本身应该没什么危险 而且想必里面也可以控制的 那人连忙再次开口 那在开启是什么时候 少则数月 多则数年吧 我们也不是这城主府之人 也说不清楚 只是知道一些传闻罢了 可能数月 可能数年 魅灵文言一声轻叹 你们先走吧 我留在这里等 但是他话音落下 却没有一人开口 岳不凡 南山 陈南 风无伤他们原地而坐 他们也要等 直到陈天出来为止 而煞雪蒙的人 更是犹如雕塑 一动不动 这一幕 让在场之人震撼莫名啊 那吴臣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让这么一个绝世美女 甘愿等他数年 而其他人 更是如此忠诚 他到底是何人 才能让如此多精锐 等待数年 都无怨无悔 人们再次看向 那境地封闭的石门 究竟什么时候 才会再次开启 无人知晓 此时 境地之内 陈天他们朝着 行宫方向而去 入眼是一座 诺大的行宫 充斥着璀璨的星河 这是一个大殿 中心处 却有一个 端坐在主殿的墙程 终于 有人来到我的世界了 当陈天和柳妍 出现在大殿的时候 一股威严的声音 回荡在了整个浩瀚星河 终于要等到有人 来到我的世界了 虚无缥缈的声音 从那宫殿中心传来 他的话 让陈天和柳妍 目光一凝 那身影的嘴型 根本没有开口 也就是说 那并不是活人 不用奇怪 我只不过是 玉璃残魂 就连我的主魂 都并不在这个地方 陈天文言 这个人 难不成又是 万年前陨落的大地 自从第一代的钟魁 踏入这里之后 我便立下了规矩 唯有真心相爱的两人 才能得到我真正的传承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 钟家 终究是没有那种 心意相怜的真心爱人 反倒是你们两个 触发了我这最终的阵法 我以为不会再有了 总算 在这灵魂之力 将要耗尽之时 终于等到了 而且 等来了两个血脉之力的人 而且 你 更是万中无一的天 那缥缈的声音继续开口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两人都拥有血脉之力 陈天当然是 这一点他并不奇怪 本来 他们就是强者的后台 小女娃 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你到另外一个空间 继承我心爱之人的力量吧 她把自己的力量 留在了天地之间 一直等待着相爱之人 至于剩下的 我与这青年有话说 那身影开口说道 柳妍还有些不知所措 但陈天却点点头 她知道 这是柳妍的机缘 这蓝色的星河中 不知蕴含着哪种力量 嗯 柳妍点点头 宣吉便是被一股 澎湃的力量给吸了过去 年轻人 你不必担心 这里其实并不是 我陨落之地 应该说 是我妻子的长眠之地 五年前 当有人发现 我妻子墓地的时候 我便一直对其考验 可钟家 终究没有那种天赋之人 你不错 我可以看到 你体内蕴含的力量 还有你特殊的体质 诶 你的身上 有心狠塔和心狠圣果的痕迹 那人检查着陈天的身体 却发出了疑惑的声音 陈天文言也是一惊 前辈 你如何知道 哈哈哈哈 天意呀 果然是天意 心狠塔 心狠圣果 都是本地之物 你说我如何不知 那声音满是自豪之色 陈天文言 脸色大变 心狠塔之主 传闻中的大地 不过 曾经的大地 心狠塔的主人 怎么会出现在天风国内 果然如此 心狠 心臣 我就说 为什么会这么熟悉 心臣 你的主魂 应该就在心狠圣的修炼塔吧 两道虚无的身影突然闪现 赫然是剑老和灵老 灵天 剑地 你们 那巨大的宫殿传来一丝疑惑 语气有些波动 没想到 你们竟然还活着 那人兴奋地说道 若非魂帝于你 我们也不可能活下去 正正岁月 万载流逝 没想到再见面 竟是这番场景 那心狠大地的残魂 百感交集 要知道 曾几何时 他们都是叱咤大陆的强者 的确没想到 曾经领头的那些绝世强者 如今都这般模样 灵天看了一眼星辰 再看了一眼剑老 眼中满是迟暮的沧桑之色 晚载岁月之前 我大陆历经大劫 所有的地者 都逃脱不了那主宰的命运 星辰大帝目光微凉 星辰 有些事情对他来说还太早了 剑老制止了星辰大帝的话 星辰大帝一声叹息 但是陈天却有些急了 剑老灵老 星辰大帝 我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已经到了如今的地步 似乎没有必要再隐瞒我了吧 陈天 陈天 不是我们要瞒你 等你成帝之后 你便会明白 在此之前 你应该要做的就是提升修为 当你即将成帝之时 我们再告诉你也不迟 灵天也开口说道 这件事情 现在说没用 等陈天称帝 自然会明白一切 第五百三十六集 陈天忍住了冲动 好吧 没想到 你已经去过我主魂的地方 或许这就是天意吧 有剑帝和灵天大帝在你身旁 证明你的确不错 孩子 你可愿继承我的星辰之力 星辰之力 陈天的眼中 透着疑惑之色 玄机却期待无比 前不久得了魂帝的传承 若再得到星辰大帝的传承 对他来说 乃是天大的好事 不错 星辰之力 不过 一旦你继承了我的星辰之力 那么将来 你也将背负起于我一样的责任 我现在便将星辰之力传于你 我把我的一切都放在了星恒天塔 记住 想要获得我所有的传承 你必须让星恒塔认主 我的时间不多了 这里只不过是我的一丝残魂 当那小女娃和你获得传承时 这里的一切都将崩塌 星辰大帝开口 说完 这整片璀璨的星河竟然猛地颤抖下来 陈天 还不愧谢过星辰大帝 我们为陈天自然竭尽所能 能让曾经的第一见地和灵天大帝所认可的人 我信得过 年轻人 或许你与我们会有不同的结局 我期待着你 你能创造奇迹 说完 璀璨的星河涌入了陈天的体内 他这才清楚地感觉到 那股力量不是残魂 而是星辰大帝的一股传承之力 当记忆之力涌入自己的体内之后 陈天的脑海 犹如星空一般开启 凭空冒出了无数的知识 还有那所谓的星辰之力 这一切远远不是陈天想象的那么简单 日月星河 白昼黑夜 这些都与星辰有关 星辰包罗万象 甚至还凌驾于天之上 星辰一怒 环宇颤抖 这便是星辰之力 在吸收星辰之力的同时 陈天的舞者 也诞生了一个新的舞魂 星辰舞魂 而他的灵鹰 也一样诞生了一个星辰之灵 同时 陈天得到了星辰大帝的一部分传承记忆 当然 陈天并不知道的是 此刻 一方世界内 星辰 原来是这样 你所有的力量 都凝联成了星痕塔 所以万年前那场战斗中 你已经死了 不错 我早已经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只是不甘天地再无星辰 我将最后的力量分散 回到这里 分散了自己的魂魄 想要留下传承 找到一个 可以继承我力量的后辈啊 万年过去 没想到还能遇到你们 更没想到会遇到这个年轻人 他让我想起了上古天机门 曾说过的预言 万年岁月 一个年轻的后辈顺应天命而来 他的双手将亲手打破这个世界命运的枷锁 星辰大地的话 让剑老和灵老两人沉默 是吗 原来你们早就发现了呀 老友啊 未来之路 或许你们还能有机会见证 我的心愿已了 或许 这最后一次见面 也会是我们的分别之事 星辰 我的老友们不必悲伤 万年前没有人恨过我们 他们都是带着自己的梦想 与我们一同前进的 星辰大地的身影缓缓消失 而在陈天的记忆碎片里面 他依稀地得知了 万年前曾经有一场浩劫 而在那场战斗中 与之相迎的便是星辰大地 同样 陈天还感受到了 魂帝的力量 剑老的身影和 灵天大地的力量 万年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所有的地境强者 前往同一个地方 他们明知道 结果会是陨落 却依然一无反顾 而当年带领着这些 强大地境的首领 便是剑老 魂帝 星辰大地 曾经的强者 万古岁月之前 这片大路 究竟发生过什么 陈天此刻不知道 但正如剑老所说的那样 等他成帝之时 一切皆有答案 此时 禁地之外 人们依然安静地等待 距离魅林毁灭天风城 已经过去了一天 这里的消息 也被彻底地封锁 因为 根本没有人离开 倒不是他们不愿意 只是 根本不敢 不过 不管什么原因 现在所有人都在等 甚至他们希望 吴臣早一点出现 这样 他们就可以 安然离开了 因为那个女人 太冷了 她的周围 连铁血菌 都不敢接近 冷 非常的冷 而且 这股冷意 一天比一天更强了 实际上 魅林一直在压抑着 这股力量 这半月来 她与魔月国胜者一战 其实早就透支了 自己的身体 再加上 长途跋涉来到天风城 得知陈天 被忠家老祖杀死的消息 她更是无法压抑自己的怒意 绽放出了强烈的杀机 那承胜的老祖 在她的眼前 都毫无反抗之力 被石灵之树彻底吞噬 没有人发现 魅林此刻正被一股反噬之力包裹 寒意侵袭 让魅林无比的难受 但她仅仅是皱着眉头 等待着那石门的开启 陈天此刻并不知道 在一门之隔的外面 还有正在等待着她的人 星辰大地的传承 灌入了她的体内 让她得知了 一万年岁月前所发生过的事情 但对于陈天来说 这却更像是无形的压力 逼迫着她不断的变强 星辰大地已经消失 不过 她也留下了一部分的传承之力 但想要获得所有的传承 必须回到星恒学院中去 从另一处苏醒的柳妍 则获得了一位女神的传承 这不是地级的存在 却堪比地级 也让柳妍知道了 这世间境界的划分 而且她的血脉武魂变得更强 更是获得了一套强大的剑谱 这是专门为女子设计的 玄女剑绝 至于陈天 则正在慢慢地消化 星辰之力的传承 她紧闭的双眸缓缓开启 双手挥动 一股璀璨的星河之力绽放 不得不说 陈天的确是一个天才 在领悟方面无人可及 而且 如今她灵力和元力恢复 加上星河之力的吞噬 让她的力量瞬间暴涨 如今 她的修为竟然已经达到了 王级六重境界 跨越两级 这还是她压制了自己力量的结果 若是不用来扩充自己的 气海灵天和武魂 她的修为只会更高 但陈天可没有忘记 在没有回到谷江湖之前 她还不能突破村庆 别人在困扰如何突破 而陈天却要压制自己的修为 而犯愁 不过 星辰之力的强大 也让陈天震惊啊 现在的她 还不能彻底地发挥星辰之力 不过 要是在面对那圣者老祖 她根本不用惧怕 前辈 如今我得你的衣补 你也算是我的师尊 你的医院 我自然会完成 陈天对着星辰大地消失之处 三寇九拜 行了一个大礼 陈天 爷爷 陈天看到柳颜也是一惊 无论气质还是容貌 竟然都有着巨大的变化 而且 这丫头的修为 竟然已经达到了王级三重 好可怕的增幅啊 丫头 难道也得到了大地传承 哪有你那么好运 不过也差不多了 我得到了一名神武境界前辈的传承 她可是万年前 被誉为女武神的奇女子 不过可惜 柳颜神色一阵暗淡 陈天能感觉到那股悲凉之意 陈天 原来宗武之上的武者 称之为圣武境 灵者为圣灵境 而在这所谓的圣者之上 变为神 圣武境 神武境 圣灵境 神灵境 相互对应 唯有跨越这天道 方能称帝 但是每个境界 都足以让一个强者 驻足百年千年 甚至万年之久 我们才不顾王级 未来之路 好漫长 无论未来多久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陈天拉着她的手 语气温柔 柳颜双眼迷离 却差一点就兴了 猛地跺脚踩着陈天说道 我告诉你 我这里还有一套 专门对付男人的心法 哼 你别以为公主的事情就算了 爷爷 这 我跟公主是误会啊 误会 你这混蛋 趁我不再拈花惹草 你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宣布公主是你的女人 还敢与无天开战了 这还是误会 柳颜说着说着竟然哭了 陈天又是一阵自责 把她揽入了自己的怀中 爷爷 对不起 是我不好 你这个大混蛋 花心大萝卜大流氓 我说过了 不准沾花惹草 你就是不听 分拳垂打 陈天不知作何解释 柳颜却哭泣地说道 可你又偏偏这么的优秀 你早就不再是天宗时的少年 我只是好怕 再失去你 傻瓜 你不会再失去我了 我答应你 永远都不会了 这可是你说的 以后 你不能离开我 更不能抛弃我 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活着 我不会再等你了 柳颜哭泣的脸 却娇美绝伦 陈天擦拭着眼角的泪痕 当然 我才舍不得你跟别人跑了 臭流氓 滚开 卧槽 你淹我 陈天捂着自己的下身 疼得是一脸铁青 陈天 我们现在就出去吗 出去 为什么不出去 现在我灵力原理都已经恢复 五魂也可以使用 区区出街圣者 我还不放在眼里 陈天意气风发地说道 第五百三十七集 柳颜却一脸铁青地看着陈天 有些生气 便是转身就走 爷爷 你又咋了 你这个骗子 骗子 我又怎么了 你那时候三种五魂 天赋绝伦 现在居然还是一个灵者 你这家伙 应该早就是灵舞者了吧 可你一直没告诉我 害我担心伤心这么久 你说你是不是骗子 你老实交代 这两年来 你真的没有认识别的女孩子吗 柳颜问这句话的时候 心中有些忐忑 没 真没 我是那种人吗 爷爷 你还不相信我 不相信 你说有没有 你若撒谎 我就不得好死 柳颜性格刚强 那可是说得出做得到的 陈天一脸委屈 爷爷 其实 还有一个 是我在谷江域认识的女孩 陈天 柳颜七的通红啊 竟是直接不理她了 爷爷 你听我说呀 我不听 你给我滚 我不想看到你 爷爷 你若不听 我就死给你看 好啊 你去死吧 你不原谅我 我就杀了自己 说完 陈天还真的一拉扯 把手臂给扯断了 鲜血流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柳颜傻了 陈天 你干什么啊 你不原谅我 我就斩了自己的头 你这个白痴 谁让你这么做的 我 我只是 我只是过意生气的 柳颜急的哭了 那你不生气了好吗 陈天柔声的说道 眼中满是柔和 不气了 不气了 只要你心里有我就好 陈天抱着柳颜 心中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对付女人 她还是有一套的 没过多久 再生五魂 直接给长出了新的手臂 柳颜感觉自己被骗了 心伤透了 这次陈天怎么喊都没用了 爷爷 你听我解释啊 滚 爷爷 你生气都好美 陈天恬不知耻地说道 一脸的谄媚 有嘴滑舌 真的爷爷 你不知道 这两年来 我有多想你 我一到皇城就打听你了 本来那天 我是要入圣院的 可是为欺人太甚 不然我也不会去行狠 放屁 人家都说 你去行狠是为了九公主 你这个不情寡义的流氓 我不想再看你了 柳颜又是一阵伤心啊 胡说 我对你的心意日月可见 爷爷 你在我身后 那城珠富老头 肯定在那里 两人来到出口 陈天率先一步走了出去 将手放在那暗道之上 石门轰然开启 声音传出 境地之外等待的众人 神色俱变 而陈天手中 黑剑凛然 死亡气息绽放 微能惊天 甚至做好了一场恶战的准备 可刚刚开启 一股极致的寒意迎面而来 冷 冷寒彻骨 但这股冷意 却让陈天目光猛的一变 这股气息他再熟悉不过了 用力量感知的瞬间 他的战意全无 手中黑剑更是荡然无存 境地之门开启 这哪里还有什么 忠家老祖的身影 唯有一个 倾国倾城的家人 在等待着自己 而这个女人 就是美玲 美玲姐 一时异乱情迷 竟是称呼了 美玲的名字 笑意在陈天的脸上绽放 洛西姐 柳妍也从那里面出来 看到雪洛西的瞬间 冲了上去 听到柳妍的声音 雪洛西那冰冷的面孔 这才流露出了一丝笑意 面容奄然 倾国倾城 陈哥 陈南最为激动 陈天果然没事 他一直坚信这一点 陈天也看向了陈南南山 风无伤等人 却是没想到 连岳不凡都来了 铁血军的精锐部队 煞雪蒙 更是一动不动 他们的脸上 却是流露出了兴奋之色 至少 这半个多月来的努力 没有白费 两人都平安无事 温春兄 我就知道 你不会有事 岳不凡笑了笑 没想到 给岳兄添麻烦了 你这么说 可是不把我岳不凡当朋友了 反倒是魅灵说 既然你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那股冷意 已经席卷了全身 魅灵知道 自己若是再不走的话 石灵术的反噬之力 连他都无法控制 陈天文言 目光微微一变 凝视着魅灵的身躯 总觉得不对劲 这股冷意完全不对啊 而且 魅灵的样子 和体内的气息 跟以往比起来 更是完全的不同 魅灵姐 等等 魅灵没有停下 竟是继续朝前走着 陈天目光一领 魅灵 站住 陈天身行往前一步 人群听到那赤鹤之声 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那绝美女子强大无比 连胜者都不是对手 而那吴臣 竟敢如此赤鹤着女子 此女子不但是美若天仙 实力更是惊人 可让人们想不到的是 陈天这一喊 那女子竟然真的停下了脚步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竟然真的停住了 看到陈天赤鹤一声 那绝美强者 竟然真的停下脚步 所有人无不是震撼至极呀 他与陈天 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个如此强大美丽的人 竟然会听从一个男人的吩咐 而且很显然 吴臣实力虽强 可也强不过这个女子啊 过来 陈天目光依然森冷 魅琳低着头 冷意绽放 却在所有人的注目下 往前一步 但是刚刚一动 却突然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体内一股狂暴的力量 释放而出 前辈 你怎么了 洛西姐 别过去 陈天立刻吃喝一声 这一声洛西姐 让学洛西呆愣在原地许久 看着陈天的面孔发呆 旁边的柳炎则偷笑不止 陈天猛地上前 感受到那股寒意 皱眉道 梅琳姐 发生什么事了 不用管我 你们离开这里 若是再不走的话 会被石墨所湮灭的 陈天 你走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 梅琳开口说道 陈天 雪洛西何等敏锐 自然听到了 梅琳那低声细语 无尘是陈天 所以她才会教自己 洛西姐 石墨 石灵之术凡事 这妖头怎么回事 陈天 快 晚来的话就来不及了 陈天正疑惑呢 剑老却脸色大变 一眼便是看出了 梅琳此时的状态 剑老 怎么办 找个没人的地方 这里人太多了 剑老脸色一沉 陈天看向了四周 目光旋即落在了 近地所在的位置 然后一把 一把将梅琳抱起 冲了进去 守住大门口 是 其他人立刻 守在了大门口 燕燕 等我一会儿 嗯 刘烟也知道 梅琳的情况 肯定不妙 燕燕 你过来 陈南 你也过来 薛洛西叫住了两人 看着陈天抱着梅琳 进入了信地 这一幕 让不少人言红不已 这样一个角色女子 被男人带入禁地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可偏偏却不敢吭声 就算没有了那圣者女子 周围的铁血军队 也不容小觑啊 禁地内 陈天抱着梅琳 强烈的寒意 弥漫整个盛区 那可怕的石灵之树 发生反噬 竟是朝着陈天袭来 好可怕的反噬之力啊 陈天 你快走 我连累你的 我已经无法压制 石灵之树了 梅琳一直在压抑着 自己的力量 可一旦无法压制的话 整个空间 都会随着这股 反噬之力而消失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梅琳姐 你快说呀 陈天有些激动 梅琳强忍着体内的寒意 和痛苦 我与摩月国胜着一战 祭出了自己的天灵珠 最后勉强胜过对手 可却因为力量凡事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梅琳隐瞒了 自己因为得知 陈天死亡消息 暴走的事情 她虽然活了数千年 可本性依然是个小女孩 有些话羞于开口 可恶 摩月 那老浑蛋让你受苦 下次我定要她死 陈天怒意汹涌 一直以来 这个女人就默默地 保护着自己 看到她如此难受 心中竟是如此的心痛 我没事 还说没事 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要强承到什么时候 陈天有些不快 美丽目光闪烁 却低向了头 就像是做错事的 小女孩一般 竟然不敢看陈天 她的沉默 也让陈天一阵无奈 反尸再次袭来 美丽身躯发抖 周围的岩石 在触碰寒意的瞬间 犹如栗子一样 崩溃消失 好可怕的反尸之力 陈天也感受到 这股力量的可怕 但她绝对不会 就这样丢弃美丽的 美丽姐 告诉我 怎么才能救你 陈天激动地说道 没办法 你快走 快走啊 美丽面色羞红 极力地压抑着 体内的寒意 不 我不会走的 臭小子 别废话了 快点用吞噬武魂 你的吞噬武魂 可克制万物 曲曲石墨 在你眼里 跟个蝼蚁一样 想要帮助美丽 用你的武魂 吞噬这股力量 就可以了 剑老剑 两人肉麻不已 立刻说道 陈天你快走 我控制不了 一股可怕的 吞噬之力绽放而出 整个洞府 几乎都被吞噬 但那千钧一发之际 陈天体内的 吞噬武魂绽放 黑暗笼罩四方 吞噬 可怕的黑暗降临 连魅灵都为之一颤 但紧接着 那黑暗包围了 她的身躯 那股反噬之力 居然被吞噬武魂 吞没 原本痛苦的身躯 竟然开始减缓 第五百三十八集 而陈天却要承受 那股惊人的寒意 这就是魅灵身上 所承受的痛苦 这个女人一路来 到底是怎么忍下来的 陈天心中震撼 很快 陈天的吞噬武魂 再次壮大 不过出现一会儿后 这武魂 竟然又陷入了沉睡 看样子 星辰之力 还没有彻底的消化 当黑暗消失 陈天这才看向了魅灵 不过脸一红 撇了过去 魅灵姐 你的衣服 魅灵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没穿衣服 站在了陈天的身前 当即脸一红 猛地低下头 换上了另外一套衣衫 以后发生这种事情 一定要立刻告诉我 知道吗 陈天立声说道 魅灵点点头 身上含义全无 那股反噬之力 也逐渐消失 看着魅灵的样子 陈天有些心疼啊 一直以来 他都忽视了魅灵 说起来 他也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虽然活了很久的岁月 但他所认识的人类 不过就是从书上 获取的知识而已 将他从秘境 带出来之后 陈天更是一味地索取 忽视了他的付出 他入皇城的时候 若不是魅灵保护自己 恐怕那犹如深渊般的皇城 早就把自己吞没了 魅灵姐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准这么傻了 知道吗 陈天继续说道 听着陈天的话 魅灵的身躯微微一颤 点点头又摇摇头 冰冷的脸上 竟然闪过了一丝柔情 他躺在陈天的怀中 此刻竟是如此的安详 没有人不知道 当他得知陈天消失的消息 就决心踏遍千山 也要将陈天找回 那真的只是为了 所谓的三年之约吗 连魅灵自己都不知道 从与这个青年 在一起到现在 无时无刻 他都在他的身后 默默地守护着 看着这个男人的成长 看着这个男人变强 每当他有危险的时候 魅灵就会 一无反顾地站出 而陈天消失的这段时间 谁都不懂 魅灵的内心 有多么焦急 当他与陈天之间 联系恢复的时候 更是首当其冲地 来到了这天风城 当得知陈天死亡的那一刻 魅灵几乎是崩溃的 那一瞬间 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杀光所有的人 他要让这些人 给陈天陪葬 这些年 两人一路走来 其实早已经成为了 彼此的一部分 只是他们都没有发现而已 即便是现在 他们都没有吐露自己的心意 我们出去吧 魅灵又恢复了 那副冷漠的样子 陈天看着她的表情 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 却什么都没有说 一起走出了境地 当他们出现的时候 每个人的目光都凝固了 魅灵的脸始终冰寒彻骨 却又美艳动人 但是细心的人 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她的衣服 与之前进入的时候不同 虽然人心中无比的嫉妒 可不得不承认 两人一起出现的时候 竟是那么的般配 陈天很自然地走到了柳妍的身边 牵起了她的手 柳妍先是露出了一丝调皮的样子 随后恶狠狠地瞪着陈天 你完蛋 我怎么了 众人看到魅灵和柳妍都在陈天的身边 全都是羡慕不已 而且他们三个人在一起 竟然是郎才女貌 仿佛只有陈天这样的天之骄子 才能配得上这样的佳人 林秀和林一都低下了头 前一天早上她还说 与陈天一起看日出是她的荣幸 她说自己喜欢强大的建修 那个人永远不可能是陈天 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她与陈天根本就是不同世界的人 而林一更是没有脸看眼前的一幕 无论是柳妍还是魅灵 她连万分之一都不计 就在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陈天感觉到了一股炙热的目光 她回过头 便看到了许珞西正在看着自己 小天 珞西姐 对不起 夏宽 不用说对不起 你还活着 这就够了 雪洛西一把将陈天揽入了怀中 胸口晃动不止 任何言语都不用说 雪洛西的眼泪 让陈天感受到了一切 洛西姐 你想问什么 回去再说 我们现在该离开这里了 陈天柔声地说道 随后看向了众人 我们走 踏上归去的路途 我们走 煞雪蒙牵出战马 陈天与柳妍同时翻身上马 他们一拉缰绳 龙居发出了一声嘶吼 跑在城主府外奔驰而去 他们如何处置啊 这时 煞雪蒙一人走了上来 陈天目光 一扫城主府的众人 发现灵秀灵一的目光 正在看着自己 被陈天所注视 灵一更是不敢抬头 唯有灵秀凝视着陈天 仿佛要将他记在心头 他们与此事无关 驾 陈天说完 便是驰骋而去 听到这句话 众人这才松礼口气 保护少统帅和小姐 煞雪蒙一声令下 跟在了陈天的身后 少帅 城主府内的众人文言 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陈天究竟是什么人 凝视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留给众人的 只有无尽的震撼 而在灵秀的心里 却永远地住上了一个 白衣黑贱 白发飘飘的不羁男子 古道西风 龙居战马 家人兄弟 众军策马奔腾 江山如画 柳颜雪洛西魅琳三女 都跟在陈天的战马两旁 三女心思各异 而陈南等人则跟在身后 策马奔腾 沙雪蒙军队急行 肃杀之意在蔓延 一路狂奔 毕竟 这是天风国领地之内 所以几乎是马不停蹄的 连夜出了国境 踏上了返回天府帝国的路程 即便这条路没有尽头 对于三女来说 也依然很美 他们宁愿 永远的也没有目的地 数日不曾停歇 当靠近天山观时 远处 一座巍峨城池映入眼帘 落日霞光照耀边疆城 更是显得落寞 众军缓缓停下 陈天对着边疆城赤贺一声 边疆城少统帅 少统谋回归 声音回荡 传遍了整个边疆城 上上下下 然而边疆城内平静异常 没有发出半点声响 这寂静之声 让陈天众人 无不是莫名震撼 到底怎么回事啊 少帅 我们离开之时 柳将军依然是主持大局啊 大局吗 可眼下并不是如此 陈天目光看向城墙之上 因为步入天人合一境界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空气中那异样的感觉 边疆少帅无尘 还请打开城门 陈天再度开口 不过就在此时 一道破空的箭矢从天而降 无穷无尽地利剑狂喜而来 对准了城下的煞血盟 丝毫没有留情 陈天目光死亡 手臂一挥 死亡之力绽放 剑势还未接近 便是瞬间湮灭 同时目光一领 大合道 不用理会 继续前进 煞血盟文言 挥陷而上 陈天一马当先 死亡之力绽放 全刚冲天 城门瞬间被轰开 城墙上传来惊恐之声 紧接着城门大开 一支军队踏入而出 是帝国的军队 但是他们的刀刃 却是朝着陈天等人而来 站住 煞血盟听令 谁阻 煞无射 煞无射 煞血盟众人 也是愤恨无比 这原本属于 他们的边疆之城 竟然变成了 如今这副模样 无不是怒意沸腾 陈天飞身一跃 跳下战马 同时一掌轰突 正面击中 那领头的军士怒喝道 明知我等乃是帝国之人 你竟敢下杀手 说 谁让你这么做的 陈天心中愤恨啊 这些天府帝国的军士 竟是想要他陈天的命 对此 他岂能容忍 那人却是冷笑起来 宁死不屈道 冲枪是听令 杀了这帝国叛逆 封侯败将 叹国者 朝死 陈天皱起眉头 死亡之力爆发 几乎一瞬间 便把对方吞噬 帝国军队健壮 一个个暴怒至极 全部朝着陈天扑来 不过还未动手 周围便是百里冰封 寒意绽放于天 雪洛西浑身绽放着 冰寒之力 每走一步 凝结成兵 既然知道了 吴臣是陈天 那他便不会再让他 受到半点伤害 陈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南大地之怒涌动 整个地面都是他的力量 可以随心随意的 调动和攻击 陈天沉默 身影闪烁 又来到一名天府帝国的 军士面前 捏住他的脖子说 说是谁派你来的 那人瞪大了眼睛 竟是宁死不说 死 没有多余的话语 死亡之力绽放 瞬间将那军事化为乌有 其余人看到陈天如此可怕的力量 都是一阵的差异 就连陈南他们都察觉到 陈天的力量似乎变得更强了 去城中府 陈天下令 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些人都是死士 在这里阻止自己 根本就是宋死 但是他就不相信 诺大的边疆城会 没有人开口 至少 城主府 绝对有人掌控 直接去城主府找人 岂不是更简单 再次翻身上马 身影不断闪烁 美玲一马当先 所过之处更是生灵涂炭 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挡他的力量 还有雪洛西 踏步所在 化作一片冰天雪地 完全就是杀戮 陈天此刻完全就是一头冰冷的猛兽 经历过一场生死之后 让他更加明白了什么是法则 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是强者 掌握主动权 第五百三十九集 绝不留情 绝不同情 陈天甚至忘记了 这里曾经是天府帝国的天险屏障 忘记了他曾经用生命来守护这里 他为了帝国战斗 结果如何 柳晨义为了帝国战斗 结果又如何 军队叛乱 摩越进攻 帝国却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柳晨义死 最终 数十万黎民百姓惨死 无数人流离失所 现在 连边疆城都已经彻底政变 一场阴谋 葬送了多少鲜血 帝国不在乎 陈天又在乎什么 他是地球人 只是偶然才来到这个异世界 他对天府帝国 不存在归属感 他想要的 只是保护自己所珍惜的一切 若天府要他死 他便要天府灭 不知过去了多久 边疆城的主道之上 鲜血染红的壁面 血液流淌在青石路面 渗入那缝隙之中 景象凄惨 陈天和魅琳等人 一路的前进 朝着曾经的成诸府而去 脸上净显冷漠之色 一路上 想要阻止他们的人 都被当场阁杀 毫不留情 遥想不久前 陈天与柳晨叶站在这里 抵御外敌 抵挡摩越数十万大军的进攻 陈天根本不曾想到 今日 他竟然挥刀向天府 成诸府前 这里的消息 已经传了出去 在前往成诸府的路上 大批天府帝国军队阻挡 而在陈天等人身后 便是横七竖八的 天府帝国军队的尸体 堆积如山 这一路 无论是谁 有人阻止 杀无赦 陈天寒声道 魅琳点点头 寒意绽放极致 石灵若是发动 没有人可以幸免 跨过中心大街 成诸府已经静在眼前 战斗过的痕迹 仍然散落在成诸府的每个角落 不难看出 那日的大战有多么的残酷 成诸府上 依然是天府帝国的军事 而大门敞开着 就像是在迎接陈天 他们的到来一般 一排排的弓箭手 早已经等候多时 只需要一声令下 便会将手中之剑 无情地射向陈天他们所在的方向 站住 汉国者无臣 你若再上前一步 傻无赦 一名将领怒喝倒 但是话音刚刚落下 陈天手中一道黑色的气息 凝聚成长脊 英语释放 那说话的将领 还没来得及反应 当场被贯穿了头颅 死亡之力透体 瞬间灰飞烟灭 汉国 你们明知道我是谁 却要抹杀我的存在 怎么 敢做不敢承认吗 究竟是谁 滚出来 陈天叱吓一声 怒音回荡在整个上空 吴臣 没想到这样你还不死 成诸府上空 一道高高在上的人影 映入众人眼中 紧接着 那开口之人 缓缓飞之而来 无奈纳了王左侠第一战将 飞庭大将军 吴臣 束手交擒 我许还能留你全尸 此人眼中满是凛然之色 细血的目光一扫 沉添众人 便是看向了柳颜 魅灵 雪洛西这三女 眼眸毫不掩饰的贪婪之色 出卖了此刻的想法 柳将军呢 沉添冷冷地问道 吴臣 你现在最担心的 恐怕应该是自己吧 你认为 你还能活着离开这里 不过 你居然还敢踏上帝国的疆域 倒也算是有胆气 但也到此为止了 中将士听令 将这群叛国者杀无赦 谁若杀了吴臣 便封侯败将 在他话音落下的同时 一道道人影闪烁而出 天府帝国军事 狂喜而来 将陈天挥下这千余人 包围在了撑住府前 顿时间硝烟弥漫 杀无臣 封侯败将 曾几何时 陈天为了保护帝国荣耀 不惜生死 与魔月军大战 如今 他竟然被帝国 扣上了叛国之罪 即便回到了皇城 又能如何 陈天心中悲愤 是谁的命令 陈天心中悲凉 凝视着数十万的帝国将士 话虽不多 但字字诛心 谁 当然是帝国下达的命令了 武臣 你勾结魔月 更是陷害了上千名家族子弟 罪名早已经成立 由皇室定夺 若你死了也就罢了 可你偏偏还活着 现在 就算你回到皇城 想也只有死路一条 我想知道 柳将军现在如何 陈天看向了那纳兰王麾下之君 目光森冷 如何 你自身难保 难道还想救柳陈毅吗 告诉你也无妨 柳陈毅 今日就将斩首 斩首 文言 整个煞血盟都是为之一产 那马背上的柳岩 更是惊悚莫名 叫去狂产 偶然间 装备变换 一道破空之剑 朝着那飞艇大将军而去 你说什么 飞艇大将军的实力 好歹也是亡极巅峰 自然轻易闪避 看到柳岩后 勃然大怒 可惜了 柳将军这娇滴滴的女儿 不过所有人都知道你死了 现在即便把你留在边疆城 也没有人知道 三日前 帝国宣布 今日斩首柳陈毅 这个消息 对陈天无疑是最大的冲击 若是帝国容不得他 他大可返回古疆域 但现在 为了柳陈也好 柳岩也罢 他必须回到帝国之中 救下柳将军 否则 他将暴汉终身 陈天神色一领 便是从战马飞天而起 这一瞬间 仿佛变成了火把子 怂立在高空之中 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带从头 收拾旧河山 朝天去 柳将军一生为帝国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没想到竟然落得 斩首示众 我臣 还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所谓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柳陈一做错了事情 那就要付出代价 飞庭大将军冷漠地说道 做错事情 的确要付出代价 所以现在 你们通通都要付出代价 笑话 就凭这一千人 就凭你 你以为我们真的 什么都没有准备吗 各位 该轮到你们出场了 飞庭大将军话音落下 突然间 数道身影凭空出现了 地面上的人们目光一灵 这五人 竟然全都是尊级强者 最低的 都是七重尊武 而最强的 竟然是尊级巅峰 帝国早就料到 你们可能会回来 所以早就在这里 准备好了一切 这些强者 足以杀你 任你无尘天赋惊人 也必死无疑 是吗 那么我呢 美林的气息绽放 含义通天彻地 这股强大的力量 让飞庭大将军等人 目光俱变 是她 是那个女人 边疆城 关于美林的传闻 早已经如雷贯耳 正是这个女人 逼退了摩越大军 她是一个女圣人 即便是那几个 尊级强者 脸色都变得惨白 这股气息 完全凌驾于他们之上 美林 你不用出手 我要他们付出代价 哄 陈天的花音响起 天地惊变 雷云滚滚翻动 风云乍现 在她的身后 白昼竟然变成了黑夜 黑夜变成了星辰 天空 一道璀璨的星河之光 笼罩了整个边疆城 那股可怕的星辰之力 在这一刻绚丽绽放 那是什么呀 好美的星空啊 但是 在那星河之下 有着一股 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 那几名尊级相互对视 眼神交换 现在那个女人没有出手 脸色都是有些变化 怎么办 一起上 瞬间杀死了这吴臣 我们立刻逃 他们好歹也是 天尊金节的人物 杀死吴臣一个小小的灵王 只需要一瞬间 而这举动若是成功 那么他们分开逃走 即便是圣者 也不可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想到这里 五人同时默默地靠近陈天 死 五名尊武境界的强者 在一瞬间 发动了攻势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 死亡 居然在这一瞬间讲 死 星辰之力 付 在接近陈天的时候 天上的蓝色星光 突然束缚了他们的手脚 五人心头一惊啊 却是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力量 这是凌驾在天之上的星辰 所有的星辰都是无尘的力量 即便黑暗也是如此 在束缚的瞬间 黑暗突然降临 吞噬五魂在这一刻爆发 其他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唯有那五个人 突然感觉到 陈天身上爆发出来的 五魂之力 怎么可能啊 你不是灵者 你是灵者 你也是武者 现在你们才知道吗 已经晚了 灵武诀 吞噬五魂 就算你是灵武者 你也依然只是王姐 是吗 陈天咧嘴一笑 那五名尊武境界 突然发现 自己的力量仿佛被抽空 星辰的束缚之力 可以让一个强者 暂时失去能力 星辰之和震 璀璨的星河下 便是那恐怖的吞噬五魂 人们看着这一幕 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感觉整个天空 仿佛都在陨落 此刻 五个尊武强者 心中懊悔万分 都说吴臣 只是王级实力 可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天的诡异手段 让他们根本难以抵挡 而且更可怕的是 陈天还在吞噬 他们的力量 不 不要杀我 我了 想要我子的人 都必须死 随后 一声可怕的残叫回答 人们看着那被黑暗笼罩的天空 数十万将士的脸上 都布满了凝重之色 吴臣竟是如此强大 第五百四十集 当天空再次变成白昼的时候 那五个尊级已经消失无踪 混蛋 你做了什么 飞庭大将军目光惊骇至极 陈天目光一冷 突然身影闪烁 来到了那飞庭大将军的眼前 说 究竟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区区纳兰王 他还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有本事你杀了我 陈天冷笑 突然迎筒绽放 你不说 那我只能对你更残忍 银童侵蚀着对方的灵魂 那飞庭大将军仿佛被控制了一半 说 是谁 太子 是太子 纳兰王的背后 一切都是太子的命令 柳将军呢 是帝国的命令 帝国 太子 陈天文言 黑暗之一绽放 死亡气息蔓延了整个大地 飞庭大将军瞬间灰飞烟灭 将军死了 混蛋 杀了他 满天见光 竟是朝着陈天而来 陈天目光森冷 突然迎筒照耀天地 神念天下猛然释放 整个天空竟然镀上了一层银色光辉 铜力折射整个边疆城 给我跪下 神念天下的力量 加上银铜的折射 陈天这句话 竟然让数十万军队匍匐在地 一个个俯首称臣 仿佛在跪拜君王一样 场面震撼无比 不过 这些军事的实力普遍不强 很容易就被陈天的神念所影响 神念天下 本就是高深武技 加上铜数之威 连陈天都没有想到 一瞬间爆发出来的怒火 竟然有如此的强大 胡臣 现在是什么情况 岳不凡看向了陈天 太子是幕后黑手 就因为云商与我的关系 把我叛逆为三皇子的人 所以太子要我死 至于柳将军 则是帝国的决定 我们现在怎么做 魅灵看向了陈天 陈天 我要救我父亲 柳言无比坚定地说道 当然要救 而且必须快 从这里回到皇城 就算快马加鞭 至少有两日的路程 这样来不及 陈天皱眉道 柳陈毅 却是在今日 便要斩首示众 那怎么办 爷爷 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救柳将军的 南山 无伤 此行回到皇城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你二人可以反悔心狠 这件事情与你们无关 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们 陈南 你去将陈家人召集 无论我成功还是失败 你们离开帝国 前往古江域 去找灵天门 少秋盟 你们保护好柳小姐 无尘 你呢 学洛西没有叫陈天的名字 却非常关心地说道 洛西姐 你陪在爷爷的身边 我与魅琳姐 去趟皇城 不行 我要与你一同去 我不会再让你独自面对了 少女的脸上 写满了坚定之色 无尘 我也要与你一起 刘烟也开口说道 无尘兄 事到如今 你还想把我们算在外面吗 岳不凡走了上来 不 各位 我不是回去送死 若是能以最和平的方式解决的话 那么极大欢喜 但如果这件事情毫无转机 那么 我救下柳将军 定然要与整个天府帝国为敌 所以 我们必须想好逃到古江的路线 岳兄 这件事情与你无关 我不想连累你 胡臣兄 帝国又如何 我岳家当年灭亡 便是与帝国有关 若非岳胡 我早就离开 这帝国对我而言 毫无半年感情 看到众人坚定的神情 陈天微微点头 那大家就按照我的计划来行动 几十万百姓死亡 数十万的子民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柳岩和柳晨一失踪 帝国却千方百计 想要他们的命 陈天踏入战场 赫赫有功 却最终成了帝国叛逆 若不是知道柳晨一 掌握了帝国的秘密 陈天怕真要是彻底心寒了 但同时 他也明白天书的重要性 此行回到皇城 自然是凶多吉少 若是被皇城那些老祖给盯上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回到皇城前 必须制定全面的计划 甚至是逃跑的路线 只要回到古江域 就算是皇室又如何 而且说什么陈天要回去一趟 为了见公主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 曾经左老提醒过他 不要卷入皇室纷争 没想到 只是因为自己与三皇子走得太近 太子竟是要置他于死地 若是当真无路可退 那么陈天不介意在天府帝国大开杀戒 此时此刻 万里之外的皇城 人声鼎沸 热闹无比 城内众人都朝着皇城荒郊走去 四周一片荒凉 弥漫浓烈的血腥之味 平日里 这里绝无人烟 不过 一旦有大事情发生的时候 便是人山人海 此地便是皇城最为血腥之地 皇城行星场 但凡帝国有重大事件 要斩首之时 便会用到此地 今日 整个皇城行星畜场 寂静无声 充斥着一股浓烈的杀意 四周人们不敢吭声 偶尔有两三人小声议论 却也不敢大声喧哗 现场气氛浓重无比 而且天地间充满杀气 更是让皇城行星场 显得无比压抑 这行星场周围 不但有皇城平民 甚至王侯贵族 权贵之人也不少 但同是天府帝国的军士们 此时此刻 却在行星场处针锋相对 同为天府帝国之君 但一个是隶属于皇室帝国 而另一个则是铁血军 帝国铁血 柳成义柳将军的回想 两万铁血大军身披战甲 骑成龙居 竟然将整个行星场给包围起来 铁血军包围行星场 这简直是天府开国千百年来 从未有过的事情 此刻一眼望去 铁血军与皇旗军对峙 足足两万之众 无边无际 整齐肃杀地排列在一起 双方现场并未引发冲突 只是气氛更显得压抑无比 没想到铁血军竟然敢围行星场 看样子 他们是要阻止今日的行星了 铁血军不过只剩下两万余人 而皇旗军在皇城有数十万 况且这乃是皇城脚下 铁血军又能如何 他们掀起不了什么风浪的 铁血军 那可是镇守边疆 让敌国的文风丧胆的强大存在 更是帝国不败战神柳辰义的回响 唉 世事无常啊 谁也不敢保证明日会发生什么 谁又能想到 为名赫赫的柳将军 会落得如此下场 守卫边疆数十载 如今竟是以叛国罪论战 围观者摇头叹息 柳辰义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不论是平民百姓 还是武道强者 对他都是充满了敬畏 有人为柳辰义叹息 无法相信他是叛国通敌的罪人 也有人心知肚明 这帝国要杀柳辰义 不过是随便编造了一个借口而已 这在豪强权贵之间 并不是什么秘密 而且据说这次摩越国进攻边疆 柳辰义非但没有抵抗 反而勾结摩越 策动叛乱 争权夺势 让六大统帅和三大王也陷于被动 这才让摩越有了可乘之机 边疆城十万将士身亡 数十万百姓死亡 流离之所 家破人亡 最后 还是黄旗军和战王军力挽狂澜 打破摩越国 这才勉强保住了边疆城 据悉 与柳辰义一起叛乱的还有吴臣 不过 他为了救柳辰义之女下落不明 生死难料 种种证据 对柳辰义和吴臣都充满了不力 甚至有传闻 这件事情还牵扯了三皇子 这一次 不但是柳辰义跟着遭殃 连三皇子现如今都仍然在皇庭之内闭门不出 就相当于被软禁了一样 因此 天府帝国照告天下 柳辰义勾结摩越 让三军买骨边疆 更是让不少青年才俊惨死 经过半个月的问罪 帝国决定公开处刑柳辰义 经此一事 柳辰义和吴臣 便是背上了千古骂名 更伤心的则是公主 吴臣爱慕柳将军之女柳妍 所有人都看到了她 为救柳妍而生死不明 这消息 加上有人刻意的宣传 完全影响了九公主的情欲 乱臣贼子仍仍喊打 可惜的是 晨天早已经下落不明了 此刻 阳光刺眼 看到了一眼天色 距离五十仍有一个时辰 而那个威名赫赫的柳将军还未出现 但此刻的皇城大门已经紧闭 刑刑场周围 更是有着皇旗军严厉把守 铁血军在此 虽然是以为柳将军送刑 当最后的理由 但实际上 皇城不得不防顾这一支军队 因为铁血军从来服的不是皇室 而是柳辰义 如今他们重兵围堵在这行刑场处 谁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刘臣义已经被定罪 你们难道还想与刘臣义同罪不成 北宫王站在行刑场中 默示着两万铁血军 直接扣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王爷 我们不过是来看刘将军最后一眼 为其送刑 就算你是王爷 也不可以胡说八道 穆青狂为铁血军的统领 与柳辰义更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脸上写满着决染 谁也不知道 他心中真正所想是什么 总行而已嘛 最好是这样 否则你们应该知道后果 好好看看你们的四周 若是敢轻举妄动的话 北宫王冷笑 话音落下 十万黄骑军上前一步 亮出武器 让所有人都脸色大变 先杂人等 都给我离开这里 北宫王视线一扫 马上柳辰义就会被纳兰王 亲自押解过来 在此之前 绝不能出现任何乱子 第五百四十一集 只是北宫王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为什么 早就决定处刑这柳辰义 却拖到了现在 不过没关系 柳辰义今日难逃一死 这种事情 不劳本宫王操心 穆青狂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对方 便是不再言语 数万将士也没有轻举妄动 但是 他们每个人的脸上 却都有一种同样的气息 仿佛都在等 等待着柳辰义出现的那一刻 武时渐渐接近 看了一眼时间 北宫王宣道 带胖国者柳辰义上前 终于要出来了 人们目光一灵 行星场内外 此刻竟然已经凝聚了 数十万的人们 属于他的传奇 如今将会在这里落下帷幕 这一点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没有半点悬念 今日他必死 带胖国者柳辰义上前 随着赤贺之声 整个星星场 人们自动分流 传来了铁链碰地的声响 叮铃铃的 越来越近 远方直落的身影 白衣求服 头发散乱 柳辰义定然是受尽了折磨 没有了万军中 意气风发的样子 但他的尊严 却依然让他挺立着自己的傲骨 昂首踏步上前 军中战魂 帝国不败神将 他有的尊严 绝不会少 哪怕沦为阶下囚 柳辰义 依然是柳辰义 人们目光冷漠 偶有同情 也有怜悯 但是 却没有人敢为他说半句话 这就是帝国的悲哀 守护帝国数十年的一代大将 最后 谁也没有想到 他沦落至此 怎么样 这人生前最后的风景 不错吧 我刻意为你选择的地方 这里能让整个皇城的人都看到 纳兰王走在柳辰义的身旁 他意气风发 犹如圣君之王 此次摩阅国大战 纳兰王立下大功 乃是帝国的功臣 而柳辰义 则只是一个帝国叛逆 听到纳兰王的话 柳辰义不过冷笑 纳兰顿 如何 如何 你是想说我如今的下场 感觉如何吗 可惜纳兰段 纵然你如今意气风发 终有一日 你的下场会比我残生十倍百倍 别把我纳兰段与你相提并论 你还不配 即便有那么一天 你也看不到了 两人走进了刑场 几乎那一瞬间 两万铁血大军动容 穆青狂他们站了起来 黄骑军的武器更是亮了出来 双方仿佛一触即发 将军 数万将士一声呐喊 心又不甘 青狂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快离开 柳辰义看到铁血军 竟然将行星场给围了起来 他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担忧 将军 我们在此不为其他 只为一个公道 将军 我们在此不为其他 只为求一个公道 数万将士一声呐喊 置地有声 回荡在整个行星场上 人们闻言 无不是震撼莫名 他们来此 只是为了一个公道 行星场上 北宫王冷笑 甚至连纳兰王都不屑一顾 公道 你们想要公道 实力 权力 这就是公道 速速滚开 扰乱行场 耽误了行刑 就定你们的罪 北宫王怒斥一声 嚣张无比 定罪 我们铁血军为帝国 守护边疆 历年来无数牺牲 将军为了边疆城 更是将整个人生奉献 刘将军乃是曾经与魔剑无情 铁手恶魔 修罗其名的神枪刘辰义 为了天下黎民百姓 守护边疆数十载 才荒废了武道 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 我们只求一个公道 何错之有 穆青狂大喝起来 今日他们来此的目的 就是为了阻止行刑 你们这是在挑衅皇室 穆青狂 你想死不成 纳兰断冷冷地说道 死又何妨 武臣少帅说过 死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若是我们的死 能换得刘将军一命 那就是万死也足矣 纳兰断 边疆城所发生之事 难道你以为 就凭你的三言两语 能磨灭的 刘将军无罪 放肆 纳兰断立刻打断了 他们的话 目露凶光 刘辰义的罪 是皇室所定 难道你们想说 皇室有错 你们想要反抗帝国 纳兰断嗤和一声 他的脸色扭曲 边疆城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 但是没有人会说 因为 这早就是已经达成的默契 纳兰王 退下 就在沐清狂 他们为之愤怒之时 柳陈毅一声赤货 让两万军队不敢再演 将军 我刘陈毅无悔 刘将军 请吧 纳兰断冷哼一声 却是朝着柳陈毅说道 便是在所有人的瞩目之下 柳陈毅一步步的走上了那展王台 血色的台阶 每走一步就如同死亡 这所谓的展王台 便是专门为天府帝国的王侯权贵 所存在的 凡是帝国 地位崇高之人范氏 都将在此处以极刑 绝不留心 那血色的阶梯 便是常年流的血 凝固而成 今年累月 越发的鲜红 此时此刻 行刑场的周围 早已经是围满了人 人海浩荡 密密麻麻 望不到头 黄岐军严守待阵 无不是充斥着肃杀之意 沐青狂凝视着柳陈毅 走向了展王台 目光中 闪烁着一丝绝然之色 而周围人群 看到柳陈毅的背影 无不是一声叹息 谁能想到 不败神将柳陈毅 明动天府帝国 今日却落得如此下场 但即便是走上了死刑台 柳陈毅的眼中 却依然无比的平静 他柳陈毅 无罪 更无愧 柳陈毅 你还有何话可说 纳兰段冰冷的说道 在他看来 让柳陈毅现在说话 不过是羞辱他罢了 柳陈毅没有说话 静静的站在那里 纳兰段冷喝一声 柳陈毅 你勾结魔月 争权夺利 导致十几万将士身死 三军受创 不过 你终究对帝国有功 陛下念你劳苦功高 赐予荣耀之死 北宫王 越狼王 是你们二人动手 还是本王亲自动手 若是受益极刑 定会引起国民反感 而且太过严厉的酷刑 也会扰乱军心 所以柳陈毅之死 将由帝国位高权重之人来行刑 让柳陈毅死得体面 第五百四十二集 到了现在 北宫王和越狼王 自然不会跟纳兰王抢功 表示 由纳兰王动手即可 下方 帝国战神战霸天 凝视着眼前的一切 看着柳陈毅走上了战王台 战霸天微微开口 柳将军 这一杯酒 我敬你 说完 便是将一杯酒递了过去 柳陈毅接过酒 一饮而尽 好酒 将军 我们也敬你一杯 数万铁穴将领 纷纷拿出酒坛 仿佛在为柳陈毅践行 仿佛又是在为自己诀别 兄弟们 柳陈毅端起酒杯 却是无言 眼角微微润红 将其一饮而尽 上端头抬吧 纳兰王亲自操刀 一把斩头大刀磨的血量 人群看着这一幕 无不是血脉搏张 甚至 在场有不少边疆百姓 他们跪在地上 不断地请求 柳陈毅走上了断头台 如此一幕 让铁血军激动了起来 眼眶含泪 将军 沐青狂一带 蒸蒸铁骨的战士 此时此刻 竟是忍不住流下眼泪 柳陈毅抬头 将头放在了断头台前 咧嘴一笑 我柳陈毅 无罪 无悔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我柳陈毅 问心无愧 或许是预感自己到了死期 柳陈毅眼神越发地淡然 如果这就是你的遗言 已经足够了 长刀落下 就在此时 突然 一股绿色的力量绽放 藤蔓闪烁 竟是束缚了纳兰王的手臂 将军 我铁血军为帝国争战 杀场无数 九死一生 我们为了帝国鞠躬尽瘁 死而后夷 可如今 十几万将士埋葬边疆 几十万百姓家破人亡 他们竟然还要污蔑将军 定你罪 说你叛国 我铁血军男儿 岂能熟视无睹 沐青狂话音落下 那一瞬间 两万铁血军绽放出浓烈杀意 手中武器轰出 武魂更是死死地束缚着纳兰王 随后 铁血军数个将领登上断头台 将柳陈毅护在左右 混账 沐青狂 你们难道要为了刘臣意 背叛帝国不成 北宫王怒斥 纳兰段更是目光森冷 沐青狂 你知道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吗 你们难道想要叛国 叛国 哈哈哈哈 我们为了帝国鞠躬尽瘁 可结果又能如何 刘将军为边疆九死无生 他又如何 我边疆城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那又如何 边疆大军十几万将士埋骨他乡 又如何 纳兰段 北宫王 越狼王 六大统领又如何 大军当前 我铁血军为帝国而战 你皇亲军又如何 沐青狂心神狂颤 他怒 他愤 他不甘 如今 把压抑已久的心情彻底的爆发了出来 刘臣义 你好好看看你的军队 这可是你逼我的 纳兰段怒吓一声 都住手 你们在做什么 我刘臣义无罪 无悔 你们这么做 岂不是向使人证明我刘臣义是叛国者 你们这是嫌我于不仁不义 现在 离开皇城 柳臣义在保护他们 沐青狂他们又如何不知 将军 我们数十年生死至久 难道还会不明白你心中所想 你是怕连累我们吧 兄弟们 生死与你同在 明知将军是被冤枉 明知将军有难 我们岂能离开 我们不会造反 更不会让将军背负骂名 但是 想要杀死将军 就要先杀了我们 沐青狂一声大喝 两万将士呐喊起来 竟是纷纷站在了断头台上 今日 只求皇室给我们一个公道 公道 柳臣义 死到临头 你还煽动军心 如此叛逆之心 人人皆知 你们不是想要和柳臣义一起死吗 来人 讽见 住手 纳兰断 你想做什么 你答应过我 绝不连累我军队之恩的 柳臣义怒急呀 质问纳兰断 柳臣义 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将军 我们绝不退缩 只求一个公道 数万将士 再次呐喊 在赛心落下 忘经其妇 耍耍地破空之声传来 无情地贯穿着将士们的身躯 鲜血染红的断头台 他们所有人 都集中在了柳臣义的身前 将军 凭你的实力 离开这里并不是难事 帝国对你这般无情 你又何必如此 将军 走 木轻狂激动地说道 柳臣义心中惧疼啊 他没想到 事情最终还是变成了如此模样 但是他若走了 这些将士必死无疑啊 纳兰断 柳臣义武魂绽放 他燃烧了精血 虽然修为大跌 可他的军魂仍在 力量爆发震撼人心 神将之位通天彻底 柳臣义 你若反抗 这些人必死无疑 将军 我们宁死不去 只求公道 你快走 我柳臣义一生 无愧于天府 可如今 天府夺我女 杀我将士 公道何在 我柳臣义死不足惜 纳兰断 放了他们 别逼我动手 柳臣义一声赤鹤 回荡全场 人们无不是猛然震撼 闻言 纳兰断手势一挥 既然你要他们活命 那就准备受死 柳臣义军魂绽放 战意燃烧 断头台上 宁可断头流血 不愿意让跟随自己 出生入死的兄弟们 死在这里 柳臣义 不想让他们死 那你就要乖乖受死 纳兰断手中 公拉满弦 目标对准了柳臣义 柳臣义走上前来 你们都退下 将军 您这是何苦啊 帝国如此 您没有必要坚守 众将士激动无比地说道 他们就算是死 也只想要柳臣义而已 都出口 木轻狂紧握拳头 难以掩饰心中的疼痛 将军 我们不怕死 您希望兄弟们活下来 我们也希望将军 你能活着 今日无论将军做什么 我们都绝不让步 皇室必须给我们一个公道 纳兰断 我们不会让的 众将士们绽放武魂 竟是死死地守在柳臣义的身前 展现出铁血军人的不屈一指 公道 你们想要公道 来人 杀 一个不留 我便是给你们公道 纳兰断冷哼一声 黄旗军五万余人 满天的箭矢对准了铁血军 周围已经有不少僵尸倒下 若是他们还反抗的话 所有人都必死无疑 纳兰断 住手 立刻住手 给我实习时间 柳臣义上前 看向了沐青狂的人 青狂 带着你的人离开这里 将军 我们绝不会离开 同生死 荣辱与共 混蛋 放屁 你们这么做 是将我柳臣义陷于不忠不义 我柳臣义之心 日月可见 你们这么做 无非是让世人看清我柳臣义 陷我于不忠 我眼睁睁地让你们陪我一起死 这是不义 真正害死我的人 不是皇室 也不是皇旗军 而是你们啊 柳臣义息话 让全军动容 就连沐青狂 都忍不住心神一颤 害死柳臣义的不是别人 而是他们 将军 不用说了 立刻离开 走 还愣着做什么 你们若还在这里 我就算死 也不会原谅你们 柳臣义的话 说得有点太重 让众将士们 无不是伤心无比 穆青狂咬着牙 眼眶不由地泛起了泪光 却还是狠心道 众将士退下 穆青狂开口 将士们愤恨无比地退下去 但他却没有离开 来人 上锁 纳兰断剑爪 立刻让人上前 巨大的锁链 束缚柳臣义的四肢 将他挂在了 断头台的石柱之上 他身去悬空 这次没有半点反抗 凝视着上空 显得无比平静 他悠悠地闭上了眼 明白有些事情 再也无法回头 他只是希望 吴臣与柳颜 可以平安无事 爷爷 若你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不要悲伤 因为 父亲是笑着离去的 看到吴臣 我知道你已经遇到了 今生可以保护你的男人 也放心了 血脉之间的联系 就如同印在灵魂的字 柳臣义 笑着面对自己的死亡 帝国不败神将 即便是死也不惧 行行 柳臣义 让你死得体面一些 那兰段亲自手持弓箭 决定射杀柳臣义 人们看着这一幕 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一代神将 最终 却是要落得如此下场 人们唏嘘 剑势破空 那一道惊天之剑 反着杀人之光 划破了天际 直接朝着柳臣义的心脏而去 然而 就在那利剑射出的那一瞬间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鲜血飞剑而起 而这一剑 却是射在了柳臣义 身前的一个身影上 瘋狂 柳臣义的怒吼之声 回荡在了整个断头台上 统领 铁血军激动无比 沐青狂撑着铁链 捂住自己心口的箭矢 鲜血从体内流出 柳臣义怒急啊 铁锁震碎 一把抱住了沐青狂 兄弟 柳臣义仰天长笑 脸上露出了极为痛苦的神色 他的心很痛 沐青狂中了一击 贯穿心口 射穿魂鹰 只是一眼人们便知道 沐青狂已经死定了 大罗神仙也救不了 第五百四十三集 他嘴角流着鲜血 脸上却是流露出微笑 将军 你我二十年出生肉死 今日 我知道你为了我们才选择赴死 那时 兄弟们愿意用自己的命换你的命 帝国 已经不值得我们付出 将军 活下去 流露一发出 犹如猛兽般的吼笑 沙哑的声音 咆哮着这天道的不公 眼眶流下了泪 男儿有泪不清痰 流血不流泪 但这一切 不过是没到伤心处罢了 他与沐青狂二十年的兄弟 他们都不善言辞 却都彼此交心交命 早就已经将各自 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但现在 柳晨毅却要看着自己的兄弟 死在自己的怀里 将军 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这是我数十年来 小说却 从未说出口的话 沐青狂艰难地靠在柳晨毅的身上 艰难地开口说着话 不要说了 没事的 一定没事的 不 小军 再不说的话 我怕没机会了 几十年来 追随着你 却一直都将你当成兄弟 今日 沐青狂 抖胆 叫将军一声 大哥 柳大哥 你一定要活下去 活下去 这几乎是沐青狂 用生命在呐喊 死到临头 他也只是想要柳晨毅活下去而已 柳晨毅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下 这铁血男儿躺在他的怀中 慢慢地没有了生命的气息 再也不会醒来 整个断头台上 充斥着柳晨毅的怒吼之声 柳晨毅 今日你必死 一把大刀 猛然地出现在了柳晨毅的身前 此时五十三刻已到 纳兰段 要亲自动手 斩下他的人头 大刀犯着寒芒 绝不留情 侯 统领 杀 杀 原本停下的铁血军 在这一刻仿佛疯狂 那个不够言笑 却生死与共的统领 用这样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他们愤怒 他们不甘 他们手中的长枪 怒指苍穹 惊天怒吼 整个皇城为之震动 这就是铁血军 蒸蒸铁骨的军人 他们为了帝国 多少个日夜厮杀 为了帝国无怨无悔 但这一刻 皇室帝国 再也不是他们的信仰 他们只有一个念头 一个公道 一个人心 以及将军的一命 铁血军团 刘晨义 他们终究要反 这可怪不得我 黄岐军听令 诛杀叛逆 谁敢不从 杀无赦 现在 刘晨义 我就结束了你这条叛逆之命 纳兰断 你不得好死 就凭现在的你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一招制服柳晨义 刹那间 大刀降至柳晨义的身前 将军 不要 人们 人们朝着那断头 抬冲了过去 他们想要阻止 纳兰断 没有人可以救你 谁敢救你 谁必死无疑 就在这生死一线之际 一道白色人影 从天而降 伸出双手 拦住了这杀人夺命的刀芒 你说 谁救他 谁救死 纳兰断 有本事就杀了我 试试 一道怒吼过后 整个行星场周围 狂风大作 雷云惊天 天空泛起了混沌 这仿佛是来自上天的奴役 是他 是他 他不是生死不明 他回来了 吴臣回来了 看着那道身影 所有人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吴臣 那个被誉为帝国 新一代传奇的年轻人 那个星恒学院未来的继承人 那个与花飞花 与吴天一战而不败的天才 有人说他叛国 有人要定他死罪 而如今 那个男人就站在了行星场上 迎面质问纳兰断 吴臣 你这怕你竟然还活着 来得正好 今日便是将你与刘臣一同处死 纳兰断心中一惊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这关键时刻 吴臣竟然归来了 可转念却兴奋无比 若是在这里将吴臣和柳臣一一起击杀 那么他们的计划将无人知道 死 吴臣必须死在这里 就连北宫王和月狼王都在第一时间踏上了断头台 他们绝不能让吴臣离开这里 处死 就凭你 纳兰断 沉天话音落下 头顶空间撕裂 一道绝美无比的亮丽身影 从那虚空之中走了出来 圣者的气息在这一刻惊天绽放 那可怕的杀意弥漫着整个行星场 圣者 这是圣者 这是圣威啊 是那个女人 让令家灭亡的女子 她果然和吴臣有关系 人们发出了震撼之声 陈天抬起头 目光中闪烁着惊天杀意 今日 我要带走刘将军 谁若阻止 灵月节 杀无赦 杀无赦 圣威弥漫 杀意惊天 谁若阻止 杀无赦 一声令下 魅灵浑身绽放出惊天杀意 即便是纳兰段 在圣者的威严之下 都只能俯首称臣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吴臣竟然带回了一个圣者 吴臣 你是帝国叛逆 别说是你 就算是柳臣义 你也休想带走 纳兰段嗤和一声 身为皇室之王爷 他断然不可在此刻丢了帝国颜面 是吗 陈天目光一领 手挡大刀 突然 一股寒意绽放 铿腔一声巨响 纳兰段手中的大刀 被震得粉碎 黯然销魂掌 那惊人的力量 即便是纳兰段 都不得不褪比锋芒 面对一个王级的攻击 他纳兰段 竟是不敢正面迎击 吴臣 你这怕你还敢回来 还不束手就擒 北宫王爷怒斥一声 想要陈天的命 可刚刚上前一步 胜微绽放 陈天猛地回头 一掌打在他的脸上 将其打之吐血 你 我乃帝国王侯 你竟敢打我 打你 杀了你又何妨 陈天手中黑暗之剑绽放 竟是要杀了北宫王 你这叛逆 当初在边疆城 便是杀了蒙镇统帅 如今 竟敢当面袭弃帝国王储 你可知道有什么后果 北宫王怒急 质问陈天 后果 简直是笑话 边疆城上 你们为了陷害我吴臣 让上千青年才俊惨死 陈天赤贺 纳兰段立刻怒到 打断吴臣的话 放肆 你罪孽深重 帝国叛逆 你当凌迟 纳兰段 凭你也配定我的罪 若我吴臣有罪 你纳兰段 北宫老狗 还有那月狼权 六大统帅 你们都有罪 胡说八道 一派胡言 纳兰段冷喝 我一派胡言 边疆城内 你们三大王 六大统帅出手 想要我吴臣性命 蒙战要杀我 难道我还让他杀不成 摩越进攻 我吴臣与杀宣谋抗敌 击败摩越国败将帖 大败摩越太子 换来边疆五十年和平 但是你们 却趁机调动内乱 你更是为了争权夺利 想要将柳将军置于死地 导致摩越大军 率领五十万大军 趁虚而入 边疆数十万子民因此而死 数十万家破人亡流离之所 边疆十万大军因此 埋谷他乡 这一切 不都是你们造成的吗 你们可有想过 会有什么后果 为了一己私欲 你们更是将 整个帝国的不放在眼里 如今 更是给我和刘将军 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如果我们是叛逆的话 你们就是这帝国的助手 杀了你们 天赋才能更加畅容 武臣 你放肆 皇城脚下你 竟敢胡说八道 武臣 你大闹刑场 最佳一等 必须要凌迟处死 纳兰段怒吓一声 有本事 你便来取我性命试试 陈天身后有魅灵 圣者之强 即便是尊级巅峰 那也只能低下骄傲的头 武臣 你今日仗着有圣者撑腰 以为就能离开帝国不成 你以为你就能带走柳臣义 柳臣义 你以为他能救你 你走 你走一个试试 你这两万铁血军 我定会斩下他们的人头 就因为你的离开 纳兰段冷冷的赤河 嘴角流露出一丝森然的微笑 纳兰段 柳臣义怒不可遏 如今还抱着木青狂的尸体 口中吐出了一口鲜血 武臣 你走 皇城之内 强者无数 这老贼恐怕早已经通知了皇室强者 而且皇室出动 嫌疑反而动全身 定然会引出不少老怪物 你若不走的话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我只问你一句 妍妍可好 幸不如命 妍妍已经被我带回 如今在安全的地方 不过 柳将军 我今日来 自然要将你带离这里 武臣 不要义气有势 皇室之内的强者你也见识过 皇室老祖 怕他是来不了了 陈天冷笑 当日纳兰老祖中了剑地之剑 恐怕元气大伤 皇城之内 除非那些老怪物出场 否则 无人能阻止自己 可是 皇室真必一呼 其道势力必定呼应 即便皇城胜者不多 但尊纪巅峰却是多不胜数 而且 省院若是插手 你们没有机会 快走 柳将军 今日 我必定会带你离开 纳兰断 你还是这么卑鄙无耻 你杀铁血军一人 我便杀你皇旗军十人 让他们离开 否则的话 我现在就大开杀戒 我要你纳兰王 手下无一将 他能威胁陈天 那么陈天 自然也有威胁他的能力 第五百四十四集 圣者 放在帝国也是屈指可数 加上皇室老祖 已经被自己重创 曾经皇室畏惧天宗两大老祖 这足以说明 皇室之内 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圣者 只要自己争取到充足的时间 就一定能带走柳臣义 不 现在他已经可以带走柳臣义 但是柳臣义重情重义 绝对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他手下的将士死去 你竟敢威胁本王 纳兰段 给你三夕时间 立刻让他们走 否则 我先杀你 只要皇城不出圣者 那么陈天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你 义兮 乌臣 你确定要与天府帝国作对 你这么做 天下之道 将没有你乌臣的容身之所 纳兰王试图让他明白利害关系 二 但是陈天 根本就做好了与帝国鱼丝网破的决心 不是我要与天府为敌 而是帝国容不孝我乌臣 既如此 我又何须将命葬送在此 帝国有你这种毒瘤 何仇不灭 陈天一声叹息 三夕 纳兰段 你考虑好了没有 身后 魅灵已经发动了圣者之威 倒不是他不能动 而是要保护在陈天的四周 以防任何万一 放任 纳兰段知道 此人绝不是开玩笑 若是自己再坚持 小命恐怕就要留在这里 他可是纳兰王 还有辉煌的未来 怎么能死在这里 你们立刻离开这里 想办法前往古将域 我会带着柳将军安全离开 陈天传言给了左统领说道 左统领文言点点头 立刻带着重将士撤离 因为他很清楚一点 留在这里 只能成为吴臣和将军的拖累 只有安全离开之后 吴臣他们才能离去 陈天随后 看向了身后的木青狂 检查了一下气息 神色微冷 已经死了 升级全无 若是早一点的话 还能用奇迹丹治疗 将军 等将士们离开之后 我们再走 神念天下几乎覆盖了此地 甚至陈天让剑老覆盖了皇城 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 而灵老正在暗中准备着阵法 计划已经全面启动 陈南正带着陈家举足迁移 一切都在秘密进行 时间需要时间 陈天本来出现在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拖延 这是与生命赛跑 双方都在对峙 纳兰顿 你这个混账东西 梅林姐 杀了他 突然间 陈天目光骤变 原本离开的将士 被黄骑军一拥而上 团团包围 陈天勃然大怒 死亡之意绽放 黑暗今天 魅林身影一闪 竟是朝着那纳兰顿而去 纳兰顿感觉死亡接近 他不知道陈天是如何知道的 不过这次 纳兰王显得很有骨气 呵呵呵 少了我 他们也一样活不了 死 不愧是我帝国纳兰王 无臣 你若杀他 那么你看看这些人如何 就在此时 一道森冷之声响起 一群人一面而来 这些人陈天不认识 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实力 竟然都是尊级巅峰 陈南 洛西姐 本应该去接陈家人的陈南和许洛西 竟然受伤被情 武辰大哥 对不起 我们回到陈家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这里了 陈南的脸上 写满了歉意 不过陈家人 不知道吴臣的真实身份罢了 帝国 皇室 陈天心头一颤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帝国竟然会注意到陈家 定然是因为陈南 与自己的关系密切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不过 通天阁是怎么回事 难道 秦孟学那女人要违背约定 若真是如此 那么通天阁也是陈天的敌人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星恒学院又如何 武辰大哥 就在此时 一群身批星恒学院服侍的人 来到了他们的眼前 封无伤还有南山 以及星恒学院的陈家子弟 全部被抓 陈天看着眼前一幕 却是怒意惊天 难道 连星恒学院都容不得他 陈天本来的计划 便是与魅灵一起前往刑场救柳将军 并且拖延时间 让陈南和雪洛西前往陈家 南山和封无伤 负责通知星恒学院的陈家子弟 秘密离开皇城之后 前往古江域 然而现在 无论是陈家一方 还是星辰学院这边 竟然都被帝国的强者所抓 而且连南山和封无伤 都没有逃过这一戒 陈天的计划虽然完美 但是他却不知道 帝国早就盯上了与他走得近的人 所以早就在陈家附近安排了人手 星恒学院这边 亦是如此 毕竟 星恒之内 同样也有帝国的人 加上吴臣 返回皇城大闹刑场的事情 以最快的速度 传到了皇城皇室的耳中 所以 他们自然要采取最强硬的办法来阻止 甚至是杀掉吴臣 呼啰啰 人们对峙的时候 大地颤抖起来 那震天的吼声与铁骑狂奔辉映 人们的目光都变得凝重起来 只是过去了片刻 整个行星场竟然被帝国禁军围得水泄不通 而领头之人更是威风凛凛 乃是皇城禁军统帅级别的人物 王爷 此地已经全部在我皇城禁军的掌控之中 只要您一声令下 任何人差事难逃 那禁军统领上前一步 抱拳跪地 纳兰段目光一领 随即咧嘴一笑 无尘 你勾结魔月 身为叛乱 如今更是大闹刑场 嘴家一等 若是你束手就擒 或许考虑留你全尸 若你负于顽抗 那么 今天这里所有人 都要给你陪葬 所有人都要陪葬 已经很明显了 若陈天反抗的话 这里的所有人都要死 纳兰段 不 天赋帝国好狠的心啊 他连边疆的三军将士 帝国的青年裁军 黎民百姓都不会在乎 此刻更不会在乎铁血军这点人的生命 怒 陈天的心头怒意惊天 但却不能失去理智 到了现在 纳兰王你还不忘了给我定罪吗 陈天冷笑地看向了纳兰段 至少目前的局势并不是完全倾斜在帝国那边 只要自己身边还有魅灵这个强大的圣者战斗力 帝国就不敢忽视掉陈天 除非有人能够压制朱美灵 不过就目前看来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什么叫不忘 吴臣 这本就是事实 我纳兰段光明磊落 难道还会胡说不成 纳兰段果然厚颜无耻 现如今 他不敢攻击陈天 但只要站在正义这一边 策动帝国强者的情绪 只要能拦住那女胜者 他们就有机会干掉柳臣义和吴臣 毕竟 现在的柳臣义修为退化 而陈天在妖孽 再如何天才 也才终究是王级而已 哈哈哈哈 好一个光明磊落 纳兰段 这才多久不见 你竟是如此厚颜无耻了 放肆 吴臣 你以为自己真的是天下无敌了不成 无面我父亲 你着死 一个贱眉青年怒斥着陈天 他以身修为强大 也是一个天才人物 此子便是纳兰段之子 在他的身后便是圣院以干人等 而且还有天王榜强者的身影 圣院威风而来 污蔑 我吴臣今日来到皇城 就没有想过要活着离开 我若想活命便不会来 你们想要把我的命留下 那也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陈天怒意展发 一道黑暗的利剑从手中猛然蹦跌 竟是杀向了那禁军统领之处 兄弟们 杀 陈南一声大喝 大地之怒改定了地形 让他们一瞬间登上了高空 同时南山飞鸟幻化 青蓝色的火焰在整个大地绽放 展望全地七宠 一拳落下 风无伤就如同一道堡垒 一拳一人 他的身后一道虚影阴影浮现 每一击竟然是带着王者之位 他的力量正在逐渐地开始觉醒 冰冻天地 一步冰封 寒意战法 雪洛西的修为竟然猛地提升 威能无法想象 而魅灵也在同一时间爆发而起 胜者之威 他若想要谁死 在场必死无疑 灵域姐 杀了纳兰顿 无尘一声令下 魅灵身影闪烁 一个瞬间便是来到了纳兰断的身前 纳兰断心头大害 但这次却轮不到他多眼了 那惊人的寒意释放而出 纳兰断必死无疑啊 都住手 然而就在此时 一道惊人的微能落下 人们看向远方 一道可怕的金色利剑划破长空 竟是在那千军一发之际 救了纳兰断 这时灵气之危 魅灵的手中 渗出了一道鲜血 美丽的目光看向了远处 浑厚的天际 传来了一道惊人的呐喊 刹那一道人影瞬息而至 而这道身影出现之时 整个行星场处 无不是震撼万分 来人一身金袍龙纹 不怒自危 身上带着一股王者的气息 当人们看到他的时候 无不是流露出了震撼的眼神 参见陛下 周围传来了声音 无不是单膝下跪 沉天文言也是一阵诧异啊 这个看似年轻的魁梧中年男子 竟然是天府帝国的皇帝 第五百四十五集 纳兰皇室 目前真正的主宰者 纳兰皇 纳兰皇 柳臣一脸凝重的 看向这个看起来平和的男子 但实际上 能坐到天府帝国主人的位置 尤其会是简单的角色 刘将军 没想到二十年后的再见面 竟会是如此 我也没有想到 日日夜夜想要接近的男人 如今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一声叹息 那人已经出现在了柳臣义的身前 你还是想要杀我 纳兰皇微微一笑 行 时刻不曾忘记 此仇不共戴天 我又怎么会忘记 柳臣义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眼中的杀意 是吗 可你终究做不到 当年是如此 现在亦是如此 纳兰皇潇洒无比 面对一个想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的男人 他却依然谈笑风生 陛下难道 只是为了在柳某人死前来嘲讽一下的吗 柳臣义冷冷地看着纳兰皇 他会亲自出现在这里 的确让人奇怪 陛下 柳臣义打你不斗 竟是当着您的面向我杀你 恳请陛下 将柳臣义亲手斩杀 纳兰段冷冷地说道 纳兰皇看了一眼纳兰段 那半眯的双眸 竟是让这个尊级强者 都为之颤抖了一下 因为纳兰皇的出现 现场的气氛凝固到了极致 谁都不明白 几乎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天府帝国的皇帝 为什么会亲自出现在这里 若只是因为无臣的话 显然不够 若只是一个圣者的话 天府帝国还不至于懦弱到这个地步 他的目光定格在了吴臣的身上 似乎很是好奇的 在打量着这个传得沸沸扬扬的男人 你就是吴臣 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 年纪轻轻 却已经是凌王五重的境界了 纳兰皇赞许地说道 人群文言 看向陈天的眼神犹如怪物 这个家伙 竟然已经凌王五重了 实际上 陈天是六重 他把自己的修为 压制在了四重凌王 虽然没有完全猜到 但纳兰皇至少感受到了 陈天潜在的力量 帝国之主 他究竟有什么目的 吴臣 陛下在此 你竟敢不跪 大逆不道 纳兰断斥和一声 大逆不道 到了现在你还惦记着 给我吴臣定罪 帝国都要我死 我凭什么要跪 陈天傲骨 区区一个帝国之王 他怎么会下跪 你找死 找死的人 应该是你吧 魅灵那无声无息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了 纳兰断的身前 不过 他刚刚出手的刹那 这位姑娘 最好不要轻举妄动才行啊 纳兰皇回头微微一笑 但魅灵岂会停手 不过 就在他准备 继续出手的刹那 他感觉到了 自己身边传来的危机 女娃子 你莫不是以为 我天父帝国无人不成 才圣级初级 天父还轮不到你来撒野 一字落下 魅灵竟然被圣威反弹了回去 在人们的远处 走来了一个 勾楼身躯的老者 他没走一步 悄然无息 明明十里之外 却一步 已经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余祖 余家太上老祖啊 人们看着那身躯钩楼的老人 发出了震撼和惊呼之声 果然 皇城之内 即便是纳兰老怪不亲自出手 比魅灵强的人依然会有 也轮不到你一个半只脚踏入棺材的人多说 魅灵冷横一声 身躯娇艳玲珑 角色京城 两人圣者之位绽放 整个刑场都是风云变色 我劝大家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圣者之间的战斗 毕竟会牵扯到整个帝国 但若是放任不管 也不行 吴臣 你大闹行刑场 更是背叛帝国 这样吧 你自裁吧 我不为难这里的任何人 霸道皇权一声令下 却是带着不容拒绝的语气 纳兰皇要吴臣自裁 皇权霸道 容不得人质疑反抗 纳兰皇 竟是要沉添自尽 人们闻言 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君无戏言 既然纳兰皇如此开口 那么 吴臣辟死无疑 如此一个天才 究竟是难逃死亡的命运 哈哈哈哈 好一个自裁 不为难任何一人 这便是天府帝国的皇帝所说的话 还真是让人失望啊 大胆叛逆 竟敢顶撞君王 找死 一名禁卫军统领 怒急无比 他乃是王级巅峰实力 陈天即便是五重又如何 他倾枪而来 转眼杀至陈天眼里 长枪冠决而来 给我滚 黑暗的剑 瞬间燃烧出了战役 可怕的死亡属性一种绽放出来 那统帅的枪猛然腐朽 那股可怕的死亡力量 从他的手臂开始吞噬 那王级巅峰的统帅 此刻看到自己逐渐消失的手臂 更是惨叫了起来 而一人当机立断 斩断了他的手臂 那股死亡的黑暗气息 直到将断臂吞噬殆尽 放才停止 人们看向陈天的位置 那诡异的手段让人震惊 孽障 竟敢使用邪术 邪术 皇城的人 敢再无耻一点吗 纳兰皇 想要我死 有本事就来取我性命 不过 这天府帝国如此 我吴臣就算是死又如何 有这群毒瘤留在天府 乃是天府之不幸 该死之人逍遥法外 不该杀之人 却惨死在这断头台之上 帝国之主 也不过如此 愚昧 吴臣怒急啊 而他的一番话 更是让在场人心头狂颤 他竟然敢公然辱骂帝国之主 纳兰皇 吴臣是疯了不成 狂道 纳兰皇手中的剑颤抖了一下 但是他动的同时 一道惊天的寒意 猛然地绽放了下来 魏灵全部的气息笼罩在了纳兰皇的身上 你若动一下 我便让你做不了这帝国的皇帝 威胁 在所有人的面前 帝国之主 竟然被一个女人威胁 但人们却是没有心头狂颤 五道强者 真正的强者就是如此 一个强大的至尊级别的存在 哪怕面对一个帝国 面对帝国的一国之主 也丝毫不惧 这本来就是 五道之人所追求的一切 不过 那女娃虽然也是圣者 可渝族也是圣者 她岂容魅灵如此放肆 大胆 我天赋帝国之主 岂能容你出言不逊 你真以为老夫不敢杀你不成 你杀不了我 而且你会死 魅灵冰冷的目光 看向那瑜伽的太上老祖 冷冷的说道 魅灵的手段极为厉害 就算是摩跃国的圣物强者 都吃了大亏 简直狂妄 陛下 您放手去做 老头子今日倒是要看看 这女娃究竟有什么本事 瑜伽老祖战役爆发 虽然不是苍天之魂 但是他背后浮现出来的武魂 也是震撼莫名 魅灵势灵在线 这女人竟是要涌上全力来战斗 反倒是纳兰黄的目光 依然平静地看向了陈天 你虽有天赋 但锋芒太盛 未必是件好事 念在你乃是我帝国之人 我留你全尸 纳兰黄一掌将至 此人的气息澎湃震撼 而且完全在柳辰义之上的修为 以武道的资质来说 纳兰黄依然很年轻 左手生右手死 两股力量绽放而出 陈天将其融为了阴阳 生死二重天绽放 轰鸣乍响 绝强的力量席卷了整个行星场 陈天的生死二重天猛的爆发瞬间 纳兰黄的剑却是更快 一剑划破了陈天的身躯 一掌击溃了他的心口 只是一个照面 纳兰黄以绝对的实力 碾压了陈天 他本就是一国之主 更是一个强大可怕的存在 没有人怀疑他的实力 你虽然有诸多手段 但终究不过是王级 遇上真正的尊级强者 可以轻易地将你碾压 弱小者 本身就是罪孽 不过就在此时 一道靓丽身影飞驰而来 父皇 不 不要吓他 陈生 你这是何故 纳兰黄见到云商 立刻停止了攻击 但却没有收手的意思 皇室之威 帝国纳兰家族的威严 不容挑衅 父皇 他若死 我绝不毒火 陈生 你 纳兰黄显然没想到 他会做到如此地步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父皇 你若留他一命 陈生 任凭你处置 绝不反悔 纳兰黄神色一灵 眼中转动 却是在思考着什么 父皇 边疆城传来消息 只是单方面的 最近 我已经让人收集到了一些证据 边疆传回来的消息 根本就不收拾 远处 一道身影而至 赫然是帝国的三皇子 纳兰晴天 而他身边 便是一脸焦急得悦不凡 看到吴臣没事 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他面容有些憔悴 但精气神却仍在 三哥 吴臣大念不道 忤逆父皇 虽然你有招贤纳士之心 但是切莫为了一个吴臣 而让父皇生气啊 别忘了 你现在仍是戴罪之身 八皇子也悄然出现 并且与三皇子针锋相对 父皇 儿臣绝非为了一己私欲 但若是错杀了一个帝国青年天才 若吴臣本身无罪 岂不是要让天下青年才却寒心 如此一来 我纳兰皇上还如何统领帝国 三皇子今日所说的话 非常大胆 与平日里温文尔雅的他 完全就是两个人 第五百四十六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消息 那就是吴臣还活着 陛下 臣家与吴臣少爷 与我通天阁有些许合作关系 若是杀了 我通天阁这边不好办呢 就在此时 不远之处 通天阁一个通天长老而来 人们闻言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陈家和吴臣竟然与通天阁是合作关系 而且刚刚那通天阁长老的话 无疑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通天阁的势力范围 影射整个大陆 即便是纳兰皇也不敢小觑 只见那通天阁长老上前一步 来到了纳兰皇的身前 打开了一个墓盒 里面有三颗咬腕 通天阁不希望他们有事 他乃是通天阁真正的天阁长老 论实力论地位 即便是帝国之主 也无需夺理 不过现在毕竟是在帝国之内 自然还是要给皇室一些面子 小姐人不在 但务必请陛下明察秋毫 我通天阁也得到了一些关于边疆城的消息 我看边疆消息应该不识 陛下乃是千古一地 且莫被一些小人利用啊 这通天阁长老悄然说完之后 便是突然朗声道 随后不露声色地将三颗奇迹丹 送到了皇室的手中 纳兰皇自然不可能拒绝这三颗奇迹丹 这等于是多了三条命 不过 这也让纳兰皇心中一惊 陈家与吴臣的分量 竟是让通天阁 愿意拿出三枚奇迹丹来交换 这里面恐怕绝不简单 这吴臣究竟还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陛下 就在此时 远处树道身影闪烁 却见星恒学院的副院长 温清风等人匆忙而来 各位前辈 无需多礼 这些成名的人物可都是举足心重 他虽然是一国之主 但却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陛下 吴臣本就是星恒学院未来的继承人 此次 经过我星恒学院的一番连夜调查 我想这之中 应该有什么误会才对 放肆 你们都要造反不成 这里面还有什么误会 吴臣与刘臣一勾结谋略 让三军将是埋谷他乡 更是要数十万黎明百姓流血 差一点丢失边疆重地 他们二人白死不足惜 纳兰断怒喝道 若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还如何杀得了吴臣呢 纳兰王 造反不至于 但吴臣可不是阿猫阿狗 他乃是我星恒学院未来的继承人 有些事情 必须要调查清楚 温清风的态度强势无比 怎么 星恒学院是要保吴臣了 纳兰断目光森冷 温清风冷横 你可以这么认为 那若是吴臣有罪 你星恒同罪 那又何妨 我相信 吴臣无罪 温清风等人 吴不是异口同声地说道 语气坚定无比 你们 你们简直放肆 陛下 不可惊心谗言 吴时三刻一过 力战无疑 纳兰断心急地说道 陛下 就在此时 纳兰皇的周边 一道鬼魅的声音闪烁 人们看到那一身衣衫 吴不是微微一惊 那可是帝国隶属于帝王的部队 他在纳兰皇的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 纳兰皇的目光 森然变幻 随后看向吴臣的目光 无比的震惊 就在刚刚 他得到了两个消息 道不顾与天叔子亲自传信 绝不可伤害吴臣性命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 他的轻微传信而来 纳兰家的老祖 竟要吴臣活下去 并且 还要将他好好地留在天府帝国 绝不能有半点伤害 老祖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不管怎么样 今日 这吴臣却是已经杀不了 但纳兰皇室的颜面 也不能因此而丢掉 吴臣 既然多方势力为你请求 今日 今日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手我一掌 已经效尤 陛下 我吴臣 我吴臣本就无罪 何须受罚 纳兰皇已经服软 但陈天的一席话 却让在场的气氛 再度凝结起来 陛下 我吴臣本就无罪 话音响起 人群震撼莫名啊 原本纳兰皇 只不过是为了找一个台阶下而已 可现在 陈天却让一国之主下不来台 混账东西 陛下 此次对帝国不归之心 竟然人人皆知 李当处死 绝不留情 陛下 本王亲自动手 纳兰断将各方势力 竟然要保护吴臣 心中本就不满 现如今 若是不能将此子诛杀 以他的天赋才能 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陈天的天赋太可怕了 他们必须将其铲除 毕竟 边疆城积怨一身 吴臣 本皇给你机会 你却不懂珍惜 你真以为 本皇不敢杀你不成 纳兰黄目光为宁 若是下令处死 心狠学院 纳兰黄都不是太担心 他真正在意的是通天阁 这吴臣与通天阁究竟是什么关系 不惜三枚奇迹丹 也要保全性命 通天阁毕竟是古老的存在 纳兰黄陷入了两难 但陈天太不识去了 这让他堂堂纳兰黄颜面无存呢 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点 陈天难道就应该任人摆布 陈天他就应该看别人脸色 这不是两年前 经历的边疆之战让他明白 懦弱就是罪孽 就因为对方强就要低头 就因为对方势大就要放弃 陈天也绝对不是因为 心狠学院和通天阁的帮助 而有恃无恐 他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尊严 若他今日妥协的话 那么未来就会有 纳兰三纳兰四这样来欺辱他 凭什么 就因为他陈天实力弱小 就必须要低头吗 对方若是要他死 即便陈天做不到 也要让他脱层皮 谁的心都可以狠毒起来 而当一个男人 真正的下定决心之时 更是无人可以阻挡 陈天要保护的不仅仅是自己 更是自己的尊严 他要向所有人证明 他不是软柿子 谁都可以捏的 即便是纳兰皇室 男人能屈能伸 但也绝对不可有退缩的时候 现在陈天便绝不能往后退 他若是退一步 那就是他的懦弱 陛下 究竟谁有罪 无臣不敢说 但是纳兰王说我 纳兰有罪的话 那么他纳兰断就是该死 无臣怒斥纳兰王 声音赤贺 放肆 纳兰王光明磊落 你侮辱皇室 找死 到了现在 纳兰王你还在狡辩吗 我狡辩 武臣 你勾结魔月 杀害上千青年才俊 更是用卑鄙手段 将蒙战同帅 将蒙战同帅击杀 虽然你抵御魔月有功 但实际上 谁都知道 那是你们串联好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三军松懈 魔月有击可乘 从而导致边疆三军而死 几十万鲜血葬送在城池之内 你在心虚 吴臣冷冷地说道 我心虚 我为什么要心虚 纳兰段 你害怕我还活着 所以在边疆城内安排黄旗军杀我 不要我回到皇城 放屁 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命令 边疆城内 难道不是你纳兰王的手下吗 陈天发狠疑问 对方安排了五个尊级强者 若不是自己因祸得福 实力暴增 别说皇城 就死在了边疆 我立战魔月国败将战 换来边疆城五十年的和平 而你纳兰段 北宫楚 月郎三王 却是为了陷害柳将军 挑起三军内乱 让魔月国有击可乘 数十万百姓先讯 染红了边疆 三军将士 咱也回不到皇城的土地上 你纳兰段 敢说你没有罪 吴臣的话字字逐击 震撼人心 之前说出来 或许没有渲染力 但是此刻 皇城强者云集 圣院 星恒 皇室 王侯 贵族 全部都出现在此地 陈天的话震撼着人心 特别是那些 原本参加过战场的青年才军们 更是黯淡地低下了头 那场荣耀 本就不属于他们 你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纳兰王 我问你 与魔月大军交战的是 铁血军还是黄旗军 这是铁血军 三城大战 是谁立万狂澜 换来边疆五十年和平 纳兰断 这里的人可都是看得清清楚楚 陈天的赤鹤声 让得纳兰王目光森染 他沉默着 纳兰黄 却是皱起了眉头 皇叔 叔 是你 吴臣 纳兰断话音也出 全场哗然 这和之前说好的根本不一样 逼退了魔月大军 换来边疆五十年和平的人 竟是吴臣 是我 很好 你纳兰断还敢承认 那么又是谁 在柳将军身中化新之毒 见死不救 反而发动叛乱 政权夺利的人又是谁 吴臣 你放肆 柳臣一勾结魔月大军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看到的 你难道还要指鹿为马 放肆 纳兰断 柳将军被你这种奸人所害 我吴臣今日就是一死 也要将你的面具揭开 陛下 边疆城之事 这罪名可都是纳兰王也给你汇报的 陈天斗胆地看向了纳兰黄 纳兰黄目光森然闪烁 实际上 要柳臣一死 这是皇室的意思 这个时候 吴臣问他的话很巧妙 巧妙地避开了其他人 目光只在纳兰王一人的身上 纳兰黄点点头 目光却凝重地看向了吴臣 此子 当真是大之若愈 所有人以为他顶撞自己必死无疑 可一开始 陈天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第五百四十七起 坚韧 纳兰断怒不可遏 却是无言 纳兰王不说话吗 柳将军一生为帝国戎马生涯 征战沙场 保护边疆城数十载 帝国难道要将一个中肝义胆的护国将军斩于刀下 陈天之话 让得全场人无比动容 的确 这么说来 吴臣根本没罪 反而他才是大功一件 而且是最大的战功 想到这里 所有人都沉默了 纳兰断却急了 你杀了蒙战头帅 这是我亲眼目睹 就连战把天将军也看到这一幕 你这贼子还敢狡辩 纳兰断 你也别信口开河 你救人定我罪 我吴臣不是不可以接受 不过 这蒙战因为他儿子的缘故 对我怀恨在心 尊级强者 竟是要对我下杀手 照你说 纳兰王 你今日让我吴臣站着杀死你 你愿意吗 吴臣冷笑 你 他要杀我 我便杀了他 蒙战之死 只怪他既不如人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你纳兰断的所作所为 你黄岐军在边疆城内 阻止我煞血盟军队返回边疆城 更是安排了尊纪强者阻拦于我 纳兰王 为何会在抹越大军来临之前 率领军队离开 临阵脱逃 你又为何要将铁血军杀人灭口 大敌当前 却又扰乱军心 你又是何目的 你口口声声说柳将军与抹越勾结 但是 我却觉得你纳兰王 才是真正的与抹越勾结之人 够了 吴臣 你太放肆了 竟敢污蔑帝国皇室和敌国勾结 纳兰王阻止了吴臣的话 陛下 您只因为纳兰断一面之词 便是要将一个帝国大将 陨落在这断头台上 可曾想过 这天下武将多少为之寒心 他们还如何敢对帝国死心塌地的卖命啊 柳将军临死 也不让铁血军叛乱 忠肝义胆日月可见 这样的人 陛下您觉得该杀吗 纳兰断 你口口声声说刘将军通敌叛国 你可有证据 我看到的就是证据 笑话 那我也看到你纳兰断勾结敌国 放肆 你又有什么证据 既然你纳兰断没有证据 我所说也没有证据 那你凭什么认为刘将军叛国 陛下 吴臣看下了纳兰黄 声音再度提高 我 吴醉 柳将军 更是吴醉 陈天话音落下 全场寂静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到了那行刑场上 吴不是震撼莫名啊 吴臣 竟然是在挑衅帝国的皇权之威 将军吴醉 少帅无罪 将军无罪 铁血军呐喊了起来 陈南他们也喊了起来 随后 星恒学院也开口说道 周围的黎民百姓 更是大喊着将军无罪 此子 天生就是将王之才啊 星恒学院的一名导师 忍不住赞许道 当初在将王殿的时候 就发现了他的才能 可惜的是 他最后却没有进入任何一个派系 就连皇室这边 也沉默着没有言语 三皇子八皇子等人 都是默不作声 周围之人 渲染着将军无罪 无臣无罪的话语声 悠然回答 全场似乎都在等待着皇帝的回答 陛下 无臣所言 与我们心狠得到的消息如出一辙 温清风上前一步说道 通天阁的长老也施加了一点压力 而通天阁得到的消息也是如此 我想这之中定然是被游行之人所利用了 王叔 无臣的话 你认为如何 听到两大巨头开口 纳兰黄的目光看向了纳兰段 并且一道传言而去 本王没做过 也不屑于回答他的问题 纳兰段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大势已去 而且刚刚纳兰黄也传言给他 有人要无臣活 他便知道 定然是有不少给皇室施加了压力 所以纳兰段该退则退 既然如此 那此事定然有误会 本皇会亲自彻查此事 再做定夺 至于此事若是属实 那么柳将军和吴臣 非但无过 反而有功 非但无罪 反而有功 实际上 在纳兰黄的心中早就有了定义 别说圣院给他带来了消息 心狠这边的压力和通天阁的阻止 就连他皇室的老祖 竟然也要留下吴臣的性命 并且要让他毫发无损 活得好好的 问清风前辈 通天阁长老前辈 你们来一下 实际上 那不过是他们做做样子而已 不足实习之后 他们便走了出来 事辙一去 今日 我皇室误会刘将军 忠肝义胆 为帝国玉血厮杀 征战沙场二十年 却险些含冤而死 本皇现今恢复统帅之位 封为神将王 重掌大军 守卫边疆 慕青狂一身肝胆中勇 追封为铁血后 柳臣义 在边疆本就是王 至于慕青狂一死 封号又有何用 不过是人死悲凉 刘将军 皇叔 你们觉得如何 纳兰皇的目光 落在了纳兰段的身上 问了一句 让他纳兰段的目光呆滞了片刻 却只能木讷地点点头 现如今 已经轮不到他纳兰段 来多说什么了 刘将军 你呢 纳兰皇看向了柳臣义 柳臣义谢过陛下好意 只是 柳臣义已经无法再担任边疆主帅 我修为将会开始退化 请求陛下赐予柳臣义 后班生逍遥 柳臣义对所谓的王位并无兴趣 而且 他为了帝国如此 最终落得这般下场 早已经是心灰意冷 加上燃烧的血脉之力 柳臣义的武道生涯 已经走到了头 如今 即便没有他 吴臣义仍然能够威慑铁血君 而且 自己的女儿也没事 柳臣义 已经再也不想过问这天下之事了 柳臣义的身影 一股萧瑟的悲凉蔓延 仿佛英雄驰木 走向了尽头 好 柳将军一生征战沙场 战功累累 此奉为逍遥王 帝国之内 任你逍遥 对于皇室来说 这也是一个好处 柳臣义乃是天生将王之才 若他再上战场 即便修为退化 但他的统帅能量 依然让人们蛰伏和震撼 至于吴臣 那蓝黄的目光 凝聚在了陈天的身上 出征之前 本皇之而晴天 曾向本皇推荐过你 若是你得到战功 便是赐予你绝位 如今 你大功一见 吴臣 大战摩越败将帖之战 换来边疆五十年和平 拯救了数十万黎民百姓 柳将军本就赐你少帅之位 你今日斗胆无逆皇室 但却对帝国忠肝义胆 貌似禁言 拯救了柳将军性命 奉你为铁血侯之位 奉帝一处 可在无主之城之地 任你选择 帝国之内 所有城池 早就有了王侯贵族助权 所以即便奉帝 那也是比较偏远的位置 天府帝国 王 公爵 侯 而现在陈天为侯 意味着 他将直接进入帝国侯爷之列 堪比帝国二贫贵族 如此便是震撼人心 他年纪小小 竟是封王败将 赐予封帝 人们的脸上 无不是写满了震撼之色 虽然没有说选择哪一处 但这意味着 陈天将会成为一方诸侯 大权在握 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君 在那座城池之内 陈天便是绝对的皇者 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 无臣谢过陛下 若是此刻陈天再不知好歹的话 那他就是傻子了 皇室的姿态已经做出来了 陈天也懂得审师夺势 而且可以封帝 自己可以在帝国之内任选一处 这对于他来说 才是最大的诱惑 此时就此作报 纳兰皇的目光看向了吴臣 同时也看向了纳兰段 他实际上 真正足以形成威胁的 却是陈天背后的那个女子 年纪轻轻竟是胜者 他究竟是什么来头 关于吴臣的背景 人们突然觉得没那么简单 纳兰皇都这么说了 纳兰段自然不敢追究 只是他心中不是很明白 究竟为什么连柳臣义都一同放过 束缚陈家等人的皇城强者 也立刻放了下来 谁都没想到 这件事情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逆转 就连陈天都是抱着必死无疑的对决心而来的 或者是离开帝国的打算 可现在皇室竟然放过他 并且赐予侯爵之位还封地 纳兰老怪难道死了不成 不绝对不可能死 好了 就此结束 此事不予再提 说吧 纳兰皇飞天而去 宇家老祖也一同离开 这里的人们好像潮水一般退去 很快便是只剩下心狠学院 还有通天阁众人 就连纳兰段都有些愤愤地离开 他必须赶回去问问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阁长老 多谢通天阁相助 陈天看向了那通天阁的那名长老 呼尘少爷 你要谢就谢孟家小姐吧 是他不顾一切都要助你的 他日必定登门拜谢 陈天倒也不矫情 告辞 通天阁离开之后 星狠学院的问清风 看了一眼陈天 呼尘 你处理完之后 回趟星狠学院吧 院长似乎有事情跟你说 好 第五百四十八集 星狠走后 远处三皇子微微一笑 岳不凡也在一旁 殿下 多谢相助 此事因我而起 我不能坐视不理 不过 我也没有尽到什么力 三皇子点点头 一声叹息道 殿下 无许自责 是我影响了殿下 好了 吴臣 有什么话 我在皇庭等你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说完 三皇子便是离开了 殿下 公主 他已经走了 陈天之前神情紧绷 完全没有看到离去的晕伤 等他稍作松懈的时候 却是没有了云伤的身影 走了吗 陈天神色黯然 我一会儿就来皇庭 嗯 我等你 三皇子和陈天之间 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陈哥 我们 所有人 先回陈家 陈天默默地看了他们一眼 现如今 他的身份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但因为这次的影响 有些计划 也要发生变化了 此时 皇宫深处 陛下 舅舅 为什么 柳晨艺都要死了 为何我们功亏一篑 纳兰段正在咆哮 似乎极为不满 一旁 瑜伽老祖的目光 也看向了纳兰默 纳兰 按理说 即便是 佟天阁和星恒学院的话 就算让吴臣活着 这柳晨艺也必死吧 俞祖神色怪异地 看向了纳兰默 纳兰默冷嘲 实际上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可是就在那之前 圣院也给了我压力 吴臣不能死 他是万国疆域 很重要的参赛选手 另外 我皇室老祖 竟然也要吴臣留命 而且答应他的任何请求 要他活得好好的 纳兰默开口说道 什么 纳兰硕那老家伙 竟是要保吴臣 他们有什么关系 所以 这才是最奇怪的地方 好了 柳晨已经卸下边疆重任 想要他死 办法还夺得事 当务之急 是另外一件事 纳兰默看向了俞祖 小天 此行安然无恙 真是太好了 当我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差点都崩溃了 幸好你小子活着回来了 对于陈家人来说 陈天陈南他们 都是未来陈家的希望 各位 实际上 我们的危机丝毫没有解除 而且 按照这个继续下去 我的身份肯定也会曝光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皇室没有追究我的责任 甚至赐我封地侯爵之位 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所以 我决定将我的封地 选在洛日霞一带 嗯 洛日霞一带 匪徒猖獗 都是亡命之徒 而且地里位置处于边疆 更是乱中之乱 小天 选择洛日霞一带的话 是否有些疯狂了 洛日霞一带 近则是洛霞门 但是 退的话 便是古香玉 皇城之内 终究是要撕破脸的 我们必须给自己留下后路 而且 洛日霞与边疆我的门派接近 对于我们来说 是天赐良机 陈家 举足之力迁移 陈天说完 看向了所有人 好 没有人怀疑 他们眼中 只是闪过之后的打算后 便是立刻同意 这是对于陈天绝对的信任 分批开始 我在皇城之内 处理一些事情之后 便立刻出发前往洛日霞 当年跟着陈家的妖兽 已经牺牲 美玲有些伤心 但听到陈天要离去 却表示要跟随他一起 如今局势不同 陈天也没有拒绝 即便是返回星恒学院 魅灵也跟在他的身边 当再次见到云霄 楚南宫 道不顾他们的时候 这三个老家伙 却是好奇地打量着魅灵 随后 道不顾才缓缓开口 武臣 这次回来 有两件事情告诉你 第一 万国疆域大比即将开始 你已经进入候选人名单 万年之后 越湖畔 争夺战正式开始 第二 星恒出了一点问题 你解决这些之后 我们希望你能尽快地 获得星恒塔的传承 想必这一点 明夜已经跟你说过了吧 陈天点点头 好了 另外多说一点 星恒 永远与你同在 星恒与你同在 凝视着云霄 楚南宫道不顾三人 陈天的眼神中 善过宁中这色 虽然他的确表露出了 惊人的天赋 可自己得罪的人也不少啊 南疆的数十万将士 想要自己的命 纳兰断 更是想要自己的命 皇室更是如此 星恒学院 为什么会将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前辈 我何感激你们 为吴臣所做的一切 可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陈天心中清楚 他对帝国并无归属感 今日皇室放过他 他不会感激 柳臣义就说明了一切 皇室皇权如狼似虎 一天什么样 谁也不知道 所以有朝一日 皇室要杀他 陈天便会展向天赋帝国 陈天怕自己辜负了 他们的希望 至少道不顾云霄 楚南宫他们 是真心想要帮助自己的 乌臣 我明白 经此一事之后 你对帝国 不会抱有任何期待 但这是两回事 星恒塔的继承和帝国之间 不是同一件事情 陈天目光凝重 星恒塔是星辰大帝的 埋谷之地 同时 陈天在纳兰朔的口中得知 除了柳延身上的天书以外 还有一本 在星恒塔之内 看来 帝国和星恒学院之间 也并不是像表面那么简单 前辈 帝帝国行事 我无法预测 若有朝一日 帝国要我死 我绝不会留情 希望 你们不是敌人 今日一事 陈天看明白了很多事情 星恒学院 的确是在帮自己 但是他们也有私心 恐怕若不是自己活着的话 今天的事情 他们也不会理会 毕竟 堂堂星恒 岂是说能抓人就抓人的 至于通天阁 恐怕也是因为自己还活着的原因才出手的 秦孟佳这个女人 的确不简单 所以 陈天对他们并无太多的好感 这一点 倒不顾他们三人也明白 凝视着陈天的身影陷入了沉思 师尊 也不知道 我这次的决定是对还是错 云霄凝视着陈天的身影 目光呆滞 仿佛回忆起了不愉快的记忆 此子天赋惊人 与愣寒天如出一辙的 稷恶如仇 唉 命运这种事情 谁又能说得准呢 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至少 他的双眼看待的事物 清澈无比 与此同时 三皇子所在的黄庭深宫 迷雾缭绕 带着丝丝飘渺之意 宛若人间天堂 没想到 三皇子竟是在自己的别院 弄出这么一幅美如画的图案 庭中之内 两人似乎正在交谈 而为首之人 赫然就是三皇子纳兰擎天 纳兰擎天对面之人 也是风度翩翩 英俊潇洒 不过此刻他却是目光凝重 这么说来 殿下您的处境 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吗 岳不凡深思啊 似乎是遇到了 什么麻烦的事情 也不是完全没有 至少乐得清闲 三皇子微微一笑 这可不像是三皇子您的作为 三皇子 您心中早就有主意了吧 岳不凡看向了三皇子 凡事都逃不过岳兄的眼 岳兄 半年后万国将预的大选即将开始 我天府帝国也有十个名额 是否该让世人看看 岳兄你真正的实力了 三皇子四笑非笑 殿下难道不会代表帝国出战吗 这可是大好的机会 岳兄 你明白的 我的一举一动 都让各大皇子紧绷 我不出面 是最好的结果 我明白 殿下 告辞 一会儿无尘要来 你不等他吗 听话之人已经等待许久 我再待下去 怕是有些不妥了 岳不凡端起茶杯 随后抱拳而起 北风 出来吧 没想到 你已经被岳兄发现了 岳少不愧是岳家人 你是第二个能发现 我这个无魂状态之人 依旧是黑衣 风衣萧萧 这第一人是谁 此人岳少也认识 就是无尘 岳不凡目光闪烁 黄亭之内 岳不凡走后 北风与三皇子 再次交谈起来 殿下 北风走到三皇子身前 欠身说道 北风 坐 纳兰擎天挥挥手 一脸微笑 如沐春风 北风点点头 坐在了三皇子的下手 开口道 柳晨艺暂时去了聂岳阁 陈家人也是如此 至于无尘 先回了兴恒学院 目前 应该在来这里的路上 不过 柳晨艺似乎将煞血蒙 和铁血菊也带到了聂岳阁 恐怕 他是想无尘 继承他手下的猛将 纳兰擎天 沉吟了一下 随后笑了笑 不急 这或许是件好事 此番恭喜殿下 北风微微一笑 三皇子摇摇头 今日最大的成就 不是如我所料的发展 而是无尘 殿下高明 经此一世之后 所有人都明白无尘 从此之后便是殿下之人 他越是锋利 对殿下越是有利 北风 岂能不明白三皇子 这句话的意义 第五百四十九集 北风 三皇子目光突然一领 闪过了一丝凛然寒芒 北风意识到 自己说漏嘴了 两忙跪下 好了北风 起来吧 你我兄弟二人 从小一起长大 不必距离 只是言多必失 三皇子提醒道 他在下一盘棋 一盘动荡整个天府的棋 在没有成行之前 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 对了北风 你替我告诉将军一声 但非常时期 暂不接触 此行辛苦 这份情意 晴天自然会牢记于心 三皇子再度开口 但所说之话 却只有北风明白 殿下 北风明白 殿下 北风心中 还有一个疑惑 嗯 三皇子文言 应了一句 吴臣与陈家的关系 是否比我们想象中的 还要交好得多 特别是他对陈南的照顾 以及和陈家人的接触 种种迹象表明 吴臣与陈家的关系 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 哦 北风 你想说什么 不知道 殿下 是否还记得两年前 死在九宗门大笔上的 绝世天才陈天 据传 他是一个三五魂使用者 三五魂 堪称绝世 三皇子也是点点头说道 但他是五魂使用者 吴臣乃是灵者 这其中断然不会有联系 这也是北风疑惑的地方 难不成 这吴臣接近陈家 是为了那陈家 虚无缥缈的宝物 黄庭之外 吴臣兄 岳兄 两人正巧 才出入黄庭之时相遇 恭喜吴臣兄弟 不 侯爷 哈哈哈哈 岳兄 这难道是在取笑我不成 吴臣对岳不凡 还是很有好感的 毕竟 两人也算是生死同当 哈哈 怎么会 风帝选中了告诉我 我亲自来贺礼 两人平常的招呼 随后 正常的参见而过 但是在转身的刹那 陈天的脑海中 回荡着岳不凡的传音 三皇子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真的也不一定是看到的 这句话 让陈天的内心 突然变得一股寒意绽放 岳不凡所言 究竟为何 吴臣拜见殿下 黄庭之内 陈天已经出现在 三皇子的庭院之内 吴臣快快 三皇子没有丝毫的架子 面带微笑 很难想象 这样一个人 无暇的笑容 会是装出来的 但岳不凡的话 却又让陈天 不得不谨慎对待 黄泉之内 能在皇室存活下来的 三皇子 定然有着 他的不凡之处 此事让你受到了 莫大的委屈 殿下 言重了 说不定 是因为我吴臣 连累了殿下 若不是如此的话 殿下也不至于 如此被动 我听说 殿下被禁足 三皇子沉吟一声 叹息道 不错 今日是冒着风险出来的 幸好 父皇没有怪罪 吴臣秀 若不是我 也不会连累了你 我那大哥 残忍无道 竟是牺牲 上千人的性命 也要将你我 置于死地 只因为 我表露出了 对你的招揽之意 说吧 三皇子晴天一脸的痛惜 但却正是因为这句话 让陈天的内心 突然充满了一股冷意 上千人的性命 置于死地 这句话 仿佛提醒了陈天一样 他突然意识到 三皇子很危险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家伙 不过 幸好陈兄吉人天相 封侯败将 如何 选好了位置吗 嗯 帝国之大 真正好的地方 都有王侯贵族的驻足 我若贸然前去 定人也会不妥 所以还在商议之中 对了殿下 九公主何在 唉 我那妹子 你去月亭找她吧 告辞 陈天告退 便是前往九公主 所在的月亭而去 凝视着她的身影 不一会儿 北风再次出现 殿下 关于公主的事情 不打算告诉乌臣吗 三皇子摇摇头 不 不用了 现在告诉她 还不是时候 纳兰秦天咧嘴一笑 这个消息 一定要在最关键的时候 告诉陈天才行 陈天一路无言 心中却是掀起了 惊涛海浪 今日他所见到的三皇子 与初见不同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陌生人 陌生到 让陈天都不寒而栗 月亭 百花盛宴 娇艳无比 鸟语花香映入庭院 宛如人间仙境 无论来几次 陈天都能感受到 这座府底所充满的生机 远处 用心感受 陈天便能察觉到 两个女子的身影 一个是九公主 另一个则是蓝梦星 就如同第一次而来的画面一样 她亭亭玉丽 娇曲玲珑 性感美艳 不可绝世之美 绽放在这繁华人间 但这一次 陈天的内心却是沉重的 她突然感到有些慌乱 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九公主 那日 九公主行兴场上 为自己抵挡她的父亲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陈天能感受到 可正因为如此 陈天的内心才是沉重的 公主喜欢的人是吴晨 因为她是陈天 所以她并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这份感情 公主 熟悉的声音 浮现在自己的耳边 吴晨 你还有脸来吗 蓝梦星回过头 双眸怒不可遏地看着她 吴晨没有理会 上前一步 郡主 可以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吗 但是云商却转身就走 陈天的目光 看向了远处离去的身影 飞奔上前 云商 吴晨 云商 我 你不用说了 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与柳妍 什么关系 陈天沉默了 没有说话 柳妍是她喜欢的人 他们生死与共 才有了今天 但对于云商而言 陈天岂会没有半点感情 我懂了 眼泪不知不觉地落下 云商的心很痛 前所未有的痛 占据蔓延了她的身心 就如同千万把刀刃 在她的心口狠狠地扎了一刀一样 云商 吴晨不知道如何去解释 更不知道该如何去说 看到两人如此 蓝梦新便是没有打扰 走出了庭院外 你走 你走吧 眼泪止不住地 从眼眶中溢了出来 那蓝云商的内心 就像是撕裂了一样 她有很多话想说 但她却说不出口 陈天去了边疆 公主在皇城等待 只为她满在战功荣耀归来 那时候 三皇子便可以向父亲 提起这件事情 她在皇城痴痴地等啊 却等来了吴晨背叛帝国 与柳晨一之女心生爱慕 据说更是为了柳延 不顾千军万马也要救回柳延 吴晨爱上了柳将军之女柳延 那一瞬间 云商只感觉自己的世界崩塌了 山盟海誓 曾经的誓言欢笑 仿佛在一瞬间化为了乌有 那些话 那些人 所有的事物 犹如梦一场 云商 对不起 陈天 陈天低下了头 没有了言语 你怎么办 云商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陈天因为天人合一之后 能清楚地感觉到 纳兰云商内心的波动 他能够感觉到 他有多么的伤心 陈天上前一步 从后面抱住了云商的身影 别流泪了 吴晨不值得你喜欢 更不值得你去爱 吴晨 从来都不存在过 公主 对不起 我骗了你 我叫陈天 乃是陈家人 也是两年前 死在了宗门大笔上的人陈天 是的 他们都认为我死了 可我还活着 我来到了皇城 为的就是变强 复仇 寻找我的家人 一切都如同我所想象的那样 柳妍 她与我在天宗之时 已经彼此相爱 她是我这一生中 最重要的女人 但偏偏 我没有想到 在来皇城的路上 我会遇见你 你的容颜 你的微笑 我忘不了 但是 你喜欢的人是吴晨 而不是我陈天 陈天走到了九公主的身前 撕下了她的人皮面具 面具之下 是一张阳光清秀的脸颊 眼神一样透着坚定 与吴晨的气质 除了冰冷一些以外 几乎一模一样 看到这张完全陌生的脸 云生的心就如同万箭刺痛 吴晨 陈天 如果只是因为爱上了柳妍 而抛弃了自己 说不定 公主断然不会伤心之子 但偏偏 她是陈天 九公主 付出了真心 却爱的一个人 竟然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她爱的人 根本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吴晨 根本就是一个 虚无缥缈的人 而真正存在的人 却是陈天 九公主哭着哭着笑了 笑着笑着又哭了 云生 陈天上前拉住她的手 你放开我 你这个骗子 你明明知道会如此 你明明知道会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要招惹我 为什么还要跟我说那些话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 当你为了我与云无天一战的时候 我有多担心 但却无比的感动 那日 天下才俊齐俊 约湖畔之下 你送我满月之花 你牵着我的手 给我一世清诚的温柔 我多么希望 时间定格在那一刻 永久 我明明 都已经认定了那个人是你 你却告诉我 你与别人相爱的故事 而所谓的无缠 从一开始就不值得喜欢 实质 她根本就不存在过 无尘 你心好狠 眼泪 从公主的眼中渗出 她说自己要坚强 要忍住自己的眼泪 第五百五十几 可自从那一天 许下一事承诺的温柔之后 再也没有人能打动公主的心 她的心 她的心早已经被无尘满满的占据 这一刻公主才明白 失去竟是如此的痛苦 你走 从此 我不想再见到你 公主强忍着自己的眼泪 她的心痛到了麻木 陈天想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两人就这么静静地站着 谁也没有开口 但他们的内心 却彼此地痛苦着 她转过身去 眼角渗出了一丝泪痕 原来 这一刻陈天才发现 她竟是如此深爱着 眼前这个女人 于生 对不起 未来 以后 无论任何时候 你若开口 我不会拒绝你的任何请求 这是我最后的承诺 那天 陈天的身影离开了黄亭深宫 公主的眼泪 划破了清澄的容颜 从此 两个相爱之人 仿佛形同陌路 黄亭之外 白衣 龙居 飘然若鲜 那美丽的倩影 只为等待一个人 当陈天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没有多说 翻身上马 策马狂奔 她的心刺痛着 魅灵跟在她的身边 你的心里很难受 陈天没有说话 但是魅灵却能真正地感受到 那股痛苦之源 就如同当初 她听到陈天死亡的消息 是一模一样 你爱她 魅灵沉吟片刻 话语声回荡在了陈天的耳中 爱 陈天回答道 那为什么不挽留 魅灵姐 不是所有的感情 都能强留 我与公主的情意 远近于此 魅灵没有再开口 只是默默地跟在陈天的身后 走吧 去陆尔小谷 策马狂奔 西去 两道身影极持 映照出的风景 江山如画 黄庭深宫 陛下 关于吴臣封第一室 已经有了眉目 他本人要求 选择帝国边境的落日峡谷 一个神秘的身影 出现在了纳兰黄的身前 文言 纳兰黄的目光变化 落日峡谷 他怎么会选择那个地方 对了 铁血飞鹰情况如何 回陛下 天赋神尉与他们对峙 陈侯回来消息 飞鹰已经护送柳辰义离开 没想到 飞鹰已经振翅 不过 柳辰义的行踪 一定要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那陛下 这风低之时 准了 不过 派人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纳兰黄派人下去 开口说道 那人退下 但是纳兰黄仍然是满脸的疑惑 对于陈天此举 着实不理解 殿下 还是算了吧 如今公主正在伤心之际 再多说也是无用 北风劝说道 就在纳兰云商 见过吴臣之后 便一直将自己的大门紧锁 而且啊 关于吴臣封地的事情 已经下来了 北风带来了一个消息 哦 他选择了什么地方 说来您可能不信 他选了洛日侠 什么 洛日侠 三皇子纳兰晴天目光骤变 却是猛然地深吸了一口凉气 对于吴臣所选的洛日侠 他有诸多不明白的地方 其一 吴臣没有告诉自己 其二 洛日侠地形特殊 乃是帝国最边疆之地 洛日侠本就远离皇城 虽然有丰富的资源 可是那里因为临近天府的一座古城 所以龙蛇混杂 强者众多 至今为止 更是无人敢接管洛日侠一脉 洛日侠东有洛侠门 北有天赋古城 而洛日城内更是强大势力无数 虽然帝国也曾经想要靠着全武力收服 但反而都弄巧成拙 洛日城 在帝国基本属于三不管的地界 强者为尊 全部都要靠实力说话 这就是洛日城的法则 吴臣此举 确实耐人寻味 三皇子目光低沉 殿下 听说天府神位与铁血飞鸣发生了对峙 哦 我帝国最可怕的天府神位 与帝国最强大的军队吗 有意思 不过 没有发生战斗 铁血飞鸣护送柳臣已离开了 好了 我知道了 北风 找个合适的机会 你也去一趟洛日侠 三皇子务必要知道 沉添所有的消息 黄亭深宫一处 洛日侠 他居然会选择那里 此子绝非常人 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帷幕之后 一个霸道凛然的男子 悠悠开口说道 大哥 直到现在 我还是有一事不明 你说 究竟是谁 陷害了那千多名家族子弟 又是谁 故意嫁祸给了吴臣 八皇子开口说道 此事 竟是与他们无关 大皇子低音片刻 我心中有一人 但若真的是他的话 他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就在皇室 为了无尘而操心的时候 他本人 已经踏上了 离开皇城的路途 落日霞 因为他地形特殊 最重要的一点是 翻过落日霞 那就是天兴山脉 而进入天兴山脉的话 就能踏足谷江域 如此一来 那就距离林天门更近一步 而陈天 完全可以通过 落日霞谷天兴山脉 林天门与他的军队 彻底的联合起来 柳晨毅 已经知道了 自己的真正身份 而铁血军 是绝对服从 他们认可之人 在皇室 册封陈天封地的 那一刻起 他的心中 便已经有了决定 脑海中 一股未来的 宏图霸业正在浮现 边疆城之战 让他明白 现在的他 还是太渺小了 需要更多的 影响力和威慑力 个人的力量 就目前来看 是有限的 当然这一切 没有人知道 陈天心中 所想的是什么 皇城古道 奔雷震天 一群龙鞠奔腾 战马之上 那都是身披赤红色战甲的铁血军人 他们驰骋在大道之上 却在皇城门外等待 人群传来了议论声 这是帝国的铁血军队啊 千人部队 好像是帝国最精锐的铁血军团的铁血飞银 这支部队 乃是帝国最神秘的部队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呀 是沙血盟 沙血盟和铁血飞银军团结合了 还有铁血军的两万余人 人们看着这集结的军团 无不是震撼莫名 他们仿佛像是雕像一般 在这里等待着人来 而为首之人便是左统领 而另一个带领着铁血飞银军团的 则是柳晨一麾下最值得信任的官舅 与沐青狂一样 乃是他的左膀右臂 而柳岩就在他们的保护之中 烈日交扬 城外等待之人却是不动如山 过了不足半个时辰 远处的身影之中 出现了一道龙居上的俊男美女 他们一路鸡齿而来 周尉辛苦了 少帅 人们集中一声赤贺 周围人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皇城行星场上 与帝国之主对峙 更是将柳晨一救下 在边疆一战 他才是最大功臣 换来了边疆五十年的和平 此子之名 此刻早就传遍了皇城 如今谁又不认得他呢 至于无尘一旁的女子 那简直就是角色仙女 更重要的是 这还是一个强大的胜者 近两年的时间 这个叫无尘的人 在皇城已经崛起成了一个妖孽 还有半年 万国疆域大笔即将开始 十节之位将重新排位 那十节之中 说不定就会有人被他拉下马来 无尘 柳妍的眼神含着情愫 无尘和陈天是同一个人 这对于柳妍来说 本就是惊喜 爷爷 南山 无伤 你们真的决定好了吗 两人点点头 嗯 星河学院那边已经同意了 跟着你没什么 我们依然是星河学院的学生 老道 反正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风无伤倒是干脆 他如今王体还没有觉醒 只有跟着陈天 才能变得更强 这一点他很清楚 而且 风无伤已经认定了陈天 左统领 柳将军一人 真的没问题吗 陈天反而比较担心柳臣义 少帅 你就放心吧 将军的身边 还有一支铁血飞鹰军队 若将军逍遥一声 应该没有问题 左统领这般说道 铁血飞鹰吗 帝国空中之战的传奇军队 边疆城战役中 在极北之境 所以没有及时回来 实际上 他们在陈天到达的时候 铁血飞鹰的部队 已经驻扎在了 皇城上空之外 只不过 被帝国一支 更为神秘的部队 拦截了而已 如此 我们出发吧 煞血盟一千人会合 两万铁血军 将要跟随陈天 前往落日峡谷的 另一个边疆 古江与边疆之间 不曾发生战乱 而古江域 也不属于任何一个 帝国势力 传闻 曾经古江域 乃是一处繁华江域 并且有帝国 有城市 有宗门 但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天 一个庞大的宗门倒下 古江域 也从此开始落寞 所以 落日峡的边疆 因为有落峡门的存在 倒也相安无事 如今 陈天这支部队 若是前往的话 会引发什么样的事情 目前还不清楚 帝国古道 庞大军队锁过之处 带起了一阵涟漪 让得所有人都是震撼无比 一路锁过城池 那是如临大敌 但是在通报之后 无不是震撼莫名 纷纷让开大道 让铁血巾进入 少帅 前往落日峡 我们可以从东面的皇城打到 不过 要落进蜀南王城 如果从西面走的话 需要渡过一条湖泊 便可以快速地 进入落日峡的道路上 蜀南王城 陈天的思绪如飞 曾经 在蜀南王城 他差一点就被百里家族杀害 也就是那时候 他觉醒了吞噬五魂 成就了现在的他 不用了 就从蜀南王城过 陈天怎么也再想回去看看 若非局势影响 陈天曾经也考虑过选择蜀南王城 不过从条件上来说 落日峡最有利 其他人都认为落日峡乱 可对于陈天来说 这是机会 第五百五十一集 蜀南王城 年关并未到来 但是近日 却有一件喜事发生 那就是蜀南王城 百里城主的诞辰 可谓是邀请了所有的蜀南王城下属的势力 你们听说了吗 百里奉学小姐成为了圣院弟子 听说 这次还要带一位皇城的贵族子弟回来呢 贵族子弟 可不是啊 听说还是一位王侯之后呢 人们无不是唏嘘啊 震撼无比 这蜀南王城 这必然是要崛起啊 若是王侯之间联姻 必然会形成一股更强大的势力 此时城池之声 军队凛然 不过却传来抱怨之声 哎 城主设宴 我们却只能在这里守城 哎 真是不爽 别抱怨了 说不定 等会换班还能吃一下呢 哄哄 就在此时 远处竟是传来了一股轰鸣颤音 似是雷奔 但仔细一听 却是马蹄之声 但是马蹄之声如此密集 那少说也是上万人一同而来 不过此刻 已经正午 城主府内宴请的贵客 都早已经到来 不可能会出现如此众多的人数 喂 你们看 那是什么 军队 竟然是军队 快 快关城门 城主府 如临大敌 军队 快关城门 蜀南王城之上 守城将领看到这支队伍 无不是心头猛颤 看到那赤红色的身影 他们的心都是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军队 这是一支强大的军队 训练有素 而且实力强大的军队 这些守卫将领看到这样的杀气 阵容如此庞大的军队 无不是惊慌莫名啊 不仅是他们 就连城门口 蜀南城内的百姓 都无不是颤抖了一下 这竟然是一支他们从未见到过的军队 马蹄声犹如雷奔 只是转眼便来到了这里 所有人的目光都无比的凝重 蜀南王城属于帝国中央地带 接连着皇城大道 若是这里有军队的话 那么无疑就是帝国被入侵了 那么只剩下一个可能 这是一支来自帝国的军队 可是帝国的军队又为何来此呢 关门 将领的第一反应 他所能想到的就是在这一刻 关闭城门 关城门者死 就在此时 一道雷霆大鹤响起 见铁血军中一人上前 一道凛然的战枪 直接撕裂空间 就在大门紧闭的那一瞬间 正好镶在了那城门的缝隙之处 随后 千夫长上前 大枪武魂绽放 一刹那破城而入 城门守卫将领看到这一幕 无不是惊讶莫名啊 只是其中的一个千夫长 便是能让城门大破 如此一支强大的军队 他们若是关闭城门 将他们激怒的话 岂不是整个蜀南王城遭殃 不 他们首先想到的 死的人是自己啊 他们只是一个城池的守卫 而真正的掌权者 却是在城内 若是拼命 他们一个都活不了 没有必要阻拦 快走 禀报城主 江林一开口 这些守卫更是犹如山倒 守门军团竟是直接溜走 朝着城池之内而去 他们现在唯一想到的便是 进入城主府 保命要紧 上万铁骑所过之处 无不是烟尘四起 进入城池之后 他们的速度却开始慢慢降了下来 最终停留在了城门口 目光只是看向了吴臣 此时在等待着他的命令 而城门口内的百姓 看到这么一支强大的军队 无不是震撼不已 他们什么时候 见识过如此强大的军团 所有人 在那股肃杀之意下 仿佛窒息 听着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 铁血侯 帝国统帅 路过蜀南王城 只是想要借道而已 速速让你们的城主 前来相迎 铁血侯 统帅 好威风啊 那领头的青年身边 不但有上万军团 更有角色美女 人们的目光 无不是羡慕无比 不过 听到他们说是帝国军团 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啊 若是敌人的话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去 去本包城主 让他速来迎接 那守门将领震撼了一下 看着这一支军团 差点忘记了 王在前 侯在后啊 若是论爵位的话 还不如白丽家族 可他们却被眼前 这支军团所震撼 此刻 哪里会想到这些 守卫木呢的点点头 便是没有听清楚 就已经朝着城主府而去 这些人的杀意 让他根本待不下去 此时此刻 城主府中 宽阔的广场之地 一桌桌的宴席摆在那里 比年会盛世 更加繁华的热闹 而这一次 蜀南王城 更是聚集了所有的势力 白丽家族 宴情四方 毫不威风 此时 许多宾客都争先尽酒 生怕白丽家族 不认识他们似的 这一次 白丽凤雪 和一位王侯联姻 无不是让人羡慕 大人 城主大人 此时啊 慌乱之声 惊扰了人们的兴致 剑被打断 白丽城主目光一领 不怒自危 随后便是看到一名守卫 慌乱而来 启兵城主大人 城外出现了一支 来路不明的军队 那守卫脸上大汗 却不是累的 而是被吓到的 他这么一说 人们目光微微一转 看向白丽家族 难道 白丽城主 还请了军队助阵不成 可是 他们看向白丽城主的面孔时便知道 这绝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么简直 城主大人 不好了 不好了 文章 何是如此喧哗 这次 白丽城主怒道 大人 那支军队 要您出城迎接 那人战战兢兢的说道 更是早已被铁血军团 那气质所吓破了胆 出城迎接 人们闻言 无不是震撼莫名 他什么身份 让本王出城迎接 白丽城主 勃然大怒 回大人 他说他是什么猴 还有军队 那人眉头紧皱 思索道 猴 白丽城主冷笑 放肆 城主大怒 猴算什么 他可是王 王之后还有公爵 公爵之后 那才是猴 区区一个侯爷 竟然让他一个王爷 出城迎接 简直是找死 你告诉他 让他来城主府 请安 给白丽王爷谢罪 城主还未开口 只见主位上 一个帅气青年 微微一怒 他都在这里 竟然让城主大人 出城迎接 区区一个侯爷 反天不成 人们唏嘘一声 不愧是王族之后啊 就是霸道无比 而且 白里家族 被册封王位 自然也不惧怕 所谓的侯爷 如今 加上此人 区区军团 又能如何 可是 那守卫 仍然有些犹豫 找死 李克告诉他 让他来城主府 谢罪 就说是我东方义 说的 若是不来 我让他侯爷 都没得当 东方义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杀一帮剑 是 是 那守卫目光一宁 只能硬着头皮返回 好了 东方贤侄 我以为这样的小神 扫了牙杏 来 我们继续喝 白里城主 对这个家旭 还是比较满意的 众人举杯 附和一声 欢笑无比 而东方义 则是坐回了 自己的位置 对着身旁的 一个美丽女子 微微一笑 而那美丽女子 有些害羞的 低下了头 人们也是不以为然 在两大王之下 排在公爵之后的侯爵 那还不乖乖的 滚过来请罪 而此时 铁血大军 依然在门外 静静的等待 城墙外 铁血大军 冰冷等候 此时 那守卫慌乱的 从城珠府走了回来 刚回来 便是看到那 威严无比的铁骑 刚想说什么 竟然被硬生生的 吓了回去 让这群人滚回去 这守卫只感觉 口中说不出话呀 甚至他总觉得 自己说出去 会不会被他们杀死 各位 守卫此刻扭捏起来 反倒是别扭 特别是 在这些铁血军人的面前 此人的座态 让他们着实不满意 好歹也是王城守卫 竟是如此窝囊 说话 蜀南王城的守卫 都是娘们儿不成 被这一声霸道的赤鹤 猛的一颤 那守卫也是来气 闭上眼 深吸一口气 我们城主说 让你们去城主府请罪 说完之后 那守卫只感觉 自己紧绷的神经 仿佛踪动了一下 但是就算是 他也维护了自己 身为男人的尊严 他好歹也是一个军人 竟然被如此奚落 怎么受得了啊 但是他发泄完了 其他人却傻眼了 简直是找死啊 居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果然 在花音落下的刹那 整个城池之内 都安静了下来 周遭充斥着一股肃杀之意 肃杀之意冰寒刺骨 让周围人忍不住在颤抖 陈天在龙居之上 目光微微一凝 铁骑缓缓地上前走动 不由冷笑 百里屠戮果然有种啊 不过随后他却是冷笑 说道 前往城主府 看看 百里城主如何让我请罪 是 出发 一声咆哮 震耳欲聋 人们文言 无不是流露出震撼之色 这青年口中所说的请罪 但他们看出来了 这群人哪里是去请罪的 根本就是去问罪的 青年一句话 大军前行 铁血喉果然威风 呼啰啰 大地颤抖 马蹄奔腾 这声响犹如奔雷 让人们心头颤抖不止 而城池之内 人们彻底的沸腾起来 纷纷的让开了大道 好强大的军队啊 他们来蜀南城 究竟有什么目的啊 就看看或许就知道了 第552集 人们跟随着大军而动 他们都想看看 一个公爵都不是的侯爵 碰上百里王族又会如何 城主府内 此刻依然是欢腾一片 热闹非凡 但是没过多久 突然大地颤鸣 让城主府内人们 无不是眉头紧索 众人的目光 纷纷看向了这声音 所传出之处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事啊 听着那滚滚雷轰 不断传来 哗然之声 回荡在了城主府 人们一个个 从桌椅上站了起来 如此大的动静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刻 就连坐在主座上的 百里城主 都流露出了一丝疑惑 随后 目光瞭望远处 竟是发现一道 铁血大军而来 他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震撼 父亲 虚虚一支军队 不过是侯卷而已 有东方在 不会有任何问题 百里王族 虽然在蜀南强大 但绝对没有 皇城王族势大 所以 一向骄傲无比的 百里凤雪 竟是对东方义 有所依赖 百里凤雪 见他父亲目光 沉思凝重 微微一笑说道 眼神寒情默默地 看向了东方义 东方义文言 也是豪情万丈 伯父 区区一个军队而已 不用管他 定是听到我所说 前来请罪的而已 百里凤雪 对自己如此期待 东方义自然 不能弱了面子 不过一个侯卷 他还当真 没放在眼里 若是公卷的话 或许他东方义 还能重视一些 百里城主 也是王爵这位 区区侯爵 他本身 也不怎么在意 可是 当看到那 强大的军队时 也让他 皱起了眉头 而在场人们心中 却也是目光凝重 虽然他们都这么说 可是这股 强大的军队 分明带着杀意而来 这群人 怎么可能会是来 给百里城主 请罪的 人们举杯不定 而且 听着声音 已经越来越近 人们的目光 也集中在了 城主府的大门之处 府内守卫 更是看到那 奔来大军 目光凝固 黑赤色的战甲 有黑发光 龙居战马 铁骑奔腾 还未到 却是感觉到了 一股难以磨灭的杀意 紧紧片刻 大军降临 大人 不好了 话音刚起 轰隆一声巨响 一道狂风 战刀划破 城主府的大门 竟是当场破裂 守门之人 更是被强大刀翼 给震退了出去 震撼之声起伏 随着军队进入 城主府内的东西 便是被瞬间毁灭 凡是有阻挡之人 那都是格杀勿论 守门之人见此 早就吓破了胆 疯狂地大叫起来 但是铁骑锁过之处 仍是无比的整齐 训练有素 没有半点的紊乱 那些守门之人 彻底地被淹没在了战马之中 道道铁骑从身边划过 他们站在原地不动 仿佛只能等待死亡 心头震撼着 颤抖着 畏惧着 城主府之内 刚刚还欢声笑语的人们 彻底地凝固在了原地 呐喊着 简直吓破了胆 虽然都是武道之人 可他们有些人穷击一声 却也没有见到过 如此强大的一支军队 巨大的宴席之地 欢声笑语在一刹那停止 并非铁骑之声淹没 而是 人们吓得不敢大声呼吸 人们都站了起来 如临大敌 这一支强大队伍的出现 简直让他们的心头 狠狠地颤抖 这绝对是一支可怕的帝国军队 最低的境界都在武宗级别 而且 从他们的气息来看 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 绝不是一般的队伍 但是 如此一个精锐的帝国铁骑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铁骑到来 便是将城主府全然包围 此刻 再也没有一个人 能离开此地 这数万精锐的军队 吃喝一声 不怒自威 便是能让他们颤抖不已 百里城主毕竟是屠戮武魂的主子 杀戮无数 也是鬼气万魂窟 但看到这些军队 他发现 自己的杀戮之意 都只能勉强抵挡他们的杀气 蜀南王 出来 你不是要我们来请罪吗 左统领嗤喝一声 回荡在城主府上空 人们闻言 无不是将目光看向了百里城主 此刻 百里屠戮的脸色难看无比 如此强大的一支军队 会给他百里屠戮来请罪 他们分明就是来问罪的 城主府内 此时此刻 无声寂静 看着那数万铁骑 人们的心头都是猛然震颤 主座之上 东方义的脸色微微一变 那黑赤色的战甲 还有铁血军特有的标志 他身为东方王之子 自然认得 不过 铁血军前段时间除了岔子 都在荒城之外等待 连他们的首领柳臣义 都被抓了起来 怎么转眼间来到了这里 不管怎么样 这群军队出现 东方义自然不会就这般坐视不理 好大的胆子 你们身为帝国军队 边疆守卫 铁血军团 竟然善离职守 来这蜀南城做什么 帝国铁血军 天府最精锐的部队 人们听到东方义这么一说 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这支军队 竟然是帝国最强大的铁血军 东方义一声赤贺 但是过了两久 却是没有人一声回应 甚至那些军人 看都没看他一眼 这让东方义行中怒不可恶 他堂堂荣亲王之子 这些人竟然敢无视他的存在 铁血军虽然厉害 可连他们的统帅都要被处决了 他更是不会惧怕 而这些人竟敢无视他 这让东方义感觉很没面子 尤其在前一刻他还夸下海口 见周围人看向自己的目光有些鄙夷之色 他更是容忍不了 一声大喝 混账 谁让你们来这里的 谁统领的你们 给我滚出来 东方义提高了声音 虽然他此刻也感觉到了无比的不安 但属于四大王族的傲气 东方义容不得这些人 看向自己的目光 要知道 他来蜀南王城这段时间 周围人 即便是百里屠戮 对他都是尊敬有加 如今在铁血军的面前 他更加不能弱了颜面 百里凤雪三年未见 他越发的成熟 此刻 站在东方义的身前 净显妩媚之色 他看向东方义的眼神 充满了骄傲之色 东方王族 东方义 这就是百里凤雪所期待的 强大的青年才剧 即便是王族之中 也是有三六九等 曾经 在蜀南王城不可一世的 百里家族 在东方家族面前 也不过二 因为东方 那是四大王族 而百里却只是区区一个蜀南王 连军队都不过寥寥数百 但百里屠戮 拥有壮大的野心 所以不断地拉拢王城的青年天才 以及势力 所以才会每年都会有大比 当年 剑公子等人便是如此 但谁又会想到 曾经还算威风的蜀南王城 因为参加了一次陈家的剿灭战之后 竟是人才凋零 不甘落寞的百里屠戮 让他的女儿进入了圣院 也因此认识了东方义 东方义是圣院地榜第一的天才 也是家族的骄傲 更是受到了不少女子的爱戴 百里凤雪 也是被这个男人的魅力所征服 所以 在他的身边 这个曾经强势无比的女子 如今尽显小女人的姿态 不过面对这数万铁骑 他竟然丝毫不惧 上前一步 帝国之间 诸侯来往 那也是通告陛下 而你们 竟敢擅闯成主府 若是传到皇室耳中 就算是铁血军团 也要灰飞烟灭 沉天的目光 聚集到了百里凤雪的身上 被那火辣的目光所指示 百里凤雪的心神猛然一颤 那绝对不是情绪的感觉 而是冰冷 他在这个男人眼中所看到的 只有冰冷的寒意 这个男人跟自己有仇 否则 他为何如此看自己 找死 我东方义的女人 也轮得到你来看 东方义勃然大怒 一拳绽放 竟是朝着沉天而来 但是 还没等他到沉天的神前 一道倩饮一挥手 寒意绽放 东方义 几月不见 你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 冰寒的力量绽放 让东方义浑身一个哆嗦 他看向了眼前这绝美的女子 浑身忍不住一颤 雪 雪洛 洛西姑娘 你 你怎么在这里 东方义看到了眼前这绝美女子 无不是震撼莫名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 那段惨烈的记忆 当初 她因为吃恋雪洛西的美貌 出言不逊 却差一点丢了性命 若不是学院德高望重的长老阻止 她差一点就死在这个女人的手中 所以对于雪洛西的可怕 简直是深入灵魂的畏惧 怎么 我不能来吗 不 不 洛西姑娘 只是 你怎么会和铁血军团一起 东方义有些畏缩地说道 人们一阵唏嘘 看到东方义在这女子面前 竟是如此低声下气 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而百里凤雪 显然也听说过这个女子的来头 圣院的圣女 实力超群 更是冠绝群芳 即便是她这般骄傲的女人 在这女子的面前 便都要黯然失色 洛西 她是谁 陈天目光一灵 却是对于此人没什么兴趣 但见洛西姐认识 忍不住一问 当初无比高傲的百里凤雪 如今看上了一个怎样的男人 陈天也想知道 一个曾经想要轻薄于我的人 若不是一个圣院太上 她已经死了 雪洛西冰冷地说道 东方义脸色一红 这种糗事说出来 让她无比地尴尬 但是她是雪洛西啊 就算自己是王祖也不行 自己若是反抗的话 必死无疑 第553集 这个女人 虽然美若天仙 但偏偏是一个女疯子 轻薄于你 找死 陈天目光一灵 看向东方义 这些年来 她没能陪在家人身边 陈天本就自责 而当时的雪洛西 在圣院肯定是孤立无援 所以才会让这贼人想要轻薄 如今 她陈天再也不是当初的懵懂小子 找死 东方义冷哼一声 却是勃然大怒 她怕雪洛西 但并不代表她害怕眼前这个人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听到东方义的赤和 陈天冷笑 凛然道 这话应该我问你 你算什么东西 我算什么东西 好 好 听好了 我姓东方 乃是东方王族 你要我死 陈天目光闪烁 听到东方之时 却是想到了东方荣 皇城四大王族 你们还不快滚来谢罪 百里凤雪 无比高傲地说道 陈天冷笑 百里凤雪 你什么时候瞎了 百里凤雪文言 美眸一领 你说什么 说什么 百里家族 什么时候如此懦弱了 东方家族是吧 东方荣是你什么人 陈天冷冷地说道 正是我父王 东方意高傲无比 四大王族 东方 是你老子 果然一样蠢 今日 断你一臂 陈天突然目光一凝 冷漠地声响回荡 整片空间煞气一阵 断他一臂 漠然之声回荡在整个城珠湖内 人们目光凝固在了一起 看向那青年的面孔 流露出了震撼之色 四大王族 东方家族之后 无尘要断他一臂 王族之后 他也敢斩 东方意骄傲的面孔 在此刻聚变 脑袋轰然颤抖了一下 最后 他有些傻眼 此人 在他说出自己的身份之后 他以为眼前这个人 会惧怕他王族的势力 但却是要断他一臂 平静的话语 在人们的心中 足以掀起惊涛骇浪 你刚刚说什么 东方意目光森寒地 看向了吴臣 仿佛听到了天底下的笑话 但是面对大军的杀气 却让他不敢像之前那样 高傲地询问 说什么 你没听清楚吗 陈天的目光依然冰冷 放肆 你要断他一臂 你可知道 他是东方王族 东方义 盛院的地榜天才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口出狂言 他可是王族 百里凤雪有些激动地说道 在蜀南王城 大军压境的时候 所有人都有些慌乱 唯有东方义 平静无比 甚至让这支军队来请罪 可现在局势的发展 根本和他们预期的完全不一样 百里凤雪 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 他竟然要斩东方王族之中的一条手臂 王族 那又如何 如何 我乃是王族 就算你是这支大军的领队 是侯爷 那又如何 你动我 我保证你死无全尸 甚至让你连爵位都没有 东方义夸下海口 此刻 他心中怒一番疼 对方明知道自己的身份情况下 竟然丝毫不惧 还妄言斩杀自己 这让他如何不怒 陈天文言 突然冷笑 连他老子 陈天都不怕 还会怕他儿子 给我断 陈天懒得理会他 一声赤鹤 一道铁血身影上前 左铜饼一刀落下 霸道无比 凌空扑出 璀璨刀光一闪 便见那手臂飞尖而起 这一刹那 空间仿佛凝固 周围人双眼外突 身躯颤抖 全部都凝聚在了那断臂 以及喷洒的鲜血上面 他们的心头 更是狠狠地颤动着 斩了 那个青年一声令下 铁鹊军人 便是刀光而闪 下一秒 便是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斩下 那璀璨霸道的刀光闪烁 更是霸道无比 在人们的心头挥之不去 啊 我的手 我的手 偏刻的宁静 换来的却是高声惨叫 那东方一回过神的瞬间 这才发现 自己的手臂已经断裂了 剧烈的疼痛 让他凄厉地惨叫起来 捂着自己的臂膀 整张脸苍白无比 没有一丝的血色 而他旁边的百里家族等人 更是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百里凤雪 脸色更是发白 呼吸都变得凝重 东方一 竟然真的被斩断了手臂 那群人竟是没有丝毫地 半点犹豫 这个人 究竟是谁 他们看向那青年的脸上 写满了骇然之色 这个男人 为何如此霸道 他只不过是屈屈侯爷 难道连四大王族都不惧怕 你究竟是谁 百里屠戮看向了 陈天所在的位置 心中掀起了波澜 饶使他杀戮无数 也被年轻人的手段所震撼了 他虽是蜀男王 但不过是最次的王族 东方家族别人都不怕 更不会对他惧怕分好 所以 连百里屠戮都慌了神 听到这话 陈天依然平静 反倒是左统领冷笑一声 蜀男王 好威风啊 你不是 要我家统帅上门请罪的吗 统领 你们统领是谁 百里屠戮的目光凝固 看了一眼左统领 又看向了陈天 这个青年难道就是 听到了 你可别吓到了 我们统领 那是陛下亲子册封的铁血侯 吴臣同帅 吴臣 欢音响起 全场哗然 若是他们没见过 但却听说过此人 吴臣 在皇城之时 便是名声大噪 圣院门前 占帝国时节花飞花 立错天榜第一 钟离位 大战与吴天儿不败 他的事迹 名扬天下 吴臣 百里凤雪的身躯 狠狠地退后了一步 他此刻打量着这个男人 吴臣 他身为圣院学子 怎么可能不知道 吴臣之名意味着什么 他也终于明白 为何这个男人如此大胆 连王族之后都敢斩 他连贵族都可以灭族啊 他连羽无天都不惧怕 他连皇权都敢挑战 他又怎么会害怕 一个王族之后 连荣亲王本人 都不敢得罪的人 岂是他东方义惹得喜的 自己女儿和东方义的表情 百里屠戮尽收眼底 这个青年究竟是何方神圣 就是让东方义和自己那骄傲的女儿 都文之色变 不过此时此刻 他明白 这个男人绝不简单 连王族之子都敢斩的人 又岂会简单 此刻他有些懊悔 竟然顺从了东方义 若是他摆正自己的态度 前去迎接这个统帅 或许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铁血侯 铁血军团 前两日 传来消息 刘臣已免死 还被册封为王 铁血大军交付于一个年轻人 我早该想到是你 东方义此时此刻 只剩下无限的懊悔 他来这里的时候 只知道铁血大军的动响 前不久传来的消息 他还以为是谣言 毕竟他没有亲耳听到这个消息 也并未亲眼所见 可如今 转眼间 便是给了他一个印证 曾经 他父王荣亲王说过 千万不要得罪此人 东方义不以为然 直到现在 他被断了一臂之后 才只剩下深深的懊悔 东方义脸色苍白 王族之后 竟然也有啃不动的骨头 人们也注意到了 东方义的表情 以及他话中的无奈 和此刻的沉默 目光看向了沉天 全部都是震撼莫名 此人究竟是谁呀 竟然让东方义说不出话来 能统领如此一个强大军队的青年 定然不是普通人 这东方义明显是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不过连他自己都不敢得罪 人们看到他的反应便是知道 今日成主府和东方义都踢到了铁板上面 你说要我上门请罪 沉默片刻的沉天 突然发出了一道低音 而这声沉吟 却让百里屠璐身躯一颤 想他百里屠璐威风八面 在这蜀男更是称王 强势无比 如今被一个青年注视 他竟然浑身都产生了畏惧 而听到这句话 所有人都唏嘘不已 甚至都想和百里家族撇清关系 生怕卷入其中 百里屠璐 我借过蜀男 被皇室册封为铁血侯 统领帝国铁骑 为铁血军统帅 论地位 怕是还在你这小小边境之王之上 你却让我无臣滚来请罪 你该当何罪 无臣一声赤火 人们震撼 请罪 现在他人是来了 不过 却是来问罪的 该当何罪的话音响起 人们震撼 而百里屠璐本人 更是狠狠的一颤 封王败将 统帅将领 不惧王族 连东方义 都畏惧的青年天才 岂是他所能得罪的 而他 却要让这么一个高傲无比的青年 来向自己请罪 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所以 此刻陈天问他该当何罪 百里屠璐沉默不语 但是陈天的目光却是看向了其他人 甚至包括东方义 眼神淡漠地询问道 你们说 百里屠璐该当何罪 人们闻言 无不是心头一颤 看着陈天的神情 众人目光闪烁 包庇百里屠璐者 同罪 见人们不开口 陈天一声怒下 他这句话一补充 周围人们无不是动容啊 第五百五十四集 一个个面面相去地看向了彼此 随后便是有人开口道 百里屠璐以下犯上 该杀 该杀 人们声音响起 百里家族人们动荡 这是要他百里家族置于死地的话呀 要知道 眼前这些人 前一秒 还在对他百里家族阿谀奉承 可是转眼间 竟是要他们死 好狠的心啊 对 百里屠璐他该死 众人看到眼前的局势 哪有不明白的道理 这吴臣统帅 分明就是来找百里屠璐麻烦的 谁知道 百里屠璐什么时候得罪了死人 连东方义都惹不起的人 他们更是惹不起 杀 没错 杀了他 附生依旧继续 人们一个个抢着回答 生怕晚了 便是被眼前这群人 视为与百里屠璐同罪 陈天的脸上 闪过了一丝笑意 冷嘲地说道 百里屠璐 你看到了吗 诺大的蜀南城 并不是所有人都以你马首是瞻 至少 就目前看来 他们都要你死 陈天冷漠地笑声回荡 百里家族目光森冷 浑身冰冷地杀意 若不是陈天在此 他们定然是要杀光周围所有人 百里屠璐的目光还算平静 但实际上 心中却是掀起了骇浪 眼前这个处处针对自己的青年 百里屠璐可以确定 他绝对没有得罪过他 但是他所说的话以及举动 处处都是针对自己 你究竟是谁 你认识我 你到底是谁 百里屠璐不敢相信地连问了两句 目光死死地看向了陈天所在的位置 他甚至意识到 这陈天分明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你想知道 陈天的目光闪过了一丝冷笑 冷冷地问道 想 当然想知道 你究竟是谁 我百里屠璐 一生得罪的人不少 但真要说 我却记不起 你究竟是谁 百里屠璐想不起他究竟是谁 你记不起也正常 大军听令 百里家族以外的人员 全部离开 否则 杀无赦 陈天一声令下 大军晃动着手中的武器 看到此景 那些前来的兵客竟是纷纷逃散而去 就连东方义都在犹豫片刻之后飞奔了出去 东方 风雪 对不起 东方义带着自己的断臂逃离而去 只留下一脸怅然若失的百里风雪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看上的男人竟然会如此狼狈地逃离 城主府内不到片刻只剩下百里家族的一群人 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人 甚至就连城主府内的守卫们全都散去了 东方 你 你看上我失望了 百里风雪伤心无比 哈哈 没想到百里风雪也会有如今这般模样 真令人失望啊 曾经高高在上的百里家族长上明珠 陈天看向了百里风雪目光无比的平静 你究竟是谁 我百里家族何曾得罪过你 你真想知道我是谁吗 我曾参加过蜀南王城的大比 却因为拒绝加入你们蜀南王族 被你带队亲自追杀 九死一生 勉强活了下去 陈天回忆起那个满天的雨夜 若不是建老 当晚他已经是一个死人 闻言 百里风雪目光一灵 却是震撼莫名啊 他这一生 只亲自追杀过一人 可是他早已经死去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即便是百里风雪都曾经佩服无比 可他终究死去 早已经成为了百里风雪心中的过去 然而此刻闻言 他的内心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不可能是你 雪儿 他究竟是谁 百里吐露激动地说道 他已经死了 绝对不可能是他 我曾经追杀过一个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那个曾经死去的人 百里风雪显然不敢相信 那个男人还活着 如果是他的话 他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内心的震撼了 他还活着 而且成为了帝国最年轻的统领 强大到连皇室都不容忽视的地步 如今只要他一句话 就可以让整个百里家族覆灭 那个男人名为陈天 可是他已经死了 百里风雪不敢相信 不是你 不可能是你 是吗 恐怕又让你失望了 凤雪小姐 陈天将原本的面目 展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当百里家族看到陈天面孔的一刹那 人们全部流出了震惊之色 是你 你还活着 怎么可能啊 陈天 你居然还活着 百里屠戮一生中 记得的人不多 但陈天绝对是其中一个 这个曾经拒绝加入他王城而追杀 却顽强活下去的青年 如今他竟然回来了 而且还成为了一方诸侯 完全不敢相信 曾经他们一只手可以捏死的陈家一个少主 如今却成为了他们仰望的存在 而且舞者变成了灵主 让他们根本无法想象 当年的会舞 不过是你们百里家族的一个笑话 为了彰显你们的强大 笼络人才罢了 而那时候 百里奉雪想要杀我 你百里家族更是要我死 不过 如今我回来了 百里屠戮 我赐你尊严之死 你 自尽吧 陈天的话音回答 霸道 冰冷 震撼 你自尽吧 平静的话语从陈天口中说出 冰冷的眼眸和言语 容不得任何人质疑和拒绝 百里家族 伤伤伤伤伤 数十人 心头更是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陈天 竟然要百里家族的族长 堂堂的蜀男王自尽 而他自己本身只是一个侯爵 然而谁又能想到 当年百里家族根本看不起的青年 会有如今的成就 他本是陈天 现如今更是无尘 已经强大到 即便是百里家族 也不容忽视的地步 百里屠戮闻言 身躯更是连连退后 可是转念一想 却冷笑了起来 陈天 你树敌无树 天下间 要你陈天死的人多不胜数 你说 我若是将消息传出去 天宗会放过你吗 九大宗门会放过你吗 甚至 帝国都容不下你 关于陈家宝物的风波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 可是 对于陈天来说 若是他还活着 天宗恐怕会亲近宗门之力追杀他 这一点是必然的 而且 他杀了九大宗门那么多人 加上灵武圣殿 虎视眈眈 所以一旦暴露 仍有危险 听到百里屠戮的话 人们总以为多出了希望 但是陈天却笑了 哈哈 城主 蜀男王 你也有如此天真的时候啊 既然暴露了我的身份 你觉得 这里的人还能活着吗 陈天微微一笑 却是看向了百里屠戮 而他的话 却是让整个家族位置一颤 他们的脑海中 想到了一个可能 灭族 陈天要灭他百里家族 陈天 你太狂妄了 你以为凭你 就想灭我百里家族 百里屠戮 勃然大怒 无尘虽强 可是他百里家族 也是百年家族 岂能被他们如此看清 十夕之内 蜀男王 我给你自尽的机会 否则我将亲自动手 你应该知道 我身边之人 意味着什么 陈天目光一灵 便是父辈而立 他的话音落下 美玲微微上前 人们凝视着那个角色女子 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圣者 传说中的女圣者 果然 真的在她的身边 百里屠戮沉默了 我若是不选呢 百里屠戮心有不甘 十 陈天默默地读术 周围人脸色俱变 岂人太甚 老夫和你们拼了 当年的百里家族的长老 猛然上前一步 竟是想要杀陈天 但是他刚刚到眼前 一道冷意降落 下一秒 寒意绽放 只见那百里长老 瞬间灰飞烟灭 圣者之力 区区尊武 烟消云散 长老 白里家族的数十人激动起来 疯狂地释放出了屠戮武魂 怒意越强 武魂越强 可偏偏 他们面对的 却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圣 连屠戏武魂 都在这股力量之下 不得不低头 都住手 白里屠戮心头一领 看到那个女娃的手段便知道 传闻不假 九 陈天依旧霸道 他根本没有理会 白里家族人们的想法 白里屠戮脸色苍白 心中更是无比的叹息 若是当年 他极力地拉拢陈天 甚至不与陈家作对的话 或许就不会如此 不 白里家族的众人 目光都集中在了 白里屠戮的身上 转眼间 时期便要过去 白里屠戮 心中也是有苦难言 若是他选择不 无法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陈天 我可以自尽 但是我的家族是无辜的 当年那件事 也是我一手策划的 不 父亲 白里凤雪激动地 看着自己的父亲 拼命地摇头 眼泪更是打湿了脸庞 他后悔啊 很后悔 曾经派人追杀陈天 却有了今天的结果 白里家族人们震撼 大呼着家主的声音 自断经脉 堂堂的蜀男王 蜀男的城主 竟然在一个侯爵的面前 选择了以死谢罪 临死前 还让陈天不要牵累他的族人 而在不久之前 他还要陈天上门请罪 白里凤雪大叫了下来 哭泥中布满了真正的绝望 当年之事 与我女儿还有族人无关 说完 白里屠戮一掌 拍在了自己的脑门心 鲜血从他的嘴角伸出 他临死前 也死死地盯着陈天 企图用自己的死 开脱族人的罪孽 吴臣 希望你放过他们 最后那句话 几乎是央求和恳情 蜀男王 已经丢弃了自己所有的骄傲 他只希望 眼前这个男人 能放过他的家族 毕竟 白里屠戮很清楚地知道 现如今的陈天 有多大的能量 胜者为他所用 强大的军队 更是以他马首是瞻 连黄泉他都不拒 更不会怕自己一个蜀男王 不选择是死 对白里屠戮来说 若是他的死 可以保全自己的家族 那么也是值得的 我死之后 你们所有人以心魔起誓 绝不可泄露无臣真正身份 否则 假破人亡 灭顶之灾 白里屠戮用最后一口气说道 随后 身躯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组长 父亲 激动的呐喊声响起 白里屠戮疯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陈天 你好狠得心 白里屠户一脸傻白地看向了吴臣 怒气攻心 心口起伏 父亲之死 让骄傲的白里屠户难以接受 狠心 白里屠户 因为我拒绝了白里家族 因为我在大笔上夺了你的风头 你白里家族便是要我死 更是亲自追杀我 若不是我陈天命大 早就惨死在了你们的手中 本来我可以杀了你 了却此事 但是你蜀南王族 白里家族 对我陈家做了什么 我陈家聊到危机之际 你们白里家族又做了什么 我陈家死在你们手中的人少吗 我陈家惨遭灭亡 难道没有你白里家族的一份吗 你说我很心 却不曾想过 你白里家族当初有多么过分 白里凤雪 墨期少年穷 你懂吗 墨期少年穷你懂吗 陈天的话深深地震撼着白里凤雪的内心 那一刻 他煞白的脸上浮现出了绝望 是啊 当初若是没有那一切的开始 便不会有今日的注定 若是早知道当初的话 高傲的白里凤雪 说不定就会正视那个少年一眼 可惜啊 一切都太迟了 你白里家族 是我自己动手 还是你们自己来 陈天的话 让他们的脸上浮现出了绝望 白里屠戮死了 他却没打算放过他们家族 不是陈天狠心 只是一切 只求本心 来到这个世界 特别是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之后 陈天更加明白 弱肉强食 他心中的怜悯和一丝优柔 早已经被磨平干净 如今的他是统帅 更是肩负着使命之人 心中怎么想 他便怎么做 不是他狠心 而是白里家族 曾经也没有给陈家生路的希望 如今的他 不过是把当年做不到的事情 做到了而已 当初 白里家族封锁整个蜀南 也要他们死的时候 可曾想过会有今日 杀一人也是杀 杀两人也是杀 即便陈天放过了其他人 他们也并不会感激陈天 只会带着仇事 在某一天回来复仇 即使如此 那么为何不杀 省得麻烦 为自己留下后患 陈天 你当真要灭我白里家族 白里凤雪恢复了平静 但他的心却是在滴血 因为他 白里家族 竟然要走向灭亡 你们当初 不是要灭我陈家吗 冰冷无情之话反驳 白里家族哑口无言 即便是死 也不要你们好过 把吴臣就是陈天的消息 撕出去 一名长老带头 人们激动无比 五六十人绽放屠戮五魂 疯狂无比的厮杀而来 可是 铁血大军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逃不了 而外界 更是被陈天布置了静置 这里的一切都是封闭的 任何消息都传不出去 杀戮与绝望 蔓延在了整个城主府之内 看着他们的死亡 陈天的脸上 没有任何的同情 唯有铁血的目光 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灭族 换作以往的陈天 他一定做不到 可这个世界 你若是对自己的敌人仁慈的话 那对于自己来说 或许在将来 那就是噩梦 陈天 你不得好死 死也不要你们好过 自曝的声响 不断地回荡在整个城主府的上空 逃窜的人们 听到这里的哄响 无不是流露出震撼之色 对于他们来说 这或许是百里家族的末日 一个个家族之人 躺在了血泊之中 等待着他们的依然只有死亡 百里凤雪 不忍心看着眼前的一切 目光森了 陈天 我就是挂作厉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 厉鬼 那你百里家族 有问过我陈家人 是否会放过你们吗 九长老 就是死在百里家族的手中 陈十五 也是死在他们的手中 我陈家 岂能放过你们 陈家人激动无比地说道 百里凤雪 一切都结束了 做错的事情 终究付出代价 陈天一步步地走向了百里凤雪 那一刹那 这个女人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悔恨的泪水 她绽放五魂 朝着陈天怒杀而去 但是她明白 等待着自己的只有死亡 屠戮绽放 万魂鬼气枯 夜夜的黑火 闪烁着鬼火般的幽冥 曾经在这股强大的屠戮五魂之下 陈天只能仰望的存在 如今 当屠戮五魂再次绽放在他们眼前的时候 对于陈天来说 就犹如凋零 太弱了 浑身都是破绽 百里凤雪不像是要她命的人 反而更像是赴死之人 是的 对于百里凤雪来说 她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希望 家族覆灭 只是因为当年 她看清了眼前这个青年 如今她成长到了 让百里凤雪不得不低头的地步 死亡原来距离如此之近 绽放的锋刃 伴随着撕裂的咆哮 一道可怕的锋支拳 仿佛能够切割她的生命 百里凤雪五宗巅峰 而陈天亡极六宠 这就像是小孩与大人的区别 当陈天轻易地破解掉 百里凤雪的五魂之时 她的目光闪烁着一丝漠然 百里凤雪 没想到再见面时 高高在上的你 也只有如此实力 百里凤雪见到自己的攻击挡下 却是冷笑了起来 的确 物是人非 可是我百里凤雪 也一样不容你侮辱 陈天 你终其一生不过如此 可我百里凤雪 你永远高攀不起 我是王族 而你 在我眼里 永远是星辰镇家族的 一个小小的陈家人 你 永远不如我 百里凤雪 依旧用轻蔑的目光 看向陈天 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你不用这些话 来刺激我 昔日因为一点小小的矛盾 你便要将我置于死地 你当年想要杀我的时候 就没有想过 会有今天吗 聚气成剑 剑气 在陈天的手中绽放 而他本人的眼眸 却是没有丝毫的波澜 即便是现在的百里凤雪 充满了仇恨和赴死之意 他也依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若是换一个角度 他们只会让自己死得更惨 自己的身份也绝不能暴露 必死无疑 剑出夺命 百里凤雪闭上了眼眸 深知自己将会死亡 但是他没有抵抗 因为当初的青年 早已不是他能所敌的 闭上眼的瞬间 他的脑海中 浮现出了很多种可能 实际上 当年他是欣赏他的 可是因为青年桀骜不驯 他才想要给他一个教训 却是没想到 换来了如今的结果 如果当年 他能正确地表达 自己对那个青年的感觉 或许一切都不一样了吧 骄傲的百里凤雪 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剑出刺眼的寒芒绽放 清脆的撕裂之声 回荡在了全场 不过周围人 却全然发出了惊异之声 就连陈天 也猛地收缩了一下瞳孔 是你 一个人影挡在了百里凤雪的身前 承受了那致命的遗迹 当陈天看到他的面容之时 目光为之震撼 是我 没想到 昔日 我能与之一战的人 如今 已经成长成了庞然大物 你的确是当年鼠男最强大的天才 我不禁你万分之一 嘴角伸着鲜血 陈天的剑意 贯穿了他的心态 看着眼前的青年 陈天一声叹息 你这是何苦 何苦吗 你也有喜欢的人吧 若是身为一个男人 无能为力保护他的时候 或许 只有生命 走在他的前面吧 即便是死 也无怨无悔吗 陈天目光一领 是 死也无悔 眼前的男子微微一笑 面对着死亡 他的脸上 却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为什么 为什么要替我受这一击 你已经离开百里家族 你没有必要 才为我拼命的 百里凤雪激动地说道 眼前的这个青年 正是当年大比的时候 与陈天针锋相对的剑公子 曾经被誉为 鼠男第一青年剑客的男人 第556集 如今 他为百里凤雪宁死 凤雪 原谅我 将你的名字如此的亲密 不 不要说话 你不要说话了 看到他嘴角不断渗出的鲜血 百里凤雪慌了神 剑公子缓缓地抬起手 温柔地捕摸着他的脸庞 擦拭着他眼角的泪水 笑了笑 我喜欢你骄傲的样子 你的倔强 不认输 丛雪 不要哭泣 即便是黄泉路上 我也会陪伴着你 千里 为什么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三年前 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 看你骄傲 喜欢的男人要顶天立地 我知道自己陪不上你 这些年来 哪怕离开了百里家族 我依然默默地注视着你 即便是在黄城圣院 你再回到蜀南 这路上 我都默默地看着你 我自知有限 比不上那些黄城的青年才俊 更比不了那所谓的东方义 但我只是在想 在你身边默默地注视着你 我想要的 请此而已 剑公子的身体缓缓地倒下 百里凤雪搀扶着他 眼泪滴落 晶莹无比 凝视着那张煞白的脸 百里凤雪 此刻已经泣不成声 剑林 百里凤雪哭泣无声 此刻 他的内心无比地懊悔 原来在这一刻 他才多少有些许地明白 这个世界 他原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切 可当他意识到的时候 已经晚了 在我看来 东方义 不足的万分之一 百里凤雪 你随他去吧 陈天并没有动身 反而转过身 腹背而立 他虽然动了侧影之心 可是目的仍未改变 百里凤雪 必死无疑 好 好 若非当你自己的义气用事 也许 就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过 我百里家族的血脉 不会因此而停 曾经蜀男的一代天之娇女 便是在留下这么一句话之后 伴随着剑林而去 两个人的身躯 躺在了血泊之中 百里家族数十口人 也无一幸免 四叔 你带着队友去星辰站吧 我在承担与你会合 花音落下 陈天策马而去 你留下一对人马 将百里家族之人埋葬 剩余之人 全部朝着星辰镇的方向而去 那里 有着陈家的寄托和思念 人们看着他们离开 无不是震撼莫名 当他们走进城主府 看到那一具具尸体的时候 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曾经辉煌无比的百里家族 竟然在一日之间 灰飞烟灭 所有的人 惨死在了铁血大军的手中 而他们 飞奔的方向 竟然是星辰镇 星辰镇 铁骑犹如雷奔 轰鸣之声传入了大地 让得整个星辰镇都为之震撼 铁骑所过之处 无不是让人们震惊 自从三年前那件事情过去 星辰镇已经再也没有了陈家 即便是文家人 古家丘家三大家族 也开始走向了陌落 不少的天才都陨落在了陈家的手中 不过现如今的他们 依然苟活着 蜀南王的盛宴 他们已经没有资格去参加了 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三家齐聚在一起 无不是叹息啊 就在此时 星辰镇传来消息 一支军队进入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文家也好 古家也棒 当铁血大军降临之时 这些家族 无不是惊慌失措 这位军爷 不知道你们是 让文家人 古家人 出来相见 大门之前 星辰镇的门口 两个家族的组长 仓皇而来 各位 你们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肃杀之一阵天 这些军人之中最弱的 竟然也是武宗境界 要知道 星辰镇最强的 也只是当年 陈家的武宗而已 不过 他们毕竟是一族之长 言语虽然客气 不过傲气犹在 我人老狗 找你什么事 这么快就把我陈家忘记了吗 陈锋站了出来 一声叱吓 当他们看到 陈家人的面孔时 充满了震撼 但随后看到 陈家人在这群大军的时候 他们更是惊悚和畏惧 陈家 这个曾经 几乎灭绝的家族 竟然再一次的 回到了蜀南这一片土地上 回到了星辰镇 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陈锋 你们 怎么 我们还活着 很失望吗 今日 就是要你们付出代价的时候 就凭一个落寞的家族 陈锋 你真以为 蜀南王会坐视不理吗 你们还敢回来 文人家族见状 激动地说道 说不定 抓住了陈家人 就可以重新换来 蜀南王的信任 蜀南王 陈锋 陈锋冷笑道 看看这是谁的人头好了 说完 把蜀南王的人头 扔了过去 两大家族 惊慌大乱 陈锋 你 你 反抗者 杀无赦 陈锋一声令下 铁血军团 配合地呐喊一声 收尾震天 震撼人心 新陈镇之人 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两家的脸上 蒙上了一层阴霾 他们的眼中 仿佛看到了绝望 陈南 策马南去 陈锋 陈锋的身后 跟着柳妍 雪洛西 魅玲 三大姿色各异的美女 无不是羡煞旁人 南风风无伤等 紧随大军齐后 陈天一路无言 白李凤雪临死前醒悟 却已经晚了 剑公子与白李凤雪的情 让几女都有些感触 有些落寞地说道 陈天笑了笑 失去 才懂得珍惜 也许 这本就是所谓的爱情 失去 才懂得珍惜吗 柳妍凝视着陈天 剑公子倒也痴情 可惜 他爱错了人 那么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 柳妍看向了陈天 陈天笑了笑 生死相许 不离不弃 陈天的话语飞扬 飘散在空中 只留下若有所思的几女 沉默着 凝视着陈天的背影 蜀男成男 大军仍在等待什么 过去了一个时辰之后 一支精锐的部队 踏着铁骑归来 陈家人的脸上 面色红润 显然 释放出了心中 多年的怨气 小天 文人家和谷家 我们都给抄了 倒也没有灭族 那么狠心 不过 他妈这辈子 休想再恢复元气了 陈峰传音而来 陈天笑了笑 四叔 你自己做主就行了 家族的事情 有四叔在 陈天倒也省心 陈天对自己的信任 让陈峰有些激动 这些将谷家和文人家抄家 也算是收获颇多 但总的来说 陈天给的东西 任何一个都远超价值 不过陈峰真正有兴趣的是 陈家的崛起 虽然陈家离开了皇城 但是与通天阁的合作 仍在继续 加上 陈日峡本来就是一处 资源丰富之地 若是选择为 陈家崛起的第一个地点 再是合不过 想到陈家的崛起计划 可以继续实施 陈峰自然是兴奋无比 出风 前往陈日峡 见人员已经到齐 大军便是不再等待 铁骑晃动 数万人乘风破空而去 好好当当 犹如长龙 而蜀南城之事 也以最快的速度 传回了皇城之中 对于此事 皇城并未多说什么 甚至没有半点过问的意思 后来便是传出 吴臣路过蜀南城 蜀南王仰仗着东方义 士强凌弱 不惧侯爵 让他滚来寝醉 因此得罪了吴臣 惨遭灭族 皇城之人闻言 无不是唏嘘震撼 如今这个青年 仅仅是因为蜀南王 得罪了他而已 便是将人灭族 人们倒是不宜有他 因为他们知道 这或许就是吴臣在立威 他出城铁血侯 封地落日成 即便是王爷对他不敬 他也要证明自己的强势 陈天 这是在宣布自己的权利 只是可惜了 蜀南王百里家族 听说 那娇艳欲敌的百里凤雪 都免不了一死 那吴臣啊 还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 不过一想到 他身边有柳妍 还有一个绝色的女圣人在身边 就可以理解了 吴臣那家伙 对女子眼高得很 至于星辰镇灭亡的两个家族 却是根本无人提及 古道之上 狂奔铁骑 一路朝着落日东方而去 铁骑大军 便是前往了落日城 期间 经过了扬州白阳镇 所过城镇 吴不是敞开城门迎接 甚至临走前 城主府 城中家族 都是举足相送 还附赠了城家不少礼物 这些人倒也聪明 军队之人不收 吴臣他们不指望 但是送给城家 却是最好的打算 而城家正是发展之际 一来可以相互熟路 二来也不至于让别人没有面子 一路上 一路上倒是欢声笑语 不宜乐乎 最大收获的莫过于陈家了 不过 看到陈家子弟洋洋得意的时候 陈天却是冷不防地提醒了一句大家 顿时 让所有人哑口无言 不过一点区区的成就 便是让他们有些得意忘形 这让陈家人自惭心愧得很 之后便是淡定得多了 即便是陈家的长老 都不得不看陈天的口吻来行事 生怕自己一个举动 惹得陈天不高兴 对此 陈天倒是哭笑不得 他倒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告诫罢了 不过他也没有多说 让陈家的人紧绷一些 未尝不是好事 古道之上 两天过去 第五百五十七集 大军翻越大山 左统领上前 少帅 翻过这座山 便是骆日霞 陈天点点头 麾下也有统领上前一步说道 少帅 骆日霞乃是我国帝国边境之地 不过 与边疆城不同 很少会有外敌 古江域与帝国江域 很少发生战乱 不过 却因为独特的地理形势 从而让骆日霞 成为了一个不简单之地 哦 倒是说说 如何不简单了 众军行走 却是对陈天诉说着 关于骆日霞的故事 骆日霞内 有一城 名为骆日城 骆日城 经历了八百年 几乎是在帝国建立之初 便是存在的 不过骆日城内 有一户本土人家 名为拓跋家族 拓跋家族 哥哥骁勇山战 能力极强 而且从来不服帝国管教 据说是当年的纳兰地震压 才让拓跋家族安分了下来 不过 他们也因为一直长居在骆日城内 但是拓跋家族 一直都是纳兰家族的心病 加上骆日城特殊的地理位置 成就了一个绝大的贸易交易城市 而帝国一直想要掌控骆日城 可却从未成功过 八百年来 不乏强者大能 前往骆日城坐镇 可最终结果不是死 就是逃 骆日城如此可怕 陈天有些惊讶地说道 看到陈天的反应 人们无不是震惊 少帅 之前路上的时候我便是猜测 您或许不知 现在看来您是真不知道 骆日霞是什么情况了呀 骆日城我还真真不知道 我只是在想好退路的时候 觉得骆日城 缘可守 静可攻 沦陷还可逃 陈天对这群人并无隐瞒 少帅考虑的的确是 但这些的前提下 都要建立在 我们能否在骆日城里足 才是关键 左统领提醒道 只是一个家族而已 想必还不至于让铁血军为难吧 少帅 拓跋家族不容小觑啊 而且骆日城 远非只是一个拓跋家族那么简单 骆日城为交易大国 便是有不少贸易交易的 其中 还有一个炼丹师的联盟 驻足在城中 他们影响力也是无比巨大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的影射势力 甚至还有骆霞们 都插足在其中 所以说现在的骆日城 即便我们有皇权之命入处 但可以想象 绝对不会那么简单的 我这么说 只是想少帅 做好万全之策 当然 我对少帅 你有信心 左统领的信任 绝非盲目的 大军之内有胜者 站稳脚步那是必然 他们需要的 是如何才能征服骆日城 让城中之人服从管束 这才是关键 本就是一个混乱之城 来往人员更是龙蛇混杂 强者无数 想要他们服从 没有绝对的手段 这自然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陈天 本就是一个创造奇迹之人 即便是皇权 他也不惧 能从皇室手中 救下柳辰义 这绝非偶然 陈天文言 沉吟了片刻 若是太简单的话 反而太无趣了 若是不能迎难而上 那还如何成长 陈天笑了笑 给予了众人巨大的信心 虽然整个大军 都充满了信心 但是 他们却还是 低估了洛日城的残酷 当他们翻过斗笠山 来到洛日霞的周围的时候 看到的一幕 即便是陈天都无比的震惊 那是被毁掉的庄院 山村 还有镇集 他们看到的 哀鸿遍野的凄惨 看到了家破人亡的哭诉 一路上 洛日霞的周围 都充满了难民 死的死 伤的伤 老弱病残 他们无法离开 而年轻一点的 却早已经化为了荒谷 死在了荒土之上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陈天下了马 一路走去 左统领 军队的到来 让人们生出了警惕 看到他们饥饿无比 陈天命人 给他们一些干粮 在交谈中 陈天才知道 是山贼 夺走了他们的家园 你们为什么不前往洛日城 以求安全 陈天心中了然 洛日城强大 最弱的据说都在武宗境界 没有个尊纪 都不好意思显露出修为 按理说 足以保护这些平民百姓才对啊 但是在他们的口中 陈天却是得知了更可怕的消息 山贼竟然来自于洛日城 而他们原本就是洛日城内的居民 却因为日渐增多的武道之人 他们被轰了出来 洛日城的周围 还有无数他们这样被驱逐的居民 但是他们土生土长在这里 他们根本无法离开 因为只要出了这座大山 便会有妖兽 贼匪 他们一样是死 运气好在这里还能活下去 听到他们的叙述 陈天沉默着 洛日城的现状 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加复杂 武道之人 对这些人的生命 早就已经不看重了 陈天不是大山人 但也却是觉得感到心寒 这些人 他们竟然连普通人都不放肯 他们 好可怜 柳妍 雪洛西他们 都是同情心泛滥 毕竟这些人不是武道之人 却要遭受颠沛流离之苦 哀求的眼神 几乎看向了陈天 陈天心中领会 却是没有多说什么 从洛日霞的外围环境 完全可以看出 洛日城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城市 左统领 让大军戒备 也许 这位行并不会太平 陈天吩咐下去 看到陈天脸上的神色 左统领点点头 大军进入了警戒 肃杀之意 在这群军队中满眼 数万军队进入了 洛日霞的范围 远处的山峰之外 一座华丽的城市 孤傲的耸立在山峰之上 会当临绝顶 一览众山小 陈天 抵达洛日霞 洛日霞 骑行山脉 因为其特殊的地质 就像是纹理一样的山脉图案 绵延在整个山头 而在这山脉之内 却是传来了惊人的破空之声 这是强大的原力之箭 附带着原力的箭矢 是用来杀人的箭 一道惨叫声破空 但是随即 却是传来了大小之声 有意思 紧情地跑吧 就让我看看 你们还能逃到什么时候 驾 胯下黑马 这是一群策马奔腾的武道修士 一群十几人 脸上各个写满了凶悍之色 他们的目光带着冷嘲 直落的身影远处 是狂奔的人们 而他们手中的箭 便是死身的镰刀 在收割着他们的生命 前方有数百人在狂窜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惊悚 恐慌与绝望 但是在眼中 却闪烁着对生命的渴望 逃 这是他们唯一的想法 身后之人 正在对他们进行猎杀 那些战马上的人们 衣着滑跪 却是将眼前的人命 当成了玩笑 他们用手中的猎剑 无情地收割着他们的生命 人们的呼吸无比的急促 他们一路从城市中逃窜到了骑行山脉 原本以为会有生还的可能 可一路走来身边之人一个个倒下 这是一群不到十五六岁的小孩 其中也有成年的男子 但是他们各自的脸上都写满了彼此的不信任 不过相同之处在于 他们破烂的衣衫 以及额头前的奇怪黑影 哥哥 我们还要逃吗 这是一个脏乱的女孩所说的 那双灵动的双眸 闪烁着对生命的寄托和希望 她询问着那个少年 摸摸头流露出灿烂的笑容 丫头 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 好 战马之声奔腾 对于他们来说 片刻的修写都是致命的 他们必须从奇形山脉 逃入夜火森林 唯有进入诺大的森林之内 他们才有可能活下去 这群人对生还有着极度的执念 对于他们来说 即便明知道是死 却义无反顾的出现在这里 不断的逃跑 这就是心中唯一所寄托的希望 活下去 他们来了 走 不知道谁人大贺了一声 数百人蜂拥而至 他们全部分散开来逃窜 而那个少年背负着小女孩 疯狂的逃命 他咬着牙赤着脚 跑出了血 但却察觉不到疼痛一样 只想着活下去 逃吧 逃吧 比起那暗无天日的农历场 你们尽可能的活下去吧 你们逃得越精彩 对于我们来说 才是最大的看点 身后传来了一声讽刺的大笑 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的强者 但是他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线 从他的话语中竟是听出了一丝讽刺 甚至是别的味道 人们听着这话 就如同着了魔一般 逃 再也不要回到那暗无天日的黑暗中去 他们要活下去 驾驾 然而 就在他们继续逃窜的瞬间 身后的战马转瞬即逝 人们的身后 一群华丽衣着的人们狂奔而来 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兴奋之意 我出现了 逃得了吗 拉弓射箭 嗖的一声破空之响 原力之箭绽放 只是眨眼间 一个逃窜的男子被射穿了心脏 十八个 凤琴庄庄主已经射杀十八人 看我的 九星连珠 九到破空之箭射出 竟是一瞬间三连发 九剑齐出 九条人命 在这一刻顺息而死 天荒庸兵团团长连射九人 目前射杀人数超过二十五位 高空中的强者不断的报数 而身后的人们也在不断的猎杀 而那些人仍然在逃 他们想要活下去 绝不能停下自己的脚步 因为停下的话 他们会死 第五百五十八集 这是一场游戏 一场来自全者们的游戏 各位 谁能击杀五星兽刑者 就能获得最后的优胜 各位可别忘记了 他是一位王鸡五重的强者 这可是我们所选出年轻中的最强努力哦 虽然实力被封印 可大家还是要小心行事才行 那些战马之上的华贵之人 在听到这话的时候 无不是兴奋不已 五星兽刑者 王鸡五重的强者 人们立刻轰动了起来 兴奋 纷纷都在寻找那五星的兽刑者 究竟在什么地方 若是能够直接将其射杀的话 便能够成为这次最后的优胜者 不过 只要杀死的人越多 积分越多的话 一样可以持平五星兽刑者 不过 这次参赛的人 总共有四十人左右 而逃窜的猎物 总共六百人左右 五星兽刑者 相当于一星兽刑者的三百人 而这里面 二星兽刑者有三十位 三星兽刑者二十位 四星有十位 若能够击杀这些人的话 一样可以获得最终的胜利 人们纷纷看向了举办方所提供的名单 所有的兽刑者名单 都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内 每个人的脸上出现了冷然的笑意 游戏进行 在骑行山脉展开了疯狂的追杀 不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可恶 憎恨吗 弱者 本来就没有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 死吧 一名强大的王级男子 收割着眼前兽刑者的生命 他的积分一下子暴涨 他微微一笑 二星兽刑者吗 若是能找到五星兽刑者的话 说不定还有机会 发现五星星星者了 他在骑行山脉南边 有人和他发生了激战 人们中传来了惊人的消息 那逃窜的数百人 早已经成为了这些强权者手中的亡魂 当所有的目光 集中在五星行星者的身上时 南边传来了消息 就如同急事雨一样 仿佛早就安排好了一班 呃 南边的山脉 传来了愤怒的怒吼声响 那是一头狂暴的猛士 他浑身染红了鲜血 浴血厮杀 五重亡级的战斗力惊人无比 加上长期在生死磨练 他的意志强大得有些可怕 而他的身边躺着无数的尸体 那些权贵死在了他的手中 但是这更加刺激着人们的血液 当陆陆续续的参与人赶到这里的时候 那个猛士的脸上多出了一丝决然 但他并没有任何放弃的想法 杀一惊人 不愧是五星寿刑者 连风轻庄庄主都死在了他的手上 有意思 亡级五重吗 他家一起上 谁能杀得了他 那就是谁的 一名魁梧之人喊了一声 人们回应 数十人全部朝着那五星寿刑者杀去 不到一会儿鲜血染红了地面 那猛士的身躯开始摇晃起来 他的视线开始模糊 等待着他的似乎只剩下死亡 是我的了 五星寿刑者 是我的 人们争先而上 不过就在此刻 却被突然而来的一剑 贯穿了头部 人们猛地回头一看 却看到了一个身披战甲之人 人们目光一收 脑海中浮现出二字 拓拔 看来 这五星寿刑者是我的了 那人微微一笑 扬长而去 带着最大的猎物返回了城池 接下来 人们庆典人数 但那半空中 注目着一切的神秘强者 目光微微一宁 各位 好像漏了两个 人们闻言 无不是诧异莫名啊 什么 漏了两人 这怎么可能啊 这些参与人 无不是震惊莫名啊 每月的猎杀游戏 可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放出来的奴隶 都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死 但是此刻 主办方竟说是漏了两人 那半空中的强者立刻轻点 目光定格在了 两个一星寿刑者的脸上 那是一个少年 一个少女 漏掉的居然是一星寿刑者 看来我们是看漏了什么 不过身上有奴隶标记 也想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吗 比赛延长 这两个一星寿刑者 加起来变更为五星 那些因为拓拔家族之人 夺得了五星寿刑者的 魁首还失望的人们 一刹那激动了起来 赤红的双眸 简直像是失去了人性的野兽 几星山脉的大山沿下 一个青年突然从大石之中出来 但是却因为耗尽了原力 而再也无法继续前行了 哥哥 你怎么了 妹妹 有你的能力 离开这里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用回头 不 哥哥 我们要一起走 约好了的 少女的眼瞳干净明亮 充满着希望 少年摸着她乌黑的绣发 傻丫头 快走 哥哥会引开他们 不 我不要哥哥离开 我们要一起走 你难道不听哥哥的话吗 用你的力量离开这里 你可以做到的 少年有些生气地说道 少女哭了 不 那样的话 哥哥会死的 少年猛地一颤 随后笑了 哥哥答应你 我不会死的 我会活着去找你 所以 丫头 你先离开好吗 真的吗 少女眼眸很大 很灵动 少年点点头 飞窜了出去 但是她知道 自己的离开 是注定了死亡的开头 此时此刻 奇形山脉脚下 大军兵临 奇形山脉 铁骑之声轰颤 回荡绵延在山脉之中 周围 数十人在铁骑之上狂奔 分散而来 都在寻找两名的 一星受刑者 只要找到了他们 就可以再次获得五星 狂妄的拓拔离开之后 或许根本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若是能成功击杀掉 两名一星受刑者 也就能够获得五星的分数 如此一来 所有人都有机会 超越离开的那人 他们还有希望 该死会在哪里 区区一星受刑者 竟然能逃出主办方的双眼 的确有点本事 不过 奇形山脉也就这么大 只要飞上天空的话 周围的一切都尽收眼底 人们不约而同的 看向了高空之中 参赛之人 绝大多数最低的 都是王级境界 神念释放之下 想要寻找两个一星受刑者 几乎没有任何的悬念 但是他们错了 当他们飞越高空的时候 除了山地以外 无法正确查看以外 周围仿佛根本没有 这两个人的身影 他们甚至以为 这是主办方搞错了 再三询问之下 主办方之人几乎确定 死亡人数中少了两个 也就是说 的确有两名受刑者消失了 一星受刑者的实力 绝对没有超过武宗 以我们的速度 他们根本不可能 离开奇形山脉 看来应该是身怀 某种特殊的武魂吧 人们议论起来 其中一名强者笑了笑 如果只是在奇形山脉的话 他们绝对逃不了 说完 这名强者竟然融入了 奇形山脉的土地之内 周围人们面面相去 却是嘴角流露出了一丝冷笑 他们只需要跟着 这个图属性的灵者 找到他 便能够找到人 山岩之后 少年的身体 完全地躲到了洞窟之中 他的手中 拿着一把染着血的长毛 喘着粗气 慢慢地平静自己的呼吸 紧握着手中的长毛 目光凛然 月儿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一定要活下去 少年看向了远方 眼中满是决然之色 果然有漏网之鱼 找到你了哟 就在此刻 他的身后 突然泛起了一张 岩石的人脸 少年毫不犹豫地 将长毛刺向了人脸 随后 疯狂地逃窜出去 嘿嘿嘿 少年 还真是毫不犹豫呢 不过还有一人呢 那土属性的灵王 随意地操控着大地 一个石像平地而起 出现在少年的眼前 靠年自行而去 石像崩塌 不过下一秒 上百的石像 包围了他所有的退路 那灵王强者 缓缓地从地面而起 显露出真身 果然只是一心受刑者 不过 居然能逃过尊者的视线 少年 你是怎么办到的 灵王强者带着微笑 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少年 少年目光低沉 他没有说话 一旦自己暴露的话 那便是意味着 那些人将会很快地 发现自己的位置 他必须拖延时间 只要离开了奇形山脉 进入夜火森林 他的妹妹 才有逃脱的可能 在此之前 他要尽量地拖延时间 见少年不说话 灵王突然目光一闪 小子啊 还有一人在什么地方 只是他一个人 还不足以形成五星 必须是两个人 才能组成五星寿星者 灵王知道 所有人都会探寻 自己的气息而来 所以他必须先下手为强 于是他动手了 灵力绽放 就在那一瞬间 少年身影一闪 若同惊雷 图属性能量爆发 却没有伤及那少年的分毫 而眼前 哪里还有那兽行者的身影 雷 黑色的雷 属性力量还是灵者 那灵王目光闪烁 却是瞬间融入了地面 图属性凹一绽放 整个骑行山脉的东西 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他找到了奔跑的少年 却始终没有发现 另一个受刑者 糟糕 就在那灵王强者犹豫 要不要动手的时候 周围又有其他的人 盯上了逃跑的少年 此刻 崩狂如雷的少年 深知自己的处境 第559集 一道惊雷逃出数公里之后 一个强大的剑修 挡在了他的人前 一剑凛然而来 那少年冬若狡兔 又是一道雷光闪烁了出去 那剑修剑壮目光微凝 因为他也看到了黑色的惊雷 想逃 琢磨 剑修冷哼一声 追上了逃走的少年 不过 因为他这边的动静 也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很快 人们加入了追捕的大军之中 不到一会儿 数十名参赛者 竟然全部加入了围剿之中 而且他们以收缩的形式 逐渐的将那少年 逼入了他们的包围网中 少年朝东 一群人出现 他朝西 又是一群人出现 当所有的退路 都被这群强者包围的时候 少年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丝绝望 但是他的心 却是笑了 所有的参赛者都在这里 虽然少了一个 但是 只要他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妹妹就一定可以逃出这里 空中神来一掌 轰然巨响 少年只感觉胃力翻腾 下一秒 整个身躯被打飞了出去 主办方的尊级强者出手 并未动用尊级原理 仅仅是普通的一掌 便差点让这少年死亡 不过 那尊级强者 并未打算这么杀了他 还有一个女娃呢 那尊武境界的强者询问道 目光凝重 眼前的这个青年 连武宗都不到 却从他的眼皮底下逃离 这让作为负责此次狩猎的他 颜面何存呢 少年不语 衣衫染红了鲜血 不停地咳嗽 刚刚那一击 差点要了他的命 喂 苦行者 你出手的话还怎么算 参赛者不满地说道 那尊级强者却是不以为然 我只是想寻找他另一个人的下落而已 能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逃走 说不定他们的价值会比受刑者更大 人们对势 不愧是生意人 在一瞬间想到了另外的可能 说 还有个女娃子在什么地方 少年笑了 看着他的笑容 人们凝视着他的眼神 这个少年的眼里丝毫没有畏惧 甚至那根本不像是一个将死之人该有的表情 又是一拳 让得少年仿佛粉身碎骨 不说死 那尊级强者怒吓一声 死又如何 你们这些丧尽天连的人渣 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的 少年不惧死亡 在寒风中冷笑着 饶死 说出另一个人的下落 否则要你无麻分食 从被你们抓起来做奴隶的那一刻起 我就没有想过活下去 但如果我还能活着 未来我一定要替天行道 少年的心中充满着生的渴望 可他知道今天必死 但即便是死 他也要让这些人尝到痛苦 愤怒释放的瞬间 黑色的惊雷在这一刻绽放 这是黑色的雷 好可怕的雷属性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人们震撼不已 雷动而起 少年一拳而来 迎面击中一人 那王级强者 身形竟然被打飞了十米之外 虽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可少年 他才是一个武师境界 黑色的雷 人们的目光 全然集中在了少年的黑雷之上 众所周知 天下万物 五大属性 雷的颜色是蓝色的 而黑色之雷 无疑是产生了异变 那主办方的尊级强者健壮 眼前猛的一亮 一变雷属性 这可是稀有之物 若是拍卖给那些大人物的话 说不定能有一个好价钱 此子不能死 你以为 我还会跟你们回去受那种痛苦吗 少年的黑雷爆发 他竟然是想要求死 但在尊武的力量之下 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之力 弱者是没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的 我会抽空你的记忆 让你彻底沦为傀儡 然后卖一个好价钱 嘿嘿嘿嘿 那尊级强者 咧嘴流露出森然笑意 而少年的脸上 流露出了一丝绝望 弱者 连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都没有 他的心不甘 他的愤怒 好恨 惨叫声回荡在山脉之上 少帅 我们已经进入齐行山脉 只要翻过这山脉 便是落日成了 策马上前 陈天凝视着远方点点头 嗯 大军可需要休息 不用 那好 继续出发 嗯 什么东西 出来 就在他们大军上前之时 突然 魅灵的口中 突出了一道凛然之意 下一秒 在虚空之中 魅灵伸出手掌 猛然震动凌厉 撕裂的空间 传来了一声惨叫 下一秒 一道身影 出现在了陈天他们的身前 魅灵出手 不过就在此时 陈天目光一灵 魅灵姐 住手 她只是个孩子 映入陈天他们眼帘的 只是一个脏兮兮的孩子 少女的脸上 写满了惊悚和畏惧 但那双眼 却是无比的灵动 小姑娘 不用害怕 我们不会伤害你 你离开吧 天人合一的境界下 陈天完全能感受到 小女孩内心的恐惧 陈天不想吓到她 那小女孩凝视着陈天 却徘徊不定 但就在下一秒 小女孩却是突然跪了下来 大哥哥 求求你 可不可以帮帮我 救救我哥哥 说完 女孩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她的眼泪无声 却让陈天震撼莫名 抽空记忆 恋为傀儡 少年心头 涌现出无尽的绝望 现在的她 不起求能够活下去 但是 必须拖延时间 让自己的妹妹离开这里 还需要一点的时间 只需要坚持下去 她就可以安全地离开 尽量地拖延时间 即便是面临着死亡 她的内心 依然渴望着自己的妹妹 能活着离开这里 少年发动了惊雷 可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黑红色的雷电 仿佛定格在了空气中 在强大的尊者力量之下 她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回荡在她脑海中的只有一句话 弱者 连死亡的方式 都没有选择的权利 她好恨 恨自己的渺小 她不甘 不甘这天道的不公 但她更愤怒的是 现在的自己太弱小了 苦行者 若是炼制成傀儡的话 她的天赋就远远折扣了吧 黑红色的雷电属性 这可是稀有之物 你们想要独吞吗 不少人都看出了 这少年的价值 若是被苦行者 他们独吞的话 这可不符合 这些凶悍之徒的利益 你们什么意思 这本就是我们旗下奴隶厂的受刑者 李当是我们之武 怎么 你们还想抢不成 抢不至于 谁有本事就是谁的 不是吗 而且苦行者 身为主办方 你们似乎应该遵守约定啊 这些人中 都是洛日成的各大势力 说话自然也有自己的底气 苦行者不得不考虑他们的话 人必须是活的 若是你们能找到另外一个人 那么之前我说的话依然有效 那此人怎么算啊 有人看下了那少年问道 此人算是我主办方的人 这样 谁能抓到另外一个小女孩 谁便可以得到五星受刑者的分数 而且就在刚才 奴隶印记有了反应 这说明 那个女娃仍在骑行山脉之内 而且就在刚刚 我已经确定了位置 遵级强者得到了感应 咧嘴流露出了一丝笑意 人们闻言 无不是激动莫名啊 纷纷看向了那主办方的尊武强者 骑行山脉山脚 尊武强者目光一灵 却是没想到 那女娃竟然已经到了山脉之底 若是再晚一步的话 岂不是要让那女孩逃走 山脚 人们闻言 发了疯一样的飞奔至山脚之下 第一个倾注那小女娃的人 便可以获得五星受刑者的分数 对于这些王级强者而言 对于一个一星受刑者 还不是手到擒来 那女娃是我的了 图属性的灵王身形没入了山脉之内 看到此人的举动 众人都是加快了步伐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了山脚之下 对于他们来说 获得五星受刑者的分数 就可以获得大会优胜的奖励 山脚之下 求求你 求求我的哥哥 少女的哭声回荡在人们的耳边 沉添在她的语气中 感受到的是绝望的泪水 你的哥哥 是的 我的哥哥 洛日城的强权们 举办了一场生存者的游戏 他们对我们有奴隶应急的人进行追杀 而我们只能不断地逃 不断地逃 哥哥为了救我 去引开了他们 哥哥说 一定会活着 可我知道 他或许永远都回不来了 说完 眼泪更是肆无忌惮地流淌了下来 沉添看着那额头上的黑影 稍微感受了一下 便是感觉到了一股灵魂印记 黑色的 正是那所谓的奴隶印记 奴隶印记一旦刻上 遵级之下 都难以将其改变 更何况 是如此一个小女孩 让她此生 无法突破遵级 意味着将永远地刻上 这奴隶的印记 不对 你拥有空间之法 你说谎 魅灵看着小女孩说道 她身上的寒意 让小女孩瑟瑟发抖 也不是魅灵对一个女娃心狠 而是之前 陈天在蜀南暴露了身份 她怕消息会泄露 陈天会被零五圣殿给盯上 所以才会如此的谨慎 不是的 大哥哥 不是的 小女孩有些慌乱 看到魅灵的表情 竟然吓跑了 而且是往回跑 少女的心头有一个念头 她要回去救哥哥 而且在跑回去的同时 她的身影诡异地消失了 看到这一幕 人们的内心都是猛地颤动了一下 少帅 这落日侠之事复杂无比 暂时莫要多管闲事 我们先到了落日城 再做打算如何 左统领提醒道 陈天点点头 初来乍到 她也不想卷入没必要的纷争之中 于是大军上前 山脉之内 小姑娘用自己的武魂能力 成功地脱离了陈天他们的视线 但是 却因为她年纪和实力弱小 她能发动能力的次数越来越少 但是 少女的内心 想要营救哥哥的决心 却仍然没有改变 她的身后 石头无声地蠕动 当少女猛然回头的瞬间 看到了一张 猙獰无比的脸颊 嘿嘿嘿 小丫头 终于找到你了 说完 那凌王便是抓住了女孩 苦行者 我已经找到她了 话音回荡在骑行山脉 传入了所有人的耳中 土灵王 糟糕 果然被她节足先登了 人们懊悔不已 却仍然加快了速度 不过 就在土灵王狂笑不止的时候 突然 她的背后 一柄利剑贯穿了她的身躯 虎心飞 看样子 你太过大意了呀 王剑刀 你卑鄙 你敢杀我 就不怕掀起元武堂和剑阁的战争吗 弱肉强食 参赛本就可以相互厮杀 你死了 也只是你不过如此而已 一剑撕裂魂鹰 那土灵王惨叫一声 剑修强者冷笑 却是看向了小女孩 但是回头的瞬间 那少女竟是消失了 这是空间之法 怎么可能 这少女居然会引动空间 但随后 王剑道的脸上 却是散发着争鸣的笑意 有意思 不过 想要逃出本王手心 做梦 王剑道飞剑而起 果然 十里之外 便是再次看到了小女孩的身影 不过 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周围之人 也是疯窜而来 妹妹 快逃 身后传来了一道吃喝之声 却见半空中的尊武强者 俘虏着少年而来 少女听到了哥哥的声音 瞬息回头 转瞬间 却再次被数十人所包围 但这次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冲了上去 他们的目的 都是那个少女 是我的 滚蛋 这少女我剑阁要定了 剑阁 不过是三流势力而已 谁敢跟我圆武堂作对 你们要想清楚后果 这是比赛 不是你们谈论势力的时候 找死 杀 现场是一片混乱 但所有人 都将目光集中在了少女的身上 趁着他们战乱的瞬间 一名王级强者飞窜而上 一个闪顺便是捉住了少女 少女心头一颤 猛地释放出了自己的力量 刹那消失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少女的鼻孔渗出了鲜血 他的力量消耗过多 已经达到了他身体的极限 抓到你就可以得到五星受刑者的分数 即便是拓拔也一样赢他 人们疯狂地朝着少女猛扑而去 但就在此时 地面轰隆 铁骑颤抖 远处竟是犹如雷声哄响 震耳欲聋的马蹄之声 让得全场人都凝固了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了 嗯 那是什么军队 尊武强者在半空之中 发现了前方而来的身影 只见一条长龙的队伍 很快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内 这是一支强大的队伍 每走一步 大力颤抖 而且充斥着肃杀之意 铁血军队的到场 让得人们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 这也给那小女孩逃窜的机会 想逃 找死 一人一掌上前 瞬间击中了少女的后背 小女孩被打飞了出去 鲜血染红的长空 正好 小女孩的身体 落到了大军的铁骑之前 大哥哥 救我 少女的脸上挣扎着绝望 但灵动的双眸 却充满了对生的渴望 那一瞬间 陈天的神色猛的动容 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 那剑修眼疾手快 飞剑而来 便是要抢夺少女 而身后之人 更是一个不落 蜂拥而至 军队给他们带来的 不过是短暂的震撼而已 这些在洛日城经历厮杀的人 岂会惧怕帝国的军队 她是我的了 强权目光争宁 在她看来 这小女孩不是一条生命 只是她眼中的猎物 大哥哥 救救我 哥哥 原来少女之前的呼救 不是要救她自己 没说完的话 是要救她哥哥 在那瞬间 陈天动了 在所有人都朝着 女孩而去的刹那 一道凛然的防御之力 在她的身体绽放 金色的防御之力 笼罩在了 她与小女孩的身上 一瞬间 便是将来犯之人 给反弹了回去 什么人 多管闲事 找死 人们怒吓一声 愤怒无比的 看向了陈天 陈天目光一灵 更是将少女 护在了自己的身后 面对这群人 抬头冷笑的说道 一群人欺负一个少女 你们要脸吗 你们要脸吗 话音回荡 人们无不是面红耳赤 不过下一秒 这些人却是暴怒无比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夺管闲事 找死不成 人们怒吓一声 虽然知道 这群人是军队而来的 不过 洛日成这些年来 有多少帝国军队 王侯贵族想要入住 却都被洛日成的势力 全部驱赶了出去 面对军队 他们根本就是天生免疫 丝毫不拒 大哥哥 我哥哥在那人的手上 小女孩激动地看着哥哥 指着空中那遵级强者说道 陈天的目光看向半空 少年 体内骨头全部断裂 双眼冲斜赤红 但是在他的眼里 却有着一股倔强和愤怒 一个小小的少年 定然被这群强权折磨 他骨头粉碎 筋脉紊乱 甚至身受重创 但即便如此 他也强忍着疼痛 没有出一声 因为他不想让妹妹 看到他痛苦的样子 少年倔强不去 从他的眼中可以看出 他的将来 定然会成为一个 了不起的人物 陈天在他的眼中 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留下那个少年 你们走吧 陈天刚入洛日城 这些人 想必就是洛日城本土的势力 在没有了解清楚的情况下 他还不想将这些人 给全部得罪了 留下这个少年走 这句话 人们哄堂大笑了起来 他们仿佛听到了 不可思议的笑话 但唯有那尊级强者目光一灵 这青年气度不凡 而且他开口 身后军队 无不是默默地站着 也就是说 此人 或许就是这支军队的统领 小子 你知不知道 你是在跟谁说话 我们可是洛日城的势力 怎么 就算你有军队 也想和我们作对 实际的 交出那个小女孩滚 饶你不死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也不想和这数万军队作对 毕竟 这些军队中有不少强者 可是身为洛日城的骄傲 却不容许外来势力如此侮辱 所以言语之间根本毫不客气 你呢 你觉得如何 陈天没有理会他人的笑笑 他的目光 看向了高空中的那个尊无强者 六重尊级 其余人也不错 至少也是王级三重的势力 洛日城随随便便就有这等境界 如同传闻所说的那样 的确 这是一个强大的城市 你觉得如何 陈天根本就没有将这群人放在眼里 唯一对他来说 算是有点威胁的 恐怕就是那个尊级六重的强者 但这个举动 对这群人来说 无疑是赤裸裸的打脸 混账东西 找死 王剑道勃然大怒 这本就是他占据先机 眼见就要成功 却因为此人的出现而打乱 力剑绽放 天剑合一 他人剑化为一体 飞窜而出 庞大的剑道入围 大圆满绽放 震撼人心 这一击之下 那青年必死无疑 他们或许是这么想的 但是 只是下一秒 力剑接触陈天身去 五米范围的瞬间 冰封 猛然绽放 王剑道从头到尾 游剑道深 竟是全部化为了寒冰 凝固在了空间之内 人们看着这一幕 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当他们看到出手女子的时候 更是眼前一颤 好美的女子啊 白衣圣雪 飘然若鲜 虽不见其容颜 可从气质 身段可以看出 这定然是一个 美丽的女子 不过 她的手段 让人震惊 第五百六十一集 寒冰的力量 这是他们很少人触及的所在 人们望向了军队方向 这才发现 竟是有不少美丽的身影 只是一个眼神 看到他们的瞬间 便是让人燃烧出烈火 好美的女子啊 这群人的内心 竟然有一瞬间 想要将其占有 小子 这都是你的女人 陈天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了那开口之人 把这女人留下 带着你的人滚 对了 还有这个女娃 文言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一颤 陈天身后的大军 全都流露出了一股肃杀之意 女人当中可还有柳妍啊 对于他们来说 柳妍的地位等同于柳辰义 加上柳辰义说过 让他们帮忙照顾妍妍 对于左统领来说 这些人触动了逆龄 他们的杀意在翻腾 你们不用走了 都留下来吧 淡漠之音从陈天的口中响起 逆龄 触者死 几乎瞬间 全军拔出了武器 杀意震天 煞雪蒙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将这些人包围在了七星山脉 他们每个人的气息 都处于亡极的地步 这千人是最精锐的部队 陈天一声令下 他们便已经提前做出了准备 一个也别走 全部要死 小子好大的口气啊 我可是元武堂的人 不仅如此 还有剑阁等落日成的势力 你进入我落日成的范围 还敢对我们出手 简直狂妄 找死 找死吗 你们的落日成 陈天的脸上 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 杀了你们 就是与落日成为敌了吗 不错 怕了吧 落日成虽然在帝国边境 但实际上 阵容却不下于皇城 与我们作对 死 实际点 把女人留下滚 那元武堂之人大喝一声 但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道剑光在虚空闪烁 刹那 一道人头飞扬 血花染红的长空 好快的速度啊 更快的剑 陈天的身影 就在那断头之人的旁侧 没有人看清楚 刚刚他是如何出手的 但却看到了 那一闪而过的剑芒 这是一个剑修 比剑阁的王剑道 还要可怕的剑修 如此年轻 这等势力 高空中的尊级强者 心神微微一颤 王级四重的元武堂堂主 瞬间被秒杀 而且 连他这个尊者都没有看到 那青年是如何出剑的 可以把你们手中的人 交给我吗 话音响起的瞬间 尊级强者的眼瞳 猛然的颤动了一下 因为 那个青年在说话的刹那 就已经出现在了 自己的眼前 若是他出剑的话 即便是自己的尊武之躯 也不见得可以挡住 堂堂一个尊武 被一个青年威慑住了 虽然不愿意承认 可他的内心慌了 但他毕竟是一方强者 而且还是 落日成强大的势力长老 自然不可能就轻易地妥协 小兄弟好身法 不过我乃是暗戒长老 此子对我暗戒倒有用处 小兄弟可能让一步 暗戒 陈天没有听说过 但是雪洛西 柳妍他们的目光 都是微微一宁 不过他们也没有说 暗戒又如何 陈天连黄泉都不会有丝毫的畏惧 即便告诉他 这个男人 也不会有丝毫的动摇 我只说一次 教人 否则死 小兄弟 莫要得寸进尺 我可是暗戒之人 那尊纪强者再次提醒 但是下一秒 剑气已经挂在了他的脖子里面 堂堂尊纪强者 被一个后背威胁 看到眼前这一幕 下面的众人都是一颤 不过 那可是暗戒的人呢 这青年必死无疑 老夫活了这般岁数 竟敢有人将剑放在我的脖子上 无论你是谁 都要死 尊纪之力绽放 磅礴大势而起 可怕的武魂在身后一瞬间绽放 那是一把惊天的利剑 这是一个尊武的剑修者 原利剑绽放 死 锋利的剑意震撼于天 那尊武强者 绽放出了一重剑道意志 下方之人纷纷震撼 感受到剑道意志的强悍 都是震撼莫名 但是唯有陈天却是一声冷笑 堂堂尊武 区区一重剑道意志 也好拿出来吗 三重剑道意志 死亡剑道 死亡弥漫 在高空中绽放 三重意志惊人无比 在场人们无不是心神一颤呢 小小年纪 却拥有了强过于尊级的剑道意志 即便是那剑尊强者 都是忍不住一阵心惊 剑落无痕 死亡绽放 陈天的剑 贯穿了他的心脏 剑快到了极致 人们的视线 只看到了那黑色一闪的剑芒 下一秒 剑尊强者不为所动 当他意识到自己所受的伤害时 眼瞳猛地收缩 这 这是什么力量 喂 为什么 我的身体内部会开始腐朽 错了 那不是腐朽 是死亡 你的一切生命都在凋零 生死二重天的力量 若是在不小心的情况下 被陈天所击中 后果无比的严重 若没有绝对强大的力量来抗衡属性的话 那个人必死无疑 因为死亡气息会从内部 瓦解一个人的生命 让他体验到死亡的痛苦 你究竟是谁 那尊纪强者心中震撼莫名 他深知自己的死亡 却想要知道自己死在了谁的手里 陈天从他的身边接过了那少年 冷冷地说道 你想知道 我名吴臣 洛日成未来的主人 淡淡的话语声响起 那暗戒长老的目光猛然一领 吴臣脑海中 回荡着不久前 传到洛日成的消息 一个名为吴臣的男人 选择了这里 成为新的洛日成掌权者 而关于吴臣的消息 也第一时间被他们暗戒所得知 暗戒对他的评价只有一个 是你 此刻的尊纪强者 竟是有些后悔出手 是你 下方的人们 只听见暗戒长老的一声大惊 随后他的生命凋零 整个身躯化为了硝烟 在空中荡然无存 强大的尊纪 竟然在这个青年的面前 灰飞烟灭 他究竟做了什么 他是谁 竟让暗戒的长老大惊失色 人们纷纷猜测 陈天却是已经回到了地上 目光一测 陈天的一个小小举动 却让在场人大惊失色 连那尊纪强者 在说出他的身份乃是暗戒长老之后 都被杀了 他们只不过是三流势力 岂不更是找死 那一刻 这些所谓的强者通通求饶 杀 然而对于陈天而言 侮辱了自己的女人 必死无疑 陈天护短 这是必然的 任何触动他逆灵者 都要死 该死 你个混蛋 人们逃窜出去 但是煞雪盟 岂会让他们逃离 他们可是精锐部队 而且修为不低 岂会不是他们的对手 只是一瞬间 这数十人全死 少年与少女 愣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目光所触及之处 心神震撼 前一秒 这些他们仰望的存在 竟然全部死在了他们的眼前 而且 在大军的力量之下 没有半点反抗的 少年凝视着陈天的身影 那一瞬间 他的眼中闪烁着 异样的光彩 陈天的身影 仿佛在少年的心中 逐渐放大 看着地面的尸体 陈天拂袖一挥 死亡之气绽放 尸骨无存 这些人 仿佛从未存在过一半 少帅 其他人或许不用理会 不过那暗戒之人 我们需要注意了 很有来头吗 大有来头 说了听听 陈天倒不是惧怕暗戒 不过 即将进入落日城 知道一些关于敌人的事情 总会有用的 暗戒 乃是帝国的黑暗一面 他们无所不在 杀人放火 排卖奴隶 贩卖一些见不得光的物品 阻止地下排卖 而他们的总部就在落日城 这也是即便是通天阁在落日城 也很尴尬的原因 在落日城 所有的药品 商品 物品 几乎都被暗戒所垄断了 今日我们杀了他们一个长老 算是与他们结仇了 天底下没有绝对的敌人 杀了又何妨 我既然选择了落日城 那么落日城的主宰者 只有一个 陈天霸道的话语 充斥着男人的血性 这也让这些军人们兴奋无比 即便离开了边疆 依然有新的征程在等待着他们 对于军人来说 这又是一种挑战 陈哥 他们怎么办 陈南抱着怀中的少年 又看向了那少女 陈天走了过来 拿出了一粒奇迹丹 放入了少年的口中 他只是骨头碎了而已 没有生命危险 奇迹丹服下 暖流绽放 只是下一秒 少年便是恢复了精气神 简直跟没事人一样 陈天也递给了少女一粒丹药 扶下他 少女有些犹豫的接过丹药 扶下之后 身体的所有创伤全部恢复 你们可以走了 出发 陈天并不理会这两个孩子 带着大军前往落日城 只要穿过这奇兴山脉 便是能够到达落日城 不过这一路走来所遇到 所看到的一切 让陈天明白 封地落日城 并不是享受 而是更加残酷的一种挑战 第562集 不过正因为如此 陈天的内心才兴奋一场 你为什么把他们都杀了 策马上前 妙龄女子在陈天的身边 柳妍的双眸天生妩媚 勾人无比 陈天笑了笑 怎么了 我觉得有点不像你了 柳妍有些害怕 杀法果断的陈天 从百里家族那里开始 陈天的冷漠 让柳妍觉得有些陌生 妍妍 你不明白吗 那群人是因为说要把你留下来 小天才动了杀心呢 说起来 她是为了你啊 雪洛西微微一笑 是这样吗 陈天笑了笑 没有言语 对于陈天来说 柳妍也好 魅琳也罢 都是她最重要的人 至于雪洛西 从小到大的莫名情愫 只是谁也没有说破而已 陈哥 那两个孩子还跟着我们 陈南南山他们上前 却见远处 两个孩子竟然紧追不放 陈天点点头 表示已经知道了 陈哥 要不要我去打发了他们 风无伤这小子 坐视越发的雷厉风行 果断 陈天摇摇头 让他们跟着吧 山脉距离城镇 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陈天不是善人 他的身边 也绝不会留无用之人 让大军加快了速度 新的命令传达 大军加快了速度前进 一个时辰之后 看起来他们已经放弃了 陈南说道 陈天只是笑了笑 却是没有回答 过了没多久 南山从天而降 陈哥 他们果然跟上了 那小子意志里有些可怕 从头到尾 没有放弃过 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 倒是那个小女娃 怕是有些撑不下去了 陈天挥了挥手 大军停滞不前 策马回头 陈天到了大军的身后 远处 两个身影仓皇而来 到了大军面前 却是直接躺在了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但是 当陈天他们来到眼前时 少年却是倔强地站了起来 你们已经解除了危机 为什么要跟着我 陈天冷冷地说道 跟在他的身边 或许经历的事情 会更加残酷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大哥哥 你救了我们 过了一会儿 少女开口说道 你们不要误会 我没有救你们 只是他们侮辱了我的女人 该死 仅此而已 陈天转身欲要离开 我要变强 求你收我为徒 少年突然跪在了地上 陈天的马匹停下 回过头问道 变强 收你为徒 你想要报仇 想 少年坚定地回答 那你走吧 杀人机器 陈天的实力足够 我在那黑暗中 建造了这世界上 最黑暗的一面 我想要报仇 但也想救出更多的人 那些无助的人 被他们关在了黑暗中 成为了这些强权者的玩物 我想要变强 可以保护 我想要保护的人 当然 我想杀了他们 少年没有隐瞒 自己内心的所想 随心而动 保护想要保护的人吗 你叫什么名字 陈天侧马回头 看向少年 苦望川 少年坚定地说着 你是灵者 陈天查看了一下 对方的气息 对 你是什么属性 苦望川单手浮现 惊雷闪烁 黑红之色的雷电 格外地醒目 天罚之雷 一方世界 剑老传来了一声 惊呼之声 雷属性中 一万人中 才有可能诞生的 一变灵力 天罚之雷 慈子新兴 还有天赋 都是一绝 闻言 陈天的心中 已经有了答案 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 大哥哥 我叫望月 我叫我月儿 望川 望月 跟着我可以 你们可还有亲人 还有家没有 陈天询问了一句 少年摇头没有说话 反倒是那女孩 眼神黯淡地说道 大哥哥 我们 没有家 我们没有家 灵动的双眸 说出的话语 总是能简单地 深入人心 骑行山脉之后 苍茫古道 传闻中的落日城 映入眼帘 那是山巅中的一座城 城下四条路 进入主城大道 四面还山 而在这巅峰之城的身后 便是绵延齐绝的 天兴山脉 跨越天兴 便可直达古江 而落日城 坐落在最高峰 建立之初到现在 已经有了八百年的历史 在天府帝国的历史长河之中 这座浩瀚雄伟的古城 经历了岁月的痕迹 也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但落日城 从来无主啊 因为其特殊的地形和资源 成为了最大的贸易交易之地 有无数的强大势力和家族驻族 甚至帝国曾经无数次 想要将这块宝地 牢牢的紧握在皇室的手中 无论是来此任职的城主 还是封地落日城之人 下场都无比的惨烈 一次也没有成功 城中 本土之人已经少之又少 但存活下来的 都是无比的强大 其中 以拓跋出类拔萃 来这里的人 有亡命之徒 有强大家族 而他们的目的 都是为了交易 因为这里有着帝国 黑暗交易界的主宰者 暗界 他们的总部就在城内 曾经有人说 你想要得到什么 如果在通天阁拿不到 那么你就来落日城 暗界能给你提供一切 不仅贸易交易繁荣 据说 能在落日城内落脚的人 境界最低也是踪迹 王级扎堆 连遵级都是随处可见 至于宗级以下的人 在这里根本就难以生存 城外铁骑兵临 主干道上 一行两万军队长去直住 浩浩荡荡的 犹如长龙出现 接近落日城之后 引起了围观者的轰动 人人侧目 踏上青石 便是城市的阶梯 军队 落日城 已经一百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古道两旁人群议论纷纷 即便是天空飞行之人 也忍不住停留片刻 这支军队 与以往出现的军队都不同 他们强大有序 即便是行走过程中 也毫无破绽 仿佛 他们随时都可以进入战斗的姿态 少帅 我们已经进入落日城的底段 不过 落日城的势力极为复杂 所以 我们最好先立候兵 派出一人 通知落日城守 告诉他们 铁血喉道 陈天文言 自然采纳了左统领的意见 城守是帝国官员 无品将领 可以说是相当于地方太守 也可以拥有军队 不过 人数却不能超过一千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外敌 毕竟 落日城地处古江与帝国之间 陈天目光转向苦望川 望川 落日城你了解多少 师父 落日城 别急着叫我师父 等你想好了再说 陈天打断了他的话 是师父 苦望川应了一句 我兄妹二人被抓到落日城的时候 便被关进了奴隶厂 对于城中之士并不了解 奴隶厂 那是什么 陈天眉头一跳 询问道 少年杀一蹦见 那是一个毫无人权的地方 在那里 人连畜生都不如 他们给我们食物 却要我们互相厮杀 胜者 才有资格活下去 他们把我们当成奴隶圈养 直到时机成熟 便将我们作为猎物投放出来 供那些强权者当成畜生要猎杀 陈天回想起与他们相遇的过程 那些仪容华贵的家伙 的确将他们当成猎物 看来 这落日城内的人 恶趣味道是不少 不过 两兄妹的身上 并没有实用性的情报 大军在落日城山脉之前 停下马蹄 安静的等待 一道急迟的赤猴军技飞速上前 只是片刻的功夫 便进入了落日城 那古朴的城门之外 不过刚到城门 轻视台阶 还未跨入主城墙 突然 一道凛然的铁剑 便是阻挡了他的马蹄 来者何人 皇城铁血侯 封地落日城 前来接管城市 速速让你们的城手 出来迎接 赤猴大喝一声 身上满是凛然霸矣 他们乃是堂堂铁血军 自然不能被区区守城下腿 城墙之上士兵闻言 却是冷笑 铁血侯 那是什么玩意儿 这落日城乃是成熟大人之地 我们从未听说过 有人封敌落日城 我看你啊 根本就是敌国的奸细 想要混入落日城内 来人 将其射上 贼子 你敢 赤猴勃然大怒 手中长枪绽放杀意 铁机涌动 杀意崩溅 不敢 来人给我活捉了他 简直找死 赤猴寡不敌重 百剑射杀不敌 身中血剑 不到一会儿便是身受重伤 城门轻石之上 来了几个五大三粗之人 将此人大绑 嫁入城内 赤猴目光冲写 我们乃是帝国铁血军 皇室之命前来接管落日城 你以下犯上 简直找死 那守城将领一声冷笑 却是一脚踹在他重箭之处 我找死 落日城向来误主 各大势力混乱 什么狗屁铁血猴 他就算来了又如何 来人 把他给我关押到成熟大牢 让他看看我落日城的十大酷刑 守城将领气势凌人的说道 我少帅清零 你们必死无疑 那赤猴的脸上写满了怒意 却是恨自己无能为力啊 只能束手就擒 第五百六十三集 此刻 落日城城守府 府内设施豪华无比 极为的奢命 宛如宫殿 让人目瞪口呆 区区无品成手 却是犹如帝国 而且府内私兵更是多不胜数 报 成熟大人 落日城外三十里 一支军队兵临 他们派人通信 乃是铁血猴 前来接管落日城 不过那报信之人 已经被阿努大人送入大牢了 此刻 成熟府内 一个魁梧的壮年汉子 正与一个儒雅男子谈笑甚欢 文言却是目光一变 那神匹天赋帝国官府的儒雅中年人站了起来 铁血猴 来得好快啊 成熟大人 您怕了 怕 我就怕他不来 那成熟一声冷笑 看向了光头汉子 三当家的 看来 还是要您告诉大当家一声 铁血猴 毕竟是皇室亲自册封 有些事情 我可不太好出面了 成熟大人什么话 成熟与我黑虎 本就情如一家 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而且 若是换了这所谓的铁血猴 来接管落日城 以后指不定会出什么乱子呢 三当家有心了 成熟大人皮笑肉不笑 一脸的森然 那么成熟大人 准备怎么做呢 自然 让他有进无出啊 成熟眼中 透出一道森然寒意 他在落日城做成熟 已有八十载 当初帝国让他来 目的是渗入落日城 有朝一日 驻帝国皇室掌管落日城 但是多年的腐败 早已经让他没有了 当年的雄心壮志 对于一个武道有限的成熟来说 财富与现如今的权利 就是他最好的珍宝 如今 一个黄毛青年 想要夺走他的地位 他岂能甘心 落日城外三十里地 半个时辰过去 赤猴仍不见踪影 赤猴决意 再决一人 一人在此上前 不过这次却是受伤归来 人群见到这赤猴军受伤 目光微变 发生什么事情了 回头里 对方欺人太甚 我刚说了两句 对方便是发动了攻击 若非我走得快 此刻已经成了剑下亡魂了 他们应该是故意放你离开的吧 应该是说了什么吧 陈天策马上前 目光凛然 他已经感觉到了 这落日城怕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回少帅 如您所说 说 左统领怒急 通报是他提议的 但是对方竟然如此不给颜面 毕竟对他们军队出手 军人向来齐心 而身为统领 更是见不得手下人委屈 他说 我们是帝国奸细 拒不开门 前面的兄弟因为出言不逊 被他们关入了城主府内拷问 放肆 左统领一怒 手掌一道力量绽放 身边巨师轰然粉碎 倒是陈天显得一脸平静 你没说我们为何而来吗 说了 我提到了少帅 却被他们辱骂一番 说哪里来的狗屁侯爷 他们还说了 落日城为帝国重地 至关重要 所以不允许我大军入内 吵死 大军听令 给我挡平落日城 左统领一声令下 杀一阵天 慢着 陈天声音并不聊亮 却是传入人心 少帅 他们其人太甚啊 莫不是以为我铁血大军吃素不成 左统领狂怒啊 倒不是他性格冲动 通报的提议本是他说起的 但他派出两名赤猴 一人被俘 一人受伤 这让身为铁血军的左统领 如何能容忍 报上您的名号 竟还敢动手 这是对少帅您的不敬 他可以看不起我铁血军 但却不容许侮辱少帅 陈天在铁血军中的威望 早已经不下于刘神义 他是帝国新的传奇 在这些军人中 有对他崇拜 对他感激 甚至是钦佩 左统领 切莫动怒 早先来之前 你们便说过 落日城复杂无比 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陈天谈笑风生 丝毫没有半点动怒 陈天的冷静 让铁血军人们 有些难以捉摸 少帅 您这是什么意思 旗下统领不解地问道 我封地落日城之事 城中势力应该接之才对 他明知道铁血侯是真 我铁血军也是真 却敢将我铁血大军拒之城外 你们说他一个成熟 为何有如此大的胆气 陈天微微一笑说道 众人纷纷猜测 仪仗 区区成熟 帝国无品 他能有什么仪仗 在我们家乡 有官官相护 也有官匪强权勾结 只不过 不知道是哪一种罢了 陈天提醒道 人群文言点点头 少帅 您是说 帝国的成熟 与落日城本地的势力勾结起来 不想让我们入城 左统领脑子也是灵光之人 这么一说便明白了 陈天点点头 不错 我们有帝国皇室的册风 他还反了他不成 左统领 你好还是不懂人心 那守城在落日城多久了 左统领估算了一下 少说也有七八十载了 自从百年前 没有成功之后 帝国便对落日城的管控 松下了许多 为了能让落日城发生之事 全数落日皇室的眼里 才有了成熟之志 人心啊 转瞬都会变 更何况七八十年 少帅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难道在这里啥等不成 众将是焦急地说道 等 当然不可能 他们不让大军进城 但应该巴不得我进城吧 陈天冷笑道 大军听令 三十里外扎营 这落日城 究竟有多复杂 我倒是很有兴趣 陈天嘴角上扬 微微一笑 哎呀 少帅不可啊 既然他们巴不得您一个人入城 我们岂能如愿 周同龄 放心吧 你难道忘了吗 陈天微微一笑 魅琳便已经长半身侧 人群看到那女子便是微微一颤 有胜者 少帅安危 却是没什么问题 少帅 还是小心为妙 他们既然知道您的消息 自然也知道 凌月姑娘的事情 但还敢这么做 恐怕 不 他们查不到的 陈天神秘一笑 实际上 他早就让通天阁 将凌月的消息封锁 皇城以外之人 恐怕都没有关于 魅琳的丝毫消息 陈哥 我也想去 陈南自然不愿意落下 无尘 我要去 柳妍更是不愿意 看到陈天只身犯贤 最重要的是 魅琳跟在陈天的身边 柳妍不放心 陈哥 我也去 南山开口说道 风无伤也紧随其后 跟随她的人 都表示想要跟着陈天 一起进入落日城 小陈 我也去 雪洛西上前 宛若天仙 与魅琳相比 更多了几分仙气 陈天笑了笑 我又不是去送死 你们想去就来吧 人终究是要成长 自己不在了 他们也要能独当一面 这落日城很多事情 都需要他们来做 所以 早一点面对 又有何妨呢 见陈天答应 哥哥兴奋无比 少帅 我也去 左统领 大军需要你来照看 给我封火狼鹰即可 若我释放信号 大军长驱直入落日城 不必顾及任何后果 是 君令如山 左统领不敢违背 丫头 你也要去 见望月也跟着而来 陈天开口说道 哥哥说过 害怕的事情 只有去面对 才能克服自己的恐惧 否则 永远不能成为强者 陈天的目光 集中在了苦望川的身上 这样的话 很难想象 会从这样一个少年的口中说出 洛西姐 照顾这丫头 想要成为强者 光是决心和勇气还不够 接下来 城中所有发生的事情 你都用心去看 用心去想 陈天对着苦望川说道 是 师父 陈天苦笑啊 他才不过二十岁的青年 为人师还没有过 不过 有一个徒弟似乎感觉也不错 最重要的是 这苦望川是一块朴玉 值得打磨 青石台阶 来往人群无数 四条城墙大道 延伸至帝国各处 小陈 你打算怎么做呢 徐洛西美眸一领 询问道 众人的目光也看向了陈天 无不是期待的面孔 陈天笑了笑 实际上 我还没有想好 走一步算一步 人群都懵了 他们见陈天如此自信 还以为他早就想好了对策呢 结果竟是什么都还没想 这货的自信究竟是哪来的 落日成 走进之后一看 不愧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很快 陈天他们一行人 便是来到了城门脚下 城门竟在咫尺 守卫士兵两侧 城墙上 军事威风凛凛 就在陈天他们 即将踏入城市的那一刹那 两个身影 横阻于他们的身前 武宗九重巅峰 这两人的气息 毫不客气的绽放 只是随意出现的两个人 竟然便有 踪迹巅峰的境界 要知道 哪怕是皇城 也少见这种人物 第五百六十四集 有事 陈天大梁着这两个人 目光森然 这俩人 一看便不是什么善类 师父 他们是黑虎帮的人 苦望川看到 他们身上的纹身 虽然对城中之事 不太了解 但对黑虎帮 他们却知晓一二 这是城市内 最大的贼匪 你们是想要进入陆日城 其中那个瘦小男子 冷笑说道 是 又如何 进去可以 没人一百零十 你们 一二三 九人 九百零十 说完便伸出手来 陆日城出入自有 乃是贸易交易大成 什么时候要交零十了 废话少说 交还是不交 我若不能 陈天冷笑 不交 死 说完 那人便是气息绽放 竟要动手 陈天刚想上前 却被封无伤阻止 老大 交给我一个人就够了 简直狂妄 死 杀 经历了战场的血与火 封无伤在战场上 已经突破到了巅峰踪迹 即便面对两大踪迹巅峰强者 他也丝毫不拒 王体 占天占地 占王群地 轰然的战役 燃烧在了避忘的火焰 迎面一道 惊天的冲击之危 在其中一人的心口 留下炙热的灼烧痕迹 医生惨叫 那踪迹巅峰 竟是被迎面打飞了出去 心口灼烧 心脏焚 好可怕的一拳 守城兄弟 他们擅闯落日城 死 另外一人 剑锋无伤 竟然随手解决掉了一个同等级强者 心神一颤 医生赤鹤 原本无动于衷的城门军士和将领 突然将陈天一行人包围了起来 擅闯落日城 打上城中之人找死 来人 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抓起来 陈天目光一变 笑话 落日城乃是自由之地 他们收取入城灵石 本就是抢劫 与贼匪无异 你们不作业就罢了 如今他们动手 你们去为其出头 难道这落日城的守卫 与贼匪勾结不成 陈天言辞犀利 话语中带着杀意 那守城之人闻言 微微一愣 随即却是冷笑 你说的不错 我们就是勾结 你既然看破 就只有去死了 说完 那群军士竟要对陈天他们出手 找死 陈天目光夜灵 杀意蹦剑 一步识人 剑光所过之处 只于剑盲 下一秒 周围军士全部倒地 鲜血染红了轻石之路 混蛋 你竟然敢杀落日城守卫 你这是与帝国为敌 呼 那守门将领话音刚落 陈天却一掌捏住了他的脖子 将其高高举起 与帝国为敌 我都要看看 究竟是谁跟你这么大的胆子 敢对我出手 城守府在哪 陈天的话语中 泛着凛然的寒光和森然的杀意 阿怒大人 人们见到那守城将领 竟然被青年生情 无不是莫名震撼 说 谁让你对我出手的 陈天不过是刚刚进入这落日城 便有人来收取入城灵石 陈天可不相信 这一切都是巧合 所以 他几乎可以确定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别人的瞩目之下 既然如此 他们想玩 陈天就陪他们玩一玩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不交灵石 休想如成 找死 陈天再次加大了力道 内人差点窒息 显然 他感觉到这个男人 是想要将他置于死地 你死定了 我可是成熟大人的侄子 那守城将领 艰难地说道 哦 还是成熟的侄子吗 陈天突然将他放了下来 那人连咳了几声 鲜血从口中流出 指着陈天说道 混蛋弄性 你 你死定了 话音刚落 一道剑意绽放 下一秒 人群看到了一条手臂 在半空中飞舞 过了足足数秒 那鲜血才喷洒了出来 哦 我的手 守城将领 发出了一声惨叫 那 你应该知道 成熟府在哪里吧 建议带个路吗 陈天笑着 来到了他的眼前 我带你吗 话音再起 陈天一肩落下 这一次却没有断臂 而是断了对方的手掌 我的手 你个疯子 剑气轻颤 陈天的剑 放在了他的脑门之前 我只是想让你带个路而已 陈天森然一笑 但是在那将领看来 这个男人的笑意 怎么看着都像一个恶魔一样 我 那将领想要反驳 可是一瞬间 一股滔天的杀意 在他的身上绽放 把他刚想要说的话 深深的压了回去 呆 他捡起了自己的断臂和断掌 忍着剧痛 走在了前面 告诉我家伯父 那家伙来了 让他准备好 声音很细 几乎甚至没有说过一样 但是再弱的声音 都瞒不过陈天的神念 他清楚的听到了 两人的谈话 果然早就有计划嘛 落日成手 哼 有趣 就让我看看 究竟是你已经手段通天 还是有人见你的胆子 陈天跟在了那将领的身后 周围的军事都是面面相去 不敢上前 待他们走后不久 整个落日城的四周 都有无数双眼睛 在盯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他就是吴臣 情报和资料上面 容貌也一模一样 应该不会错了 有意思 竟敢将大军放在城外 独自入城 真不知道他是疯子 还是傻子 而在另一边 黑袍烈烈 就连双眼都隐藏在了黑暗之中 吴臣 帝国最有天赋的青年 关于他的情报还挺值钱 不过 也的确值这份价格 能与帝国十节排行第二的 与无天一战而不败的人 的确有骄傲的资本 有点本事 当然 成熟和黑虎帮 看样子是要动手了 我们呢 李克那家伙 终究只是一个小丑而已 不过也正好 作为这吴臣的实验室 再好不过 就让我们看看 这传得神乎其神的帝国 少帅吴臣 究竟有什么本事吧 与成熟的第一回合较量 意味着 他将来在洛日成的地位 成熟府内 光头壮汉与那成熟仍在 两人似乎在密谋着什么 相谈甚欢 不愧是成熟大人 的确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壮汉光头咧嘴一笑 毫不吝啬地赞赏道 三道家 真的不需要通知大当家的吗 成熟有些担忧地说道 这吴臣的威名 他也是了解的 所以多少有些担心 成熟大人 难道你不信任我吗 他吴臣充其量 不过是个三重武王级别而已 而我却是七重武王 对付一个三重灵王 难道还不够吗 光头壮汉似是有些不满 可是啊三道家 我听说那小子手段颇多 越级挑战不在话下 成熟确实是一个小心翼翼 步步为营的人 他不希望出现任何的差池 毕竟这关乎于他的命运与前途 李克我敬你 叫你上城主 说白了 你不过是我黑虎帮的一条狗而已 我做事还轮不到你来废话 那光头突然大怒 成熟李克文言 当即跪在了地上 李克知罪 请三道家赎罪 成熟大人 不好了不好了 有人闯入成熟府了 一名士兵慌乱地跑了进来 但正好看到李克下跪的画面 那一刹那 那卫兵心神猛颤 果然 李克的目光化为森冷 大人 我 谁让你擅自闯入的 话音落下 那卫兵的心脏 已经染红了李克的双手 我黑虎帮的血煞诀 你倒是用得不错啊 三当家的冷笑了一声 承蒙当家的照顾 好了 少拍马屁 抓住这吴臣大功一见 皇城那边 他的人头 可是值三本高级天节无忌的 是是 光头壮汉甩笑而去 只留下一脸阴沉的李克 眼中闪烁着不甘的寒光 承蒙大人 有人打伤了卫兵 闯入了承蒙府 又是一名士兵急到 李克心情本就不好 文言更是大怒 喘我住处 吵死 哄 一声轰鸣 颤力与震动同时出现 承蒙府的大门粉碎 而承蒙府内 司兵全然倒地 一个个哀嚎痛苦不已 你个疯子 你这个恶魔 快放了我 放了我 阿奴的精神仿佛有些时长 这个人一人一剑杀入了这承蒙府 所过之处 阻挡者进阶被杀 这个青年的所作所为 让他心中胆寒 承蒙在何处 双眼半眯的微笑 让他这些人的内心狂跳不止 这个男人根本杀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成熟 他 他不在 一个司兵回答 哦 是吗 陈天平静的话语响起 剑气突然贯穿了司兵的喉咙 笑了笑 说谎的人 要吞一千银针哦 有人受不了陈天那森冷的寒意 虽然他在笑 可是无形中绽放的神念杀意 却让他们心神崩溃 成熟 在后殿 有人终于受不了了 怒吼一声 后殿 陈天文言 却是皱起了眉头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李克 给我滚出来 否则我就上了这垃圾 第五百六十五集 过程中 陈天得知 守城的名字 名为李克 大胆 竟敢直呼本手之名 我乃是堂堂帝国无品官员 朝死 陈天的话音落下 远处声音响起 却见一人 在不少武道强者的簇拥之下 飞奔而来 你就是李克 陈天看向那气质不俗的男人 李克 比他想象中的要文雅一点 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种凶悍之气 反倒更像是一个文士 你是谁 闯我府衙 杀我不属 你今日必死无疑 你区区无品 因为我闯你府邮 便要我死 那么你又该当何罪 我有何罪 李克勃然大怒 陈天冷笑 扔到你的勾眼 好好看看我是谁 李克听到他这般说 这才仔细地打量起眼前的男子 越看越是眼熟 突然神色一变 你是 大胆李克 我身负皇命 带着皇室册封而来 前来接管陆日成 派兵通信 是给你面子 你却将其囚禁 还打伤我手下之人 你把我铁血猴 当成猴戏来耍不成 铁血猴 人群文言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李克故意露出吃惊之色 你说你是铁血猴 可有证据 这是皇室册封圣意 此乃我铁血猴印 陈天将这两物摔给了李克 李克根本不用检查 辨知真假 但是心中却是不解 他手下之兵呢 不过 他正愁如何才能将吴臣 引入成熟府内 没想到 他自己送上门来 简直是天助我也 真是铁血猴爷 混账道歉 你们还在干什么 都给我滚开 李克立刻上前 一脸的惶恐 哎呀 小官不知侯爷清零 还请侯爷赎罪啊 说 谁抓了侯爷的人 大人 就是您的侄子 李克文言 一巴掌拍到了阿奴的脸上 混账道歇 有言无诛 得罪侯爷 断你一笔一掌应该 还不去速速的将赤猴送还给侯爷 阿奴心里有苦啊 但是不敢说啊 下令的是他叔父 挨打受伤的却是他 做完样子 李克一脸卑微的上前 哎 侯爷 真是万分抱歉 为表歉意 小官为您接风洗尘 陈天目光冷然 此人手段雷厉风行 不简单 朔宴 应该是鸿门宴吧 陈天心中冷笑 落日城的晚上 是绚丽的不夜灯城 璀璨无比 笔记百咒 更是无尽的美丽 但是在这宁静美丽的夜晚之下 却是有着一个牵动人心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落日城内 封地落日城 铁血侯吴臣 已经入驻成熟府 而成熟李克 更是艳情铁血侯 为其接风洗尘 落日城 最大的黑暗交易之所 暗戒 一群废物 和暗戒长老 加上参赛选手39人 唯有拓拔家族一人归来 却连一个尸体都找不到 你们做什么吃的 白天的消息已经确定 负责这次生存者游戏的长老 昏灯一灭 但却尸骨无存 这让暗戒的负责人震怒 现在各大势力都向我暗戒寻人 这让本尊如何解答 暗戒虽然在黑暗世界 只手遮天 但是这么大的事情 也绝不是轻易可以镇压的 情报负责人道 大人 我怀疑失踪 与那铁血侯有关 游戏举办之时 那铁血侯 正好进入了奇形山脉 这件事和他脱不了关系 暗戒负责人 沉吟片刻 客官是否与他们有关 这件事情就算在他们的头上 情报负责人开口说道 大人 据传 李克在成熟府接见铁血侯 不过我看李克的为人 恐怕不会将这么多年的心血 拱手上人的 李克与那家伙如何 我们不管 这件事情需要有人背黑锅 把消息放出去 铁血侯就是杀我 洛日成势力的元凶 即便他侥幸没死 在成熟府 也自然会有人找他的麻烦 不需要我们暗戒动手 对于暗戒来说 洛日成还没有什么 可以威胁到他们 区区无尘 暗戒负责人并未放在眼里 与此同时 洛日成 一座豪华犹如宫殿般的城堡 此处 便是洛日成 极为强大的家族拓拔家 听说 那铁血侯吴臣 已经进入洛日成 现如今就在成熟府 族长 我们应该怎么办 诺大的会议室 人群议论纷纷 拓拔家族 在洛日成虽未称王 但其家族血脉强 几乎是雄霸一方 即便是暗戒 也要给这个强大的家族 一些颜面 吴臣 皇城传来的消息 神乎其身 什么天赋异彼 绝是天才 吹得不像话 我倒是想领教领教 他有多强 家族之内 一青年男子 眼中闪过了期待之意 杀一阵天 云飞 切莫鲁莽 此子能与 与吴天一战而不败 必有倚账 暂时还没有到你出手的必要 他想成为这 落日成的主人 别说我拓拔家不答应 但李克 怕也心有不甘 李克是黑虎帮的一条狗 为了这条狗更忠实 恐怕这黑虎帮 也不会坐视不理 他们现在在成熟府 派人去订好 有消息立刻传回来 杀其言又牛道 那铁血猴吾尘入城 想要他命的人多的是 成熟府 夜幕降临 璀璨金石散发着绚丽的光泽 这座成熟府底 比陈天在皇城所建的宫殿 都要豪华一些 区区成熟 却能在这城市享受如此待遇 也难怪他放不下这些全是浮华之物了 李克安排陈天一行人 进入了成熟府中 并且热情的要设宴款待 而李克表现的也是毕恭毕敬 丝毫没有冒犯之意 成熟府接待大厅 一排排艳丽歌迹在场中起舞 身段婀娜 曼妙深姿 敬嫌妩媚诱惑 而在两旁 便由落日成的军事饮酒作乐 欢喜无比 陈天坐在入味 这是李克故意这般安排 甚至特意吩咐了庶民美艳女子前去招呼 这些城中歌迹 说不上是美艳绝伦 但也有百般姿色 平日里 这些歌迹 也见识过不少大人物 但是这青年被李克如此看重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若是能被这青年所选中 岂不是飞上之头 所以 无论是场中起舞的歌迹 还是那些妖娆的服饰女子 个个都是尽闲风情 可惜的是 陈天的眼中 又岂会容下这些女子 倒不是他不想 而是一旁的柳妍 一双大眼睛 就差点没把陈天给瞪死 李大人 我的人可安排好了 陈天对这些并无兴趣 他只是想要看看李克究竟什么意思 侯爷少安无躁 我已经让那小子 去把侯爷的齿侯带来了 李克微微一笑 淡雅文如 来 给侯爷和他的朋友倒酒 李克知火一声 侍女便上前为李克陈天等人针灸 不过 有一个细微的举动 仍然逃不过陈天的双眸 陈天看破 却并未点破 他本就是想要看看 李克玩的什么花样 侯爷 下官有眼无珠 得罪了侯爷您 您贵为铁血侯 未来便是这落日城的主人 下官先干为敬 敬您一杯 李克聚集就杯 客气的站起身来一饮而尽 态度真诚无补 但陈天他们却并未饮酒 李克略想尴尬 莫不是侯爷觉得下官的敬意不够 也罢 下官深知得罪侯爷 死不足惜 来人 拿剑来 侯爷 您若是觉得杀了我给解绩的话 那请动手吧 李克一脸悲弃的向陈天奉上宝剑 他的表演不可谓不生动 没有丝毫的破绽 完全就是一副万词莫词的模样 李大人言重了 陈天将手中之酒一饮而尽 身后之人也随同陈天一起喝下 李克内心浮现出了森然的笑意 但是脸上却没有流露出来 侯爷一杯酒 便是让李某人安心不少啊 李大人 我手底下的将士 差不多带来了吧 陈天继续追问 侯爷 不急啊 你看我这承手府如何 李克转移了话题询问他 陈天看了一眼 点头赞许 金碧辉煌 双为府邸 是为宫殿也不为过 承手大人 好享受 不错 宫殿也不为过呀 李克的话音突然嘹亮了起来 丝毫没有了之前的谦卑之色 侯爷 再看我手底下这群人如何 突然大厅之内多出了一股肃杀之意 宴会上的近百私兵挺身而起 各个都是好手 其中竟还有王级五重的强者 训练有素 陈天继续称赞道 自然 这可是我花费了一番心血 培养的死兵 整个洛日城 我手下军士的数量 不是一千 而是一万 这些 都是我李克保命的本钱呢 李克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身上文雅的气势多出了一色灵力 看向陈天的眼神都变得不同了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谦卑 只有凛然的煞气 陈天对着他的目光笑了笑 李大人 你说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因为你选择洛日城作为封地 你这个外来者 想要夺走我的一切 李克的表情争吟 怒指着陈天 显得愤怒无比 陈天依然面带笑容 李大人 你这么说 便是有些严重了 我初来洛日城 与你无冤无仇 又怎会夺你基业呢 你不用否认 你已经看到了 这些角色美女荣华富贵 你敢说不想要 第五百六十六集 陈天冷笑 武道强者 追求的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武道 李克早已经被这些东西迷惑了双眼 还以为世上的人都是如他一般贪婪愚蠢 李大人 是否可以将我手下之人放了 陈天必须确定自己手下人是否是安全的 放人 进了承收府别说是他 连你也走不了 就在此刻 一声赤鹤之声响起 陈天的目光瞬间定格在了远处 阿奴带着那名被折磨的铁屋顽服的赤猴已经归来 少帅 不用担心 有我在 你在 又能如何 听闻你铁屈猴 忠肝义胆 现在 你给我自断一臂 否则 我就斩下他的人头 阿奴则是一脸的得意洋洋 仿佛在对陈天示威一板 少帅 为我报仇 那赤猴却突然上前一步 自吻而死 临死前双眼赤红 要陈天为他报仇 看到手下人的尸首 陈天的目光越发的凝固 整张脸阴沉了下来 李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森然的寒意 在陈天的内心绽放 李克突然大笑起来 突然面目变得猙獰的怒瞪道 什么意思 还不明白吗 我要你死 我要你死 李克之音回荡全场震撼人心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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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震天 李克手下的门徒们都是沸腾无比 眼中满是猙獰杀意 李克 我奉皇室之命封地落日城 贵为铁血侯 你敢杀我 陈天此刻的怒意已经沸腾 杀自己的军事之人必死 我不敢杀你 你以为落日城是什么地方 皇室若能接管落日城的话 早就成功了 武臣 你不用自欺欺人 要你死的人不仅是我 还有皇城那边的人 你的人头可是价值三本天级高阶无忌的 才价值三本高阶无忌 未免少了点吧 陈天冷笑 胡臣 你天赋绝伦 若是选择其他封地 定会有大好前途 可从你选择落日城的那一刻起 注定了你的光辉将在这里熄灭 是吗 凭你 来落日城 岂是你所想的那么简单 这城市之内势力无数 而在这些势力的背后 更是映射出帝国幕后的庞然大物 这些都是你得罪不起的人 而他们没有一个人 希望你成为落日城的主人 就算是我不对你出手 拓跋家族 暗界 洛霞门 黑狐帮 哪一个容得下你 陈天文言笑了 的确 他们不会让一头龙盘踞在这落日城 他们要的是如同成熟大人这样 忠心且不会乱叫的狗 狗 再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评价他 李克内心的怒意翻腾 却尽量的让自己保持风度 你现在也就能嘴硬了 明年的今天便是你的忌日 哈哈 李克 你未免太小看我了 就凭这些人也想杀我 陈天看着李克冷笑道 我知道杀不了你 所以我在你喝的酒里下了毒 这种毒无色无味 即便如你也没有察觉到吧 这种毒不会让你死 但是一个时辰之内 无法动用灵力或者原力 李克的笑容越来越是诡异 从陈天喝下酒的那一刻起 他已经胜券在握 陈哥 我无法使用原力 风无伤尝试了一下 脸色大变 陈南南山他们的情况亦是如此 倒是三女依然平静如常 陈天的脸上也并无波澜 李克 你就不怕我两万大军踏平你成首府 侯爷 你还真是太天真了 你以为 你那军队可以进入洛日城吗 他们只要踏入那青石台阶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洛日城容不下你们 叔父 这魂杖断我一掌一臂 我要断他四肢 将他的人头悬挂在城墙之上 三天三夜 阿奴一脸的猙獰 你没想到吧 报应来得如此之快 你不是想要救你的手下吗 结果呢 我把他带到这里的时候 那家伙还天真的以为 你可以带他离开 可是他错了 因为你根本救不了他 甚至连你自己都要死在这里 唰的一声 阿奴的声音戛然而止 你 阿奴心神一颤 却发现 陈天死死地握住了自己的脖颈 而那强大的力道 让他再也不能废话 阿奴 李克心头一惊 却是没想到 陈天中毒之后 还有如此蛮力 放开他 你个混蛋 陈天笑了 看来 给你的痛处还不够彻底 不够深刻 陈天一直落下 黑暗之间绽放 死亡的气息弥漫而来 就如同一道激光力剑 在阿奴的手臂上划过 将其瞬间一分为二 削铁如泥 如切豆腐一般 我的手 阿奴刚揭好的手臂 再次断裂 但这一次 陈天没有给他丝毫的机会 杀意猛然绽放 但他不想让此人死得痛快 死亡之力 开始腐蚀他的内心 从内部 开始瓦解他的身躯 让阿奴尝试到 人间最可怕的痛苦 杀了我 杀了我 阿奴不断地呼叫着 黑色之力所蔓延的地方 全部都将枯萎凋零 直至黑暗 将他全部包围 他才会灰飞烟灭 人群看到 阿奴的身躯 开始翻黑 流露出了 无限恐惧的表情 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你做了什么 你应该无法使用灵力才对啊 李克惊呼 陈天是凌王境界 李克对上他 本就没有把握 如今见陈天 竟然还可以使用武技 李克心神猛颤 难道 药效还没有发挥出来 不可能的呀 其他人都无法使用修为了 你这样的人 知道叫什么吗 井底之窝 陈天咧嘴一笑 听到这话 李克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风度了 来人 给我杀了他们 杀一人 赏百万灵石 百万灵石 杀 他手底下的上百门徒怒杀而出 这些家伙 大多数都是亡命之徒 也有走投无路之人 他们被李克所收为己有 只要有利益 他们便杀人 杀一人便有百万灵石 这种好事更是毫不犹豫 不知死活 星辰之力绽放 一股浩瀚的星辰之位绽放 城主府内的空间瞬间变成了星河 在这星河之中 无穷的黑洞吸收着那群人的力量 可怕的陨石在空间坠落 奇妙的天象组成了炼狱和天堂的场景 惨骄和哀鸿在这一刻绽放 星辰之力 乃是天体天象极为一体的恐怖力量传承 凌驾在天之上的星辰之力 可催动星河 日夜 黑暗 陨石 甚至是可怕的黑洞 陈天想要对付这群人的手段 神通 简直是无数 别说他万毒不清 本就不中毒 即便是中毒了 仅以生死两重属性 就能干翻整个城主府 这 这是什么 我的力量 不 力量被束缚了 一名王级武者震撼莫名 陈天使用的手段 让王级强者都大惊失色 你做了什么 李克心头发颤 他以为胜券在握 却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李克呀李克 我本与你无仇也无怨 更没想过要夺走你什么 只不过多年的利益熏心之下 早就让你忘记了作为人该有的良知 我本不想杀你 之所以接受你的邀请 也不过是想给你一个机会 可现在看来 你并没有好好珍惜 陈天淡漠地说道 不 你说谎 我不相信 我要杀了你 李克突然爆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王级五重 没想到在那斯文的外表之下 还有如此争宁凶患的实力 煞气在他的心头涌现 此刻的他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杀了陈天 死 李克飞窜而来 使出了雪煞诀 双手血红朝着陈天夺命而来 想要吸食陈天的力量 李克 你说我想要你的富贵与荣华 陈天一掌一面而去 强大的死亡之力将李克打飞了出去 怎么会 你怎么可能这么强 你应该最多只有四重灵王的实力才对啊 所以说你是井底之蛙 你说你落日成美女无数 权力富贵 那么你看看我身边 角色美女少吗 我为铁血侯 掌控帝国最精锐的铁血大军 我需要权吗 李克听到陈天的话 心神狠狠地颤动 他看向了陈天身后的三名女子 虽然不见容颜 但从气质上就可以看出 成手府的雍之俗粉 与这几个女子相比不止一体 而他成手府的一万军队 又如何比得上最精锐的铁血大军呢 李克的内心竟有了一丝后悔 但已经晚了 陈天动了杀星 仅仅是一道蕴含着灵壁的眼神 便让他动弹不得 死吧 李克感受到那双手带来的死亡之意 他恐惧到无法行动 但还是拼命地大吼道 三爷 救我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我早就告诉你 一开始杀掉他不就好了吗 总喜欢搞这些花花肠子 哄 可怕力道迎面袭来 就如同陨石撞击山岳一般的感觉 陈天的身躯狠狠地退后 沉闷地碰撞 甚至让整个城主府都在颤抖 第五百六十七集 陈天目光一凝 承手李克的身前 多出了一个魁梧的光头壮汉 他手持战斧 释放的气息刚猛强劲 拔到无比 谁 陈天一声赤鹤 战役同样惊人 要你命的人 光头话不多说 怒吼着抡起战斧 狂杀而来 那魁梧壮汉 迎面抡起战斧而来 烈烈地寒芒撕裂虚空 呼啸而来 但是陈天的速度却是更快 动若雷霆 巧妙地闪避对方的攻击 手中剑气同时刺出一剑 上 陈天反杀而去 剑气爆出黑暗之光 强大剑意猛然绽放 死亡之剑 半月剑气顺杀而来 火攻击 战斧光芒一闪 那光头壮汉身躯下沉 挥舞着手中巨大的战斧 两股力道在半空相遇 能量潮汐在这一瞬间猛然震荡 两人都未曾退后半步 彼此凝视 今日一见 皇城之内传得沸沸扬扬的爵士天才 吴臣 也不过如此啊 光头壮汉一声冷笑 但内心实际上却是震撼的 自己出其不意 以极快的速度攻击对手 却没想到 这吴臣反应竟是如此的迅猛 不但如此 还立刻对自己发动了反击 哦 狗主人终于舍得出现了吗 陈天一声的讽刺 让他李克面色难看 哼 死到临头 还敢嘴硬 光头壮汉也是不满 死 想要我死的人都先死了 十招之内将你随时完断 光头壮汉的身后武魂浮现 那是一把战斧散发着凛然杀意 武魂具象化的觉醒之力 果然 武魂战斧被他拿在了手中 双手持斧 霸道威严 十招杀自己 陈天的目光凛然风锐 平静一长 他进入了天人合一的状态 无我无形 周围的事物配合着神念天下 更是清晰异常 任何的风吹草动 仿佛都烙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哼 脚下的地面传来了一声哄响 那光头壮汉身影腾空而起 战斧在手 无比的霸道 双腹狮子烧 众人以为光头壮汉要腾空冲向陈天 却不想他的身体突然定格 竟是猛的释放出了一道战斧斩击 强悍无比 席向陈天 阴险的家伙呀 陈天身后的众人 无不是咬牙切齿 竟在打斗之中 虚晃一招 然而 这对于陈天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以他的速度 还有天人合一的状态 就算是北风那样的暗杀者 都无法解禁他 这光头又能做什么呢 顺足发动 身影一闪 快若雷电 身体犹如风中飘絮 轻柔一闪 剑一划破虚空而来 地面的一道尘土暴起 剑狠闪现 掠过大地的剑气 猛的形成了半月斩机 飞奔天空而去 迎面击杀向光头南 光头南双手持斧 格挡剑一消失 陈天趁机腾空而起 空中 风之属性暴动 陈天的脚步幻化巨腿 风神腿 人群只听见耳边一道轰鸣 却见那光头南 被打飞到了金碧辉煌的墙壁之上 身后留下巨坑的痕迹 第一招 陈天的嘴中吐出了一道声音 人群闻言 纷纷深吸了一口凉气 特别是成熟腐质 无不是眼眸一宁 他竟然主动出招 传闻这吴臣乃是其烽火两大属性 并且拥有强大剑道意志的剑灵使用者 果然名不虚传啊 李克的内心 在这一刻竟然产生了动摇 但是他根本无法回头啊 只能祈祷三当家 能杀掉吴臣 可恶 我要死了你 轰然一声巨响 那光头南显然暴怒 战俘武动 招招致命 强悍无比 一招 两招 三招 四招 短短数秒接连出手 浮影乱晃 但是 每一次将要触碰陈天身躯的时候 他却总能巧妙的进行闪避 仿佛随时可以与之对手出招的位置和轨迹 更重要的是 他还在给对手数招 对于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来说 无异于是耻辱 更何况 他面对的 还是如此骄傲的黑虎帮三当家 混账东西 你难道只会躲吗 性格火爆的三当家不断的怒骂 可是任凭他如何努力 陈天就如同起舞一样 无比精准的 躲避着他强大而又凌厉的攻击 死亡回旋斧 啪 三当家打怒 身躯犹如旋风一般旋转而起 两把战斧在手 就如同生命收割机一样 看到那可怕的旋转速度 和不断扩大的攻击范围 连李克都吓得身魂不熟 你若躲开的话 我就把你身后的同伴劈成两段 这家伙并不笨 他要逼陈天接自己的攻击 他对自己的力道很有信心 只要能攻击到吴臣 胜利就是属于他的 你这么做不就是想要我接招吗 我成全你 狂当 战斧突然传来了铿锵的碰撞之声 火光在这一刻猛然的蹦剑而起 人群看到 陈天的身上泛起了一道清灵色的光泽 他的身上竟然浮现出了一道绚丽战甲 防御武器 陈天层出不穷的手段 让得人群震撼 只会用麻利的蠢牛 真不知道 你有什么骄傲的资格 给我破 异围行 剑气迸发 石杖光芒一闪而过 战斧应声断裂 甚至本命武魂战斧受到了冲击 三当家口中猛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身形急速退后 看向陈天的眼神 满是震惊之嗓 你不只是四重凌王的修为 三当家的心头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敲过手他才知道 眼前这个青年 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 第几招了 陈天眼神冷漠 丝毫没有将此人放在眼里 狂妄 朕以为我杀不了你不成 轰然一声 此人身上聚集出冲天的气息 杀意凛冽 寒芒的巨大战斧悬挂于空 出 西天战斧 剑道意志 武魂巨响 战斧突然暴涨 西天之威一怒释放 迎面 剑道意志的惊人剑气 呼咙巨响 两股力量碰撞 大气自立 城守府瞬息一分为二 此处战斗 刹那惊动了整个落日城的人 人群目光纷纷看向了此处 在这璀璨的灯城夜下 两道身影冲上虚空 战斧与剑光碰撞了一击 激烈的光芒在高空盛开 黑虎帮的三当家 那青年是谁啊 好强啊 光头狼似乎处于下风啊 人群认出了光头狼 无不是惊讶无比 十招已过 你似乎没能杀我呢 一番激战 陈天却是面色平静 而三当家光头狼 却是气喘如牛 记住本体武魂 对他消耗巨大 闻言 光头狼怒不可遏 但是心中却又无可奈何 他欺宠武王境界 却奈何不得此子 没有什么 比这更让他惊讶的了 我承认小看了你 不过你也杀不了我 武臣 我可以给你一条活路 成为我黑虎帮的一份子 这洛日成便有你的一席之地 杀不了无臣 光头狼却不傻 转念想要拉拢 虽然无臣强大 难以控制 但是总比一个无用的 守财奴李克更好 成为黑虎帮的一份子 先别说陈天大不大于 李克却是一惊 内心惶恐无比啊 三爷不可呀 李克大呼 他知道 陈天的天赋 已经让光头狼震撼 若陈天真的答应 自己岂不是将失去所有 给我死 光头狼毫不犹豫地下手 在人群的注目下 巨斧横飞 那李克瞬间被击飞了出去 身受重创 三爷 你 李克口吐鲜血 心有不甘 没用的废物 武臣 这家伙完全可以交给你 任凭你处置 而这成熟府 也可以作为你新的侯爵府 只要你现在点头 一切都不是问题 三当家看向了吴臣 黑虎帮 很厉害吗 陈天冷笑 黑虎帮 乃是落日城的第一大帮 城中帮中数十万之多 强者如云 你若答应 我黑虎帮将是你的一大助力 反之你若拒绝 拒绝 又如何 拒绝下场如他 话音落下 距离三当家最近的 一名成熟府的士兵 突然被他强大的一掌 轰杀湮灭 尸骨无存 鲜血如飞 师父 不能答应 黑虎帮无恶不做 毫无人性可言 根本就是人渣 苦望穿 激动无比的 说了一句 三当家勃然一怒 区区奴隶 也敢放肆 找死 一掌轰杀而至 不过就在那刹那间 陈天的身影闪烁而回 那一掌 被他轻描淡写的淡化 陈天抬起头 看向了半空中的三当家 光头狼冷笑 哼 我这 你觉得怎么样 他以为 没有人会拒绝他的提议 除非 那个人是个傻子 不怎么样 陈天冷漠地拒绝他 光头狼文言 目光一变 你 什么意思啊 别以为我奈何不了你 你就可以死无忌惮 能杀你的人 我黑虎帮大有人在 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你说错了 什么事啊 光头狼眉头一领 你说我杀不了你 难道不是吗 所以 你消呀 当陈天这句话落下的时候 他手中的剑贯穿了光头狼的身躯 光头狼心头狠狠一颤 等他察觉到的时候 却发现为时已晚 那死亡的剑意 已经在他的身体内部 开始不断地蔓延 好快的剑 他居然真的动手了 城中人群凝视着半空 他们都不敢相信 无尘竟然真的出手杀人 要知道 那可是黑虎帮的三当家呀 第568集 你敢杀我 光头狼看着自己胸前的剑伤 满脸的不可置信 你说我杀不了你 我只是在满足你的要求罢了 陈天半空耸立 目光冷漠 我就是死 也不要你好过 光头狼怒吼一声 忍着剧痛爆发战役 疯狂地杀向陈天 他毕竟是亡极七重的巅峰强者 陈天一见 并未让他彻底地致命 所以 我才说你瞎呀 陈天摇摇头 一副失望的表情 他依然站立在半空 一动也不动 即便光头狼 抡起战斧 到进前的时候 他仍然是面不改色 我杀了你 愤怒之声回荡高空 战斧之魂几乎瞬息而来 千军已轰然一声巨响 战斧之魂在陈天的额头崩裂 光头狼的眼神失去了光彩 死亡在他的身体蔓延 只是片刻 他的双眸便被染成了黑色 死之气息笼罩了他的身躯 黑虎帮三当家 不过如此 陈天淡默地说道 光头狼心神一颤 之前他所说的话 对方竟是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这是天大的讽刺 乎臣 我死你也别想好过 我黑虎帮乃是 骆日成最强的帮牌 骆日成将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光头狼临死之际 争宁的脸上满是愤怒和绝望 最强 我看只是最大吧 陈天不温不火地说道 光头狼怒指陈天张口郁郁 但是他的身躯 却先一步化为了黑暗的硝烟 连魂音都灰飞烟灭 黑虎帮三当家死 王级七宠 在这个青年的面前 竟是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他是谁啊 人们凝视着半空中的身影 无不是震撼莫名 三当家 可恶 无臣 你杀了我们三当家 我黑虎帮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地面之下 黑虎帮众无不是心神颤动 强大的三当家 竟然是在未能伤及对方分毫的情况下 尸骨无存 陈天目光一侧 翻着寒芒的双眼 释放出了一道惊天的神念之力 仅仅一个念头 地面上的黑虎帮众 便是脑海中一声嗡鸣 神念天下的威能 让他们头痛欲裂 生不如死 回去告诉你们帮主 黑虎帮三当家 欲杀本侯 罪无可恕 你们帮主若来承手府登门谢罪 我可以考虑放你们黑虎帮一马 否则 我必踏平黑虎帮 人群文言 心头那都是猛然一领啊 黑虎帮 虽然说不上落日成最强 但绝对是一流势力 而且正如陈天所言 的确是人数最多的势力 但此人 吴臣却是叫嚣着 让黑虎帮的帮主 来给他登门谢罪 何等霸气何等轻狂啊 他称自己为本侯 人群的脑海中 猛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不久之前 帝国一到黄命降临城中 心狠学院无尘 边疆败战将中 大获全胜 换来帝国五十年和平 功不可没 此铁血侯 封地落日成 铁血侯 落日成之主 难道就是他们眼前这个人 人们的目光 再一次的集中在了 那个青年的身上 这般年纪 如此天赋与实力 但是锋芒太盛 在这落日成活不久啊 城中 那茫茫人群之内 一个邋遢的老头 自语道 随后 提着酒瓶 晃晃悠悠的 离开了此处 光头狼之死 仿佛瘟疫一样 在巨大的城市之内流传 并且 以最快的速度 传到了落日成那些 真正的主宰者的耳边 落日成北 黑虎帮总部 说是总部 格局却是堪比星辰镇 聚集了数十万的帮众 落日成中最大的黑帮 其实就是如此 总部殿堂之上 一个赤裸着上身的 猙獰大汉 端坐在黑虎皮的座椅上 大汉胸前闻着黑虎 脸上一道十字刀疤 犹如匪王 正是帮主黑虎 黑虎帮最大的掌权者 帮主 不好乐出事了 大殿之外 人未到生仙制 一道人影慌乱的飞奔而来 狼殿堂主 何是如此惊慌 黑虎身边 一个男子晃动雨扇 风度翩翩 又大事风范 大当家 二当家 三当家死了 狼殿堂主口中 所传消息 让整个黑虎帮 总部震动 什么 大座之上 黑虎一个闪烁 来到了堂主身前 浑身充斥着凶悍之气 目光犹如利刀 让人不甘之事 你说我三弟死了 黑虎一怒 人群动容 堂主猛然跪地 帮主啊 三当家惨死街头 连尸首都没有留下 哄 一拳在青石地面上 留下一道窟窿 黑虎目光争鸣 谁敢杀我三弟 我要助他救足 灰帮主 是吴臣 吴臣 不管是谁 我要他死 黑虎 让那堂主 立刻带路 愤怒的火焰 充斥在他的身心 杀他三弟之人 无论是谁 都要死 大哥且慢 狼殿堂主 你把事情仔细倒来 大师风范的二当家 听到吴臣 目光变得凝重起来 回二当家 事情是这样的 那堂主将事情 缓缓道来 他的话 让在场之人 目光越发的凝重 话一说完 黑虎脸上的表情 越发的猙獰 咆哮一声 狂妄小儿 竟然要我黑虎 给他登门道歉 给我着几十万 帮内的人马 我要踏平成首府 让他铁血后后悔 来到这个市场 愤怒在整个黑虎帮 蔓延开来 拓拔家族 黑虎帮的光头狼 死在了吴臣的手中 家族会议室内 传来了令人诧异的消息 引起了在场众人的沉思 好事是好事啊 那没用的光头再怎么说 也是黑虎帮的三当家 当街格杀 那铁血后还真有几分血腥 有趣有趣 不出今夜 黑虎帮便会有所行动 这个热闹不能不看 我要亲自去一趟成首府 拓拔家族的族长 对此事充满了兴趣 光头狼的死 他们都没有预料到 而吴臣的霸道 他们更是没有想到 就连拓拔家族的族长 都想要亲眼看一看 那吴臣 究竟有什么神通与手段 暗戒 一群黑衣人 经历不动 宛如雕塑般的侧耳聆听 这个吴臣 果然与传闻一样 是个坐视不着边的疯子 年轻气声是好事 不过 若是没有那个本事 那可就是个笑话 黑虎帮有何动静 黑虎帮召集十万人马 已经前往成首府 恐怕今晚就要动手了 暗戒负责情报的人 开口说道 哼 十万人 看样子 黑虎要变成疯狗了 暗戒内传来了冷笑声 建主 三十里外的铁血大军 已经开始入城 我们要不要阻止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阻止 为什么要阻止 落日成越乱 对我们暗戒越有好处 有意思 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你们谁愿意陪我去一趟成首府 暗戒责主一声冷笑 但是他后面那句话 却让在场之人一愣 借主 竟然要亲自前往成首府 成首府内 大军兵临 成首李克 此刻跪在陈天身前不断求饶 他培养的保命势力 早已经大难临头各自飞 哪里还会管李克呀 那上万四兵 已经投靠了吴臣 李克 我曾给过你机会 只是你不懂珍惜 陈天背负而立 不再看李克 李克听到陈天的话 又看着曾经效忠自己的军事 满脸上都是绝望之色 他知道彼此无疑 却是大笑起来 吴臣 你以为杀了我 你就能得到落日成吗 在落日成 我是你们眼里的一条狗 但你以为我愿意吗 你自认为天父过人 绝世天才 但在这落日成 你若不低头 不做一条和我一样的狗 你一样会死的 说完 李克一头撞到了 府底的居住之上 鲜血缠流不止 李克的话悲凉无奈 陈天却充满了不屑 他是他 李克是李克 人和狗有什么相干 侯爷 大事不好了 承受府外 黑虎帮来袭 区区黑虎帮便让你们大惊失色 成何体统 铁血猴在此 都给我安静 陈南上前一步赤河 让那承受府内的私兵 不敢轻举妄动 陈哥 如你所料 黑虎帮也就在承受府十里之外 承受府内 南山的身影从外而来 多少人 陈天问 清朝而出 估计在十万左右 南山目光微宁 承诸府内人群文言 都是骇然一惊 不愧是人数最多的势力 随便召集便有十万之众 陈天一笑 却是没把这十万人放在眼里 侯爷 投降吧 和黑虎帮作对的话 必死无疑啊 那些屈服在陈天威严之下的士兵 早已经就吓破胆了 竟然劝说陈天投降 第569集 找死 那人话音刚刚落下 封无尚一拳轰至 那人连惨叫都没来得及 惨死当场 封无尚战役爆发 怒当在场众人 到底当前 扰乱军心 杀无赦 杀无赦 人群文言 心神猛颤 虽然不满 但却不敢多言 那无尘连光头狼都能杀 更何况是他们 但那些人心中 却都是冷笑 铁血猴无尘 与黑虎帮作对 必死无疑啊 你们是认为我在找死对吧 陈天一眼 便能看穿这群人的心思 没有人说话 他们不敢回答 怕死 陈天又开口道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不愿意留下的 可以离开 上万人面面相去 他们心动的 却不敢相信陈天的话 毕竟这些强者 总喜欢玩弄他人的命运 但还是有人 鼓起了勇气问道 你说的真的 我保证不会伤害离开之人 侯爷 恕我无理 告辞 有一人说完这句话 便是飞窜了出去 有了一个便有两个 不到片刻 这诺大的成熟府内 竟然只剩下寥寥百人 而这群人 似乎是没有离开的打算 这让陈天有些意外 怎么 你们想留下来送死 陈天饶有兴趣地 看向了这百人 一人上前说道 我们本就是失去了家园之人 跟着谁都一样 我们愿意留下来 效忠侯爷 你们可要想清楚了 留下可能会死 甚至我会故意牺牲你们 我们已经决定了 无怨无悔 这留下的百人 决然地说道 我身边不用无用之人 你们想留下 那就要证明自己 黑虎帮一人 换你们一人 若能做到的话 我便留你们在身边 陈天的话已经说完 剩下的 便是要这群人自己去想 就在此刻 成熟府外 突然传来了莫名的轰鸣 侯爷 不好了 府外有一支军队 说要见您 这边的事情刚解决 成熟府的府邸护卫 仓皇而来 脸色沙白 来得正好 陈天大步而去 人群紧随其后 刚出城门口 大军压境 整齐无比的两万人马 出现在了成熟府内 迎面 便是感觉到了 一股强大的气场 好可怕的军队 好恐怖的气息啊 成熟府留下的军事 无不是震撼莫名 这支军队 与他们完全不同 无论是实力 还是气势上面 这是一支 真正的铁靴军队 充满着让他们 无法直视的 肃杀之意 成熟府内的人群 内心狂颤不止 黑虎帮 马上就要杀来 这两万人马 又突然出现 简直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 就在气氛凝固之时 军队中一人上前 神色凛然一道 参见统帅 军队整齐一声呐喊 声如雷动 拜见陈天 众将士辛苦了 都起来吧 陈天威严道 统帅 成熟府内的人群 心神狂颤不停 一个个目光骇然的 看向了吴臣 这两万强大的军队 竟是他的部下 他们之前 可根本没有听说过 难怪 此人有实力和信心 挑战黑虎帮 难怪他会如此狂妄 留下的百人 看向陈天的目光 更是复杂 这两万大军的精锐程度 比原本的成熟府强大十倍 百倍不止啊 他们更加坚定了 要留下来的决心 少帅 我们收到您的信号就来了 您没事吧 左统领行李之后 这才激动地说道 当然没事 不过一会儿有强敌来袭 很快大家就有事情做了 终将士听令 凡是敌人少无赦 少 少 军士齐声呐喊 杀声震天 成熟府虽然极为华丽 但那李克是惜命之人 将整个成熟府建造的宛如堡垒 甚至还有城中之城 可攻可守 不夜登城之下 大部队长驱而入 转眼就已经出现在了 陈天他们的视线之中 陈天的目光冷然 黑虎帮必死 谁愿意拿下手伤 与黑虎帮之战 必然是鱼死网破 陈天也没有想要收服他们的打算 来一人是杀 来十万也是杀 对于这些训练有素的军人来说 黑夜更是杀人之夜 少帅 我杀雪盟亦不容辞 少帅 我们也愿前往 铁血军内 除了杀雪盟以外 都有军功之分 这些军人纷纷开口 愿为陈天而战 陈天正要战前点兵 就在此刻 一道突兀之声 让他目光一宁 侯爷 证明我们的时候到了 请让我们出战 就在此刻 那留下的百余人 突然站了出来 领头之人 神色灵力无比 释放着惊人杀意 好 就你们去 陈天感受到对方的决心 当机立断地下达命令 这百人 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而陈天则释放出神念 落日的不夜城 不适合偷袭 所以 他要让这黑夜更黑 也学好乌尘 给我滚出来 烧我三弟 我要你偿命 轰响滚滚 天空之中 传来了一道怒吓 城中 黑虎帮果然来了 这种规模 已经是战争了 落日城要变天了呀 黑虎帮十万帮中压境 距离城首府 还不足十里 人未到生贤制 那黑虎雷霆大鹤 竟是将城中小孩吓哭 可见其恶名之可怕 而十万帮中的到来 更是让整个落日城所瞩目 人群目光 纷纷看向了城首府 那铁血侯乌尘 面对着黑虎帮强大势力 又该如何 人们可是记得 他要黑虎登门谢罪 黑虎现在是来了 不过 却是来要他命的 所有人预感 铁血侯恐怕是过不了今夜了 帮主 城首府就在里面 不过据传 城外两万大军已经入城 我们要不要商议一番 混账 废什么话 给我破开城首府 里面任何一个人都不要放过 黑虎神色阴暗 怒斥一声 大哥 那是帝国最精锐的铁血军团 小心行事总是好的 这我们不如传一个消息过去 让那铁血侯自闻谢罪 我们可以放过与他有关之人 二当家陈银片刻开口说道 城武堂听令 听后帮主吩咐 且告诉那家伙 让他滚过来谢罪 否则 他带过来的所有人都要死 黑虎无论多么暴怒 却还是接受了二当家的建议 战武堂万余人冲向了城首府 而黑夜之下 百人队伍潜伏于府内 叶哥 战武堂单独行动 我们的机会来了 记住 一击必杀 立刻离开 但是 我们如何证明 自己杀了黑虎帮之人啊 要他们的人头 头领目光一寒 嗖的一声 带头冲入了黑夜之中 战武堂上万人 来到了城府外衣里处 那领头堂主 深吸一口气 雷听大喝 那什么狗屁猴 我们当家的说了 只要你滚过来谢罪 就只要你一个人的性命 否则 与你相关之人傻无赦 黑夜之下 传来了一声赤贺 双方战争 拉开了序幕 放肆 铁血侯 乃是皇室清典 你是什么东西 胆敢侮辱侯爷 城堡上 铁血大军 勃然怒斥 声音震天 黄室清典又如何 在这洛日城 谁的实力强 谁才是王 我乃战武堂堂主 区区铁血侯 想来落日称 称王称霸 简直痴心妄想 十几之内 让那铁血侯滚来请罪 否则你们都要死 战武堂一万人 在城首府前 威风凛凛的说道 那战武堂堂主 更是没有将这支军队 和陈天放在眼里 而周围人群听到这话 目光全然集中在了城墙之上 黑虎帮如此胆大妄为 铁血侯又会如何应对呢 城首府上 少帅 要不要派出枪棋队杀了他们 枪棋队的统领开口行问 陈天摇头 不用理会 真正的目标还没有出现 区区一个堂口 陈天甚至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的神念 早已经笼罩 城首府百里之内的情况 黑虎帮真正的大人物都还没动 不值得他出手 不过 有趣的是 之前投靠自己的百余人 现在已经盯上了战武堂 若他们真心杀敌的话 陈天自然不介意助他们一臂之力 时间流逝 但城墙上 却仍然没有做出回应 战武堂堂主援武的目光 越发的阴沉 一怒起身道 越学后 实习已过 你难道是缩头乌龟不成 见城墙上无人说话 战武堂堂主 原怒 愤怒无比 他堂堂黑虎帮 什么时候被人如此无视过 正欧动手之时 黑夜之下 一道剑芒战武 城守府外 一群凶悍之人从两侧洗手 他们的眼中战口杀人 面对强大的黑虎帮 丝毫不惧 区区百余人 挑战我战武堂 小弟们 让他们知道 知道我战武堂的手段 战武堂群情激愤 杀一阵天 但就在双方接触的刹那 原本视线清晰的 落日城突然一黑 即便是舞者 也一瞬间 无法完全适应黑暗 但诡异的是 那百人队伍似乎早有准备 在黑暗降临的那一刻 手中武器 寒意绽放 黑夜之下 很快就传来了惨叫之声 战武堂陷入了混乱 人群更为震撼的是 号称不夜灯城的落日城 这个夜晚 竟是漆黑如墨 前方变故 让黑虎帮帮主神色一灵 脸上浮现出了不耐烦 乱武 你在搞什么名堂 第五百七十集 战武堂堂主听到 大当家的赤鹤 心里咯噔一声 目光一领大喝一声 夜金石 给我用夜金石 听到战武堂堂主的话 慌乱的黑夜之下 多出了光芒 一道两道 很快周围再次恢复了明亮 这光芒对于正在撤退的百人来说 是致命的 陈天虽然帮助了他们黑夜齐席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 落日城内有一种奇石 名为夜金石 没有什么大用处 但却是能发光发亮 而这也是照亮了不夜城 灯光发亮的来源 快撤退 领头之人下达命令 百人齐齐得手 人手一头疯狂撤离 但是战武堂作为黑虎堂的战斗堂口 也绝非等闲之辈 那元武更是王级境界的强者 岂能让他们全身而退 百人陷入绝路 城墙上却没有人开口 即便是陈天 也只能默默的凝视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很快被战武堂的人 逼退到了城堡府邸门前 那里已经是绝境了 那领头之人 回头看向了城墙之上 正好与陈天的目光对碰 那一刹那 那领头之人心神一颤 本想开口说话 却生生地咽了回去 他紧握着自己手中的剑 不知为何 战役在体内沸腾 面对万人帮助 那领头人出奇的冷漠 他知道自己或许会死 但却没有半点的畏惧 眼里只有杀役 杀我战武堂之人 你们还想逃 给我杀 看着他们手中人头 战武堂堂主愤然一怒 一声令下 整个堂口之人轰杀而至 杀 另头人说了一份 那百人却是汗死不畏的 随他而上 杀以惊天 百人竟然有序 以那领头人为主 呈现出一个三角阵型 防具与武器并用 战武堂数百人围杀而来 但大杀四方的 却是那百人队伍 他们的杀人之术 让得众人眼前一亮 即便是陈天都有些意外 这群人实力不强 非有那领头人王级三宠 但是配合却是天衣无虎 无比的默契 这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定然是经历了 常年累月的训练 才能有如此精准的配合 而领头的武王静之人 手中之剑杀人如麻 国过之处鲜血挥杂 很快 这承手苦钱 便是多出了百具 黑虎帮成员的尸体 看到手下之人 一个个倒下 员武的面目逐渐争 若是被这百人 将我战武堂击溃 颜面何存呢 员武见那领头人 涌如神柱的大杀四方 心中怒吓 员武大怒 武魂缠绑 山摇地动 但这武魂之力的释放 整个空间阵列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击 竟是打乱了百人队伍的阵型 员武趁机狂杀而来 一手抓住一人 撕裂而死 队伍中一人死亡 另外的人立刻顶上空缺的位置 但员武的境界在他们之上 磅礴源立战法 一道大印绝落下 又是五人当场死亡 给我上 员武带起贺声 战武堂中的一名强者冲刺而来 一枪贯穿一人身躯 将其高高决心 鲜血挥洒而出 把黑虎帮 岂是你们这些蝼蚁可以挑衅的 把我黑虎帮傻无赦 战武堂人群气势高昂 那百人队伍被压迫 一片领头王级之父 都有些吃力 可恶啊 领头者看到自己身边之人死亡 剑道入微 猛然释放而出 强大剑气轰杀而来 属为之剑 打圆满之势 看到那人爆发力量 袁武也是一惊 毫不客气的冲杀而来 袁武实力强劲 一道道掌印落下 领头者勤见抵挡 虽然借助入微之剑 立于不败之地 可他身边之人 却不断地死亡 他心中不甘 愤怒无比 而心中一股执念 更是涌入心头 流入剑中 奇妙之光在他周身展望 入微之境 突然散发出庞然剑意 境界成形 以怒成剑 剑道一只 沉添目光一领 那五王敬领头者 竟是在此刻 突破入微大圆满 以怒为影 进入无形凝聚成意 化为怒之剑道 杀 剑道预置笼罩 一股滔天怒意失法 人群动怒 那领头者绽放的怒意 伴随着剑光的闪烁 一步杀石人 骇然无比 他的剑法快准狠 毫无招数可言 可却是招招致命 夹至此刻心追怒火 杀起人来更是犹如风魔 厉害 城墙上的铁穴大军 忍不住暂学了一声 小小剑修 修咬猖狂 莫不是以为我黑虎帮无人 就在那领头者大杀四方之时 一道强大的水灵力 忽然的绽放而来 磅礴水声 在人群的耳边轰散 那领头者竟被打飞了出去 五重领望 城墙上的众人 看到那突然出现的领者 神色猛然一领 武当家 元武心神一颤 却因为自己半事不利 而立下了头 最后还是得当家的出手才行 元武退下吧 见到一只使用者 你对付起来 确实比较吃力 那武当家力气释放 浑身凌厉游走周身 强大水属性元素 在他身边缠绕如龙 是 元武心有不甘 却只能退下 他虽然境界高了一点 但是资质有限 始终无法领悟一只之力 所以 对付可以越级挑战的 剑道一只者 的确无可奈何 武当家覆手而立 隐无风絮 一个闪烁 便是来到了那领头者的身前 目光抬头看了一眼城墙之上 便是心生一计 你不错 若是能够加入我黑虎帮 我便赐你唐主之之 武当家的一句话 让得全场人动容 这人很明显 是那铁血猴之人 而黑虎帮 竟然是当着他的面挖人 不过 陈天并无反应 反而面带笑容 黑虎帮唐主 领头者重复了一句 对 以唐之主 没兴趣 领头者很干脆地说道 武当家脸色一变 以唐之主这样的地位 对方竟然拒绝 这出乎他的意料 所以愤怒无比 你可要想清楚啊 黑虎帮的唐主 统领万人 你在那铁血猴的手下 应该不重要吧 否则他怎么会让你来送死啊 你不懂 领头者冷冷地说了一句 不懂的是你 我黑虎帮乃是 陆日成最强势力 你拒绝我 那便是要死 那凌王大怒 强大的属性力量绽放 水元素冲天而起 宛如蛟龙 一声龙吟惊天 那水龙咆哮而来 那领头者 虽然领悟见到一只 但这一击绝对无法躲避 他建议绽放 想要抵抗 却发现在那股绵延不绝的水元素之下 他的力量竟是无处施展 多少次生死徘徊 却没想到 今日便要在这里丢了心灵 领头者闭上了双眸 竟是等待着死亡 风神拳 就在那水元素之龙咆哮沙纳 突然 人群的耳边 传来了刺耳的风吟之声 漫天水珠 在天空舞动 那水龙的身躯 就仿佛被利刃切割散落在高空 在那风刃和水珠之内 两道身影四目相对 杀意绽放在空中 出手了 那人 就是铁血猴乌臣啊 人群的目光 全然集中在了那青年的身上 他俊秀飘逸长发 在风中舞动 白袍烈烈 轻狂骄傲 你就是吴臣 武当家面容一动 打量着眼前的情人 此人如同外界传闻那般 奇度不凡 天赋异禀 竟是一个迎面 破了自己的水龙弹 此子不容小觑 对于武当家的话 陈天却没有回答的意思 反而看向了他身后的领头者 你叫什么名字 领头者心念一动 低头开口道 也知 你不错 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吧 陈天开口 随后让其退下 全程 他都没有看面前的武当家一眼 区区一个铁血猴 尝却如此 你可知我是谁啊 武当家被无视 此乃奇耻大主 他这般骄傲之人 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水属星力量惊天 整个成熟府的上空 竟然是怒海翻腾 仿佛要将一切淹没 陈天手中花形为剑 黑色气息释放 却没有半点波澜 他的眼无比的平静 他的剑更是安详的如同死计 现场静得可怕 唯有怒涛将水翻腾而去 到地域忍悔吧 铁血猴 武当家咬牙切齿 怒涛之水涌现 竟是将整个黑夜遮挡 侯爷 夜之身形一闪 想要为陈天抵挡那惊天的水灵力一击 却被陈天一个眼神制止 人群震动 万中瞩目之下 陈天缓不上前 没走一步 地面便有一股黑暗的波纹绽放 直到他的身影来到了那怒涛江水之前 他眼里的平静 才多出了一道凌冽的寒芒 斩 手中黑剑虚空晃动 那怒海翻腾的水属性力量 突然在高空中静止了一半 整齐的切口将那翻腾之水撕裂 人群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头狂颤不止 仅仅一剑 却是破解了整个翻腾的怒海 第五百七十一集 看到陈天的举动 武当家露出了猙獰的笑意 水元素能自由组合无数种形态 剑斩对我的力量是没有用的 果不其然 那些被陈天斩断了水灵力 竟然再次组合起来 攻击仍然没有丝毫的停滞 朝着陈天他们思虑而去 小看别人 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武臣记住了 杀你之人 乃是黑虎帮的武当家 耳边传荡着那武当家的贺声 与他那狂妄的话 陈天脸上仍然是平静一长 你杀不了我 死到临头还最硬 看看你的周身 你已经无路可退了 只要这满天之水将成首府淹没之时 我的水灵力便会让你们无法呼吸 到时候不仅是你 所有人都要死 原来你对自己的属性力量很有信心 陈天嘴角扬起了一丝诡异的笑意 那就从你引以为要的力量开始吧 他想做什么呀 人群看到陈天的举动 无不是疑惑不解 在他们看来 陈天根本就是强弩之末 那黑虎帮武当家 乃是凌王五重进解 水属性力量更是炉火纯青 陈天必死无疑啊 当怒涛之水要将其淹没的时候 陈天的手掌触动了水元素的力量 也就是那一刹那 死亡开始在水中蔓延 这是什么 水灵力中一股黑气蔓延 就像是大染缸一样 迅速地将蓝色的水元素 全部染成了如墨的黑色 哄 还没等人群彻底地反应过来 水属性的元素力量 竟然在人们眼前突然蒸发 不错 蒸发 连一滴水珠都没有留下 消失于无形 灰飞烟灭 你做了什么 武当家脸色周变 引以为傲的力量 竟然被陈天所破解 这让他如何不惊 雕虫小技 不足挂齿 倒是你 你刚刚说你是谁来着 陈天扫了一眼 此人说道 混账东西 我可是黑狐帮的武当家 这人的话音刚刚落下 陈天的身影 犹如星辰之光 一闪一瞬间 掐住了那武当家的脖颈 武当家好歹也是五重灵王 却发现这个青年的臂力 让他无法反抗 眼前这青年的肉身力量 竟是堪比武王 这让武当家心神猛颤啊 你想做什么 看着陈天的双眸 堂堂的武当家 竟然心生畏惧之色 话都说不利索 陈天却不理会 朝着远方朗声说道 黑狐 我给你个机会 滚过来谢罪 否则你黑狐帮之人 来一个杀一个 狂妄小儿 放了我五弟 听着陈天的呐喊 黑狐此刻 再也压制不住 自己心中的愤怒 话音滚滚 犹如雷动 大哥 二当家这次刚欲说话 但黑狐的身影 已经飞扑了出去 承受府前 人群的目光狠狠一颤 心中更是震撼莫名 黑狐身躯犹如猛兽 高达三米之多 他与那铁血猴无尘 站在同一处 两人就如同巨人 与成年人一般 虽然黑狐气势惊天 但不知为何 在他面前 矮小瘦弱的陈天 看起来却更加巨大 气势上 陈天竟是 丝毫不弱于黑狐 我若是不放呢 陈天饶有兴趣地 看着黑狐 此人绝不简单 但双方之战 早已必不可免 黑狐要让陈天死 但黑狐不知道 陈天根本就是将他们 当成踏脚石 目的便是威慑 骆日成的各大势力 不放 死 黑狐一声咆哮 犹如轰雷颤音 震撼人心 陈天神色一领 人群的耳边 只听见咔嚓声响 便看到了武当家 身手分离的一幕 混蛋武臣 你敢杀我五弟 咆哮震撼人心 黑狐大手而来 一拳轰杀而至 杀你五弟又如何 今日 就算是你黑狐也难逃一死 两人拳头碰撞 整个成手府 空间撕裂 大气震荡 周围充斥着一股 强大的压迫力 距离近一点的 都是被那气势震退 周边建筑 更是刹那军裂 你们看 头顶的上空 也不知谁人一声大喝 人群抬起头 黑夜的天空之云 竟然因为两人的对拳 而风云异动 不夜灯城的天空 就像是被撕裂的沟壑 两股强大的力量的轰颤之声 回荡在人群的耳边 黑虎与吴臣的交锋 让人群流露出了震撼之色 吴臣 你杀我三弟与五弟 就算你现在跪地求饶 我也不会放过你 黑虎愤怒无比 战意迸发 拳头更是招招致命 虽然他身躯庞大 但速度丝毫不弱 灵力无比的攻势 让陈天甚至没有一点的反击余地 惊人一拳绽放而来 硬爵之威猛地将陈天打飞了出去 一声哄响 地面留下了一道痕迹 不愧是铁血猴啊 这一拳换作是其他人 恐怕就是死了 陈天从烟尘中走了出来 脸上仍然是风轻云淡 笑话 他们要杀我吴臣 我难道让他们杀不成 你堂堂黑虎帮帮主 说话未免天真 弱肉强食 这本就是这个世界的法族 你若不够强 那就死 黑虎怒一迸发 愤生一鹤 所以我杀了他们 陈天毫不客气地说道 对 你杀了他们 现在 我就要杀了你 黑虎身色抽动 今日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吴臣必死无疑 陈天文言 却是目光一寒 黑虎 你很有信心能杀我 既然如此 你敢不敢赌一场 你没有资格跟我废话 黑虎根本不吃陈天这套 哦 堂堂黑虎帮帮主怕了 怕与我吴臣打赌不成 洛日成都说你强大无比 确实不敢与我打赌 还真是让人失望啊 陈天冷嘲着摇摇头 放肆 我堂堂黑虎 岂会怕你一个小小铁血猴 要赌可以 不过是拿命来赌 黑虎虽然只是一个帮派首领 但是却拥有着枭雄的气心 一句话便是让人震撼人心 要赌赌命 正合我意 陈天朗生一道 说如何赌 既然要赌命 那就简单得多 黑虎 你与我一战 我若胜 你黑虎死 黑虎帮解散 但他话音刚落 黑虎却是大笑起来 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 你说你要与我一战 你胜我死 黑虎帮命 言语带着冷嘲不屑 在黑虎看来 陈天简直是痴人说梦 不错 陈天的表情认真 绝非是开玩笑 即便是人群的心神 都在此刻狠狠一颤 他竟要与黑虎死战 沃尘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赌 今日赌不赌 在我看来你都必死无疑 黑虎看向陈天的眼神充满了不屑 在他看来 这场赌局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陈天必死 这是无本天机武器 加上我铁血后无尘的人头 黑虎 你觉得够资格赌了吗 陈天拿出无本武器 那天机之光绽放 人群兴盛一颤 天机武器 无本 一本都难能可贵 而无尘 竟然一口气拿出无本作为赌注 加上他铁血后的人头 这家伙疯了不成 就连黑虎都有些意外 但看到陈天如此自信 他竟是有些许的犹豫 无本天机武器的价值超乎想象啊 你确定是要跟我一战 不是别人 别看黑虎五大三粗 但是却欣细无比 如果是无尘与他一战 黑虎何惧啊 自然 你想死 不错 我无尘求死 我求死 这青年不是疯子 那就是傻子 但是堂堂铁血后 敢跟皇室叫板的人 他会是一个傻子 那么 他究竟凭什么 要与黑虎一战呢 他自己不过王级而已 但黑虎却是尊无敬 凌王敬 占尊无境界 这可能吗 然而 此刻的陈天眼中 透着锐利的锋芒 透着骄傲与轻狂 丝毫不像是在说笑 黑虎与无尘 一个是铁血后 一个是洛日成黑虎帮的首领 人们凝视着这两人的身影 竟是透着一丝期待 但他们显然更看好黑虎 认为无尘不过是无奈之举 才会想出这样一个办法一战 虽说他天赋绝世 但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与尊无境界的强者一战吧 更是没有可能胜利 不过既然敢夸下海口 他们还真想看看 这皇城而来的绝世天才 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胆敢与尊无境界的强者豪赌啊 明知是死 还要给我送来无本天击武器 铁血后 你的大礼我黑虎收下了 黑虎此时此刻 生怕陈天后悔似的 流露出猙獰的笑意 战意瞬间迸发 杀你不过头点地 呼啸直怒 黑虎怒吓 一声轰吟响彻黑夜 震撼人心的波澜绽放 那竟然是强大无比的 尊级神识威能落下 尊武境界的威能 猛然绽放 四重境 黑虎的实力 在尊武境界第四重 光是这神念上面的力量 都要让一般人崩溃 第572集 黑虎虽然不觉得 仅凭神识 就能让吴臣就范 但他绝对挡不住 自己的威能 不仅是他 周围之人 也是这般的想法 比神念 陈天冷笑 眼中寒光绽放 一见问鼎天下 轻鼓报应论英雄 挺身问剑 这一生不弯腰 何人云端起舞 让我望春天涯 柔长百折 心中风雪萧萧 曲中人散 一见怒冲九霄 古今同一笑 天地任逍遥 后世来者 莫与我比高 神念天下 第三重 今天神念绽放 笼罩着整个黑夜 落日成的夜 绽放着让人胆寒的忏意 而这股力量 来自于那神色冷峻的青年之处 黑虎 拿出真本事来吧 这种攻击对我无用 淡漠的声音从那青年口中吐出 黑虎磅礴的神识力量 在陈天的面前反而成了笑话 黑虎帮众之内 二当家的目光越发的森然 当陈天提出这场赌斗之时 他就觉得蹊跷 如今看到陈天释放出了超越尊武强者的神念 他的心头不安更加的浓烈起来 但他却也不敢相信 亡能胜尊 无尘 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就是选择封低落日成 被陈天神念所反压 黑虎怒以惊天 那一瞬间 他的身后一道黑色的猛虎之头 一直如何 惊天微能 与陈天神念三重抗衡 两股力量绽放 连天地都变色了 出现了 黑虎的武魂 人群看到他身后猛虎之头 浑身颤抖 黑虎 人如其名 魂如其人 他尊武境界 无臣灵王境界 而他 却率先一步开启武魂 黑虎 定然是要给陈天一个惨痛的教训 虎王臂 黑色的力量缠绕在了黑虎的右臂之上 那一瞬间 能感受到他身躯上暴涨的力量 他的右臂更是膨胀了一倍 死 启和一声 速度犹如虎豹之威 急行如风 侵略如火 带着虎王咆哮之声震撼上来 黑虎之力不可谓不强 即便是陈天都脸色骤变 就在黑虎之地落下的同时 陈天的身影闪烁 发动顺足 巧妙地躲开了那可怕的一击 而那一拳落地 整个成熟府的地面轰然坍塌 以拳头为中心 地面碎裂蔓延数十里 若是被击中的话 整个身躯 恐怕都会因为承受不住这股力量而崩塌 好可怕的力量 本身拥有强大肉身 还是一个受武魂的使用者 双重的力量叠加之下 黑虎的确有骄傲和狂妄的本事 怎么 铁学侯 你不是要与我黑虎一战吗 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 连正面攻击都不敢接了 黑虎不断攻击陈天 但陈天却只能在那 微能绝伦的泉下暂避锋芒 黑虎之强 简直是震撼人心 人群看到逃窜狼狈的吴臣 都是摇头叹息 这吴臣如此模样 还怎么能与黑虎一战呢 谁强谁弱 人群心中便是有了定义 这吴臣今日怕是真的要死在此处 承手府上铁血大军却仍不为所动 他们虽然担心 却无比地相信吴臣 皇城传闻 你乃星恒学院未来继承者 与帝国世界排行第二的与吴天一战而不败 更是制斗武斗摩阅国大军 换来我帝国五十年和平 皇城将你传得身乎其身 但今日一件 却是一个十足的懦夫 有本事 你就把这一招给躲开 黑虎一声叱吼 身影猛然飞上高空 他手中之拳继续绽放 刹那间膨胀数倍 强大的黑虎之臂惊天释放 那怒拳足以毁天灭地 虎口哨 黑虎的目标是吴臣身后的承手府 如果是他躲开的话 承手府上的人也绝对逃不掉 但他去接的话必死无疑啊 黑虎好狠毒啊 人群传来了震撼之声 陈天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黑虎这是要逼他接招 陈天站立在原地 一股银白色之力 猛得犹如龙蛇一般 缠绕在他的幽臂之上 不到片刻 整个化为了银色的灵甲 包裹了臂膀 黑虎 你不过是要我出手 我成全你 死 麒麟臂 今天的死亡意志 缠绕麒麟臂上 前所未有的力量 在这一刻猛然释放 今天的死亡气息 在陈天的手臂之上绽放 当巨大的黑虎之臂轰杀而来 麒麟臂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两股霸道无边的气息 在这一刻疯狂的肆虐出来 死亡绽放 黑暗笼罩着周围的一切 两人拳头的对碰 引起了全场人的目光 挡下了 人群的心神狠狠的颤动着 陈天以王境 挡住了尊武境的攻击 这本身就不可思议 而他身为灵王 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肉身 净身肉薄 居然也可以这般强悍 人们看着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惊议 怎么可能 你居然挡住了我的攻击 黑虎的内心更是震撼莫名 正面对决之下 竟可以抵挡自己引以为傲的力量 黑虎完全不敢相信 陈天的强大让他不能接受 很意外嘛 挡下你的攻击 正不就是你所想的吗 现在 黑虎 借我一击 风神怒 陈天嗤后一声 身后一道可怕的风元素 绽放而出 一道风神巨人 在陈天身后凝结成形 数十米高大的风神之姿 震撼全场 风神机 伴随着风属性力量的释放 风神之怒咆哮而来 可怕的攻击迎面杀向黑虎 在所有人的瞩目之下 那可怕的风属性 卷起了满天锋刃 强大的力量将黑虎都卷入了其中 刹那便是衣衫撕裂 血痕累累 震撼人心 尊武镜的强者 竟然被身为凌王的陈天锁大伤 谁说王级不能伤尊级 谁又规定 王级就不能败尊级的 此刻 颠覆着人们认知的一切 正在震撼上演 而主角 就是那吴臣 黑虎帮帮主 不过如此 陈天目光凝视着黑虎 一声冷笑 他的话 让周围人群都是一阵心计 可恶啊 黑虎心中大怒 陈天竟然让他在万众瞩目之下 丢人现眼 怒沙之星更是弥漫全身 他释放出惊人飞翔之力 朝着天空一跃 勉强逃出了风属性的攻击范围 可看向陈天的目光 却满是杀意 大哥 吴臣是故意激怒你 此次实力与传闻相同 他虽是凌王境界 却拥有媲美尊级的诸多手段 冷静下来 他与你一战没有胜算的 二当家的传音 传到了黑虎的脑海之中 黑虎的怒意渐渐平息 汇集成了眼中的杀意 我承认小看了你 不过你以为如此就能生我黑虎 刚刚你不也认为我无法伤你吗 但结果呢 陈天针锋相对 马上你就会后悔自己说过的话 黑虎说完 浑身黑暗气息猛然绽放 黑色的气息开始凝聚在他的身后 越来越多 很快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 一声惊天的野兽怒吼 当觉于耳震撼人心 陈天的神色凝固 盯着黑虎身后的武魂 流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责 黑虎的身后 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大虎 它身躯庞大 四体有黑火燃烧 一双虎铜更是让人不敢直视 这可怕的兽武魂 让全场人都震撼无比 即便是相隔甚远 都能感受到这武魂 所蕴含的庞大能量 人们看到此景 无不是动容莫名啊 一个个的脸上 竟然都流露出了惊骇之色 黑虎果真要动用他的力量了 即便是兽武魂中 那也是排名靠前的佼佼者 上古兽武魂 黑沙虎啊 那铁血猴无尘 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看到黑虎 使用出如此强悍的力量 人群知道 它定然是必死无疑 黑虎站在原地 手中之拳紧握 沉添目光一灵 黑虎想要远程攻击 对于自己的速度来说 完全可以闪避 而且那大黑猫在它眼里 完全就是攻击目标 若是武魂毁灭 使用者 可就等同于残废啊 搜 就在陈天这般想的时候 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无论是那黑沙虎 还是黑虎的身影 都在同一时间消失不见 当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 杀意在陈天的身边绽放 糟糕 陈天意识到不妙 用尽全力闪避的时候 却已经为时已晚 他的右臂被黑沙虎撕咬了一口 虽然闪避及时只留下了一点伤痕 但伤口却感觉到了一股异痒 那股黑色煞气在蚕食他的手臂 陈天退避百米之后 凝视黑虎 心中却震撼莫名 刚刚他们的速度 竟然连自己都没有看清楚 太快了 肉眼看不到 即便神念感受到他的出现 身体的速度 却仍然跟不上对方攻击的速度 此刻 一方世界之内 趴着睡觉的小莫 缓缓睁开了双眸 黑煞虎 没想到 这人还拥有这样的武魂力量 喂老大 可别被击中了 那东西可是拥有煞气之毒的 会从体内开始蔓延 破坏身体组织的 第573集 知道的话就早点开口啊 你这混蛋 陈天怒骂了一句 他一只手握着自己的手臂 那被煞气攻击的手 此刻已经只剩下半截 反正你又不会死 小莫这货回了一句 便是不再理会陈天 陈天的目光也谨慎了起来 眼瞳更是逐渐变成了银色 几乎在同一时间 黑虎再次发动了攻击 好快啊 银铜能够看清楚 神念能捕捉动作 月空踏步 陈天的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为了让自己的身体 能跟得上黑煞虎的移动速度 他的身后还凝聚出了飞行之意 飞行武器 这铁血猴的身上 还真是一个宝库啊 人群看向陈天的目光变得贪婪 之前他拿出五本天际武器的时候 就让人群一惊 现在更是展现出了飞行武器 自然让他们心神动容 一定要杀了他 黑虎也是红了眼 此人的身上定还有诸多的奥秘 若是能将其储物戒指得到的话 恐怕竟是宝贝 这无尘不过是草根出身 何德何能拥有如此多的宝物 这些都应该是他黑虎的才对 想到这里 沙衣更浓 黑沙虎的移动速度 越发的凌厉起来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这样下去的话 陈天会有危险 这一点 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 无尘 你果然还是一个 只会逃跑的懦夫嘛 事到如今 你拖延战斗又能如何 还不乖乖数手就擒 我也好给你个痛快 黑虎的心头震惊 这陈天竟然逐渐适应了 黑沙虎的速度 换做其他人早就死了 不过 这次陈天却是没有迎合 反而冷嘲道 黑虎 你遵武器仗我凌王镜 你还有脸如此说我 不要脸的懦夫 应该是你才对 若我有你这般境界 你早就死了 黑虎闻言 突然不再攻击 反而停留在原地 目光越发的森寒 你说的对 我尊武境界 占你凌王境界 而你的力量却与我旗鼓相当 甚至连我都以为 你是一个灵尊 而不是灵王 你想说什么 他的言语和气息 有些不太对 陈天不敢大意 迎同死死地盯着黑虎 我想说 我乃尊武境界 却被你灵王挑衅 还给所有人一种错觉 你能与我黑虎一战 这对于我黑虎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乳 所以你该死 黑虎花音落下之际 黑暗之气竟是 缠绕他的全身 熔魂 黑虎竟然已经到了 熔魂的阶段 那是武魂巨像 更高阶的境界 一旦与武魂融合 将发挥出 五倍以上的力量 黑虎原本被锋刃撕裂的肌肤 也全然愈合 原本赤着的上半身 多出了神秘而又 古老的黑色符纹 他的手脚 变成了虎豹的样子 完全形成了一个虎兽人 这与兽武魂兽人形态 虽然异曲同工 但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力量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 你与灵王境 能比我使用如此形态 王境之内还未有过 你的确很强 不过也到此为止了 天灵战甲 陈天在预感到不妙的瞬间 释放出了多重防御 但他仍然低估了黑虎的实力 当周围的人群 传来了一声惊呼 当成熟府上柳妍 陈家人和铁血大军 传来呼唤声的时候 陈天看向了自己身前的景象 黑虎的手直接穿透了他的胸口 黑虎掏心 一切都结束了 黑虎神色异常的冰冷 粉碎了陈天的心脏后 抽回了自己的手臂 任由陈天无神的站在原地 黑虎以狂傲的荣魂之姿 立在天地之间 目光看向了成熟府上的人群 眼里只有冰冷的杀意 铁血猴死 是我们帮主胜了 不愧是黑虎帮的帮主 不过那铁血猴虽败犹容 铁血猴死 黑虎之胜已成定局 成熟府上人群震惊莫名 无尘没有败 他还没死 就在所有人认为 大局已定的时候 成熟府上 一道飘然若鲜的身影 传来了灵动悦耳之声 黑虎掏了陈天的心脏 他却说 无尘没有死 人群的目光 集中在了黑虎的身后 当看到他身后的景象时 所有人的灵魂 都是狠狠地颤动了一下 那无尘的身躯 仍然站立 未曾倒下 他没死 但被掏空了心脏 不可能还活着呀 可当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转向了陈天时 他们的眼神 狠狠地颤动了一下 那个青年 心口堂血 却依然站立在原地 这一幕 让所有人动容 你说他没死 这不可能 他不过王级境界 心脏若是受到致命伤的话 绝对会死 王级强者 虽然也有魂音保命 但是心脏 这种人体重要的器官 若是受到过大的伤害 依然会死 不过黑虎不知道 陈天是一个例外 他在武师时 魂音便已经开始成长 而且还拥有 灵音和魂音两种形态 这是陈天的秘密 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所以 黑虎更不会晓得 即便掏空了陈天的心 他依然不会死 不 他没死 魅灵依然这般说道 我黑虎亲自出手 他岂会不死 就算没有 我现在也要将他灰飞烟灭 黑虎勃然大怒 一个陈天也就算了 现在连这个女人 都蔑视自己 这让高傲的黑虎 如何能接受啊 黑虎之臂 再次朝着陈天而去 这一击落下 定要让他灰飞烟灭 死 一字落下 粉碎之力爆发 黑虎要轰杀陈天的身躯 不过就在此时 陈天的身躯 突然弥漫出了一股 灰暗色的死亡气息 没有翻腾 没有咆哮 唯有死亡的安详 在悄然无息的绽放 在拳头接触的瞬间 陈天猛然睁开了双眸 这小小的举动 映入黑虎眼帘 让他的心脏 猛的跳动了一下 他真的还活着 黑虎 陈天开口说话 话语清晰 全场人文言都震撼莫名 他被掏空了心脏 竟然真的没死 愤怒的拳头落下 陈天抬起一手 轻松闪避 而且 那股死亡气息 在他体内蔓延 手掌上浮现出 黑色的蒸汽 黑虎感觉到 这股力量的异样 连忙用黑煞气来抵挡 但他发现 那股死亡之意更强 比自己的黑煞气 拥有更加可怕的毁灭之力 这是什么力量 竟然如此的诡异 黑虎连忙抽身而退 目光凝固在了陈天的身上 若不是他胸前那 猙獰的血洞 很难想象前一秒 这个必死无疑之人 仍然站立在他的眼前 这个铁血猴是怪物不成 心脏都粉碎了 竟然还能活着 人群看到陈天的反击 无不是吃惊不已 即便是雪洛西柳妍他们 都暗自吃了一惊 这样的陈天 更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物 你没死又能如何 我能杀你一次 便能杀你两次 黑虎暴怒 身后五魂再次浮现 黑煞虎出 风云易动 无论是看几次 都是震撼人心 而黑虎出现之后 便是直接进行了熔魂 黑虎再次变成了 兽人一般的怪物 不过身上却充斥着 不同于兽人的 神秘黑色纹路 看样子 它更像是梦魇之魔 熔魂的力量 将黑煞气 全部融入了自己的体内 脚步所过之处 连地面都能腐蚀 这便是黑煞气的可怕之处 而且一旦熔魂 还能拥有黑煞虎所有的能力 包括速度 力量 技能 提升了数倍力量的黑虎 比陈天更像是一个可怕的怪物 一声怒吼 震耳欲聋 弱小者 更是直接陷入了眩晕当中 黑虎 首先发动了攻击 它的爪子 犹如利刃一样 朝着陈天杀去 急如行风 动若雷霆 两人再次交锋 吸引了无数势力的眼球 陈天以凌王境界 将黑虎逼到如此地步 早已经让人群内心震撼 他已经被掏空了心脏 却不是死 的确让人诧异 但实力上面的差距摆在这里 黑虎本就是尊武境界 强过陈天 如今熔魂 陈天根本没有胜算 他 依然改变不了死亡的事实 给我死 黑虎怒吼嘲笑 转眼来到陈天的身前 但是面对如此强势而来的黑虎 陈天到现在 仍然是不为所动 难道 他已经放弃 在等待着死亡 不 不对 就在黑虎的立爪落下的瞬间 陈天猛地抬起头 右手爆发出惊人的死亡气息 这气息凝练成剑 那一刹那 天地大势 尽在掌握之中 剑道意志第五重 死亡剑道意志 没有轰响 更没有剑鸣 唯有死亡的凋零 和朽木的枯萎之力 安静祥和 仿佛能够将人带入九幽之下 那无声的咆哮 无形的剑意 死亡 伴随着第五重剑道意志的绽放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事 轰 右手剑起 死亡弥漫 迎面一道斩机轰煞而来 黑虎心声猛的一颤 黑煞气弥漫周身 原本是一道毁灭一切的黑煞气 此刻 竟然在死亡的气息之下 只能颤抖着抵抗 剑道意志第五重 当人们看到陈天 所绽放出来的剑道天赋时 他们已经震撼地 说不出话来 一个拥有五重剑道意志者 绝对拥有越级挑战的力量 第五百七十四集 当黑虎的身躯被死亡笼罩的时候 人群的心头涌现出了一股不祥的念头 难道黑虎会败 可恶 我堂堂黑虎帮帮主 尊武精尖四重 竟然会在一个王级的攻击之下 如此狼狈 黑虎心中愤怒无比 脸色猛然猙獰 就算你拥有五重剑道 一直又如何 你心口的动 左手的伤 你也不过是强弩之末 你不是我的对手 黑沙虎群撕裂它 黑虎周身 黑沙气绽放 这些气息 形成了小型黑沙虎 他们全部朝着陈天扑去 净显无尽煞气 面对群虎的攻击 陈天却更为冷漠 渐起黑暗波澜涌动 无声无息的毁灭与死亡 在顷刻间绽放 所过之处 黑沙气竟然灰飞烟灭 陈天的生死属性 在融合二重天时 便已经进入了出窥之境 也就是说小城境界 属性之力已经成熟 区区黑沙气 根本无法抵抗 那磅礴大势 所形成的死亡属性 地则万物 天地生灵 属性拥有着绝对的压制之力 即便是尊武境界 也要在陈天的面前 低下高的头路 黑虎不敢接近 黑煞气又奈何不得陈天 战斗竟然陷入了焦灼状态 不过对于周围的人群来说 陈天能做到这一步 黑虎已经败了 但黑虎不敢 他乃是落日城的一方霸主 若是在这里败给陈天的话 他便是要死 不是他黑虎实力不够 而是这陈天手段太多 多到让他都无法招架的地步 黑虎 你不是要杀我吗 怎么 怕了 若你现在承认你输 我可以饶你不死 陈天的话太过于刺耳 无异于是狠狠地 羞辱了黑虎一番 黑虎闻言 猙獰大怒 混账东西 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你的任何手段都等同于无 血煞绝 黑虎竟然使用了血煞绝 这家伙简直是疯了 目睹着战斗的各大势力投领 在黑虎使用血煞绝的时候 无不适一颤啊 嗯 陈天皱起了眉头 感受到黑虎的力量正在变化 他居然将自己的修为 从四重尊武提升到了六重 境界虽然提升 但是气息却无法巩固 甚至有一点紊乱 黑虎看样子是怒疾 想要用力量上的优势杀掉自己 乌臣 我看你怎么躲 黑煞之威燃烧 黑虎咆哮而来 黑煞气竟然犹如火焰一样 将陈天包围在了周身 而黑虎趁机而来 双手化作利爪 发动知名一击 躲 我为什么要躲 你以为之前与你交手 我都在做什么 黑虎 睁大眼的眼睛看清楚 因为 今天你所见的一切 都将是你人生中最后的风景 剑道意志第六重 生死剑道意志 生的力量冲天而起 陈天原本被吞噬的左手 竟然重新生长了出来 他心脏的洞竟然在这股力量之下填补 甚至没有动用再生武魂的力量 生生不息绽放 左手的手中凝聚出了一把圣洁的白芒之剑 左手生右手死 黑暗之剑凛然绽放 是死亡 是凋零 白色之剑生生不息 是希望 是生命 两股相反物质的力量 竟然被陈天完美的操控 看着那一黑一白之剑 人群的心脏狂跳不止 连呼吸仿佛都急促起来 原本以为五重剑刀意志便是他的极限 却是没想到 他竟然能同时绽放出两种不同的意志出来 陈天太可怕了 都已经如此程度 他却还能更强 黑虎 死的人应该是你 生之剑刀力量 完全将黑煞剂所掩灭 生之气息太强了 竟然连死亡都能将其抵抗 而死亡之力 更是带着掠夺之光朝着黑虎杀去 去去凌王境界 休要口出狂言 我黑虎岂会怕你 斩 陈天口中一道吃火 左手之剑 在这天地之间 爆发出两股极致之力 生与死的意志 融合在两把利剑之上 撕裂空间 劈开大地 人群只看见 陈天的身影一闪而过 死亡与生命同时绽放 那一刻 天地空间仿佛在这静止 承手腹前 就连人们的呼吸声音都变得安静 唯有陈天手中的生死之剑 绽放着异样的光彩 生死浮屠 不过一念之间 光芒在人群眼里绽放 那黑色与白色的气息 从两个不同的地方 斩向了黑虎的神区 死骑与生机融合在了一处 两股力量所释放的斩机 残留在他的身上 黑虎败了 承手腹前 此刻寂静无声 人群凝视着眼前的结果 唯有震撼充斥在人群的心头 黑虎胸前撕裂的伤口 以及那白色黑色 同时绽放的光芒 都宣告着结果 而黑虎所释放的黑煞气 更是在陈天那强大的建议之下 灰飞烟灭 很难想象 尊武境界四重 会败给一个灵王 这种事情 或许在历史长河中 并不是没有过 但对于此刻亲眼目睹的人们来说 如同神迹 可恶啊 愤恨之意 在黑虎心头绽放 他使用了血煞诀 动用了黑煞虎熔魂 底牌尽出 此刻却是被吴臣所击伤 高傲的黑虎 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忍着胸口传来的剧痛 愤然一吼 黑虎力爪向着陈天掏心而来 可他的力爪 却在接近陈天心口的瞬间停止 一口鲜血 从黑虎口中喷出 染红了他的身躯 在所有人的瞩目之下 黑虎的熔魂状态退散 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他捂着自己的心口 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异样 而流露出了骇然之色 黑虎心神震撼 他的力量在消失 不 不只是力量 他体内的生机在流逝 而且连尊武镜的真元之力 都开始退散 真元之力退散 武魂的状态消失 生机断绝 这对于一个武者来说 无异于绝望 因为这是散功前的征兆 不出片刻 他黑虎将要沦为飞人 黑虎满脸惊恐的 望向了陈天 你对我做了什么 陈天不语 死亡气息 已经侵蚀到了他的体内 直接阻断了他体内 真元之力的生路 黑虎必死 你究竟做了什么 见他不语 黑虎大怒中 显得有些惊慌 他是一方枭雄 实力强悍 却是没想到 当死亡来临之时 内心惧怕的 如同一个孩童 因为激动 他口中再吐出一口鲜血 但是血液 却成了黑墨色 而且他的左半身 开始蔓延黑斑 而右半身 则蔓延出白斑 当黑斑的力量 将他伸去染色之时 便预示着他的死亡 黑虎他怕了 人群看到黑虎 慌乱大吼的模样 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堂堂黑虎 在死亡的面前 竟也是如此的畏惧 此刻的黑虎帮 上上下下 无不是动容 他们根本没有想过 黑虎会输 二当家的眼中的目光 也是阴沉不定 突然大喝一声道 九帮主 鸣铃一出 黑虎帮上下出动 杀 承手府门大开 两万将士 踏着战马而来 威风凛凛 排成一排 战以惊天 听到那背后的吼声 陈天眼中 绽放出了一道火光 刹那之间 一道赤红色的火焰 染红了地面的天空 赤色的天 燃烧的地 上前一步折死 冷漠的字音 在陈天口中吐出 释放出惊人力量的天火 隔绝黑虎帮与成首府 这是天火 在成首府前目睹 这场战斗的大能人物们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叹 虽然他们事先有这方面的情报 但当真正看到的时候 眼中仍然难掩惊叹 天火 见到一只剑灵 封之属性 那打破规则的逆天恢复之力 以及那无比诡异的黑气 诸多手段 让陈天王级之内 可败尊武 此子若是继续成长下去 将来甚至会成为 影响帝国的人物 天火阻断黑虎帮仲之后 陈天手中的剑在线 毁灭的死亡气息 再一次疯狂的绽放而出 夺目的死亡之剑 充斥着无边的杀气 死亡之剑 只为死亡而存在 黑虎看到了陈天走向了自己 他的眼神不断的发生变化 剑身所蕴含的死亡气息 让黑虎止不住的颤抖 无尘 我不杀你了 我黑虎帮不与你为敌 黑虎一声大喝 这强大的死亡之剑 他再也不可能抵挡 若他不认输的话 他会死 黑虎帮竟然认输了 在无尘的面前 居然妥协了 不但是为官之人 哪怕是黑虎帮众人的心中 都是狠狠一颤 强大的黑虎带着十万帮众 清朝而出强势而来 是要无尘偿命 将他碎尸万段 死无葬身之地 所有人都认为 那无尘必死无疑 当无尘强势约战时 他们都认为 这个青年是一个傻子 他根本就是在送死 第575集 连他自己都说了 他无尘求死 但是眼前的结果 却是出乎了 所有人的预料 陈天以凌王境 约战尊武境的黑虎 结果胜 黑虎竟是认败 不杀我 黑虎帮不与我为敌 陈天一声冷笑啊 黑虎未免太天真了 事到如今 他还能杀自己吗 想战就战 想杀就杀 发现自己敌不过 必死就要离开 一句话就结束了 我告诉过你 让你来登门谢罪 可你却带着黑虎帮 十万只人要踏平我 要我偿命 你必死无疑 陈天强势无比地说道 我可是黑虎帮的帮主 你杀了我 我黑虎帮一样 不会放过你 但是你只要不杀我 我黑虎帮便不与你为敌 不 从此黑虎帮 以你铁血猴马首是战 黑虎在绝境之下低头说道 人群文言 无不是震撼莫名 他黑虎不但认输 更是要让黑虎帮 成为陈天旗下的势力 震撼 蔓延在了整个 落日城人们的心头 陈天一旧冷笑 黑虎 看样子你不明白自己的处境 你体内生机被我彻底毁灭 即便我不杀你 你也会死 即便我不杀你 失去了力量 你还如何立足于黑虎帮内 你敢保证 黑虎帮之中 没有人亏据你的帮主之位吗 陈天的话让黑虎动容 他看向了自己的十万帮助 他看到了二当家冷漠的目光 心中愤怒无比 他们为什么不来救自己 那火墙并不意味着死亡 但是他们都停留在了原地 不为所动 二弟 快救我 黑虎大呼 大哥 这是您与铁血猴的战斗 你好歹也是黑虎帮的帮主啊 怎么可以这么没有骨气啊 二当家森冷的言语 让黑虎脑中一声轰然 空白一片 你 什么意思 黑虎不敢相信听到的话 大哥 你身为黑虎帮的帮主 应该有自己的尊严 这是您的战斗 放心吧 您若死了 我定会为你报仇血恨的 老二 你这个混蛋 你无依无靠 是我给了你现在的一切 你竟敢背叛我 黑虎怒急 一口鲜血再次吐出 周围人群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黑虎帮 竟然在这种关头发生了叛变 但是 没有人觉得有任何问题 黑虎生机被断 再过一会儿 即便是不死 也会沦为一个废物 正如陈天所说的那样 并不是所有人都忠肝义胆 黑虎死了 想要他帮主之位的人 大有人在 真是可悲啊 我突然觉得 让你生不如死 比给你个痛快更好 陈天摇摇头 实际上 二当家的背叛 他并不知道 只不过经历了太多勾心斗角 陈天只是随意的猜测 却没想到 黑虎帮 果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固 他的话 让黑虎的眼里 陷入了一片死寂当中 所有的绝望 蔓延在了他的心头 啊 即便是他 也绽放出了自己的真原之力 但是 他并未朝着陈天而去 而是冲入了那滔天火海之内 以最后的力量 催动着魂蝇 人群看到 黑虎冲向了二当家 无不是震撼惊慌呀 整个黑虎帮中 像是见了鬼一样的四传感来 白少阳 我从大山之中将你捡回 带你情如兄弟 建立黑虎帮 你永远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我一直以为 你才是我身边最轻之人 却没想到 背叛的人会是你 带着这份悔恨 跟我一起下地狱吧 这便是你的赎罪 魂音窜出 光芒绽放 黑虎竟是要魂音自爆 尊武自爆 即便是强弩之末 那也是非常可怕 人群快速逃窜 但心中却是唏嘘不已 曾经落日成的一方霸主 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 你的确带我如秦兄弟 可那都是你自己的想法 你可从来没有问过我呀 愿不愿意做你的兄弟呀 封印之轮 封 二当家的身后 玄妙之轮绽放 一个大大的封字出现 竟是把即将魂音自爆的黑虎 给封印在了原顶 但是 在看到封印之轮的瞬间 整个落日成的人群 都流露出了震撼之色 封印之轮武魂 这是黑虎帮死去的 四当家的武魂之力才对啊 为什么白少阳会有 而黑虎更是眼瞳颤动 指着二当家 白少阳 你这个畜生 大哥 我只是想让你死得明白一些 呼 封印之轮 毁灭生机 黑虎死 老四说你有疑心 我还怒斥他 现在想来 我好恨哪 一声大喝之后 黑虎的眼瞳一旧睁开 眉心之处 一道血痕乍现 死了 堂堂黑虎帮的掌舵者 竟然死在了他最信任的人手中 临死前 睁大双眼 无法瞑目 结局 是如此的出人意料 眼前发生之事 让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要知道 他们都以为黑虎会死在吴臣的手里 天空泛起了白光 一个黑夜已经过去 落日成 即将迎来新的一天 可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却依旧震撼着人心 封印之理啊 乃是黑虎帮四当家的武魂力量 却为他所有 此人 骗了整个黑虎帮 也骗过了我们 拓跋家族之中 一人神色凛然 其他人 也是身以为然的点点头 他们都看走眼了 即便是暗戒之人 此刻 也看向了那二当家的眼神 也是不可知心 白少阳对黑虎忠心耿耿 曾经为了救他连命都不要 但就是这样一个最值得信赖的人 在这样的关头背叛了他 黑虎一死 黑虎帮大势一去 就算这白少阳得到了黑虎帮也没用了 五个当家 只剩下他一人 根本不足以支撑眼前的局面 黑虎帮迟早会被吞噬的 各大势力都在城内观战 见到黑虎帮发展至此 他们的内心不但没有失落 反而兴奋莫名 黑虎死了 意味着黑虎以前的庞大地盘 将会陷入争斗之中 对于其他赐予黑虎帮的势力来说 这是扩展的机会 但真的会这么简单吗 白少阳向来阻止多谋 他会让自己陷入绝路 铁血侯吴臣 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白少阳成了一帮之主 目光却看向了吴臣 带着一丝笑意说道 吴臣没有言语 白少阳却是自顾自地继续说 老实说 我并不看好你 因为凌王进对尊武进 本就是越级挑战 而你却将黑虎逼到了如此地步 我想不仅仅是我意外 整个落日城的人 都因为你而动手 他的话音 回荡在这承收府的周围 荡绝于耳 人群都深以为然 陈天的表现 的确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但陈天还是没有任何的言语 白少阳也没有丝毫的生气 吴臣 你出来落日城 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说 你想成为这落日城的主人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现在不同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嗯 机会 陈天开口说道 对 机会 你有实力 我有智谋 你有强大的军队 我也有黑虎帮 你说 若是我们联手 这落日城 岂不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白少阳见陈天开口 便是微微一笑 脑海中 已经在浮现出 宏图霸业 而他的话 让周围各大势力 无不是愤怒莫名啊 可却不由的浮起了担心之色 若陈天真的答应 的确如那白少阳所言 是一股更加可怕的威胁 陈天乃是铁血侯 封地落日城 名正言顺 若是有人不满 铁血侯师处有名 加上白少阳这狡诈之人 说不定 落日城当真会发生动荡 全场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陈天 似乎都在等待着 这个男人的答案 你说我了吗 陈天看向了那二当家 目光阴沉 见陈天的语气冷漠 白少阳认为 是自己的提议 不够吸引人 铁血侯无尘 你我联手 定能横扫一切 相信我 一个可以将剑刺 向同伴的人 不值得信任 跟我合作 你不配 陈天的言辞 无比的犀利 他的话 让周围人都忍不住 暗自叫好 虽说他们有可能是敌人 但是陈天这份骨气和热血 倒是让他们佩服无比 闻言 白少阳果然面色阴沉下来 怒喝道 你若拒绝 我黑虎帮十万人马 便踏凭你承手 你以为打败了黑虎 你就赢了吗 无尘 我说过 凭你 还做不了这落日城之主 给我上 上 黑虎帮众十万人马 疯狂的冲杀而来 面对燃烧的烈火 更是丝毫不惧 双方从之前的约定 一下子变成了战场 而陈天这边 两万大军早有准备 黑虎帮要他无尘死 无尘 何不是要他们来立威 我命强阵 起 防天阵开 两万大军各自为阵 每个兵中都有各自的配合 防御与攻击并存 当那十万人马冲杀而来的瞬间 长枪列阵 集体发动冲锋 冲锋之时 伴随着铁骑狂杀 犹如带着死神镰刀的收割剂一样 无情掠杀一切 行军打仗 对于铁血军人来说 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地点罢了 他们伤起人来 丝毫不会犹豫 更不会手软 加上陈天赐予他们的大阵 铁血肃杀之意 蔓延至整个落日城内 周围所有人都将亲眼目睹 这只铁血大军的强悍 两万人对十万人 但却是那十万人胆寒 冲锋 战马 号角 怒杀声 嘶吼声 声声汇集 震耳欲聋 震撼人心 而陈天则在乱军之中 不动如山 他便是军中之魂 只要陈天屹立不倒 军人的战斗永不停息 白少阳脸色巨变 他显然是没有想到 即便是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 也无法赢得这场胜利 反而若是这般持续下去 黑虎帮将会全灭 这样一来 长达数十载的阴忍 将会在此刻功亏一篑 白少阳冲天而起 封印之力在双手之间绽放 朝着神天狂杀而来 不过在他接近的刹那 突然整个地面发生了颤点 一道高墙冲天而起 半空之中 一道惊人的蓝色火焰 猛得起来 绽放拳 迎面一股更为狂暴的轰杀之力 击中了自己的身躯 猝不及防之下 白少阳被合力的轰杀了出去 陈南南山风无伤 三人的身影 出现在了陈天不同的方位 就如同贴身护卫一样 让人不得靠近半步 而城墙之上 每临神念覆盖 周围任何一处 有点风吹草动 他便能够在第一时间知晓 至于雪洛西和柳妍 陈天则是不想让他们出手 因为这是男人的战斗 可恶 那家伙身边之人 也有如此本事 天空中的青蓝色火焰 地面上青光闪闪的 图属性力点 以及那惊人的蛮力 白少阳只有 王级六重的实力 面对三个 实力王级左右之人的阻挡 竟然无法靠近陈天的身边 武臣 你当真要与我黑虎帮作对对吗 白少阳在黑虎帮中的保护之下 怒喝一声 与黑虎帮作对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我进入洛日城来 想要我死的是你们 挑起战斗的还是你们 我封地洛日城 名正言顺 你们却将我武臣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非要置我于死地 你们真等我好欺负不成 要战就战 要杀就杀 我可以告诉你们 想要我死 我就要你们死 无论他是谁 狂妄 天府帝国浩瀚巨大 你屈居一个铁血猴 竟也敢口出狂言 武臣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臣服于我 我可以饶你不死 白少阳怒喝一声 到了此刻 他仍然无比地骄傲 臣服于你 陈天冷笑 一声雷霆赤唬 你若跪下求死 我倒是可以给你个痛快 否则我叫你生不如死 黑虎帮三番五次地 要将自己置于死地 如今换了一个白少阳 却还是如此危险 陈天如何不怒 好好好 白少阳怒急 指着陈天连说三声好 你当真以为黑虎死了 我白少阳就没有手段可以用了吗 黑老 杀了他 我赐你荣华富贵 哼 话音落下 一阵黑风突然闪现 疯狂地朝着陈天的方向肆虐而来 陈南三人想要抵挡 却是被这股可怕的妖风逼退了出去 当黑影来到陈天的眼前之时 在场人群震撼莫名 黑山老怪 整个洛日成各大势力人群目光一颤 此人乃是洛日成出了名的老怪物 为人心狠手辣 势力强悍 乃是尊武尽七重的强者 不过他脾气古怪 向来独身一人 洛日成内也有不少势力邀请于他 却最终都没有成功 但是此刻 他竟然效忠白少阳 究竟是用了何等手段 才能让这老顽固都为他所用 荣华富贵我不需要 记住你的承诺就是了 天血侯无尘天赋不错 不过你目中无人 该杀 黑山老怪目光森了 率先发动了攻击 他双手犹如枪尸一般苦手 却蕴含着一股 让人颤力的邪恶能量 陈天死亡之间再次绽放 不过刚一出手 身前便是多出了一道 飘然若鲜的美丽身影 让我来 他的出现 牵动人心 即便是陈天的目光 都闪过了一阵异样的光彩 好出众的一个女子 即便是不见容颜 却也是气质非凡 人群见到那白衣女子出现 无不是连连惊叹 洛西姐 美艳的身躯 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凝视着那道背影之时 陈天的脑海中 不由地浮现出 年少时的场景 无论自己遭遇多么大的争议 无论在别人的眼里 自己是废物还是天才 那个女子 总是会默默地 站在自己的身边 在最危险的时候 挡在自己的面前 让我来 轻柔的三个字 却仿佛包含了千言万语 陈天岂会让一个女子 挡在自己的身前 洛西姐 我来吧 身为男人 怎么能让你 躲在我的身前 傻弟弟 姐姐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弱 交给我 薛洛西 无比自信地上前 身姿优美 一身血衣 勾勒出玲珑身段 美得不可防我 黑山老怪 一见女子出现 眼中闪过了一丝差异 但看女子气质非凡 宛如圣洁天女 不由心生恶念 如此一个女娲 要与本尊对战 杀了还真是舍不得 不如你随我回去 做老夫敬鸾 说不定我还可以放过你 嚼死 陈天的心神一怒 就想要出手 可就在此刻 一道更加冰寒的气息 也绽放在天地之间 那老头话音落下的一刻 天地冰封 空间凝结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 被静止了 唯有雪洛西 那曼妙的身躯 在那可怕的冰寒中 行动自如 好可怕的气息啊 这个女娲 不仅仅是眉眼动人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这股力量不简单 人群无不是震撼莫名啊 即便是黑山老怪 都在那么一刻 闪过一丝忌惮之意 区区王静 装神弄鬼 找死 黑山老怪力量绽放而出 尊武七重之位爆发 杀向雪洛西 十字 冰封 雪洛西柔声交贺 一掌落下 一道惊人寒意十方 地面瞬间凝结成冰 那惊人的寒冰之力 让周围之人 无不是莫名动肉 寒冰之力 却凝聚成形 绽放出了实质性的冰魂之力 这四十五魂 却又不全世的力量 即便是那些见多识广之人 都流露出了一丝诧异之色 众所周知啊 天地五大属性分别为 风雷水火土 而武魂千变万化 即便是拥有属性 那也只会是这五种属性 但是雪洛西的力量太过诡异 冰寒之体有实力 凝聚成意 更是拥有强大的威能 属性 陈天的眼瞳 绽放出了一股 难掩的震撼之色 其他人或许不理解 但身为身间两大属性使用者的吴臣 却是一眼看出了 雪洛西所绽放的力量 多么可怕 那是属性意志之力 而且气成形 意成念 无形便有形 寒冰胜似血 一念之间 便可以凝结成冰 对属性领悟之身 甚至在沉天之上 黑山老怪流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大印一出 与那冰封对轰 但他的印觉之力 竟然被寒冰所覆盖 滋滋之声 在黑山老怪周围瞬间绽放 老怪兴神一灵 自己的攻击竟然被一个王级化解 他可是七重大尊武境界的强者 这女子不简单 恐怕也拥有越级挑战的能力 不过这黑山老怪 却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人群议论纷纷 看着那绝美身姿 不禁想到了 若是被黑山老怪杀了 着实可惜 小女娃娃 出手倒是狠了 既然如此 小怪老怪不懂怜想西语 黑山老怪怒吓一声 身后一股武魂绽放 黑色的藤蔓飞掠而来 出现了 黑山老怪的武魂呢 人群神色一灵 洛西姐 小心一些 那黑色藤蔓有些诡异 陈天传音提醒道 雪洛西微微一笑 月痕舞步绽放 这乃是雪洛西独有的步伐 配合她那玲珑绝美的身姿 就如同是起舞一般 飘然若鲜 人群看着那绝美的舞姿 甚至忘记了 此刻正在战斗 满天的黑色藤蔓不断的释放而出 黑山老怪心虫越发诧异 这女娃不但本领惊人 连步伐都是如此玄妙 连她一个堂堂大尊境界 竟然也无法看穿 不过 她好歹也是落日成成名的人物 一身手段强悍无比 岂会被一个小女娃娃所束缚 黑色的藤蔓透过了地面 不断的延伸出去 而足足千根的藤蔓 也朝着雪洛西杀去 满天怒藤 藤蔓突然形成虎狼之子 朝着雪洛西攻击而去 雪洛西深情一灵 地面留下了一道月痕的光泽 便是一闪而过 落地之时 地面的一道黑暗藤蔓 气息猛然绽放而出 迅速地缠绕在了雪洛西的身上 黑山老怪那家伙也是恶趣味 藤蔓所束缚之处 竟是勾勒出了雪洛西 那性感妖娆的身段 人群看的都是一阵怦然心动 洛西姐 不要过来 我说过了 交给我 雪洛西微红着脸 毕竟这样的姿态 让她有些羞涩 黑山老怪文言 却是流露出了森然音效 交给你 被我黑色藤蔓所缠绕之人 从来就没有逃错过 你以为 老夫修炼的功法 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呀 黑色石墨 老怪一声赤鹤 黑色藤蔓就像是黑色的蛇一样 开始蠕动起来 看得人头皮发麻 这下藤蔓在雪洛西的身躯游走 下一秒 雪洛西竟是发出了一声低音 哄 第五百七十七集 天火几乎在一瞬间燃烧而起 陈天毫不犹豫的出手 那黑色的藤蔓 竟然在吸收雪洛西的原力 黑山老怪修炼邪恶功法 将其融入了武魂 产生了黑色藤蔓的武魂 而能力便是吸食人的惊血 吞噬他人的能力 以此来壮大自己的修为 赤红色的火焰 就如同那藤蔓的克星 一瞬间燃烧而起 那黑山老怪大惊失色 天火 黑色藤蔓几乎没有天体 但唯有天火 就仿佛是天生可星 老怪一惊 连忙放掉了雪洛西 看向陈天的神色更加凝重 死 小陈 交给我 雪洛西的面色有些苍白 刚刚被对方吸收了一些原力 却仍然倔强地走上来 他还要站 洛西姐 让我来吧 不 小陈你退下 让我来 雪洛西执意战斗 洛西姐 究竟为什么 陈天见她如此执着 却是不解 雪洛西微微一笑 美艳绝伦 这些年来 都未曾陪伴在你的身边 唯有珍惜现在的每时每刻 这些话 她都没说 藏在了心里 走出去的一瞬间 寒意冰天绽放而出 她的脚下一步踏出 便是一道冰河 整个人的气息与之前完全不同 寒冰意志 陈天能感受到 那冰寒之中蕴含着的惊人属性意志 凝视着那道背影 不知道为何 陈天总感觉 有种随时会失去洛西的感觉 冰天寒芒 惊天绽放 黑山老怪 原本还有些担心 陈天会与自己动手 若是天火在手 他毫无生算可言 可若是这女子的话 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过 他黑山老怪 也必须想好退路 这女子姿色绝美 倾过情成 将其俘虏的话 不但能保命 更能够进行双修 想到这里 黑山老怪 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他的武魂 一部分渗入了地面 一部分惊人的释放 这一次释放出来的数量 足足有五六千根 看起来 他就像是深海 拥有无数触手的巨型章鱼 藤蔓惊人 朝着雪洛西狂杀而去 但那女子却不为所动 甚至没有使用之前那玄妙的舞步 她只是向前 一步出 寒冰蔓延 黑色藤蔓接触他身躯之时 刹那冰冻 随即在寒冰中破碎成粉 雪洛西的身影依旧上前 美丽的目光闪烁着异样的寒芒 冰寒属性意志在不断的惊人绽放 即便是黑山老怪 都在这一刻流露出了骇然神色 好可怕的寒意啊 人群心魂颤动 即便不在战斗的范围之内 他们也却能感受到那可怕的寒意 霜雪冰天 雪 洛日成竟然下起了雪 满天雪花纷飞 整个洛日成的人群都震撼莫名 洛日成四季如春 从未出现过寒冷 然而今日 从不下雪的洛日成 绽放出了冷寒彻骨的冰 和覆盖城市的雪 你这女人究竟做了什么 我的攻击怎么可能无用 除了天火 应该没有人能破解才对呀 眼看的女人越来越近 黑山老怪慌了 雪洛西没有说话 只有青天的冷意持续绽放 黑山老怪 见到这女子越来越近 终于进入了她的范围之后 突然咧嘴大笑起来 受死吧 黑色的藤蔓 突然从地面出现 凝聚成了一把尖锐的利刺 从雪洛西的身后袭来 若是击中 便是要贯穿心脏 香消玉隐 千里冰封 雪洛西话音落下的沙纳 人们看到的是 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画面 冰寒之地 在一瞬间绽放 弥漫了整个洛日成 城中人群地面脚下 瞬间结冰 而一道寒风划过 黑山老怪 竟是冰冻成冰 寒冰惊天绽放 数百年未曾下雪的落日成 被风雪所覆盖 地面凝结成冰 寒意布满城市 甚至 人群不得不用 林园丽玉寒 才能抵挡那股可怕的力量 因为波及范围太大 城中甚至还有不少人 被冻结成冰 眼前一幕 让全场人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就算是陈天本人 都觉得有些差异 他虽然从小就知道雪洛西非凡 却还是没有察觉到 他竟然强制如此 这女娲的属性 已经开始影响天地 小子 你可要加油了 听着剑老的话 陈天点点头 雪洛西的强大 让他心里很开心 但实际上 他并没有理解到 剑老这句话真正的意思 剑老所知另有其意 只是那丫头没说 剑老自然也不会多嘴 这才是洛西姐真正的实力吗 柳妍看的都是一阵目瞪口呆呀 若不是魅灵为他们 卸去了这寒冰之力 恐怕陈家人中 都有不少人无法抵御 黑虎帮众 至少有一半人 都被冻结成冰 其中就包括那黑山老怪 洛西城各大势力 都是脸色巨变 如此威能 简直堪比天尊之位 而这一击 却来自一个王级女子 更是让人难以置信 连周围的天地事物都被影响 若是单纯的武魂力量的话 那也是登风造极呀 此时此刻 白绍阳更是没有想到 连黑山老怪都被支付 而击败他的 竟是一个王级境界之人 吴臣身边的人都是怪物 不成 好强的女子啊 好可怕的力量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才造就如此可怕的影响 在场不少人都为之动容 就连那些洛西城的主导者们 也无不动容啊 可怕 满天的寒冰之中 烈烈寒风呼啸 突然 一道寒冰破碎 黑山老怪的身影 从冰冻中挣脱出来 但让人们意外的是 黑山老怪竟是要逃 七重尊武 落日成黑山老怪 此刻 在一个女娃的面前 竟是要逃 但是她逃得了吗 几乎同时 地面的寒冰 犹如冰刺一样冲天而起 朝着那黑山老怪 红杀而去 老怪发动全力 朝着天空逃去 就在寒冰范围 无法扩张的时候 黑山老怪松了一口气 但就在下一秒 她只感觉到 眼前一道雷光乍现 泛着黎明的天空中 绽放出了惊天的火焰 赤红色的天火 燃烧了整个天空 如同火烧云一般的 猛然绽放了开来 黑山老怪满脸的凝重 不得不将五魂释放 可是 她那黑色的藤蔓 接触天火 刹那就被焚烧成了 黑色的灰烬 可恶啊 天火之威 黑山老怪不敢硬扛 只能选择退避锋芒 可陈天岂能让她如愿 火焰惊人释放 几乎将整个天空 都给遮蔽 下方人群凝视着天空 只感觉浩瀚火海一般 仿佛在天空上方燃烧了起来 那铁血猴究竟要做什么 热能惊天 火焰覆盖上空 让下方人群 甚至不敢直视 那可怕的火焰温度 就像是太阳之火 炙烤着大地 人们不得不用 零元之力来抵抗 好可怕的火焰啊 落日城内的人群 无不是动容 说不定这次黑虎帮会灭亡 不 不只是黑虎帮 整个落日城的格局 都会发生变化 今日一战之后 整个落日霞 必然将有 沉添的一席之地 恐怕连那成熟府 都要改称为侯爵府 你要做什么 黑山老怪被困活海之内 满脸的紧张 比起那女娃来 黑山老怪觉得 这无尘更是棘手 天火完全就是 他的力量克星啊 做什么 黑山老怪 你一身修为不错 但你的功法 却是靠稀释别人 武魂和血肉来提升 所以我杀了你 也算是替天行道 陈天冷冷地说道 黑山老怪文言 却是大怒 你虽身怀天火 但想杀我 简直做梦 好歹我也是七宠 吞噬武魂释放 还没等他的话说完 陈天的力量 惊天地绽放了出来 火焰在外 但在火内 那可怕的黑暗意志 降临的瞬间 黑山老怪的眼中 闪过了一次震撼之嗓 武魂 原力 怎么可能啊 他看向陈天满脸的 不可思议 你不是灵王吗 怎么会拥有武魂 你没想到的事情 还多得很 灵武绝 黑暗降临的同时 一股可怕的力量 在黑山老怪的眼前绽放 黑山老怪感觉自己体内气息的流失 心神异灵 骇然无比 你 你这家伙 在牺守我的原力 你好狠毒啊 狠毒 你修炼邪功 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 而我 却从来不用此功法吞噬无辜之人 只能说 你该死 陈天立声一道 灵武绝疯狂的吞噬毫不留情 不 不要杀我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黑山老怪大惊失色 慌乱之中 为了求生疾到 我对你的秘密没兴趣 陈天丝毫不放 这七重尊武 对于剑老来说 可是大不值五啊 加上他本身作恶多端 陈天岂会让他离开 是关于白少阳的 你难道 不想知道他真正的身份吗 黑山老怪大惊失色 连忙补充了一句 听到白少阳的时候 陈天微微愣了一下 他还有其他身份 当然 吞噬之力停顿了一下 黑山老怪松一口气 说 陈天凛然一道 说了 你可放过我 黑山老怪 要用这个秘密来保命 陈天文言冷笑 那要看你的消息 值不值你的命了 黑山老怪凝视陈天 犹豫再三之后 白少阳 他乃是皇室之人 皇室 陈天神色一条 不错 他心那蓝 陈天文言 反倒是轮着他 莫名震撼了 白少阳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皇室之人 而且 还是帝国之姓 我可以走了吧 黑山老怪 忐忑地看向了陈天 走 你走得了吗 林武爵再次绽放 对于这种 作恶多端之人 陈天根本没打算放过 吞噬武魂与林武爵 同时绽放 力量惊人无比 吴臣 你这个言而无信的畜生 不得好死 黑山老怪一声呐喊 身体却是淹没在了黑暗之中 第578集 满天风雪的落日城 人群的脚下 地面遍布寒冰 但是 他们的目光却始终集中在 那燃烧着天火的天空 天火消失了 当人群的视线 再次映入身影的时候 天空却只剩下无尘一人 人群看向四周 却是不见了黑山老怪 也不知道是逃走了 还是已经死在了 那可怕的天火之下 陈天的身影 落到了地面 来到了雪洛西的身前 洛西姐 你没事吧 雪洛西微微一笑 没事 黑山老怪呢 死了 陈天淡默地说了一句 但是她的话 却是让在场人一惊啊 黑山老怪死了 人们无不动容 要知道 黑山老怪乃是七重尊武 虽说被那女子的寒冰之力所伤 但她的修为 已经接近巅峰天尊 她若是想走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却没想 还是逃不出无尘的追杀 黑山老怪一死 整个黑虎帮更是胆缠心惊 他们有一半人 都被那女人的寒冰之力 所冰冻 剩下的人 对上那铁血大军 没有丝毫的把握 威风凛凛的黑虎帮 何曾如此落魄过 面对敌人向来是嚣张跋扈 可现如今 他们的内心 唯有慌乱和恐惧 二当家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各大堂主 本以为有七重尊武的 黑山老怪撑腰 便是有所倚仗 却不想 这黑山老怪强势登场 结果是尸骨无存 惨不忍睹 此时的黑虎帮上下 自然是人心惶惶 白少阳阴沉着脸 他也没有想到 七重尊武竟然都被杀了 铁血侯无尘的实力 超出了他的想象 不过片刻之后 他微笑着赞许道 不愧是我帝国最年轻的侯爵 实力更是让人意外 这姑娘美若天仙 实力也是如此惊人 侯爷 我之前所说的合作 您现在觉得如何 好无耻啊 这白少阳当真无耻 之前他便已经开口问过 但是人家铁血侯 根本就不同意 白少阳便是恼羞成怒 让七重尊武杀了吴臣等人 现在七重尊武惨死 白少阳就换了一张脸 看到白少阳如此 人群无不是唏嘘暗骂 闻言 陈天忍不住冷笑 白少阳 你想杀就杀 想合就合 你以为我无尘是傻子不成 你若能杀我 恐怕就不会这么多废话了吧 今日 你无论说什么 都要死 铁血侯 我劝你还是认真考虑一下 要不要跟我合作 白少阳的目光 再次阴沉起来 这么快就原形毕露了吗 想要我与你合作 简直是痴人说梦 黑狐帮之人听着 想者不杀 反抗者死 你们谁若是能杀了白少阳的人头 我就赐他成手之位 可统领一万军队 为我铁血侯卖命 杀白少阳 赐成手之职 为铁血侯卖命 哎呀 此次不但实力强悍 连这用人手段也是非凡 此举无论如何 都能让他黑狐帮之人产生动摇 一旦有人打破了这个枷锁 黑狐帮绝对会犹如一盘散沙一样 瞬间崩盘的 果然 黑狐帮之人尽有动容 人群凝视无尘 若是之前他说出这么一句话 绝对要让所有人笑掉大牙 认为他狂妄不知好歹 但是现在 见识过吴臣的实力 以及他手下铁血君后 他们再也笑不出声 谁能保证 这落日城不是他无尘的地盘呢 当白绍阳感受到身边人群 看向自己的时候 明显地察觉到了 他们眼神中的异样之色 一句话 便是让整个黑狐帮内部 出现了裂痕 这无尘好手段啊 当然 白绍阳绝不可能让陈天 肆意妄为的 这些好听的话 只能骗那些无知之人 成手 这落日城有了你铁血猴 你还会让手底下 有人能威胁到你吗 就算你杀了我 怕也不会将黑狐帮的众人 归于你的麾下 养虎为患吧 人群一听 的确如此 这无尘的手段 证明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之人 为铁血猴卖命 说不定反而丢了性命 二当家 可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如暂时撤退 手下一名堂主 忧心忡忡地说道 没有了黑虎的黑虎帮 早就已经不完整了 若是没有强者坐镇的话 他们迟早会沦为三流势力 不如现在返回黑虎帮总部 将这些年所积攒的宝物 全部带走 远离着落日城 毕竟黑虎帮作恶夺端 如今黑虎一死 仇家肯定会找上门来 而地盘上的争夺 会让他们的形势更加严峻 现在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敌人 反而不是吴臣 而是整个落日城 剩下的几万人早就丧失了战役 现在的他们只想着如何自保 白绍阳却没有他们这样的想法 只要再撑一会儿 他自己的力量就会抵达着落日城 黑虎帮本就是他一直以来的契机 黑虎之死是他最大的机会 有身份 有地位 有势力 所以白绍阳绝对不会退缩 他给我听着 这要再坚持一会儿 黑虎帮就是落日城最强的势力 相信我 我从未让你们失望过 白绍阳激动地说道 人群有些犹豫 毕竟二当家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 都没有让他们失望过 甚至往往都是惊喜 就在他们犹豫到底是战还是流的时候 一道无声之影来到了白绍阳的身后 二当家 小心 人群一声呐喊 白绍阳只感觉 一道可怕的剑 击在他的身后绽放 白绍阳本能地闪避 尖住鲜血流淌 虽然闪避及时 却还是受到了剑意的火起 白绍阳看到出手之人 心头大恨 乎臣 你和我作对 对你没有好处 唯有我们联手 才是最完美的提议 死亡之剑 陈天一剑而来 死亡气息绽放 灵力无比的剑意 狂杀而来 白绍阳目光一灵 封印之力燃放 将陈天的剑气 化整为灵 封印在了身后的轮盘之中 你当真要与我作对 你可知道我什么身份 陈天顺足一闪 建议惊天 身如鬼魅 你不是白绍阳 真正的身份是纳兰 皇室之人对吧 陈天的话 让那白绍阳心头一惊 那一瞬间 他甚至忘记了闪避 任由陈天一剑 斩断了他的手臂 但他丝毫不在意 只是目光森冷地 看向了陈天 你怎么知道的 陈天只是一笑 如何知道不重要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的身份在我眼里 不值一提 你知道我的身份 还要杀我 乎臣 你不怕死吗 皇室追究下来的话 你铁血猴都没得做 白绍阳赤和道 你以为我会在乎 这铁血猴之位吗 我连整个皇室都不怕 又岂会怕你 陈天手中 死亡之剑再次绽放 黑色气息一处 白绍阳心神传闹 死亡竟是距离自己 如此之近 他还不想死 他乃是皇室之人 五十年前 便是带着皇命 到达了洛日成 要让洛日成 被帝国所掌控 为此他一直努力 从认识黑虎开始 所有发生的一切 都在算计之中 从吴臣封地 落日成那一刻起 白绍阳就一直在寻找机会 让黑虎帮 与铁血猴发生冲突 他知道吴臣的手段 若是能将这吴臣 收尾己用的话 岂不是如虎添一 但他彻底的傻眼了 在明知他是皇室成员的情况下 吴臣尽也要杀了他 不 不要杀我 吴臣 我不要你投降了 我对着洛日成了解很深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切的帮助 甚至所有势力的情报 白绍阳慌了 陈天就在他黑虎帮众之内 但周围之人却不敢出手 看着那白绍阳狼狈求饶的模样 所有人都是唏嘘不已 你必死无疑 皇室之人留存在洛日成 对陈天来说 同样是天大的隐患 他必须死 见起寒光线 杀意绽放 白绍阳的眼中不满了绝望 武臣住手 你敢杀他 你定会后悔 就在此刻 天际之外传来了一声大贺 只见两道身影飞驰而来 这突然出现的两个老者 气息竟是在九重遵纪 而且还是他们从未见过之人 陆老虞老 快救我 白绍阳看到那两名老者而来 莫名的兴奋 武臣你死定了 他们可是九重遵纪 我不信 你连天尊都可以杀 现在就算你跪下来求我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人群目光一宁 心神震撼 九重遵纪 即便是在落日城内 那都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强者 而白绍阳 竟然有本事让九重遵纪为他出手 两大九重遵纪的强者出现 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们灵力高空 强势而来 武臣 你死定了 如果是现在跪地求饶 做我的手下一条狗 我就饶你不死 白绍阳见到两个天尊强者而来 得意忘形 哦 做你手底下的一条狗 然后呢 还有吗 陈天表情冷漠地说道 但目光却闪烁着寒意 然后 白绍阳丝毫没有察觉到陈天的怒意 他还以为他妥协了 目光一转 停留在了雪洛西的身上 还要让他做我的女人 我就饶你们不死 陈天的目光 在一瞬间释放出了惊人的杀意 一见而起 白绍阳再断一臂 绍阳 无臣你大胆 我恒山二老在此 竟还敢出手 你可知道他是谁吗 若是杀了他 驻你九族 那老者一声赤鹤 震撼莫名啊 虽然知道陈天是一个出了名的疯子 没想到 二话不说竟是要动手 蛮横不讲理啊 第579集 恒山二老原来是他们 这可是成名已久 少说有五百年的大人物了 不过他们为什么会与白绍阳有所关联 他该死 陈天可不管对方什么身份 辱了自己的亲人 就该死 疯子 你这个疯子 陆拉快救我 救 你们救得了吗 疯神之怒 火焰之怒 天生剑林所有的力量 在这一刻强势绽放而出 他们想救白绍阳 就要问问陈天手中的剑 铁血侯无尘 白绍阳的身份特殊 请你给我这老家伙一个面子 放了他 此事我们也绝对不再追究 老家伙知道陈天的手段 他清楚地知道 救人之前 陈天有一击必杀白绍阳的实力 火邪了 是的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横山二老 竟是向陈天妥协 追究 白绍阳杀我之时 你们怎么不站出来 让白绍阳住手 他三番五次想取我性命 若非我命大实力够强 只怕的白绍阳 会千倍百倍地 将所受之苦施加于我 到了此刻 你让我放火归山 对不起 恕难从命 陈天见义惊天 意志之力疯狂燃烧 面对两大天尊敬 竟是丝毫不惧 这铁血侯 究竟是一身雄胆 还是一个 扯头扯尾的疯子呀 不管什么原因 但有一点他们很清楚 此子强悍无比 年少轻狂 绝不妥协 这种人最麻烦 而且今日无臣所作所为 无疑是在给落日成的各大势力 说明一件事情 若谁得罪他 不死不休 这是一种警告 也是一种信号 陆中 何许跟他废话 我恒山二老成名之时 他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区区小辈便如此猖狂 真以为帝国之内 你天下无敌了不成 那于老很是不满 一口话音落下 便是欲要动手 帝国之内 我可不敢称天下无敌 但对付你们 还绰绰有余 陈天抬起头 骄傲无比地说道 就是因为白绍阳 是皇室之人 自己就要放虎归山 就因为你们两个老头 一老卖老 陈天就要给你面子 那么谁来给陈天面子 今日陈天若是在这 骆日城低头 那他如何立足 所以绝不妥协 狂妄 我今日倒要见识见识 你铁血侯 吴臣有什么本事 于老显然不服气 虽然他们听到了 不少关于吴臣的传闻 但却没有亲眼见识过 于老见他一个 后辈如此猖狂 心中难免怒意绽放 你敢 但是 还没瞪着二老出手 一道冰寒天意的冷喝之声 回荡在了他们的耳边 魅琳那绝美的身姿 浮现在半空之中 他就这样静静地 站立在天上 与那两个人目光相对 哪里来的女人 让开 否则修怪老夫不客气 滚 魅琳口中吐出一字 冷意震天 整个落日城的人群 无不是倒吸口凉气啊 魅琳竟是让两个天尊强者滚 好狂的口气啊 你想找死 于老勃然大怒 今日竟被两个后背所笑去 这让他再也无法压抑住体内的怒意 陆中目光一领 凝视着那女子的双眸 心中却是胆颤心惊 就在那于老准备出击的时候 陆中拉住了他 陆中 你做什么 于老回头说道 陆中看了一眼于老 对着他摇摇头 你难道忘了 为何皇室没有拿下吴臣了 于老目光一领 心头凛然 女圣者 难道就是 他们两个人的眼神 再次看向了眼前的女子 传闻陈天身边有一个女子 实力凌驾在尊武之上 视为圣 吴臣 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商量余地吗 陆老传音给陈天 陈天冷笑 你觉得呢 陆中见陈天完全没有收手的意思 却是只能叹息 他乃是皇室之人 我严谨于此 已经尽到了我的职责 于飞 我们走 陆中突然开口 却是要离开 这一幕 让得白少阳脸色俱变 陆老 于老 救我呀 白少阳慌乱起来 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突然离开 这让他的心情跌入了谷底 这两人的离开 意味着等同于宣判他的死亡呀 少阳 我二人对不起你 说吧 便是转身离去 两个天尊强势而来 威风无比 可是 在面对那女子的一声赤贺 他们竟是选择离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混账 我可是皇室子弟 你们竟敢见死不救 若是我能活着 你二人必死无疑 不过接下来的话 才是真正让整个陆日成 为之颤利的消息 白少阳赤后之后 连他自己都是脸色俱变 心如死灰 但是他的话 带给陆日成的人 却是惊天的震撼 皇室之人 白少阳竟然是皇室子弟 而他却在黑虎帮 隐忍了五十年 他的目的是什么 人们的脑海中 浮现出了无数种的可能 唯有一个 那就是陆日成的掌控权 皇室 好可怕的算计 实际 在这些大势力之内 原本最被信任的 甚至将其视为 接班传承人的 本就是皇室之人 这将会是一件 多么可怕的事情 就像黑虎帮一样 今日 若是让二当家 掌控了黑虎帮 皇室便是可以 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开始深入陆日成 壮大黑虎帮 最后时期成熟 将陆日成 受为囊中之物 废物 二老怒吓一声 却是飞奔而走 白绍阳暴露了 自己的身份 无异于打草惊说 甚至会让皇室 百年计划毁于一旦 不过事到如今 这件事情 已经不在他的 能力范围之内 最重要的是 将落日成之事 传回皇城才行 你这么说出来 真的好吗 这可是隐忍了 数十年的秘密 暴露的话 应该会很麻烦吧 陈天看向了 没了双臂的 白绍阳冷笑 看到陈天的笑容 在他看来 完全就是嘲讽 白绍阳本身心高气傲 几十年的心血 也因为无尘而白费 此刻更是 怒不可遏地大叫起来 无尘 你个混账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做人你杀不了我 做鬼你更不可能 说起来白绍阳 我才是要真正感谢你 若非是你 今天我又如何在 落日成立足呢 陈天嘴角的笑意 让白绍阳气得吐血 无尘 他大喝一声 却是冷笑说道 哼 你以为打败了我 打败了黑虎帮 就能成为 落日成之主吗 简直痴心妄想 他的大喝之声 回荡在整个 落日成的天空 虽然寒冰仍在 但白昼泛起 落日成迎来了 出生的光辉 正好落在了 陈天他们的身上 人们的目光 也集中在了 他们那里 今日 你与我黑虎一战 虽然扬明 但是底派尽出 你对我黑虎帮 尚且如此吃力 更别谈着 落日成的真正的一级势力 呵呵呵 今日就算你杀了我 很快 我也会在那黄泉路上 等着你 说吧 他一声大笑 笑得疯狂 笑得无奈 笑得悲凉 的确 如同所说的那样 今日一战 落日成所有势力 目睹了一切 对于陈天 可谓是了解至深 但是陈天 对着落日成内的一切 都不熟悉 他打败了黑虎帮 也不过是一个 人数最多的势力而已 实际上 黑虎帮在落日成 也不过是区区的 二流势力而已 在其之上的势力 多不胜数 白绍阳的话 多少让那些势力 有些得意 是吗 陈天文言 一只手放在了 那家伙的眉心之处 恐怕又让你失望了 今日所有人都听着 从此 落日成我为王 不服者 如他 话音落下 剑意绽放 白绍阳被撕裂成 无数碎片 眼前的画面 即便是那些 成名已久的人物 也为陈天 这一手段 心颤呢 从此 落日成我为王 这句话 荡绝于耳 久久不息 从此 落日成我为王 话音缭绕在人群的耳边 响彻整个落日成 这句话 若是任何一个人说的话 恐怕他们都会当成笑话 不屑一顾 但偏偏啊 此话 出自吴臣 老实说 各大势力都有些害怕 存在于落日成 已久的黑虎帮 现在因为得罪了吴臣 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要知道 这可是拥有 十几万人数的大势力啊 二当家现在一死 人群彻底的 失去了主心骨 你个个慌乱而逃 不过 陈天倒也没有成胜追击 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 他倒也不想徒增杀念 不过城中之人 无不是唏嘘不已 诺大的黑虎帮 说没就没了 陈天那句话 到现在都如雷贯耳 就在人群 为陈天的霸气 而惊叹之时 一道冷哼之声 从角落处响起 人群闻声而望 全场人的目光 集中在了一处 是他拓跋云飞啊 人群发出了惊呼之声 拓跋家族 看来是忍不住了 要知道 一直以来 即便是暗戒 都不怎么插手 他们家族的事情 这也意味着 拓跋家族 算是这 骆日成的半个主人 而现在 吴臣公然表示 骆日成从此 他无臣为王 就连拓跋家族 都不敢称王 他们岂能服气 陈天所说的话 阁下是 陈天看向了那青年 五王晋八宠 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 算得上是青年才俊了 毕竟五十岁之前 能突破王级的 在天府帝国来说 已经是天才了 有些人 穷极一生 都无法称王 凭你 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不过吴臣 我可以告诉你 骆日成有我 拓跋家的在 你就休想成王 我拓跋家族 没有人会同意 这拓跋云飞狂傲无比 他咬定了 陈天梅这个资格 听到他的话 陈天却是 饶有兴趣地 看向了此人 哦 那你敢不敢 跟我打个赌 第五百八十几 又打赌 人群听到这无尘开口 一开始 那黑虎就是从打赌 开始输的 你以为我拓跋家族 是黑虎帮这种 不入流的存在 和我赌 你觉得你配吗 你配吗 拓跋云飞之话 无疑是对陈天的讽刺 对此陈天倒也不生气 我曾听过一句话 他越是缺少的东西 越要吹嘘 我无尘配与不配 却也不是你能说了算 你什么意思 你想说拓跋家族吹嘘 不如你无尘不成 那拓跋云飞怒恙然 拳头紧握 似是随时要出手 这是你自己说的 我可没有这么说 陈天说完 便又是一阵冷笑 你竟然把自己的家族 说得如此厉害 却又不敢 与你眼中的蝼蚁打赌 那你岂不是连蝼蚁都不如 真不知道 你的骄傲从何而来 面对陈天的一番嘲讽 那拓跋云飞 显然有些招架不住 可恶 去杀我也 拓跋云飞出手 全场瞩目 要知道 这拓跋云飞在落日城内 那也是年轻一代中数一数二的强者 他从小天生神力 力大无穷 小时候武师境界便可占武宗 他的力量 简直可以达到天崩地裂的程度 这一拳下去 无尘那小神谷又怎么受得了 神拳啊 黯然销魂掌 哄 黑暗与神光同时绽放而出 两拳对碰 大气震倒 人们亲眼见到 陈天抵挡那可怕的权威之后 无不是流露出了骇然 好可怕的力量 陈天心头一惊 黯然销魂掌出城之时 便能与尊武对抗 如今他实力突飞猛进 但这一拳之下 对方不但没有丝毫的退让 反而让自己退后了数步 同时震惊的还有拓拔云飞 刚刚那一拳他可没有留守 即便是自己的家族长辈都挟不住 可无尘竟然挡下来了 有点本事 拓拔云飞冷冷开口 陈天一笑 你也不差 两人拳头收回 各自凝视对方 拓拔云飞仍然固执地说道 就算能截我一拳 但这落日成 我拓拔家算是半个主人 有我们在 你休想成王 那这另一半呢 陈天询问道 另一半 那就是落日成的各大势力了 有趣 这么说来 你拓拔家族实力最强了 陈天看着拓拔云飞说道 拓拔云飞得意莫名 这是自然 这句话 说得其他人心中不快 但也没有反驳 毕竟 拓拔家族在落日成 乃是本土之人 实力强大无比 论个体的话 也只有不远处的落霞门和暗界 才有的一拼 那如果你拓拔家族归属于我的话 那我无臣便算得上这落日成的主人了 陈天看向拓拔云飞说道 拓拔云飞大笑了起来 我拓拔家族归顺于你 简直笑话 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 根本不可能 那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陈天笑着说道 又是打赌 拓拔云飞目光一寒 他还没有说话 反倒是拓拔家族的一位老者开口 小友对自己很有信心嘛 你说的大赌 不妨说出来 让我拓拔家族听一听啊 老人家 你做得了主 陈天看着那老人 人群文言不由得唏嘘啊 这吴臣还真是年少轻狂 这老人乃是拓拔家族的太上长老 地位甚至还在族长之上 疯似 就算你乃铁血猴 与我家太上老爷说话要客气一些 拓拔云飞怒斥陈天 原来是老太上 陈天的目光 凝聚在那老头的身上 拓拔家太上长老笑了笑 此子还真是胆大呀 你且到来 我拓拔家族之时 我自然能做主 那好 此次打赌 我也不能为你拓拔家族 陈天刚开口 周围便是传来了哄堂大笑 他竟然说自己不为难拓拔家族 那拓拔家族的人都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唯有老太上 则安静宁神 似乎继续等待着陈天说完 你拓拔家族不是对自己很有信心吗 你们说过 我无臣休想成王 不但无法得到你们的认可 其他人也不会同意 那我便问一句 洛日成总顾多少势力 三六九等又为何 陈天开口 老太上接过话来 洛日成历经八百年风雨 势力无数 一级势力便是四五十讲 二级势力上百 三流以下那就成千上万 说完便是看向了吴臣 周围人都不明白他问这些做什么 陈天文言低营片刻抬起头来说道 那好 我这赌约这般 你们看如何 三流势力以下 我不管 若是二级以上有一半势力 承认我吴臣铁血侯在洛日成的地位 便说你拓拔家族输 你输 拓拔家族成为我铁血侯麾下 陈天说完 整个洛日成都当即傻眼了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听着陈天的话 仿佛是天大的玩笑 轰然大笑之声从四面传来 二级以上一半承认吴臣的地位 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就是现在他们都可以告诉吴臣 这绝对不可能 小友 你确定没有开玩笑吗 我倒是没什么 不过你若是输了 那又当如何呢 老太上听到这样的赌约 都是吃力惊 吴臣所言 就等同于疯言 但此人做事乖张 天马行空的 老太上倒想看看 这吴臣究竟有什么样的本事 竟敢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即便在老太上听来 就算他无尘手段通天 想要他们答应 那也是难上加难 可以说几乎没有可能 毕竟这些刺头 若是这么轻易就能解决的话 他拓跋甲 早就是整个落日城的主人了 我还不至于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 陈天回答道 老太上笑了笑 说实话 别人对你铁血猴人头有兴趣 但我没有 你若是没有值得相应赌约的东西 我没有兴趣答应 那么老太上 一颗玄机丹 作为我吴臣的赌注 你觉得如何 陈天流露出自信的笑容 玄机丹三个字 让那老太上的身躯猛然颤抖 你如何知道这玄机丹 老太上 您真的要我说吗 玄机丹我身上没有 但我保证 我可以帮你弄到 至于答应不答应 那就看老太上你了 陈天故作神秘 老太上不宜有他 毕竟 这天府帝国 恐怕再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种失传丹房了 他身上暗机已久 大限将至 若是没有玄机丹的话 要不了多久便会昏归于土 老太上一咬牙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你既然知道玄机丹 那就明白我等不了了 一个月的时间为限 你觉得如何 一个月 陈天低音一声 随后抬起头来 一个月足矣 好魄力 我拓跋家族也不至于欺人太甚 一月之内 我担保你无臣 性命无忧 好 一言为定 报 帝国 浩瀚皇城 深攻皇庭之内 万里之外 军情急报 那传信官 带着急促的步伐飞奔而来 随后 递上了一道封印信件的密函 那兰皇 以纳兰家族的血脉 开启封印 文字上的内容 却让纳兰皇为之动容 皇殿之上 一股可怕的威严 猛地绽放了出来 吴臣 纳兰皇目光森寒 杀意蹦践 朝廷上 文武数百官员 听到这个名字 都是兴神一颤 而这次朝会之上 帝国皇子意在其中 吴臣之名 皇城内的人 无不是熟悉 父皇 发生什么事了 二皇子微微躬身问道 那兰皇不言 人群都能感受到 一股紧张的气氛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 发生的事情 恐怕绝不简单 陛下 亭外横山二老求见 又是一道通报响起 纯 纳兰皇拂袖一挥 回到了皇位之上 不多时 大殿上两道身影 匆忙而来 陛下 我二人罪孟 我二人罪孽深重 无言面对皇室 只能以死谢罪 纳兰皇一声叹息 他们的皇叔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据传 纳兰皇登上帝位之时 他的兄弟所剩无几 几乎从未听过 纳兰皇提到过此人 纳兰皇见人群一脸的疑惑 有些痛惜地说道 洛日成一直是 帝国的心头之病 所以五十年前 我的弟弟纳兰少阳 进入了洛日成 当时 他不过还是一个少年 他遇到了黑虎 后来一起在洛日成 建立了黑虎帮 黑虎帮 人群文言一清啊 那黑虎帮在洛日成 也是数一数二的势力 人们继续聆听 纳兰皇的诉说 他很兴奋地告诉我 收服洛日成的计划 已经汹游成竹 吴臣封地洛日成 我兄弟便是想要 借吴臣之手来杀黑虎 计划的确如少主所说的那样 只是 所有人都低估了吴臣的手段 那吴臣明知少主身份 却不顾我帝国皇室威严 对少主痛下杀手 陛下他该死 玉老激动无比地说道 他堂堂天尊 最后竟是要逃走 连他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他该死 可现在不是时候 密函之上传来消息 吴臣与拓跋家族打赌 一月之内收服 洛日成两百家二级一级势力 只有一半以上承认 吴臣的地位 拓跋家便答应在他 麾下势力 若是败 他吴臣没命 还要封上玄机丹 纳兰黄冷冷地说道 还有没有人 他肯定不断 有没有人 他肯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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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是败的 他肯定不断 他肯定不断